博寻 包厢内光线昏暗 尹欢身着一袭红色收腰掉带裙 直直地朝着正中央吞云吐雾的博寻走去 他漂亮的脸颊上晕着怒气 还没走到博寻面前 手里限量款的包包就狠狠地砸了过去 混蛋 博寻接住他的包放在身侧 嗯灭了烟 大小姐 挨打挨骂的有个说法吧 我又是哪惹到你了 尹欢抓着博寻的头发 就薅 气得高挺的胸脯剧烈起伏着 你是不是乱说话了 不然 头发又少了几根 薄少不惨 没看他笑得欢啊 明显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乐在其中呢 娇软小野猫 人间水蜜桃 性感小幽误 伯哥就好这口 旁边好友笑着打去 薄寻一把扣住尹欢纤细的腰肢 坏笑地把他往怀里一扯 冷静点 这么多人呢 人多照样揍你 尹欢抖抖纤细漂亮的手指 几根乌黑的头发掉落 他还嫌弃地踩了几下 薄寻眸色暗了几分 晕黑的眼里泛起幽光 他手臂用力 薄唇凑到他耳机 刚抽过烟 呼出的气息 都带了点淡淡的烟味 一点都不温柔 只有我受得了 你那娇纵的脾气 我亲爱的胃 婚 妻 啊 尹欢炸了 尹欢侧头 嫌弃地推开他充满酒气的脸 柳梅微醋 我不会嫁给你的 死心吧你 明天你就去退婚 我入这也行啊 宝贝薄寻坏笑 后脸皮的再次贴近他 娇软小巧的耳朵 低声诱哄 我们俩循环作乐 天生绝配 你以后逃不出我的手 长 姓 救命 他会被薄寻玩死的 你又不喜欢我 你娶我回家供着 尹欢拍他的手 臭手拿开 臭吗 薄寻修长白净的手 一把捂住他 娇艳欲滴的红唇和鼻尖 闻闻尹欢瞬间呼吸不畅 手指上烟酒味传入鼻息 他抬起高跟鞋 很踹薄寻小腿 臭死了 薄寻笑着松开 供着就供着呗 谁让我倒霉 和你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世代交好 我可牺牲大了 欢欢以后 给我生七八个小孩 承欢膝下 我们夫妻俩 一定能睡出感情来 隐欢嫌恶的瞪他 滚 你想得美 七八个 你怎么不自己生 我也没那功能啊 薄寻贴近他 坏笑 语气轻跳跳的 但我可以让你生 谁要他骨子里 就恶劣卑鄙的坏基因 这混蛋从小就见不得他好 他教纵大小姐声明远播 都是因为薄寻的 呦喂 这是我们能听的吗 限制极了呀 我们要不要避嫌啊 旁边的损友又开始起哄 隐欢美眸瞪过去 朋友们近身 一副看好戏的样盯着他们 薄寻抓起他的包 单手将他抱起 搁几个 过几天来喝喜酒 薄寻 你放我下去 放开我 隐欢一挣扎 他两只手扣住他的腰 大步走出后 转身就进了对面的包厢 薄寻把他下 随手关上门 你还挺急 过几天就喝喜酒 薄大少爷恨嫁 隐欢欲感到危险 下意识地往后退 薄寻慢条斯理地打开灯 这可不是我说的 隐爷爷身体不好 说是我们结婚 给他老人家冲冲洗 冲洗 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迷信操作 隐欢更愿意相信 是爸妈看中了薄寻的商业能力 让他以后帮忙管理公司 而不是因为那么荒谬至极的理由 冲洗难道就非要嫁给你吗 你除了有张脸 还有什么 薄寻挑眉 我身材也不错 隐欢冷痴 不屑地翻了的大白眼 藏在裤子里 我怎么知道好不好 薄寻上前 一把抓住他纤细的手腕 将他白细的手 按在他的皮带扣上 这还不简单 让你先验验货 保证你上赶着嫁给我 隐欢手指 碰到他冰凉凉的金属皮带扣 一脚踹过去 薄寻你无耻 夏刘 谁要看他那玩意儿 有病 隐欢眼底不屑 扭着手腕却抽不出来 放开 欢欢 你现在不验验货 等我们结婚了 你不满意 可就没后悔的余地了 薄寻低头 鼻息间传来他身上的香水味 玫瑰香 如同隐欢这个人 带刺的金娇眼玫瑰 烟红 华贵 漂亮 张扬娇艳的万人迷 薄寻嘴角勾起 真不奄奄 没兴趣 臭男人有什么好看的 何况是你的 隐欢抽出手 嫌弃得要死 他手脏了 不干净了 你不退婚 我退 隐欢拿出世巾擦手 除了我 经常还有谁配得上 你隐大小见 除了我 隐叔叔和阿姨 还能同意把你嫁给谁 除了我 谁愿意把你娶回家供着 薄寻好征 已狭地盯着他 嘴角上扬 隐欢 你完了 你落我手里了 真不知道 你给我爸妈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坏死了 隐欢气得要哭了 死薄寻不但掐他桃花 他之前让薄寻帮忙送情书 这混蛋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一转身 把他的情书扔进垃圾桶 从那时候起 他们之间的两子就结下了 从你出生的时候 老子就陪在你身边 小时候当我小尾巴 说长大了 要给薄哥哥当媳妇 现在长大了就不干了 到底谁坏 薄寻朝着他逼近 说话不算话的人 才是小坏蛋 我才没说过那种话 隐欢往后退 可恶的是他竟然记得 小时候穿着蓬蓬裙 拉着薄寻的手 在生日的时候 许愿长大以后 要当薄寻的老婆 要给他生娃 曾经童言无忌 年少无知 不知道薄寻长大之后 就成了恶劣的坏蛋 隐欢退至沙发 身体一低 坐了下去 包厢里只开了一盏昏黄的灯 光线昏暗 薄寻深处背对着光 那张英俊帅气的脸处 在阴影中 眼底泛起幽幽的光 深邃幽暗 居高临下地俯视他 他俯身 双手撑在他的两侧 将他禁锢在沙发 与他的身体之间 欢欢 我真羡慕你 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如愿以偿地 当上了薄太太 薄寻盯着他 银润饱满的红唇 低头贴近 给未婚夫亲一个 培养培养感情 隐欢抬手捂着他的唇 把他脑袋往后推 没威慑地吼他 薄寻 你敢亲我 你就死定了 薄寻坏笑 拨得一声 亲在他的掌心里 隐欢月牙式的 漂亮寒情眼 阴阴晕晕的 眼尾泛红 薄寻你混蛋 哭什么 小时候我们俩 还嘴对嘴亲过 你居然嫌弃我 薄寻得意洋洋地 看他抓狂 没良心的小欢欢 就他那张扬娇纵的性子 是多得麻烦精 嫁给别人 他还真不放心 只能委屈他自己娶了 那是小时候 现在我们是成年人了 隐欢疯狂擦手 谢谢大小姐的提醒 我们是成年人了 可以做一些成年人 该做的事情 何况我们现在是父母 都同意的未婚夫妻 薄寻高大的身形 强势地朝着他逼近 深邃的眉眼 让起坏笑 薄寻长了一张 特精致的脸 高眉弓 双凤眼 黑铜仁 高鼻梁 厚薄适中的唇 凌冽的下颌线 棱角分明的脸颊 甚至就连身材 都是宽肩窄腰大长腿 比男模的身材还要绝 可他那副 捏坏捏坏的样 骚浪剑的性格 总和他作对 越长大越烦 对他简直喜欢不起来 如果不是青梅竹马 两家又是市交 牵扯了太多利益关系 早在他扔了他情书的时候 就和他彻底闹掰了 欢欢薄逊喝了点酒 故意压着嗓音 滴滴沉沉的 如独奏的大提琴 往他耳里钻 尹欢心跳得砰砰砰的 这混蛋现在喝醉了 他不会真的要和他干点成年人 未婚夫妻能做的事情吗 他还没想完 眼前一片漆黑 薄逊温热的唇印了下来 浓烈的酒气 和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将他包裹 薄逊再倾他 他的出吻没了 尹欢大脑停止了思考 一动不动的 任由薄逊的唇 在他唇上辗转 意识到 他想要深入的时候 尹欢如梦初醒 双手推他的肩膀 可男女力量悬殊太大 薄逊这会儿 是铁了心要轻踏 身上的重量压下来 尹欢根本就推不动 乌乌恩 不要 他拒绝的开口 反而给了薄逊可乘之机 他的出吻彻底没了 尹欢打他 踢他 踹他 薄逊不怒反笑 意犹未尽的贴在尹欢脸侧 欢欢好甜甜你妹 滚 滚床单吗 薄逊贪婪地蹭着尹欢香 软白嫩的肩膀 闭上眼睛沉溺 又软又香流氓 滚啊 尹欢往他腿上踹 他穿的细高跟 踹起来还挺疼的 薄逊撑着身体站起来 膝裤上被踹了好几个血印 他不气不恼 黑沉沉的眸 得意的坏笑 清了欢欢的唇 被踹几下也不亏 无耻 尹欢整理肩上的衣服 我脸皮厚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薄逊意犹未尽地摸着唇瓣 你咬得还挺疼 他刚刚亲着不放 他不咬 难道放任 他一直往里亲吗 尹欢气得拿起包就走 他和薄逊没法交流 薄逊吊锒铛地坐着 未婚妻 等着我去娶你哦 你做梦 薄逊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有痛感 这可不是做梦啊 尹欢真的要嫁给他了 尹家别墅 尹欢搂着妈妈撒娇 亲爱的妈妈 我不想嫁给薄逊 我才22岁 我不想结婚宝 宝宝 你们俩的婚事呢 已经定下来了 你小时候 还跟在薄逊后面说 长大了要嫁给他 怎么现在不想嫁了 尹欢憋着一股火气 轻哼 不嫁 薄逊长歪了 长歪了 尹母是见过薄逊很多次的 帅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比欢欢爸爸年轻时候帅多了 电视里面那些明星 也不如薄逊英俊帅气 身姿挺拔 宝贝 你眼光是不是太高了 阿逊多帅啊 以后你们俩的孩子 颜值一定很高 尹妈妈温柔摸着尹欢的小脸蛋 宝宝 你要相信我们的眼光 我们给你挑婆家 一定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 他们只相信薄逊 只有薄逊在他们眼皮子下面长大的 尹欢是当局者迷 一直不明白薄逊对他的感情 尹欢漂亮的小脸愤然 我知道 薄逊脑子聪明 以后可以帮忙管理公司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 薄逊已经很忙了 他分身乏术 哪有空帮忙 何况那个家伙 一关禽兽 让他帮忙 他肯定把我骗得骨头渣渣 都不剩 他不懂 薄逊到底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汤 他们居然都那么信任薄逊 那家伙就是顽固子弟 一看就不靠谱啊 宝宝那么相信他 说什么 你都信才会被骗啊 尹母笑了 你爸妈目前身体还好 还能工作 宝宝安心地当个小公主 以后嫁给薄逊当薄家少奶奶 他要是欺负你 爸妈给你出气 只怕到时候 你们向着他 不向着我 尹欢烟红的小嘴憋着 他今天都敢强吻我 人品太差了 宝宝你出吻没了 尹母一副磕道的表情 我家宝宝果然长大了 妈妈 我不想结婚 出吻体验一点都不好 宝徐那个混蛋 一直想把舌头伸进他的口腔里 坏死了 无耻又下流 不行 你们的婚事板上钉钉了 已经宣传出去了 明天就发请柬 宝宝 我们女人要早点睡美容教育 尹母拉着他起身 走吧走吧 要不要妈妈今晚陪你睡 算了吧 爸爸会吃醋的 尹欢这点自知之明 还是有的 何况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根本睡不着 真的不能改吗 尹欢在房间门口 抱着最后一丝丝的希望 爷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不是真的为了冲洗什么的 把我嫁出去的 怎么可能是因为冲洗呢 爷爷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所以他想在有生之年 看见你成家 以后有依靠 尹母抱抱他 宝宝 博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呸 他算什么好选择 京城少爷人品好 长相帅气的贵公子 一抓一大把 凭什么就得选他 但是爷爷一直宠他 如果是爷爷的心愿 尹欢心里烦躁躁的 和妈妈说了晚安 过后他洗了个澡 懒洋洋的靠在床头 他看见屏幕上博寻的头像 一股无名火 越烧越旺 他连发N个表情包骂 薄寻混蛋 那边博寻没有回复 尹欢更气了 他将手机往床尾的沙发一扔 蒙着被子就睡了 第二天 尹欢是被妈妈叫醒的 让他去美容护肤 我不去 尹欢缩在柔软的大床中央 睡眼惺忪 整个人懒洋洋的 我凭什么 要为了取悦薄许 那个混蛋去美容 尹欢从小就精致 从头到脚都力求完美 小到头发丝都在意 可是让他去做那些 是为了婚礼 取悦薄许那个王八蛋 他就不干 宝宝 在京城有比薄许 还帅的小少爷吗 你不愿意嫁给他 那你想嫁给谁呢 尹欢身为京城第一名媛 从小就被野奶 爸妈带出去交际 认识很多很多人 但是嫁给谁这个问题 他22年来 没有想过 就算以前青色的初恋 那也只是 有那么点好感 喜欢 想谈的恋爱 十几岁 根本没想过结婚的问题 随便什么人都好 就是不要薄许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 为什么薄许不可以 尹母隔着空调背 拍着他的臀 宝宝 你对薄许有偏见 哟 我看他不顺眼 那么帅的脸都看不顺眼 他家宝宝果然挑剔 所以更担心尹欢以后挑来挑去 最后孤身一人 还不如强势点 早点把他嫁了 尹欢被妈妈拉着起床 去美容护肤 然后去医院看爷爷 一进去 他就看见了 在病床前献殷勤的博许 哼 尹欢姿态高傲地走进去 眼底含笑 工作日大白天 不去开会见客户 居然在病房闲着 博士集团不会要垮了吧 所以 你薄大少爷迫不及待 想和我联姻 是啊 要垮了 所以未来的总裁夫人 要不要投资一点钱 博许不气不脑 配合他开玩笑 我穷死了 就等着和你结婚 收份子钱呢 份子钱能收多少 博许一看 就是逗他的 他那张领坏笑起来 也太贱了 尹欢不理他 走到病床前 爷爷住院之后 瘦了好多 脸色苍白 以前多精神的老头子 这会儿形容哭狗 还为了他的未来操心 尹欢一下眼眶就红了 哭着喊 爷爷 我的宝贝乖孙女 怎么哭了 老爷子最见不得尹欢哭 从小到大 最宠尹欢的就是他 全天下所有的好东西 都恨不得捧到尹欢的面前来 从小珍珠当弹珠丸 几岁的时候 生日礼物 就是欧洲皇室的公主王冠 非洲百年一遇的红色大钻石 全球定制仅此一件的成年晚礼服 十八岁生日 更是送了价值十个亿的大别墅 和两辆豪车 爷爷 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尹欢出门 必定装发精致完美 这会儿不顾形象地哭了 只要爷爷能好起来 不就是嫁给博巡吗 他愿意 爷爷不知道啊 爷爷就算不能好起来 爷爷在天上 也会一直看着 我家宝贝孙女的 看着你成家 生小宝宝 和老公恩爱 白头偕老 博巡他要是敢欺负 爷爷定不会放过他的 天天到他梦里 去骚扰他 尹欢抽抽小鼻子 瞪了眼博巡 爷爷不要到天上去 博巡不敢欺负我 他要是欺负我 我自己会收拾他的 他对博巡可从来没客气过 不服就干 能动手绝不动口 博巡一个大男人 也不会真的与他计较 博巡说得轻巧 只有你欺负我的份 我哪敢欺负大小舰你呢 昨晚往我腿上踹的 现在还轻着 你活该 谁让你强吻我的 尹欢抹抹泪 对不起对不起 我犯贱 我脑抽 侵犯了大小舰 博巡故意逗他笑 骄宗大小舰 平常就耻美行凶 怎么哭起来 也那么娇滴滴的 美帝楚楚动人 我见犹怜 他越是那么美 越是让人有种破坏欲 想要将他拉下神坛 想要看他沉迷欲望 想要看他意乱情迷的模样 你本来就坏 想让我嫁给你可以 所以我有要求 有要求你提 博巡吊儿郎当地靠着 你跟我出来单独聊聊 这里是病房 爷爷需要静养 尹欢不想在病房里 和博巡吵架 爷爷 你好好养病 我明天再来看你 博巡起身 你别来看我了 婚礼要紧 老爷子脸色苍白 欢欢就交给你了 爷爷放心吧 我会对他好的 走到病房门口的尹欢 不屑地轻哼 大骗子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病房旁边的休息室内 尹欢一进去 就坐在了米色沙发上 博巡不紧不慢地 走到他面前 俯身双手撑在 他两侧的扶手上 弹吧 大小剑 你过去 去哪 他的呼吸静在咫尺 这种有点被禁锢的感觉 让尹欢很不喜欢 他柳眉微醋 你这样怎么弹 这样怎么就不能弹了 直面对方的眼睛 更诚挚 博巡晕黑地眸与他直视 几乎要贴在他的面颊上 我配合你 嗯 博巡身体僵住 他缓缓低头 咬牙盯着他刚刚作恶的脚 啊 这地方也贴 尹欢 你他妈以后的幸福生活 还要不要了 这是能踢的 博巡强忍着疼 双手收紧 忍得手背的青筋都抱起来了 尹欢高傲地抬起小下巴 谁让你那么轻浮的 活该 你坏了 和我的幸福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用工具 工具 他压得还真说啊 工具有我好吗 我都说了 你好不好我并不知道 说不定本来就不中用了 到时候 你还怪我是我给踢坏的 尹欢推开他 我可不背锅 操 博巡弩骂 你等着 新婚也有你哭的 尹欢又不想嫁了 可以想到病床上的爷爷 那担忧的目光 弥留之际想的全是他 他又生生地忍了下来 尹欢拿出手机 开了录音功能 放在茶几上 第一 你以后不许 在我面前抽烟 我闻不得那个味道 臭死了 博巡坐在对面 搭着长腿 行 见 毕竟我们结婚了 是要备孕生孩子的 我在抽烟 还是个男人吗 第二 商业联姻 和你没感情 你以后不许碰我 尹欢你在做梦吗 我娶了老婆回家 我不碰你 你当我是柳夏慧 博巡笑了 这条不可能同意 那 一周一次 尹欢试图谈条件 你当我是废物吗 你想憋死我 嗯 尹欢对于那种事 没什么预念 两次 博巡不屑地冷哼 两次 你看不起谁呢 我们没感情 那种事情一次都不该有 你还不满足 尹欢瞪他 我告诉你 婚内 强X也是犯法的 博巡悠然悠哉地靠着 修长的手指 点着沙发扶手 那种事我可做不出来 倒是你 以后看见我的身材 馋得流口水 主动扑倒我的可能性 比较大 他 对他馋得流口水 还主动扑倒 他是指壶的吗 一扑就倒 外墙中干直老虎 尹欢轻吃 你做梦 我这辈子 都不可能主动扑你 博巡坏笑 话别说太满 博巡是懂得 如何气他的 不要生气 因为博巡 这个臭男人不值得 生气 长皱纹余尾纹 尹欢闭上眼睛深呼吸 拍着胸膛自己安抚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过后再商量 婚后 我准备去 我们家公司上班 同房可以 你不能让我怀孕 博巡对上他认真的目光 你一千斤大小姐 婚前到处玩 婚后却跑去工作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堂堂伯家大少爷 你是少夫人 我养不起你吗 当你家少夫人 就不能上班了吗 你们家的女人 都不工作吗 尹欢反问 之前她是重心捧月的 千斤大小姐 但几十年以后 爸妈不在了 她得把引力集团 握在自己手里 靠人不如靠己 行 你想工作就工作 我不拦着你 博巡并不觉得 尹欢会认认真真的上班 她从小到大 哪吃过上班的苦 打不得 骂不得 说不得 一点疼都要哭唧唧的 眼眶泛红 早睡晚起的代表人物 只有珠宝首饰碗礼服 包包鞋子化妆品 能勾起她的兴趣 尹欢对上博巡玩味的眼神 这浑蛋又小看她 博巡说 你别逃婚 让我丢脸就行 尹欢关了录音 才慢悠悠的开口 这个提议 好像还挺不错的 可逃婚了 丢的就不只是薄家的脸 还有尹家的脸 她从小就耗面子 做不出来那种事 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 没了吗 不谈谈我给你准备的彩礼 彩礼 什么东西 以后离婚 还要还回去 她才不要 不用给 尹欢拿着精致的白色小包 但笑 你自己留着花吧 结果第二天 尹欢下楼 就看见自家大厅里 摆满了各种这样的盒子 博巡的父母 还有她正在大厅里 和父母聊天 怎么都没人告诉她 博巡起身朝她走来 微微低头与她平视 你怎么刚睡醒都这么漂亮 我亲爱的未婚妻 我不是说了不要吗 尹欢声音小小的 博巡这架势 不但要给她彩礼 而且还给的很多 那些古玩玉器 珍稀字画 金银首饰 水晶钻石 甚至还有爱心形状的黄金星上面 刻着寻语M 欢的字 这架势搞得好像他们不是联姻 而是热恋中的情侣 你说不要我就不给 我是那种渣男吗 博巡牵着他的小手 这人怎么动手呢 可是当着两家长辈的面 他们其乐融融地看着他们俩 尹欢挣扎的手不动了 任由博巡握着 爸妈 叔叔阿姨 你们先聊着 我陪欢欢吃早餐 去吧去吧 这孩子被我们关坏了 亲家你们以后多淡淡啊 欢欢是好女孩 她愿意嫁给我们家阿巡 是她的福气 女孩子嘛 多睡会儿是应该的 尹欢听着长辈的对话 被博巡牵着进了餐厅 一到餐厅 她猛地抽出手 博巡 你老实说 结婚的事情 是不是准备很久了 她怎么前天才知道呢 也就一周吧 博巡悠哉地坐下 怎么了 尹欢感觉自己被蒙蔽了 他们都知道 就她不知道 时间充足才有更多的准备 给你聘礼 你还不开心 博巡包着鸡蛋 要不你给我也行 我当欢欢的坠序 行啊 但是你吧 一看就不怎么值钱 给你五块二 不能再多了 五块二 掉地上 她都不会弯腰去捡 博巡恨不得将鸡蛋捏碎 却还是强忍着 放在了她面前的小碗里 你故意的吧 明知道我不喜欢吃水煮蛋 尹欢白了她一眼 怎么办啊 还没结婚就有矛盾了 婚后不得一地鸡毛啊 尹欢愁得带眉微醋 我们婚后分居吧 分居 你在做梦 老子身心健康 娶个老婆回家 不是当摆设的 你看不惯我也得看着 我天天在你面前晃 晃到你爱上我 博巡一向知道 她娇纵大小姐的脾气 男伺候 她倒好 伺候的机会都不想给她 一点自觉都没有 尹欢愤愤然地擦嘴巴 你做梦 我才不会爱上你 她早就做过那样的梦了 她甚至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明明几年前 他们还是关系匪浅的青梅竹马 尹欢做什么都会找她 尹欢高一的时候 她高三 俩人的关系 就从那时候开始改变的 青春期的女孩子 她完全搞不懂 莫名其妙就生气 看她就翻白眼 俩人回到了大厅 伯父伯母热情地拉着她 让她签什么合同 尹欢一看 博士旗下某公司的股份 百分之三十 给她那么多 薄家名下众多公司 这只是其中一个公司的 但也太多太多了 不但如此 还有一些商铺 房产 国外的庄园 农场 地皮 尹欢不由地朝着身边的博巡 挪动身体 甚至凑到她耳旁 声音轻轻柔柔的 是不是给的太多了 我不能要 博巡心痒痒 不多 给你就拿着 博巡 尹欢心里过意不去 伯父伯母看着她长大的 他们属于强强联合 联姻本身就能带给双方莫大的利益 他们还给她这么多东西 签字吧 爸妈都等着呢 博巡还住她的腰 对长辈们说 她不好意思呢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欢欢愿意嫁给我们家臭小子 是她的福分 多给欢欢一点彩礼 以后你别抛弃我们家臭小子 保母开口 她能娶到你 真是她的福气 博巡 以后好好对欢欢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们都饶不了你 听见了没 保母气势凌人 博巡狭长的瑞凤衍 往尹欢身上瞥 吊耳郎当的开口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只有她欺负我的份 我哪敢欺负她 大小姐分分钟和我闹离婚 我好不容易娶个媳妇 可不能让她抛弃我 尹欢 这男人瞎说八道什么呢 在京城到处败坏她名声的 可不就是她吗 居然有脸说 没欺负她 尹欢硬着头皮 嘴短 拿人手软 这连鹰就是个坑 她也只能跳了 爸妈 叔叔阿姨 你们聊着 我带欢欢去世婚纱 博巡牵着她的手起身 中午 我们就不回来吃了 刚走出门口 尹欢就甩开了博巡的手 外面阳光赤裂 博巡不由地眯起眼 俊脸往她脸侧贴 捏坏捏坏地含笑 给你彩礼还生上气了 我可比你给那五块二大方多了 你就是大方过头了 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 就算是伯父伯母要给 偏头躲开她的靠近 他们怕你抛弃我呀 博巡坏笑 我给你那么多 那不是为了让你有安全感 可不是给你离婚的机会 好不容易娶回家 哪怕是当祖宗一样的供着 也要供一辈子 尹欢可是她未来老婆 尹欢身为尹家唯一的掌上明珠 从小锦衣玉石 娇生惯养 全家的团宠 不多给她点东西 她怎么好意思娶她进门 抛弃 你不是很正常吗 就你那型人品性格 尹欢斜了她一眼 傲娇的上了车 她已经很久很久 都没有和博巡同乘一辆车了 大概有六七年了 骤然坐上她的车 尹欢下意识地远离博巡的身体 可她偏偏坐在中间 双腿岔开 膝盖慢慢悠悠地贴过来 与她的膝盖碰上 碰上的瞬间 仿佛有一丝丝的电流 从她们中间穿过 直打心脏 尹欢双腿紧贴 偏向车门 躲开她的触碰 博巡恨不得把腿架她身上 就那么讨厌她 她以前可是乖巧温柔 甜诺诺地叫她寻哥哥 博巡换了姿势 翘着二郎腿 懒洋洋地靠着 我们过几天就结婚了 小欢欢 你要习惯我的触碰啊 不然我们怎么过夫妻生活 网上说了 维持夫妻感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多过幸福生活 尹欢粗眉 我们没感情 不需要维持 博巡视线落在她漂亮的侧脸上 大小姐说得对 那就是增进夫妻感情 最好的方式 是多过夫妻生活 尹欢 那网上的词条 是她写的吗 说改就改 尹欢抬手贴到她脸上 往后推 你说得对 我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红颜之戟 我们结婚之后 你都给我断干净 截身自好 否则 你休想上我的床 那你的床我是上定了 我就你一个红颜之戟 博巡笑得又坏又贱 试图侧头去清她的掌心 尹欢的手香 尹欢下意识地闪躲 准备收回手 却被博巡一把握住了 她白皙柔嫩的手腕 干嘛 放开 不放 未婚妻的手牵一下怎么了 博巡指负摸着她的手背 真嫩 变态 尹欢气死了 爸妈怎么那么想不开 挑谁不好 偏偏挑了博巡 这个贱骨头 一天不犯见她浑身都难受 她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 除了两家关系好之外 这必然是一场双赢的商业联姻 博巡坏笑 怕你不习惯我的触碰 提前适应 怎么就变态了 你不服 让你摸回来 尹欢看着面前白皙修长 指甲分明 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的一只手 她手指动了动 仿佛在地上打滚 求主人抚摸的小狗狗 尹欢没兴趣 扭头不理她 博巡叹气 她现在爱答不理的 这手以后可是要给她幸福的 摸她抱她搂她 让她欲罢不能 和她纠缠不休 嘿嘿 一进婚纱店 店长就亲自过来为他们服务 博巡给她准备了五套婚纱 她的身体尺寸 都是提前问过尹母的 尹欢跟着店员去换婚纱 每一套婚纱 都是国际顶尖设计师 所设计的高奢限量 全球仅此一件 没有女孩子 不喜欢漂亮的婚纱 但不是每个女孩子 都愿意步入婚姻 尹欢挑了一件婚纱 就去换了 博巡坐在外面的沙发上 喝着咖啡 虽然从小爸妈就教育她 女孩子化妆时间多长 都得等着 可她内心躁动迫不及待 她太想看尹欢穿婚纱的样子了 博巡坐不下去了 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 晃得旁边的工作人员 眼睛都花了 博少爷 里面准备好了 博巡一个剑步 冲到对面的沙发上 吊锒铛地翘着二郎腿 端起面前的咖啡 四不经意地抬起头 刚刚那个焦急等待 左顾右盼的男人 仿佛不是他 店长 Sigma 跑得真快 一看体力就好 尹大小姐真有福气 两侧厚重的帷幕拉开 白色的灯光 打在尹欢的身上 她身着白色漏肩婚纱 婷婷停停欲立地站在圆形台上 那张美丽娇艳的脸 没什么表情 旁边忽然想起了音乐 尹欢侧头看过去 居然有人在旁边弹钢琴 这婚纱店 很会拿捏氛围感啊 她只是是个婚纱 不是举行婚礼 博巡那个混蛋 悠闲地靠在沙发上喝咖啡 一副与她无关的表情 对 婚礼吗 新郎就是工具 还行 勉强和声 尹欢说完 就要准备去换掉 博巡放下咖啡呗 大步走过去 小欢欢 你急什么 你未婚夫 我还没有看 她一直都知道 尹欢有一副娇好的美丽皮囊 此刻身着洁白的钻石婚纱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姿态高傲 像明媚的火烈鸟 尹欢大大方方地站着让她看 我这么漂亮的脸 这么完美的身材 穿什么都美艳绝伦 婚纱而已 分分钟难念 尹欢的确是万人迷 哪怕金圈流传她性格骄纵 难伺候 也有不少追随者 博巡围着她转 尹欢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展品 而博巡是顽固的贵公子 准备花大价钱 把她买回家 看够了吗 没 博巡忽然上台 大小姐这么漂亮 一辈子也看不够啊 她向着尹欢靠近 一不小心 赠亮的黑色皮鞋 踩到尹欢的婚纱裙板 尹欢身体一跌 朝着博巡靠去 尹欢倾斜的身体 靠在薄巡怀中 她不只换了婚纱 也化了精致的妆容 眼周亮晶晶的 如漫天璀璨的星辰 流光一彩 美艳夺目 博巡揽住她柔软的腰肢 眼眸一滴 视线所及之处 是大片雪白的肌肤 傲人的胸脯 随着她有些急促的呼吸 起伏着 她情难自控地吞了一下口水 一开口却语气轻挑 小欢欢 这么迫不及待 头怀送抱了吗 送你个鬼 你踩到我裙子了 尹欢撑着她的手臂 一抬头 与她四目相对 怎么形容博巡的眼神呢 一贯轻挑 漫不经心的那双黑眸 深邃炙热 眼底涌动着说不清的情绪 她这双狭长的瑞凤眼 真的很会魅惑勾人 嘴角在擒着一抹 若有似无的淡笑 像急了随时准备 开屏的花孔雀 抱歉啊 我没注意到 我这该死的脚 太想接近欢欢了 博巡贴着她耳旁坏笑 淡淡的热气 钻入尹欢的耳里 苏养的感觉 就像成群截队的蚂蚁 顺着耳窝 往她的身体里钻 说话就说话 为什么要贴那么近 尹欢浑身一颤 冷吗 博巡低声 要不要我报警点 滚 尹欢推开她 低头看裙摆 博巡的鞋底 虽然不是很脏 但洁白的婚纱 还是被踩得脏了一点点 大小姐 我们要拍婚纱的 你去哪 博巡抓住她白皙的手腕 婚礼在即 但迎宾需要的婚纱照 可不能少 拍婚纱照 尹欢秀没轻醋 拍吧拍吧 与其折腾 不如速战速决 摄影师扛着摄像机 到了他们面前 指挥博巡和尹欢的姿势 尹欢被博巡搂着腰 她手里捧着一束 娇艳欲滴的红色玫瑰 面带微笑地看着镜头 标准的微笑 她从小就练 落落大方 温婉优雅 挑不出半点错 嗯 很好 摄影师拍过很多大片 甚至还有不少明星 可是像薄巡尹欢 这种顶级神颜的神仙眷侣 还是第一次 新娘太过美艳 新郎太过俊朗 唯独缺少情侣之间 爱情四射的火光四剑 换个姿势 对视一下 婚纱店的店员 帮尹欢整理婚纱 尹欢与薄巡面对着面 那妖孽的脸 露出剑兮兮的微笑 好欠打呀 薄巡的脸越靠越近 尹欢下意识地脑袋后仰 别躲呀 配合摄影师 才能快点拍完 薄巡见兮兮的挑眉 旋即呼吸 微沉地凑过去 高挺的鼻梁贴近她 俩人鼻尖与鼻尖相处 尹欢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薄巡盯着她青颤的睫毛 又卷又翘 很长 纤密如鸭语 眼睛周围亮晶晶的 女孩子的化妆品什么的 她向来不懂 只觉得很漂亮 很适合尹欢 她一直都是 京城最耀眼 最明媚 最娇艳的千金大小姐 而她 能拥有她 尹欢只觉得 薄巡离得太近 周围的空气 都被她给吸走了 让她窒息 虽然闭上了眼睛 可薄巡捏坏捏坏的鼻尖微动 似乎要亲了下来 别 尹欢红唇微张 薄巡趁机占据她的唇瓣 吻上了心心念念的软唇 尹欢睁大了眼睛 她没有听见摄影师 让他们接吻 薄巡这动作 完全就是她本性下流混蛋 想占她的便宜 尹欢小手打她 被薄巡轻易地扣住 拍照呢 欢欢 拍照你还亲我 没忍住 欢欢太美了 流氓 臭嘴亲过多少人了 还敢亲我 她臭嘴 这尹欢真有气色她的本事 薄巡捏捏她的腰只 不多 就你一个 尹欢美眸瞪她 鬼话连篇 她标点符号都不信 还敢捏她的腰 摄影师还想让他们 再换姿势拍照 尹欢不耐烦了 照片能用就行 不需要那么多 她提着婚纱裙摆下去 两边的店员跟上 薄巡随意地挥挥手 大步跟上尹欢 这对新婚夫妻感情好像不太好 甚至还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 尹欢走进明亮的室衣间 一面墙的镜子前站定 一侧头 从镜子里看见了薄巡的身影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 薄巡站在她身后 欢欢 我帮你拖 尹欢侧身 婚纱的大裙摆在地上凌乱 薄巡 我们还没有结婚 你想占我便宜 门都没有 那好可惜哦 欢欢都不让我验验货吗 验货 尹欢右手挡着胸口的春光 薄巡啊 你行不行才是影响夫妻生活的关键 婚后你就知道 我行不行了 薄巡小心地拿起她漂亮的头纱 指负温柔的妈撒着 就好像在摸她 欢欢的肌肤 应该比这头纱软多了 不让我帮你忙 不用 谢谢 尹欢微笑的一拽 头纱从薄巡的指尖溜走 一股淡淡的落寞 席卷而来 尹欢居然对她说谢谢 这么礼貌 也太不习惯了 请你出去好吗 尹欢没好气地感人 薄巡长身玉力地站在她身侧 深邃的眸光幽沉沉的 尹欢见她没动 立刻 滚出去 我在外面等你 薄巡笑着离开 薄巡你真是剑骨头 礼貌请她出去不走 喊她滚还剑兮兮地听话 薄巡听了 不气不恼 我是剑骨头 大小姐 你是可爱的小狗狗 专肯我这块剑骨头 她才不是狗 混蛋薄巡 尹欢换了衣服出去 明亮的光忽然一暗 停电了 她话音刚落 前面亮起一束光 身姿挺拔的薄巡手 捧着红玫瑰朝她走来 尹欢 啊啊 这家伙要干嘛 求婚吗 不用啊 他们又没感情 商业连衣而已 结婚就是走个过程 不需要搞这些仪式感啊呀 她不要 尹欢往后退 你别过来 大小姐 给个面子 薄巡歪头 大步朝她走近 嗯 有人看着呀 她一点都不觉得当大吗 在婚纱店求婚 也只有她想得出来 尹欢硬着头皮站在原地 虽然不想为薄巡求婚 但是能看见薄巡丹西跪下 好像也能接受 薄巡紧张地将玫瑰花递出去 她脸上傲娇自意地含笑 神色自若 内心却不停咆哮 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求你了大小姐 她好歹 也是京城顶级豪门的大少爷 被拒绝就太丢脸了 跪下 尹欢声音轻轻柔柔的 那双漂亮的寒情眼露出笑意 没什么意思 单纯想看薄巡给她下跪 薄巡微微挑眉 花拿着 尹欢抱着红玫瑰 恩此般的语气 可以跪了 薄巡心中坏笑 现在这样对她 结婚之后再收拾她 现在让她怎么跪的 结婚后翻倍 让她跪回来 而且她只会让她跪床上 跪沙发上 跪羊毛地毯上 绝不让她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 女孩子都喜欢仪式感 虽然他们结婚仓促 但是薄巡不想让尹欢有遗憾 求婚而已 她跪 薄巡拿出戒指 单膝下跪 大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想想 尹欢就那么盯着她 薄巡从小就比她高 一直都是她仰头看她 只有这个时候 可以让她仰视她 周围只有他们头顶 亮着冷白的灯光 光线360度 无死角地照着薄巡的脸 她脸这么帅 人为什么那么犯贱呢 薄巡哪里会不知道她的小心思 也不在意 任她慢慢想 反正最后 尹欢会答应的 碰 黑暗处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撞到了什么 发出声响 薄巡顺势又问了一次 欢欢 你愿意嫁给我吗 青春期开始 薄巡夜里就梦见尹欢 从那个时候 开始她就想叫尹欢老婆 想娶她 可尹欢却开始讨厌她 她也是个傲娇的 尹欢和她作对 薄巡一边灌着宠着 一边也和她闹着玩 她就是仗着两家关系好 她搞不定尹欢 还能搞不定她爸妈和爷爷吗 迂回战术 尹欢不爱和她玩 连表现的机会都不给 所以只能这样了 先婚后爱也不错 她相信自己的资本 足以吸引尹欢 尹欢甚至都不愿意回答一句 我愿意 勉为其难地恩了一声 恩赐地伸出左手 清透的樱花粉 这么美丽的手 忽然将其他手指给收回 只留了中指 薄巡 她抬头看她 大小姐 你玩我呢 订婚不就是带中指吗 尹欢浅笑 红唇微微上扬 端地是明媚娇艳 自意随性 难道你这不是在骂我 你手也不错吗 尹欢弹开手 快点的吧 我还约了续续吃饭 薄巡左手握着她的手腕 她手腕怎么那么细 摸着好脆弱 她稍微用点力 就能把她的手腕给折断吧 手指的肌肤 摸着也柔嫩柔嫩的 还有股淡淡的香味 保养精致的尹欢 哪怕是夏季 也会精心呵护自己的双手 涂护手霜 薄巡将戒指缓缓戴上 终于将她套住了 她起身 大小姐 我可求婚成功了 你现在正是我的未婚妻了 没死你了 薄巡含笑 能娶到尹欢 的确是没死她了 今晚睡着都能笑醒 婚纱店的灯再次亮起 那些工作人 啪啪啪地拍掌 恭喜保守 恭喜尹小姐 恭喜两位 祝两位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薄巡一把蓝 祝尹欢纤细的腰肢 微微低头 薄唇贴在她耳旁 未婚妻 配合点 尹家和博家 在京城都是顶级豪门 有头有脸的世家大族 他们俩作为这一代的代表人物 名誉这个东西 绝不能掉地上 尹欢没有躲开薄巡的触碰 面带微笑地表示了感谢 就这么由她搂着 走出了婚纱店 够了 还不放开 外面烈日炎炎 尹欢下意识地 拿着花挡的太阳 薄巡打开车门 大小剑 请上车 我送你吃饭 尹欢向来是懂得享受的类型 有司机 傻子才不用 尹欢撑着她的手 俯身上了车 上车后 她就把玫瑰花给 放在了脚边 薄巡悠然地靠着椅背 尹欢手指戴着戒指 怎么看怎么美 薄巡就在旁边 尹欢在手机上 疯狂和好姐妹 持续吐槽 尹欢 谁家求婚在婚纱店啊 还给她一个人打光 乌鱼死了 续大美女 扑 宝嫂还是那么与众不同 恭喜恭喜啊 青梅竹马 终成眷属 尹欢 可恶 我的人生剧本 不应该是这样 怎么没来个天将 打败这个竹马 薄巡这个竹马太贱了 续大美女 宝宝 你周围的精英男人可不少 你一个也没看上 天注定 你和薄巡要在一起 预定伴娘的位置 哲哲天注定个鬼啊 老天那么不长眼吗 让她这么漂亮 一个大美女 嫁给薄巡那种骚浪剑的臭男人 到了约定的餐厅门口 薄巡率先下车 她礼貌又绅士地打开车门 下车 尹欢古怪地看着她 你想跟着来 嗯 薄巡爽快地承认 我们都要结婚了 我来见见你朋友不是 应该的吗 哼 你又不是不认识她 太阳太大了 尹欢娇嫩白皙的肌肤 经不起烈日 柳眉一蹴 抬脚就走 薄巡立刻跟上 时序坐在包厢自拍 刚捡了一个水母头 左拍右拍 拍着拍着 看见门口尹欢和薄巡 一前一后的进来 恭喜两位啊 薄巡你可以啊 刚订婚就付唱付随了 凡人惊 尹欢斜了眼薄巡 他就是个蹭犯 什么蹭犯 说得多难听 我请 薄巡坐在尹欢身侧 你们随便点 那是必须的 薄总来了 怎么可能还有 我们自己付钱的盗脸 那我要点大闸现 澳洲龙虾 82年的红酒 惠灵顿牛排 时序在手机上点餐 点完眼底 含笑地看着他们 别说 你们俩这么坐在一起 还是挺配的 你很有眼光 薄巡挑眉 欢迎你来当欢欢的伴娘 没问题 两人一唱一和 尹欢则盯着时序的发型 你这新发型 倒是挺有趣的 是吧 我也觉得 百变 时序立刻被转移的注意力 秀起了发型 然后 时序又发现了尹欢手指上的大钻剑 这就是刚刚求婚的钻剑 不愧是保守 出手就是豪切 主打的就是有钱 俩人又开始讨论起钻剑 薄巡对女孩子的东西 简直不了解 钻剑她挑的就是贵 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 贵肯定不会有错 婚后要和尹欢有共同话题 难道她 还要去了解一下 什么美甲美发护肤 珠宝项链首饰 衣服包包鞋子 她只负责出钱买买买行不行 那些东西 她是真倒不明白 薄巡丑死了 很快就上了菜 时序朝着薄巡挑眉 羊羊下河 别愣着呀 保守 给我们家欢欢包呀 不需要 尹欢冷着脸拒绝 我自己有手 时序兴奋地说 大小姐 你就别和她客气了 你那宝贝的指甲 可是做了好几个小时呢 上次我们去吃饭 还是请个帅气的男模包的 你那么会享受的大小姐 现成的未来老公 用啊 男模 薄巡满脑子问号 音量一下就拔高了 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你还找男模 有问题吗 我花钱买享受 就像你们男人喝酒 需要美女在旁边陪着是一样的道理 尹欢不以为然 而且 我是做好人好事 你找男模 是做好人好事 薄巡猛地掰断蟹腿 她恨不得 此刻掰断的是那些男模的腿 她知道 尹欢从小时被娇生惯养长大的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娇滴滴的金贵大小姐 可她 她那么会玩 还去找男模服务 她怎么不知道 尹欢优雅地品了 一口红酒 味道不错 她悠然地开口 当然了 他们才十八九岁 家里不是有病重的爷爷奶奶 残疾的爸爸妈妈 就是有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 很惨的 我这是助人为乐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薄巡 三 Delta 三隐欢 那些都是用来骗人的话术 假的 你是不是傻 你也信 薄巡凶巴巴地 把蟹腿里的蟹肉 放到她的碗里 你可真是人美心煞啊 煞啊 十大杰出善人 非你莫属 我明天就给你颁个奖 男模 她以后还敢去找男模 她救 她救 她 拿她简直没办法 只能让她下不了床了 她相信自己有那个体力 就是对自己的活不太自信 毕竟还没用过 薄巡 你才傻 你才蠢 我开玩笑的你 听不出来吗 尹欢白了她一眼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 我是十大善人 你就是十大恶人之手 我现在就给你颁奖 开玩笑的呀 但尹欢找男模陪完 肯定是真的 那些男人 质量能有多好 薄巡难以理解 她从小看着他这么帅气的一张脸 居然还去找男模 好气啊 受不了了 欢欢给我颁奖啊 好期待啊 你给我颁吧 薄巡笑呵呵的 又给她包下 说实话 她活了二十五年 前前后后就伺候过一个人 就是尹欢 小时候的尹欢也麻烦 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不乖 还让她喂 只是青春期之后 他们的关系 就没有那么亲密过了 尹欢不急不慢地吃了一块排骨 将骨头放到她面前 拿去 你的奖 收好呀 吃不完 可以挖得坑埋起来 薄巡咬牙 这意思是 骂她是狗吗 她手里的龙虾一扔 草 包什么包 她又不是没长手 对面的食序 默默地自己包着蟹腿 这大闸蟹真好吃 这几万块一瓶的红酒 是真好喝 面前的八卦是真好看 这顿饭吃饱 她今晚要运动两个小时 尹欢美眸扫了她一眼 要吃就吃 不吃就滚 耍脾气给谁看 谁要关着你啊 我才不走 薄巡气汹汹的 又把龙虾给拿起来继续包 她要是走了 尹欢分分钟 找个十八岁的大学生男模 来给她包虾 那可不行 尹欢是她未婚妻 马上就要结婚了 以后她吃东西 必须吃她包的 其他人包的都不许吃 她来惯着她 宠着她 别人就没有机会了 对 就是这样 薄巡将虾肉放到尹欢的碗里 谁闹脾气了 我没有 我就是觉得 找你找男模这个事情 以后不可以做了 你万一被缠上怎么办 尹欢美丽大方多金 如果她是个没有钱的穷小子 肯定会想办法赖上她的 你就听十旭乱说吧 尹欢无奈 薄巡一个冷眼扫过去 嘿嘿嘿 十旭大笑 不提男模的事情 总之呢 我们家欢欢 以后要嫁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不用你说 薄巡心里 已经埋下了疑问的种子 男模这个事情 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她以后得留意着 说不定是十旭点吧 欢欢不是自愿 让男模伺候她的 好不容易一顿饭吃完 尹欢和十旭 要去逛什么新开的 高端女装品牌店 她说 去当提款机的时候 居然还被拒绝 你去上班吧 你很闲吗 你不会真的要破产了吧 尹欢当然不觉得 博士集团要破产了 不然不可能 还给她那么多彩礼 就是单纯的 不想让薄巡跟着 很闲 我堂堂一公司老总 我都快结婚了 还没几天婚嫁吗 薄巡打开车门 上车 哪里都是女孩子 你一出现 你想吸引谁的注意啊 尹欢白嫩的手 隔着白衬衣 戳了一下她的胸膛 眉眼含笑 嗯 你是我未婚夫了 注意点 不要让其他女人惦记你 尹欢的指尖 虽然隔着衣服 可她却感觉 胸膛被她触碰到的那一块 似乎有电流穿过 酥酥痒痒的 薄巡不可控制的猴杰 滑动了一下 路边大树隐蔽处 尹欢红唇微扬 笑容浅浅淡淡的 却分外勾人 把你们送到我就走行不行 我不下车 薄巡退而求其次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越来越想和她待在一起了 这几年 他们十天半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没见面 看不见尹欢 心里就空了似的 抓心挠干的 老实说 她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梦里都是尹欢 你烦不烦啊 以后 有的是你当司机的时候 尹欢挽着时序 转身就走 马上要结婚了 她要趁现在 享受为数不多的单身生活 才不想一整天 都对着博巡那张脸 尹欢的司机打开车门 护送两位大小姐上车 薄巡死死的盯着那个司机 怎么尹欢的司机那么年轻 她就喜欢小鲜肉吗 她也不老 她年轻着 身强体壮 嘎嘎有劲 车里 石序意味深长地 盯着尹欢的侧脸 忽然凑近 八卦一下 欢欢 你对博巡到底有没有感情啊 有啊 尹欢笑得明媚娇艳 哦 哦什么呀 我讨厌她 尹欢轻横 联姻的事情她早就知道了 她居然都不告诉我 你说她是不是贱 石序 M 可能想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这叫惊吓 尹欢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可那是爷爷的愿望 爷爷现在病重 基本上可以算是遗愿了 我倒是很期待 看见你们相爱相杀的戏码 No 只有相杀 没有相爱 尹欢在心里 已经把薄巡划到 商业联姻的工具人范围了 他们俩都是工具人 那就不提她了 我们好好地逛街 玩 来人吗 娱乐消遣的工具罢了 石序搂着她 欢欢想开点 嗯哼 我才不在乎薄巡呢 我们逛了街今晚 就去会所找男模 嗯 你不是不感兴趣吗 我现在有兴趣了 薄巡不是很生气吗 很介意吗 我偏要和她作对 气死她 尹欢轻哼 等我们领证之后 把她气死 我就是博家的继承人了 有志气啊 到时候包养我 我再去包养小奶狗 小狼狗 你这个中间商 我直接去包养小奶狗 小狼狗不香吗 尹欢傲娇 到时候分你一个 我要两个 你要不怕腰坏了 尹欢意味深长地 扫了眼她柔嫩的小细腰 我腰好 肾也好 不怕 石序已经开始期待那个画面 就是有点对不起薄巡 管她呢 又不是她老公 夜幕降临 京城的街道依旧繁华 许多高大的写字楼 还亮着灯 来自打工人的怨气 将大楼罩得 像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雾 薄巡坐在博士集团 总裁办公室内 大大的落地窗 印出窗外繁华的夜景 零零碎碎的星星 一轮不太亮的弯月悬挂着 薄巡若大的黑色办公桌上 摆着京城各大出名会所 那些知名难摸的照片 薄巡摸摸鼻子 狭长的凤眼眯起来 拿起这张看看 拿起那张瞧瞧 这些家伙有我帅吗 助理周富站在对面摇头 总裁 你在我眼里 天下第一帅 在你眼里 第一帅 有什么屁用 薄巡生气的 把那些照片揉成团 一脚踹出去 尹欢居然去找男模玩 都不找他玩 他可比男模好玩 周富默默地去捡起来 扔进垃圾桶 他又回到办公桌前 总裁 可能尹小姐比较喜欢 年纪比他小的 除了年纪小 其他优势半点没有 薄巡冷哼 我相信他只是玩玩也 嗯 尹小姐现在好像 就在会所里玩 周富默默地 把手机屏幕上的照片 给薄巡看 这是薄巡的好友 司徒发的朋友圈 薄巡盯着助理的手机 他的手机响了 司徒的电话 巡啊 你猜我在月下看见了谁 你那金娇的眼玫瑰 漂亮的小青梅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未婚妻 司徒笑得贼兮兮的 哟 旁边还有三四个男人 要不要来捉他 尹欢你真棒 中午提到南魔 下午逛街 晚上就去找南魔 月下会所的大厅内 石旭和尹欢坐在卡座里 蓝色这方面 石旭向来比尹欢更加享受 他左一个 右一个 一口一个姐姐 叫得他心花怒放 尹欢向来不喜欢 他对衣服包包首饰 古董名画收藏 更感兴趣 两个看起来十九二十岁的 年夏小奶狗 坐在他身边 给他倒酒 学着对面的姿势 包了一颗葡萄 送到尹欢的嘴边 尹欢在和妈妈聊天 尹欢发现结婚也不错 他的财富 一下又多了好几倍 薄家送的 爸妈送的 姐姐小奶狗温柔地叫他 眼里亮晶晶的 尹欢闻见了葡萄的味道 他挺喜欢吃葡萄的 但那颗葡萄 在陌生的男人手里 汁水落在了他的指腹上 顺着手指流下去 尹欢忽然觉得有点恶心 你吃吧 他没胃口 姐姐什么都不让我们做 我们拿着钱 心里好不踏实 小奶狗吃了那颗葡萄 又去拿了一块西瓜 姐姐吃西瓜 尹欢正在看妈妈 发给他一个凤冠 手指放大查看细节 这凤冠不得几百万吗 妈妈是去博物馆买的吗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这结婚能带头上 但收藏价值是非常高的 姐姐 小奶狗将西瓜 送到了尹欢的唇边 他有些不耐地掀了掀眼皮 红唇微抿着 薄寻进来时 远远地就看见这一幕 尹欢啊尹欢 你还真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千金大小姐 吃个西瓜 还要送到你嘴边 你真是越来越会享受了 我漂亮的未婚妻 好巧啊 你也来玩啊 薄寻吊锒铛的声音传来 尹欢慵懒抬了眼 薄寻穿着黑色的衬衣 胸前的扣子解开了三颗 露出一截 薄寻戏风平常地打扮 但他面容俊朗 身姿挺拔 一出现 周围其他人都黯然失色 但尹欢见多了薄寻 只是很平静地恩了一声 继续在手机上 和母上大人撒娇 直呼妈妈 我爱你 就这 薄寻不敢相信 他找男模陪完 被未婚夫当场抓住 居然这么平静 这和被捉奸在床 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哪 姐姐 这个男人是你的未婚夫 看起来好凶啊 不会要家暴吧 旁边的小奶狗 发挥出了查意精髓 薄寻一听 故意放软的夹子音 就想吐 尹欢怎么受得了的 这种人 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他的 就因为十八九岁 年轻 知道我是他的未婚夫 还不快点滚 薄寻黑沉沉的眼底 韵着怒气 漫条丝里都挽着衬衣袖口 还是我帮你们滚 姐姐 哥哥他好凶 你不要嫁给他了 这种人真的会家暴的 小奶狗不怕死地继续说 甚至身体向尹欢靠近 尹欢下意识地挪动身体 薄寻一把揪住小奶狗的衣领 往地上一扯 一脚踹过去 尹欢 好家伙 真有暴力倾向啊 不长眼啊 都说了是我未婚妻 你还敢上去贴 薄寻不客气地皮鞋 踩在他的小腿上 冷力地俯身 看清楚他的脸 再看清楚我的脸 我薄寻 你大爷 给老子滚 时序惊呆了 薄少帅啊 这俐落的姿势 一气呵成 气势碾压 酷毙了 地上的小奶狗连连求饶 不但他滚了 其他人也被薄寻给吓唬走了 薄寻收拾完那些人 坐到尹欢身侧 他神色清清冷冷的 好像刚刚连热闹都不看 一直盯着手机 怎么 手机上的男人更吸引他 尹欢 嗯 薄寻拿起桌上的西瓜 送到他的嘴边吃西瓜 时序 他看不懂了 他直直地盯着 尹欢银润烟红的唇 刚刚那个男模 把西瓜都抵在他的唇半上了 他也是男人 自然知道 男人心里龌龊的恶心想法 尹欢轻轻地咬了一小口 挺甜的 他吃过的西瓜 薄寻也不嫌弃 张嘴就吃了 尹欢看着 心里生起一抹怪异 你会家暴吗 他的话半个字不听 其他臭男人随口一说 他倒是放在心上 只要你乖乖的 我保证不家暴 我 乖乖的 薄寻你在做梦吗 尹欢不屑 你敢家暴我 分分钟离婚 没得商量 那你家暴我呢 薄寻又拿起一块西瓜 怎么说 我这么温柔淑女 娇软柔弱 弱不经风 我能家暴你吗 尹欢随手捏了一下 他鼓囊囊的手臂线条 肌肉鼓起一大包 你看看 你这肌肉硬的 我打你 我咸手疼 他虽然只捏了一下 就收回了手 可薄寻却感觉 手臂那处酥酥痒痒的 就像换了皮肤饥渴症似的 疯狂想让尹欢继续捏捏 柔柔 摸摸 哪怕是用他的小手 打一打也行 薄寻觉得自己内心 有点炽热疯狂 他端起桌上 嘉宾的鸡尾酒 缓解燥热 尹欢美眸 随着他的手臂动作转动 等他喝完 才慢悠悠地开口 那是我喝过的 我不嫌弃 你的口水我都吃过了 薄寻放下空杯 喜欢喝 再点几杯 点吧 尹欢也不介意 既然来了 也不打算这么早回家 时序坐在对面 犹豫着要不要离开 悄悄走吧 还是留下来看热闹呢 唉 还是走吧 时序拿起包 离开的时候 甚至俯着腰 生怕被发现 但尹欢还是看见了 时序的背影 叛徒 你 坐过去 尹欢不客气地指使薄寻 我 拒绝 薄寻就想挨着他 尹欢起身 自己坐了过去 会所里光线很暗 但尹欢还是注意到 薄寻脸色黑了 黑就黑 他才不怕薄寻呢 尹欢你有点自觉好吗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还跑出来找南魔丸 还让他为你吃东西 你的手废了 薄寻气死了 废都要炸了 就是因为要结婚了 所以才出来玩 结婚之后出来玩 那你不是更气吗 尹欢笑得恋眼无双 你准备婚后再出来玩 我婚后玩 你 只玩他 玩哭他 玩坏他 看他高高在上的娇贵大小姐 在他面前凌乱破碎 娇滴滴的求饶 画面一定很美 只是想想 薄寻就觉得热血沸腾 吓服发热 刚好服务员又送来了几杯酒 他端起酒就喝 尹欢对上薄寻玩味的坏笑 他喝着酒 颈向上凸起的猴杰 咕噜咕噜地滚动着 他喝得急 嘴角流出几滴酒渍 顺着凌冽的下河线 滚落到颈向上 滑落至猴杰 光线阴晕的卡座 这话格外的性感撩人 尹欢看得发呆 一时眉一开眼 薄寻注意到他的视线 修长的手指摸着玻璃杯盐 笑得贼贱 小欢欢 你玩我也行吧 如果欢欢有一些归房乐趣 我也不介意配合他 薄寻放下酒杯 起身走过去 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疯狂叫嚣 不想就这样隔着桌子 和尹欢面对面 想要和他挨着 薄寻虽然来得晚 可他一来就喝了几杯酒 刚坐下 尹欢就闻见了淡淡的酒气 未婚妻薄寻直勾勾地 盯着他白皙漂亮的侧脸 小巧的耳朵上 带着银色的耳坠 小小的星星的吊坠 一半在空气中 一半隐藏在了黑色的发丝里 若隐若现 勾人的紧 薄寻想亲他 自从那晚将他摁在沙发上亲了之后 他就爱上了那种 食髓之味的感觉 他情不自禁地凑近 之前那些戾气 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 什么难磨 都是云烟过客 只有他才是尹欢的最终归宿 欢欢薄寻按捺不住 抬手前住尹欢的下颌 扳过他的脸 尹欢美眸微醋 薄寻你干嘛 放开 不放 薄寻的嗓音 带着几分酒后的沙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线的原因 尹欢觉得 此刻薄寻的眼神 透着几分迷离 甚至还有几分狂热吃恋 怎么会呢 欢欢发呆也好可爱啊 想亲 欢欢是自己未婚妻 亲一口没关系的吧 薄寻怕他躲 强有劲的手臂 摁住他的后颈 薄唇贴了下去 尹欢正脱不开 被迫与他接吻 有了之前亲吻的经验 薄寻很快撬开他的牙关 与他黏腻缠绵地亲吻起来 尹欢今晚只喝了一两口酒 此刻嘴里却泛起混杂的酒味 有点苦 薄寻的感觉 却和他截然相反 他感觉欢欢到处都是甜的 唇瓣是甜的 牙齿是甜的 舌头也是甜的 虽然周围的嘈杂喧嚣 但僻尽靠墙的卡座里 尹欢好像只能听见 两人接吻时暧昧的水泽声 像极了电视剧里情侣们接吻时 格外明显的配音 乌乌恩 尹欢感觉自己快不能呼吸了 双手撑着博寻的腰 试图将他往后推 他力气本来就小 在博寻面前更是微不足道 他面红耳赤 难以呼吸 用牙咬他 博寻被咬 才从痴迷沉醉中清醒过来 唇瓣饭疼 他意犹未尽地松开尹欢娇嫩的唇瓣 被他亲得好红啊 甚至还有点肿 完了 尹欢绝对生气 尹欢一巴掌拍了过去 博寻摸着脸 上次被踢 这次被打 可他竟然觉得超值 简直赚大了 你无耻 尹欢骂他 嗯嗯 博寻爽快地承认 我无耻我下流 我亲自己未婚妻还被打 我还犯贱 尹欢 博寻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对付博寻这种贱骨头 尹欢真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尹欢端起桌上的酒小口地喝起来 喝完了酒 他拿出口红 十分不客气地 将手机调出相机模式 让博寻拿着 口红都给我吃掉了 这里光线暗 博寻把手机也拿出来 打开手电筒功能照亮 他漆黑的视线 灼热地盯着 他被清过的唇 本来就泛红 此刻在涂上瑰丽的红色 那双唇更加的水润清透 体内本就躁动的不安因子 又开始兴奋 还想轻轻尹欢的唇 吃不够啊 博寻坏笑 然后换来尹欢一个大白眼 他的未婚妻 翻白眼都那么好看 走啊 楼上包厢 尹欢刚补好口红 一直看热闹的丝涂下来了 去玩吗 博寻问他 你想去就去 尹欢收拾着口红手机 根本不在乎博寻要做什么 你呢 我回家睡美容觉了 尹欢起身就要走 司徒啊 我就不去了 我得去送我漂亮的未婚妻 博寻吊锒铛的双手插兜 刚刚的吻还一由未尽 送他回家 说不定还能再得到一个吻 司徒白来一趟 莫名其妙的 还吃了一顿狗粮 得 他让博寻来捉尹欢的时候 就该想到 这男人表面上放荡不羁爱自由 和尹欢相爱相杀多年 可他们兄弟几个 没人看不出来 博寻对尹欢的那点心思 那是从上学开始 就藏不住的 现在订婚了 联姻了 也不知道博寻什么时候 能真正俘获尹大小姐的芳心 毕竟那可是 京城第一名园 多少人眼巴巴地想要娶尹欢 哪怕是入赘 也心甘情愿 不仅是因为尹欢 还是因为尹家 在京城的地位 尹家巨大的财富 随便哪一样单拎出来 都足以让无数男人屈之若物 尹欢踩着高跟鞋走在前面 路上遇见的人 看见他礼貌地鞠躬打招呼 尹小姐晚上好 尹小姐欢迎下次光临 尹小姐路上小心 尹小姐慢走 博寻走在他身后 眼底暗了几分 这么多人都认识他 看来尹欢平时 没少来这种地方 他是真的小看了尹欢 他不但会享受 还很会玩 尹欢的司机还没走 他们刚出去 司机就把车 开到了金碧辉煌的大门口 下了车 大小见 尹欢刚要上车 白嫩的手腕忽然被拽住 他回头 对上博寻那张英俊的脸 挑了挑眉 没有说话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让他放手 未婚妻 我刚自己开车来的 所以呢 尹欢扭着手腕 哪怕博寻是坐轮椅来的 都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喝了酒 不能开车 所以就只能麻烦欢欢了 博寻竟然松开了他的手 然后率先上了车 博寻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把我家司机当你家司机了 尹欢上了车 砰的关上车门 博寻懒洋洋地靠着 尹欢的车和他的人一样 空气都是香香的 司机陈瑞绕过车头 坐进车里 他透过车内后视镜 看见了博寻那张脸 笑得牙皮 高大的身体朝尹欢歪着 明显地在寻求一些肢体的触碰 他系上安全带 双手握着方向盘 小姐 先送博少爷吗 他是尹欢的司机 只服务于尹欢 尹欢说 喂 你回哪 博寻闭上眼睛假妹 洋装醉熏熏的低男 去欢欢家好不好 想得美 尹欢直接给司机 报了薄家的地址 博寻嘴角微微上扬 欢欢 你有多久没有了解过我了 我早就不住老宅了 我为什么要了解你啊 我管你住了 没有把你扔马路上 我就算对得起 我们的联姻关系了 尹欢虽然打不过博寻 但嘴上可从来不饶他 只是博寻的嘴 也很能巴巴 博寻大大咧咧地 坐在他的车内 双腿岔开 像急了早上出门的时候 膝盖无意识地 触碰到他的腿 虽然隔着裙子和西裤 可他向来很少 和别人有肢体接触 何况还是男人 那种丝丝电流的触感 从膝盖往心口传 尹欢别开腿 一巴掌拍在博寻的腿上 坐姿能不能优雅点 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车里 这么憋屈过 只有一余之地 博寻慵懒地抬了一下眼皮 看见他双腿并拢 膝盖向着车门 他伸出腿 皮鞋清楚他的高跟鞋 这叫豪迈 呵 尹欢不屑地冷哼 又没点什么东西 还差那么开 又来了是吗 让你验或你不验 就知道冤枉我 博寻收回腿 歪向尹欢 他只是想碰碰他 但好像被讨厌了 博寻不但往旁边挪了点 甚至收回了大长腿 哪怕留给尹欢的空间宽了 尹欢也并不买账 依旧安居易于 玩着手机 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但是对他的话 从红唇里脱口出 你很急吗 活不到新婚夜了 博寻气得胸口郁节 呼吸粗重 咬牙切齿地说 尹欢 但凡新婚第二天 你下得了床 都是我的无能 哦 尹欢不以为意 但凡新婚夜让他得逞了 都对不起和他斗了这么多年 哦 哦 他就这反应 这漫不经心的语气 让博寻抓狂 气死了 尹欢无视博寻的狂怒 反而惹他生气了 他心里愉悦 司机很快就将车 停在了宝家老宅门口 博寻坐在车里 为了看清尹欢的面容 他一抬手开了灯 欢欢 我明天来接你 接我 尹欢疑惑 做什么 博寻还没回答 司机已经打开了他旁边的车门 博少爷 到了 陈瑞恭敬地立在车边 将外面 夏季闷热的空气 都传进了车内 博寻被打扰了 心中不悦 这司机 也太没眼力见了 我们要结婚了 婚后自然是要一起住的 我明天带你参观我们的婚房 如果你不满意 可以换别的地方 博寻右手伸出去 搭在靠背上 他修长的手指 年齐尹欢一缕黑发 在指腹间揉捏着 我听你的 好 尹欢手一抬 用一根手指 就将博寻手中的头发 给撩了下来 你该下车了 他骂的 他不想下车 想跟着欢欢去他家 但旁边车门开着 门把手在司机手中 博寻沉着脸下了车 这杀笔司机 早晚把他给开了 尹欢回家之后 就去洗澡了 等他从浴室出来 坐在梳妆台前护敷 手机亮了好几下 他也没在意 一直到睡前 发给他的各种滚 流氓 混蛋 打死他之类的表情包 他是不是太闲了 当初不回 现在才回 迟来的回复比草剑 尹欢看都不想看 饱狗子 睡了吗 还发了一个乖狗狗等 回复的表情包 这一点都不符合 博寻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但尹欢并不打算回复他 博寻能无视他的消息 他也能 最好是 让他抓心挠肝 一晚上睡不着才好 可尹欢放下了手机之后 自己也笑了 博寻可不是那样的男人 手机那边 博寻给尹欢发了好多条消息没回 自己安慰自己 女孩子睡美容觉 肯定没看见消息 所以才没有回复的 第二天 乐颠乐颠的 就去了尹家接人 尹妇尹母向来宠尹欢 哪怕已经22岁 尹欢名下有不少房产 她平常也是住在尹家的 除非在外面喝多了 回家时间比较晚 才会住在自己的大别墅里 尹母 见博寻来得这么早 热情地 招呼她吃早餐 博寻也没客气 反正以后会改口叫爸妈的 只是这顿早餐 她吃得心不在焉的 总往餐厅门口瞥 尹欢还没睡醒吗 尹妇尹母 把她的小表情看在眼里 吃过早餐之后 就让博寻把佣人 准备好的早餐 给尹欢送到房间离去 极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娇贵大小姐 有时候不想下楼吃早餐 佣人会恭恭敬敬地 送到她的房间 这是基本的享受而已 博寻很乐意 给未来妻子送早餐 她根据尹母的指示 很快就找到了尹欢的房间 整栋别墅采光最好的房间 房间的门开着 尹欢扎着简单的丸子头 身着黑色的运动背心和短裤 坐在瑜伽垫上 旁边的白色蓝牙耳机 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 加湿器不停地释放水汽 中央空调吹出呼呼呼的冷风 在黑色背心的衬托下 尹欢本就白得发光的肌肤 欲加白皙透亮 她脊背单薄 随着她的动作 那后背的蝴蝶骨明显 白皙纤细的景象 漂亮优雅 两人一起做运动 可比一个人做运动刺激多了 尹欢做完了运动 才注意到后面的博寻 放那把 她的语气平静的 就像在指挥家里的庸人 博寻听了却不气不脑 放在了白色的桌上 你昨晚几点睡的 哟 这是想质问她为什么会消息呢 尹欢懒洋洋地坐在她对面 故意不回的 博寻哑然 尹欢小口小口喝着牛奶 博寻直直地盯着她 从精致的脸蛋到景象 最后落在她性感的锁骨上 左侧的锁骨上 有一颗细小的黑质 给她平添了万种风情 她看得眼热 心也跳得快 凸起的猴结滚了几下 谁让你 是我未婚妻呢 反正由我宠着你 惯着你 你就继续肆无忌惮 自意妄为 随心所欲 我给你兜底 谁戏哈 我有爸妈 尹欢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博寻将那些怒气 都传在胸腔里 等着吧 新婚夜再来收拾她 狠狠收拾 尹欢吃完早餐 擦擦嘴 就去换衣服了 女孩子化妆梳洗 需要时间 博寻收拾好 餐桌下楼去等 一个多小时后 尹欢才穿着一条 白色的蕾丝边的包臀 连衣裙下楼 她原本的长发 此刻发尾微卷 右侧别了一颗钻石发夹 戴着耳环项链 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 她每一处都透着精致娇贵 嘴巴闭上吧 要流口水了 尹欢打去她 博寻的眼神 瞬间就放光了 她又不是第一次 在她面前精致漂亮 她一直都这么美 那一定是因为 欢欢太袖色可参了 博寻摸了一下 嘴角并不存在的口水 她被骗了 博寻和尹欢出去 刚出去 猎日下一个男人过来 撑着伞举在尹欢的头顶 遮住了炽烈的太阳光 博寻一看 这不是那司机吗 他都来了 还能需要别人 博寻从陈瑞的手里拿过伞 今天欢欢坐我的车 你放假 小姐 陈瑞手里空了 她视线看向尹欢 放假吧 尹欢是怕麻烦的性格 所以这种小事上 她不想计较 坐自己的车 和博寻的车都一样 博寻撑着伞 挡住尹欢头顶的太阳 未婚妻腹白貌美 从小就娇滴滴的 是不能晒着 她记住了 下次给她撑伞 陈瑞站在原地 双手握紧 眼底泛起英质的冷意 低声的嘀喃 大小姐 我的大小姐 尹欢上了博寻的车 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空调的出风口上 有一个卡通的香薰 淡淡的茉莉香 博寻是真的骚啊 一个大男人 还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车里也弄得香香的 车子在太阳下晒了一会儿 很闷热 虽然空调开了 但温度还没有降下来 尹欢觉得热 手动扇风 博寻 要么把车停车库 要么停梳下面 要么上车之前 提前把空调打开 你想热死谁啊 大小姐 你化妆搞一个多小时 我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下来 博寻说完 调大的风量 下次一定记得 哼 早知道你车上这么热 我就不做了 博寻一下按了车锁 随即将饮料递给他 喝点水 尹欢喝着柠檬水 无意识地咬着吸管 还不开车 博寻盯着他咬过的吸管 扁扁地沾了一点他的口红 走 现在就出发 博寻自己开车向来速度快 但是尹欢在车里 他甚至有心情 欣赏起沿路的风景 大小姐 我们先去哪里看 你现在住哪的 尹欢随口问 我没想到 你对我住的地方那么好奇啊 行 我满足你 一脚油门下去 车速明显快了 自作多情 谁感兴趣啊 尹欢白了他一眼 你呀 尹欢 薄寻住的地方 是公司附近的高级公寓 400平的大平层 黑白灰的装修 尹欢一进去 就看见落地窗旁边 有个拳击沙袋 跑步机 跑步机旁边有个哑铃 博寻一身健子肉 果然不是白白长起来的 博寻家里没有女士拖鞋 他拿了一双男士拖鞋 放在尹欢的脚边 头脑一热 握住他白嫩的脚踝 尹欢被吓到 右手撑着墙壁 低头看他 你做什么 帮你换鞋 不 博寻 我不要穿你的臭鞋子 尹欢正脱不开 脚踝那处被他握着的地方 火辣辣的 特别不自在 我的鞋子 怎么就臭了 博寻只贪婪地揉着他白嫩的肌肤 视线不由自主地 顺着他的小腿往上看 白皙修长的双腿 没有一根体毛 娇嫩地让人很想捏一下 他甚至闻见了 尹欢身上淡淡的香味 就是臭鞋子 我鞋底又不脏 你非让我换 我就不进去了 尹欢抓他的头发 把你的臭手拿开 行行行 博寻起身 也就我脾气好 惯得了你这个娇滴滴的大小姐 哼 尹欢高傲地轻横 你不愿意可以退婚 我才不稀罕你呢 我稀罕你行不行啊 我的大小姐 博寻往他肩上靠 尹欢抬脚就走 他差点身体毫无防备地搭了下去 幸好反应快 尹欢直直地走向落地窗 外面都是高楼大厦 这叫什么 钢铁森林 尹欢对这种黑白灰的装修风格 喜欢不起来 而且落地窗旁边放的 全都是薄寻运动锻炼的器材 他的家到处都充斥着男性的气息 没有半点女性存在的迹象 这没什么好看的 要不要去看看我卧室 尹欢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不去 大小姐 家是用来休息的 休息是睡觉 卧室是最重要的地方 来都来了 你不去看看 博寻脑袋低着落地玻璃窗 这里晒啊 大小姐 你这细皮嫩肉的 别晒伤了 尹欢总觉得 博寻的眼里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卧室啊 睡觉的地方 还没结婚这家伙 就明里暗里的 想把他往床上拐 简直太坏了 尹欢偏不想让博寻如意 不用看了 婚后我不想住在这里 还是住大别墅吧 尹欢娇生惯养的 婚后住哪 本来就决定听他的 可他既然到了他家 还穿着高跟鞋 站在大厅里 那么多房间 他对他的生活 就一点不好奇吗 卧室都不看一样 他平时睡觉的地方 他躺在床上思念着他的地方 他是半点兴趣都没有 博寻很挫败 他轻轻地坏笑了一声 尹欢刚转身往外走 身体一清 被博寻给拦腰抱起 博寻身强体壮 他的抱姿也很奇怪 尹欢就像是坐在他的手臂上 他甚至能感觉到 屁股下方手臂肌肉线条鼓起 他以为是抱小孩吗 别人都是公主抱 他这样抱 大小姐 你好受啊 博寻喜欢这样的姿势 如果尹欢不拒绝 他们可以这样接吻 但尹欢眼底十分嫌弃 我受 但是我很有料 不像你 大叔挂辣椒 尹欢 你 你 你对我误会太深了 我踏马的 真想让你摸一摸 嗯 尹欢一阵恶寒 博寻加快脚步 完蛋 这狗东西 不会真的想让扒光自己的裤子 让他验货吧 尹欢急了 他不想长真眼啊 放开我 他不客气地抓他的衬衣 红唇利和 博寻 你要干什么 带你去参观 博寻故意颠塌 尹欢有点恐高 身体颠簸 哪怕现在不高 也不敢往下看 纤细地偶臂还住博寻的脖子 两条小细腿一晃一晃的 高跟鞋尖 不经意地戳到博寻的西裤上 别颠 他是狗吗 那么兴奋 博寻不颠了 随手打开一间房门 抱着他走进去 这是他的书房 博寻真的很想让尹欢了解他 窥探他的生活 这几年 尹欢不待见他 对他的私生活 是半点都不感兴趣 尹欢坐在他的手臂上 草草地环顾了一圈 好了 下一间 这么快 有什么好参观的 以后又不住这 尹欢很不喜欢这个姿势 这种被牵着走的感觉不妙 所以 他想尽快参观 博寻就抱着他 去参观其他的房间 最后停留在卧室 尹欢看见那张 两米二的深灰色大床 心里生起一抹淡淡的恐惧 博寻如果敢在这里 对他用墙的 绝不饶了他 哎 好嘞啊 躺下消息话 博寻说完就把他放在了床上 尹欢穿的白色裙子 黑发如瀑布般散开 脚下黑色的高跟鞋 还没脱薄 尹也不介意尹欢弄脏他的床 好美啊 他的未婚妻 尹欢想起身 上半身刚知起 博寻躺下来 一只手臂压住他纤细的腰肢 手臂收紧 骨节分明的手指 奔住他的腰 不让他动 博寻脑袋朝着尹欢靠近 闻着他身上 让他魂牵梦绕的气息 一副泪急的模样 他控制不住地开始嘲讽他 我那么轻 薄大少爷才抱了我几分钟 就累成这样 看来你果然是外强中端的直老虎的 看起来身材健硕 实际上没什么体力 博寻忽然睁开眼睛 尹欢对上的瞬间 竟然从博寻那双幽黑深邃的铜人里 看见了湛有欲 他紧张地吞了一下口水 以前对博寻动手动脚 是吃定了博寻不会真的和他计较 但现在不同 他们是未婚夫妻 博寻可以用别的方式 让他哭着求饶 果然 下一秒博寻一个翻身 将他压在了身下 暧昧的姿势 让俩人的呼吸不约而同地加重 博寻盯着他紧张的神色 鸭语般的长睫毛不停地打颤 中央空调再往出风 可博寻的耳里 只能听见他们交错的心跳声 喷喷喷 有力又慌乱 欢欢地唇好漂亮 博寻用滚烫的视线 描摸着他的娇艳的红唇 可这唇里说出来的话 怎么就那么不中听呢 居然敢当着他的面 说他不行 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了 你就那么希望自己 嫁一个性无能的老公吗 博寻见他抬手 要打下来 反应迅速地擒住了他的手腕 尹欢又伸出另一只手 一瞬间两只手腕都被博寻握着 将他双手举在了头顶 欢欢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你未来老公不但不是性无能 而且很强 博寻脑袋低下去 贴到他相间 哼 才抱了我几分钟 你跟我说你很强 硬件条件可以 软件条件不行 你就非要现在挑衅我吗 薄寻薄唇几乎贴到他的景象 说话实淡淡地热气落下去 就好像在接吻一般 不说了 尹欢顺着台阶就下 快中午了 你好话呀 我们聊正事呢 怎么能转移话题呢 薄寻含住尹欢的耳阔 舌尖顶弄着 沿着他小巧的耳阔 慢地舔着 尹欢浑身僵直 耳朵上传来的氧溢传到心脏 他双手被钳住不能动 想抬脚踹他 可双腿也被薄寻给压制住 他此刻就像薄寻砧板上的鱼 任他宰割 他尹欢 从小到大 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他愤恨着 可薄寻的气息太近了 他的唇从耳阔移到了的景象 呼吸落下的同时 薄唇贴了下来 尹欢望着天花板 自然看不见薄寻眼里 无比的痴迷狂热 他低哑地呢喃 欢欢好像你不要太过分啊 我们还没有结婚 尹欢偏头躲开 他追着不放 欢欢的意思是 结婚了 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了吗 薄寻终于舍得 放过他白皙的景象 抬头与他对视 尹欢的脸好红啊 耳阔也红 刚刚被亲过的脖子也红了 好可爱 滚 尹欢怒骂 薄寻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 你要怎么收拾我 亲回来吗 薄寻侧头 将脖子录给他 尹欢气死了 这家伙绝对是在挑战他 原来欢欢喜欢正面啊 薄寻又仰起头 喜欢猴杰 无耻 下流 变态 谁他妈喜欢你猴杰啊 尹欢气死了 薄寻凸起的猴杰就在面前 他张嘴狠狠一咬 薄寻吃痛 喘着粗气地埋在他肩上 嗯 尹欢还真咬啊 疼死了 不用看也知道 脖子上绝对留下了他的牙印 尹欢双手得到了自由 推他的肩膀 薄寻 你给我起开 起不了 脖子疼 活该 薄寻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 咬完 他坏笑了一声 坐起来 来而不往非离也 尹欢也坐起来 跪在薄寻的身后 双手往他的头发上又抓又挪 薄寻无奈 手臂向后摁住他的大腿 你就那么喜欢 我的头发 再豪吐了 光洁的大腿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尹欢整个身体僵住 他白嫩的手指尖插着薄寻漆黑的发丝 他双手一用力 尹欢腿一软 倒在他宽阔的后背上 他的凶乳隔着单薄的衣料贴到他的后背 双手从他的头发上落下来 搭在薄寻的肩上 然后用力一锤 坏蛋 薄寻 你这人 肩膀怎么那么硬啊 尹欢手疼 薄寻回头 将他的手腕握住 哄小孩子似的吹他的手 老公吹着就不疼了 还没结婚 老公就自称上了 尹欢气呼呼地震开双手 踩着高跟鞋就下了床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刚刚被薄寻摁着大腿 还被亲了耳廓 舔了脖子 好像浑身都被他的气息给占据了 讨厌 薄寻讨厌鬼 薄寻追了出去 银色的电梯里 薄寻微微低头与他平视 怎么还生上气了 小气包 尹欢咬着红唇不理他 什么时候去领证 薄寻逗他 领了证 你就是我老婆了 我想当个渣女 嗯 只办婚礼不领证 随时都能把你一脚踹了 大小姐真有志气 就算我同意 叔叔阿姨会同意吗 他们不看我们俩的结婚证 爷爷不看 薄寻倒是无所谓 先办婚礼再领证也可以 当然 为了万无一失 那个证是必须领的 领了证 他们的婚姻才守国家法律保护 行吧 领 婚礼头一天再领 他绝不给薄寻早点欺负他的机会 行 薄寻也不对着他站了 侧身站在他身边 内心掩饰不住的喜悦 嘴上疯狂上扬 俩人出去之后 薄寻就带他去餐厅吃了饭 饭后再去薄寻准备的结婚别墅 车子开进别墅 虽然是燥热的夏季 但别墅旁边都种了树 里面碧绿的草坪 鲜艳的花 露天的泳池 门口还有一个喷泉 别墅的外形设计很有现代风格 蓝白色 外墙已经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他还真积极啊 俩人下车 在别墅忙来忙去 庸人停下手里的火 少爷 少夫人 尹欢白了眼薄寻 迟早的 先叫着 习惯习惯 薄寻大步走进去 一会儿你可以告诉你家庸人 你的东西可以开始往这边搬了 环境倒是不错 挺幽静的 也很漂亮 宽阔 别墅内部 也不是薄寻公寓那种 黑白灰的装修风格 偏暖色调 是他喜欢的 尹欢抬头 四层楼高的水晶灯悬挂下 这灯也很挺漂亮的 换鞋 我带你转转 薄寻拿了一双女士拖鞋 强调 新的 干净的 不臭 不脏 薄寻在他身侧蹲下 视线从他白嫩双腿一扫而过 想到之前触摸的感觉 掌心发烫 好想摸 还想再摸摸 可他要忍着 薄寻也换了一双拖鞋 然后就试图去牵尹欢的手 尹欢直接给他拍开 不让牵 薄狗子眼神失落 他继续忍 婚后慢慢牵 婚后牵着尹欢的小手手不放 婚后上班也把他牵到公司去 婚后睡觉也要牵着他的手 还要缠着他的腿 走在前面的尹欢 感觉到身后有道怨念的眼神 不让他牵手就那么大火气啊 婚后要是不让他碰 不得分分钟上火啊 那他可就兴奋了 他好想看薄寻欲求不满的表情 可是 以他刚刚在公寓的表现 这家伙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他的力量 又不足和他对抗 得优着点来 尹欢参观别墅 薄寻就在后面跟着 以前只出现在幻想中的画面 成了现实 尹欢背影先瘦 左右看看 然后上楼 他最在意的 是他有没有超大的衣帽间 按摩浴缸 和舒服的睡觉环境 衣帽间通体是白色 墙壁是乳窑色 超大的镜子两边亮着灯 衣柜里已经挂了不少新衣服 是他喜欢的牌子 甚至还有包包 鞋子 珠宝首饰等等 这些都是 我妈妈给你准备的 薄寻见他目光停留 随口解释 你们女孩子东西多 这衣帽间超大 你有多少东西 都能装得下 薄寻立在他身侧 指了一下 这边还有个门 过去连着我们的卧室 尹欢推开他凑过来的脑袋 胶软带着香气的掌心 贴在他脸上 我自己参观 你闭嘴 你又不让我亲 又不让我说话 要我这张嘴 有何用 你可以去楼下嗑瓜子 或者 尹欢侧头 吟吟一笑 我用针给你缝住 尹欢笑起来太美了 娇艳明媚 薄寻怀疑 这女人就是狐狸精转世 分明简单的动作 她做起来就格外的撩拨 勾得她心痒痒 缝住了 还怎么亲你 薄寻手指摸了一下唇瓣 亲亲亲 天天就知道亲 烦死了 尹欢朝着薄寻指的方向走去 越走他越觉得 薄寻给他准备的衣帽间好大 准备的东西也很多 进入卧室入眼 见到一张红色的床 薄寻是有多急 这昏床都准备好了 白色的窗帘前面 挂着洗 红心 红心的红色吊饰 她没多做停留 又去了浴室 大大的白色浴缸 旁边有个窗户 打开可以欣赏夜景 不错 挺满意的 好了 参观完毕 尹欢风轻云淡地 从他身侧走过去 送我回去 就完了 还有两层 她的书房 她的书房 还有娱乐室 别墅还有地下室 休闲区域 别的慢慢看吧 又不是活不了了 薄寻黑脸 她深深地觉得自己 如果英年早逝 尹欢不但不会伤心 还会马不停蹄地 带着她的仔和遗产改嫁 她必须好好活着 尹欢那娇纵的臭脾气 没有她宠着惯着 以后会吃亏的 薄寻送她回家的路上 尹欢又改了主意 要去医院看爷爷 薄寻便又掉头 送她去医院 病房内 体质虚弱的老爷子 看见他们俩牵着手进来 无神的眼中 忽然就有了光彩 我就知道 你们很般配的 老爷子嗓音很虚弱 阿循啊 你可要好好地 爱我的宝贝孙女 爷爷您放心 我会一辈子对她好 不离不弃 薄寻不由地 握紧了尹欢的手 虽然是在病房门口 她硬要牵着的 但感觉还不错 尹欢低头 薄寻这混蛋 牵手就牵手 她居然还用指腹 妈撒她的手背 温温柔柔的动作 弄得她肌肤酥痒一片 太坏了 尹欢感觉 爷爷的身体 越来越差了 又比之前瘦了 从医院出去 尹欢的情绪 明显低落了不少 车内 薄寻侧身歪头看她 大小姐 想不想去哪玩 我陪你啊 喝酒吗 喝个屁 尹欢称怒 薄寻 下话线 大小姐生气了 是真不好哄啊 金贵漂亮的大小姐 怎么能出口成脏呢 今晚不许喝酒 晚上八点之后 不许吃东西 你不愿意送我 我就让司机来接了 一提到司机 薄寻就心生厌烦 那个不懂事 没眼力见的司机 他是真不喜欢 刚刚才在爷爷面前 发过誓的 要一辈子照顾你 怎么会不愿意送你呢 薄寻说完 便将车开了出去 一路上尹欢都没说话 下车后 更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繁星点点的夜降临 尹欢坐在楼下大厅里 等父亲 大小姐 还没休闲 陈瑞是住家司机 专门负责尹欢的出行 他端着水 走到尹欢的身边 很晚了 据他所知 尹欢一向早睡 因为暧昧 对他来说 晚睡是天敌 睡不着 尹欢懒洋洋地靠着 爸爸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吗 而且 妈妈一点都不担心吗 居然早就睡了 因为联姻的事情 陈瑞将水杯推到他面前 大小姐如果不愿意嫁 我想 老爷和夫人那么宠爱大小姐 一定会遵循你的意愿 是啊 如果他强硬地表示反对 爸妈也不会强迫他的 可他没有 虽然他嘴上说 嫁给谁都行 可博勋和别人 终究是不一样的 他在博勋面前比较自在 看不惯他就揍他 薅他头发 博勋也不会动怒 还捏坏捏坏地对着他笑 博勋宠他 纵他 至于爱 他不知道有没有 尹欢打来的哈欠 我不喝 明天去做婚捡 尽食尽水 婚捡两个字 钻入他儿里 陈瑞眼底暗了暗 大小姐还是决定要嫁给他 嗯 嫁吧 爷爷希望我嫁 尹欢实在困得不行了 爸爸还没回来 他不等了 尹欢起身上楼睡觉 陈瑞盯着那一抹 欠力的背影出神 一日 博勋来接尹欢的时候 他已经洗漱好了 只是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很违密 坐在车里还打着哈欠 为了和尹欢能有更多的接触 今天让司机开车 这会尹欢打着盹 小脑袋可爱得一点一点的 他将肩膀放低 抬头将尹欢的脑袋 奔到他肩上放着 尹欢昨晚也因为兴奋失眠了吗 女人就是口是心非 嘴上说讨厌他 不愿意嫁 背地里兴奋地辗转反侧 睡不着 犯困的欢欢越看越可爱 不愧是吃可爱多长大的乖宝宝 薄勋内心深处的缺失的那一块 仿佛被他填满了 到了医院 博勋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叫醒他 欢欢 到了 欢欢 他声音很低 不敢太大声 尹欢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博勋伸出一只手 捏住了尹欢的鼻子 不让他呼吸 嗯 尹欢张开嘴 猛地醒过来 一睁开眼睛 就看见博勋抽走的手 他茫然地侧头 双手推他 博勋 忧着点 这是医院 别叫那么大声 你嗓子不疼吗 博勋被打了 还笑盈盈的 你跟猪似的 睡了一路 你才猪 你全家都是猪 别忘了你 马上就要嫁给我了 我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薄勋乐不可知 尹欢在他身上捶了几下 大小姐 你这家暴倾向啊 谁能证明 我是家暴你 我们这分明是情趣 尹欢又捶了他一下 居然捏他鼻子 还骂他是猪 该打 薄勋擒住他的双手 猛地将他拉到怀里 狭窄车内空间里 俩人身形紧贴 尹欢因为激动 呼吸很重 漂亮的浅褐色的双眸 愤愤然地盯着他 薄勋将他搂入怀里 鼻息间都是他身上的香气 他低声 大小姐 体检完再陪你闹好不好 你放开我 还真有点舍不得放 薄勋安慰自己 来日方长 不要着急 才把尹欢放开 下车后 大小姐气冲冲地 头也不回 薄勋的那张递给他 就独自去抽血了 薄勋跟在他的身后 眼睁睁地看着护士 将尖细地针插进了 尹欢的手臂上 尹欢不敢看 偏头就看见薄勋 害怕就往我怀里靠 薄勋上前一步 来 埋过来 老公的胸怀 永远为你敞开 只有扎的那一下疼 现在尹欢已经没有感觉了 尹欢傲娇 切 不过是抽血而已 一点都不 疼 我家欢欢真棒 抽血都不怕 薄勋笑着夸他 尹欢内心疯狂吐槽 当他三岁小孩呢 尹欢抽了血 就轮到了薄勋 尹欢没等他 直接走了 去体检别的项目 过了两个小时 尹欢做完最后的妇科检查 整张脸都是红的 他给薄勋发了个消息 问他体检完没有 薄勋给他发了个 楼层和房间号 让他过去 尹欢本来想直接走掉 可转念一想 薄勋不会身体有问题吧 尹欢着急地去了 他推开门 薄勋坐在空空的 白色房间里 面前放了几本杂志 从杂志封面女郎的 穿着来看 那本杂志应该不简单 而且薄勋的手里 还拿了一个透明的小杯子 他刚刚做过妇科检查 自然明白 薄勋这会儿要做什么 男性的婚检 要检查那方面 尹欢走到薄勋面前 双手还胸 高高在上的低头 弄不出来 嗯 需要大小姐帮忙 行啊 尹欢拿起一本杂志翻了翻 摊开放到他面前 我帮你拿着行了吧 他这么聪慧 贤良舒德的老婆 可不多了 他多大方啊 薄勋就是看这些杂志 完全提不起兴趣 才叫他来的 尹欢反而给他翻开 他自己没手吗 薄勋一把抢走他手里的杂志 扔得远远的 发什么疯啊 尹欢震惊 我要看着你 薄勋嗓音沙哑 漆黑深邃的眸 却直直地盯着他 目光炙热 尹欢躲避他的目光 而视线下移 却看见薄勋的皮带解开着 还能看见黑色平脚裤的英文字母 他瞬间耳阔爆红 你不知羞的 不让我看吗 那怎么办 不检查了 薄勋无奈地耸肩 不行 必须检查 于警号三四 尹欢心一横 慢吞吞地说 那 那我转过去行不行 背影行不行 行 只要尹欢不走 只要他在这里 薄勋觉得自己就能做到 尹欢火速转过去 后背对着薄勋 甚至还走了几步 将两人的距离拉开 空荡荡的房间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白色的窗帘 挡住了外界的视线 和炙热的光线 他听见身后薄勋的喘息声 越来越重 只要一想到薄勋此刻 正在做的事情 他就害羞 耳阔爆红 他第一次觉得 薄勋这人的喘息声 好性感 他脑海中不由地幻想起 薄勋此刻的动作 越想越害羞 挥之不去地摇摇头 薄勋死死地盯着 眼前窈窕的背影 已经尽力忍耐了 滴滴的喘息声 依旧从嘴角一出 嗯啊 听见身后传来的闷哼声 尹欢紧绷得心碰的断掉 他怎么感觉好像 只过了几分钟呢 那么快的吗 你好了 那我出去了 尹欢红着脸 小跑者走出去 薄勋望着他的背影 他太激动了 好像被误会了 没关系 婚后他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婚检结束之后 薄勋带着尹欢去吃饭 尹欢只要一看见薄勋的脸 就想到在医院里 他对着自己背影做的事情 又开始脸红耳赤 糟糕 忘不掉 很热吗 薄勋看了眼包厢里的空调 23摄氏度的冷风 有点 尹欢红着脸 薄勋将空调又调低了三度 尹欢没觉得 包厢里的温度 和刚刚有什么区别 薄勋知道 他因为在医院发生的事情害羞 他也没办法 他对别的女人身体提不起兴趣 但尹欢不一样 哪怕一个背影 就够了 那是意外 我肯定不止几分钟 薄勋极不可耐地想证明自己 可他们还没有领证 谁管你几分钟啊 尹欢眼皮都没抬 咬着吸管喝着鲜榨西瓜汁 你呀 你是我老婆 尹欢对他翻了个大白眼 薄勋 你没少幻想着我做那种事吧 被发现了 一向脸皮后的薄勋也红了耳廓 他连续给自己灌了三杯酒 敢做不敢认啊 认 薄勋捏着酒杯 对上他打去的眼神 我马上就梦想成真了 尹欢气咬牙 你好恶心啊 对不起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除非你以后做那种事的时候 别想着我 大小姐 你可真大度啊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不想着你 你让我对着你 想着别人 你以为你拿的是什么白月光替身剧本吗 薄勋嘴角上扬 我们拿的是青梅竹马的剧本 尹欢乃兄乃兄的说 你敢对着我想别人 你死得更惨 占有欲 这不就有了吗 薄勋心情瞬间愉悦起来 我保证一心一意只想你 只有你 这还差不多 精神和肉体都不许出轨 否则我马上就和你离婚 那你呢 薄勋反问 我也不会啊 尹欢懒洋洋的撑着脸颊 虽然我不喜欢你 但我是一个很有契约精神的人 他摸到了自己的耳朵 烫得厉害 都怪薄勋 薄勋听见他口中那句不喜欢 那一瞬间的愉悦消失殆尽 接下来的吃饭时间 俩人都很沉默 饭后 薄勋将他送回了尹家 便离开了 尹欢回家就躺床上午休 睡了几个小时 他才懒洋洋的下楼 尹家别墅里 所有人都在忙碌着 他们也开始布置了 玻璃窗上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宝贝 尹母看见他醒了 端了一杯水过去 谢谢妈妈 尹欢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今天和阿巡相处得如何 尹欢脑海中 瞬间浮现在医院发生的画面 他背对着 薄勋坐在他后面 低压克制地喘息着 嗨嗨 慢点慢点 怎么喝水还呛到 尹母拍着他的后背 发生什么事了 妈妈真是犀利 这都能发现 没有啦 我们俩相处挺好的 尹欢甜甜的微笑 找几个庸人跟我上楼 打包一点东西 送到新房去 去吧去吧 尹母听见他们相处得好 就放心了 几个女佣人 跟着尹欢上楼 佣人们在打包 尹欢手机上 收到博勋发来的消息 怎么霸道总裁谈恋爱 也和网络上的那些谱性男一样 吃了吗 睡了吗 在干嘛 她就那么闲吗 尹欢只回了一句 待会儿送行李去别墅 博勋很快就回了一个好字 博勋开完会 就着急地去了别墅等着 结果尹家的车来了几辆 但尹欢本人根本没来 博勋苦笑了一声 急什么呢 尹欢正在书房里和父亲面对面 你要进公司 尹黎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从小娇生惯养 一天都没有工作过 娇滴滴的千金大小节 马上结婚了 说要去上班 宝贝 你要去博士集团上班 你去给博勋当秘书 监督她 太委屈宝贝了 宝贝你不用上班 爸爸多给你请几个私家侦探 尹黎心疼她 你呀 就继续吃喝玩乐 享受人生 爸爸养你 爸 我说的是去我们家的公司上班 我才不去给博勋当秘书呢 尹黎可没有那个受虐倾向 婚后晚上在家里 看见博勋那张脸就够了 还要去公司见她 再帅的脸也会审美疲劳的 日子还过不过了 宝贝 你为什么想不开要来上班啊 尹黎起身 她绕过书桌到尹黎面前 老父亲心疼地摸着自己 掌上明珠的额头 没发烧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爸爸 尹黎推开她的手 我睡了以后不让我们家公司 落到博勋的手里 我得学啊 不然你们百年之后 我怎么办 宝贝 你现在啃老 啃老公 等以后我们老了 不在了 你可以啃小啊 啃你儿子 尹黎眼底是浓浓的溺爱 实话和你说了吧 我们啊 早就和薄家商量过了 以后你和博勋的第一个儿子 跟我们信你 尹欢 请问这种事情 有没有问过他的意见 结婚不问他就算了 结婚对象也不是他选的 结婚日子也不是他挑的 就连以后 孩子跟谁姓也不是他决定 这到底是宠爱 还是把他当成工具人啊 博勋能同意 尹欢更震惊的是这个 尹黎笑着说 他同意啊 不管叫什么 都是你们的孩子 国家都开放三胎了 你们俩小年轻 也不止生一个对不对 尹欢世界观都差点坍塌了 博勋脑子没病吧 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 居然能同意这种事 他爸妈也同意 同意 女儿 你不同意吗 尹黎看着他 我就是觉得 我的人生 好像都被你们给安排好了 尹欢懒洋洋地走了两步 他往沙发上一座 愤愤地 垂着浅灰色的抱枕 婚姻大师不和我商量 就连未来儿子叫什么都定了 万一我生女儿怎么办 尹黎不开心地撅着嘴 尹黎走过去 蹲在他面前 男孩女孩都一样 重点是 宝贝你要幸福 那我要去上班 行 你愿意 博勋愿意 爸爸给你安排个职位 尹黎一向对他有求必应 何况是这种小要求 以尹黎的性子 被上班的兴趣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爸爸你最好了 你肯定不会骗我的 尹黎终于笑了 他回到房间 慵懒地往床上一趟 盯着天花板的灯发呆 脑子里又出现了 博勋那低沉压抑的喘息声 好听得要命 臭薄勋 坏薄勋 都不在身边了 还往他的脑子里钻 一想到 博勋曾经无数次幻想 他做那么恶心的事情 尹黎就气得发抖 他垂着床上的兔子毛绒玩具 幻想成博勋那张欠奏的脸 哎呀 要命 怎么才能控制自己 不去想他 尹黎疼得坐起来 换了泳衣 去室内泳池游泳了 尹黎游了几圈停下来 他站在泳池边 身体引入清澈的池水中 不行 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但今天已经很累了 今晚想想 明天再去找博勋 第二天 因为他和博勋的婚礼将近 家里来了很多的亲戚 尹黎要在家里应酬 一忙就到了婚礼的前一天 尹黎一早就从爸爸手里 接到了户口本 去吧 去领证 祝我的宝贝女儿 新婚快乐 呵呵 快乐 尹黎拿着户口本 和身份正下了楼 博勋撑着伞朝他走来 七月的夏季 每一天都是燥热的 哪怕此刻 才早上八点多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 炙热的光线照下来 地面已经被烤得发烫 空气里都是闷闷的 车子停在门口 哪怕只有一点距离 博勋也敬夜地撑着伞 不让他晒到 远处 陈瑞拿着毛巾擦车 余光却盯着一起上车的身影 他的大小姐 今天就要和别人领证了 以后还会坐他的车吗 尹欢从今天开始 就不只是尹家的大小姐 也是薄家的少奶奶了 车里空气温凉 刚刚好 尹欢很满意地靠着 博勋英挺的俊脸 陡然凑近 欢欢 你猜我准备了什么 情侣装啊 尹欢已经看见了 他身侧放着的白色衬衣 加上此刻他已经换上了 白衬衣胸前 绣着红色的XH 寻和欢的拼音手字母 字母前面是红色的喜字 我刚刚说错了 这是我妈妈准备的 薄勋把女士的衬衣递给他 我换不了 为什么 你觉得呢 尹欢笑着问他 尹欢身上穿的是裙子 所以不能换白衬衣 回去换 还是在路上买一条裤子 薄勋征求尹欢的意见 我不换 你自己穿 他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他弄一个网上的定制的情侣衬衣 就想让他换 丑剧 我一个人穿多沙比 薄勋摊开女士衬衫 大小姐 就穿一会儿 就一会儿 太丑了 丑吗 薄勋看了眼 他的审美那么差吗 不丑啊 他和尹欢颜值高 加上这件白衬衫 他们绝对是明政局最亮眼的夫妻 唉 薄勋叹气 那我怎么向妈妈解释 结婚证上的情侣照 只有我一个人 穿了妈妈亲手绣的衬衫 尹欢一把拿过白衬衫 薄勋 装可怜不适合你 合不合适不重要 尹欢吃这套就行 他们在商场停下 俩人下车 尹欢快速地 买了一条牛仔短裤 去卫生间里面换 薄勋站在外面等着 等老婆 开心 女卫生间出来两个女生 看见墙边的薄勋 好帅啊 大帅比 要联系方式 不敢啊 他一个男人站在这里 应该是等女朋友吧 他身上那个衣服 不要太明显 你没有听过吗 帅哥的朋友也是帅哥 他虽然有对象了 但他总有朋友没有的 冲 两个人窃窃私语着 薄勋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欢欢怎么还不出来 帅哥 可以加一下你的VX吗 女生拿出手机 笑盈盈地看着他 他们俩身后 尹欢穿着白衬衣 和牛仔短裤走出来 手里提着袋子 见状对着他笑了一下 不加 薄勋越过他们 去牵尹欢的手 哟 薄大少爷行情不错 女卫生间门口 都能遇见桃花 尹欢将手里的袋子 递给他 以前总掐他的桃花 扔他情书 一副大哥哥的口吻教育 他不要早恋 男孩子都是混蛋 很坏 离男人远点 他好像忘了自己 也是个男人 所以 欢欢你 可要把我给抓捞点 切尹欢不屑 只要薄勋不出轨 他根本不gear 俩人回到车里 薄勋把医院的 婚检报告给他看 俩人交换 尹欢看见这个报告 又响起薄勋性感的喘息声 那画面到底怎么样 才能从他的脑海中消失啊 薄勋身体健康 没什么问题 尹欢就不看了 俩人到了民政局 门口车和人都挺多的 完蛋 今天领证的人似乎很多 七月七啊 薄勋 薄勋牵着尹欢的手进去 大厅里有一次的人 已经排到了外面 这边少 我们去这边 尹欢也没有来过民政局 就跟着薄勋上去 结果俩人进了离婚登记窗口 灰溜溜地走出去 尹欢甩开他的手 优秀啊 还没领结婚证 就来领离婚证了 提前预判事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反应过来 薄勋低头与他对视 生气了 打我吧 我让你揍 他也没有来过民政局 他太激动了 一时脑子也没有反应过来 就觉得这边人少 哪知道今天这样的日子 结婚的人比离婚的人多 大小姐薄勋的脸 送到他面前 让他揍 尹欢现在哪有那个心情啊 他没好气地推开薄勋 你还不去排队 是时候用特权了 薄勋拿出手机打电话 尹欢也不阻拦 他也不想排队 人太多了 民政局的负责人 很快就过来了 恭恭敬敬地喊着薄少爷 尹小姐 恭着背 带着他们去办理手续 办完手续 薄勋拿着红色的结婚证 两边嘴角上扬 尹欢则是拍了张照片 发到了尹家的群里 完成任务之后就走 薄勋立刻跟上他 眼巴巴地改口 嘿 老婆 等等我 外面太阳大 出来得急 没有撑伞 薄勋就用结婚证 挡在尹欢的头顶 他不回应 薄勋见嘻嘻地继续叫 给老婆遮光 到了车边 薄勋打开车门 老婆上车 尹欢盯着薄勋绕过车头 快速地从另一侧上车 老婆老婆 你张口闭口就是老婆 不许叫 薄勋得意洋洋地晃着结婚证 就要叫国家发的证书 我们的婚姻关系 可是受婚姻法保护的 你 尹欢 就是我薄勋的老婆 看他那么得意 尹欢一脚踹过去 高跟鞋跟很细 踹到薄勋的腿跟还挺疼的 纲领证 你就家暴我 你还要求不许家暴你 我什么时候对你动过手 薄勋拿着结婚证 现在便宜你了 有了这个结婚证 你随便怎么欺负我 都只是感情矛盾 这么说 这个结婚证的好处 是我拿的 尹欢轻笑 薄勋得了便宜 还卖乖 对 好处都是你的 薄勋牵着他的手 哎 拍个照 官宣一下 我已经发了 欢欢你比我还急切啊 薄勋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嘴上说不喜欢我 都是假的吧 尹欢懒得和他解释 薄勋牵着他白嫩修长的手 从明正局领证的时候 就开始激动狂跳的心 到现在还没有平静下来 俩人的手食指相扣着 红色的结婚证压在下面 咔咔咔地拍了好几张照片 每一张都很满意 他发了朋友圈 又发了薄家的群里 他们结婚领证了 彼此都已经进入了 对方的家族群 尹欢的手机不停地响 Add他 恭喜他新婚快乐 他只是盯着 但群里开始发新婚红包 他果断抽出了手 愉快地收起了红包 然后疯狂打字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叔叔阿姨指的是薄勋的爸妈 还没办婚礼 所以他还没有改口 薄勋手里空落落地 翻开结婚证看 他和尹欢简直是俊男靓女 天作之和 天生一对 绝配 尹欢是他的老婆了 薄勋实在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思 侧头贴近尹欢 老婆 可以要一个亲亲来庆祝一下吗 尹欢偏头 对上他深邃的黑眸 不给 你确定 就不给你亲 乌恩 尹欢被他扣住后脑勺 火热的唇就贴了下来 薄勋口中有股淡淡的清茶香 这家伙今天吃早餐 还刷过牙 他进攻得很猛 一路攻城掠地抵他的牙关 扫荡他的口腔 吸他的氧气 他坏死了 怎么还亲啊 薄勋稳计一般般 之前应该没和别人亲过 都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尹欢小手捶他 却被扣住 呜 薄 车里冷风呼呼地吹 尹欢却感觉燥热 尤其是薄勋的身体 感觉好烫啊 薄勋亲了他的唇 又辗转去亲他的脸 尹欢抓着他的头发 不要 我化了妆的 薄勋此刻情欲上头 急切地想和他贴贴 被拒绝了亲脸 薄勋去贴他纤细的脖梗 乌恩 尹欢仰着脖子 娇滴滴的喘息声 从红唇一出 疯了吧 脖子上也有 啊 清点 你想咬破我的脖子吗 薄勋埋在他的肩窝里 唇边是他白皙娇嫩的肌肤 香香软软的 好喜欢啊 他好爱 尹欢身子软 被亲的时候叫出来的声音也好听 丝丝入扣 往他的心里钻 只是他不懂 为什么脖子上也有化妆品 最后双手掐着他的腰肢 双手一提 尹欢鞋坐在了薄勋的腿上 刚刚被激烈吻过的唇 银润泛红 因为害羞 白皙的脸颊 也泛起了淡淡的泛红 娇艳的玫瑰 含苞欲放 明媚勾人 你干嘛 尹欢撑着他的肩膀 你现在坐在车里都不老实了是吗 看他以后还坐不坐他的车 我想抱抱你 薄勋圈住他的腰 你能不能别那么抗拒 我们领证了 so 你要习惯我对你的触碰 我们之间的亲密接触 是不可能少的 我不是那种性冷淡的男人 即使车上有司机 薄勋也不害羞 坦坦荡荡地说出自己对他的诉求 我是 你 性冷淡 薄勋狐一地眯起眼 应该 是吧 尹欢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 不想这样坐在薄勋的腿上 腰间的手扣得很紧 白色衬一下的手臂线条鼓起 身体贴着薄勋的胸膛 手臂轻绵绵地落在他宽阔的肩上 这样的姿势过分亲密了 婚后试试就知道了 薄勋一点都不气馁 尹欢不知道说明他以前 没有和其他男人有更亲密的接触 包括他当年暗恋的男人 能让尹欢这个金娇漂亮的红玫瑰 写情书的那个男人也没有 尹欢 你答应过我的 薄勋见他不语 提醒他 尹欢敷衍地恩了一声 你想反悔 门都没有 薄勋得意地冷哼 明天晚上洞房花烛夜 你跑不掉的 哦 继续敷衍 尹欢这慵懒毫不在意的态度 让薄勋抓狂 夫妻生活 那么重要的事情 他就这个反应 完蛋 尹欢不会真的性冷淡吧 呜 落在腰间的手一捏 尹欢一巴掌 拍到薄勋的手背上 捏什么捏 尹欢刚刚那一声娇哼 可太好听了 尹欢打得也不疼 于是一天不犯见 就浑身发痒的薄勋 又捏了一下 尹欢又一巴掌落下来 嗯哼 啊 尹欢双手卡住他的脖子 放开 薄勋掐他的腰 尹欢掐他的脖子 俩人在车里对峙着 掐腰大概掐不死 脖子就不一定了 但是薄勋知道 尹欢不会 加上尹欢的力道 也没有那么大 他不怒返笑 整个人放松地靠着椅背 紧向上柔软的触感 勾得他心仰 你掐 老公的身体 就是让老婆玩的 尹欢怎么感觉 掐他还让他开心起来了 那可不行 不能让薄勋感觉到快乐 尹欢松开了手 我严重怀疑你是个M 那老婆就是我的S 尹欢漂亮的睫毛轻颤 居然连这个都懂 深入了解过 没 那你从哪里知道的 尹欢质问 薄勋这家伙 该不会背着他去 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老婆 我没有见过 还没有听过吗 薄勋淡淡地回答 知识渊博有错 这个知识 不是你该了解的 那老婆你知道一下 我应该了解什么姿势 薄勋眼底捏坏捏坏地笑了 不知道 尹欢挣扎 对他的手臂又打又推 才从薄勋的怀里挣脱 因为打薄勋 自己的手给整红了 你能不能别时时刻刻 把你那浑身的肌肉给鼓起啊 尹欢嫌弃 这不是为了勾引你吗 薄勋抓起他的手腕 吹他泛红的手指 呼出的热气 和车内的冷空气相碰 落在尹欢手上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冷风 勾引我 你要脱了才行 现在吗 薄勋左手摸着衬衣扭扣 老婆想让我解几课 还在车里就开始耍流氓了 薄勋你悠着点吧 尹欢鄙视地斜了他一眼 没兴趣 没兴趣 不看不看 但是吧 他们俩身上这衣服 他是真想换掉 太幼稚了 俩人到了医院 尹欢先去了卫生间换衣服 又把薄勋一个人丢在了外面 薄勋又被搭讪了 他身上的衣服不够明显吗 那么大一个喜字 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 不至于不认字吧 薄勋直接亮出结婚证 已婚 于是 当尹欢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薄勋长身玉力地 站在明亮的走廊上 拿着红色的结婚证手动扇风 尹德路过的人纷纷侧目 丢脸 太丢脸了 快走 尹欢就当没看见他 直奔爷爷的病房而去 薄勋大步追上尹欢 你出来怎么不叫我 你不是站在那里当男模吗 尹欢 你少给我提男模两个字 就那种质量的男模 你怎么看得上眼的 我就不明白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对着我这张天神样的脸 审美居然降级得那么厉害 薄勋恨不得把京城所有的男模 都给赶出去 但那种东西如雨后春损 只要有需要 就有人做 是赶不完的 他只能管着不让尹欢去 天神样的脸 尹欢轻轻地笑了 看过西游记吗 里面的男神仙不都是大胡子 有几个帅的 这把薄勋给难住了 他低声命令 总之你不许提男模 尹欢玩儿 故意和他作对 我就提 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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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薄勋捂着他的红唇 凶巴巴地不让他说话 气死他死了 尹欢美眸流转 朝着薄勋的掌心吐气 他也就只能捂他的嘴巴 还能做什么呢 面前的男人忽然轻声 贴到他的耳旁 两片唇半含住他的耳阔 暗雅的低男 大小剑 都领证了 还敢挑衅我呀 说完 薄勋松开了手 捏坏捏坏地 在他唇上偷了一个香吻 得意地笑了 混蛋 尹欢骂了一句 转身就走 他心跳得极快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怎么会被薄勋给蛊惑呢 就那么一句话而已啊 尹欢摸了一下耳阔 好像上面还残留着薄勋的气息 他的口水 他摸了还不够 又轻轻地揉了几下 才罢休 进了病房 薄勋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 拿着结婚证给老爷子看 老爷子今天的精神看起来不错 眼里也有了光彩 要幸福啊 欢欢 也有会幸福的 尹欢展露笑颜 他一定会幸福的 至于薄勋幸不幸福 和他没关系 俩人在病房里 陪了爷爷两个小时 伺候爷爷吃了午饭 他吃了要睡觉了 小夫妻俩才出去 电梯里 薄勋默默地贴近尹欢 老婆 我们去吃什么 我要回家 今晚司徒非要让我 办一个什么婚前派对 老婆我几点去接你 你自己去玩吧 我没兴趣 尹欢摸着脖子 我明天一早就要起来化妆摄影 你又不需要化妆 穿得平常穿的西服就够了 你随便玩 只要明天 不要耽误来接我的及时就行了 让他出去玩 而且还是婚前 他是半点都不介意啊 尹欢是真的心里没有他 所以才没有半点占有欲 给他足够的自由 在尹欢眼里 他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问题 做什么都可以吧 黑色的豪车 开进尹家别墅 博寻侧头 语气轻松 大小剑 今晚你真的不出来玩 你很希望我出去玩吗 尹欢眼眶微红 说话的声音也很轻盈 不经意间 透出一种明媚的娇弱 因为在病房难过 眼眶含泪 强忍着没在爷爷的面前哭出来 所以 他红了眼眶 你好好休闲 我明天来接你 博寻身体贴近他 修长的手臂 打开了他身侧的车门 尹欢无语死了 博寻 说你身世呢 你又没下车 说你不身世呢 你又帮我开了车门 他是没手吗 还需要他这样帮他开门 车门大大的敞开 博寻双手握住他纤细的腰肢 不让他离开 下河抵在他的肩上 因为我在纠结 要不要让你下车 他不想和老婆分开 他们今天才刚领证 他不知道 其他刚领证的新婚夫妻 是怎么样的 但他就是不想和尹欢分开 婚前派对也不重要 只是多了一个见他的借口罢了 放开 家里的庸人都看见了 尹欢还没有在家里人面前 和男人这么亲密过 高高在上 宛如圣洁神女一样的千金大小节 原来也会有世俗的欲望 会为男主至情所困 车内 博寻俊俊脸埋在他肩上青蹭 老婆 来个吻别 要法师的那种诗吻 你有那个技术吗 你就学人家法师热吻 尹欢张口就对他 放开 热死了 你 我 我 技术 博寻被气得说话得在断断续续的 我吻技不好 岔死了 烂死了 我感觉一点都不好 尹欢推开发呆的博寻 下了车 博寻恶狠狠地从另一侧下去 他深邃的目光锁住尹欢的背影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唇 脑海中 回味他们两人之前的吻 是因为吻技太差了 亲得他不舒服 所以尹欢才要他吗 那种东西 他一个人怎么提升 对着镜子练习吗 那多变态 所以 这都是尹欢的错 等明天把他取进门 明天抱着他接吻 早上 中午 晚上 都不放过他 俩人一前一后 进入凉爽的大厅 博寻毫不客气地和银母打招呼 然后进餐厅和尹欢一起吃饭了 尹欢表面上神色自若 心里却不停地犯嘀咕 刚刚在车里鄙视了薄寻技 他还厚脸皮地跟来 不会是又想轻轻吧 烦死了 博寻没什么胃口 满脑子都是尹欢娇艳的容颜 红唇微张 说他稳技差死了 烂死了 他感觉一点都不好 他稳技好 这个问题就大了 博寻喝着水 修长的手指捏着玻璃杯 你今天明明也挺享受的 说我稳技不好 大小剑 你有本事教教我 什么才叫稳技好 果然这混蛋还在纠结他的话 行啊 那来吧 博寻推开水杯 一副任他蹂躏的模样 来 亲我 明天 什么 博寻激动 明天婚礼上我教你啊 尹欢起身 白皙的手指在他胸膛缓慢地划过 博寻感觉到一股淡淡的香气 想抓住他的手时 尹欢已经潇洒地转身离开了 不急 明天婚礼有新郎亲吻新娘的环节 他会向尹欢 还有所有的宾客证明 他的稳技很好 博寻向尹母道别之后 就离开了尹家 上车后 他总感觉好像有道视线在看他 他坐在车里望向尹欢的房间 他们回来的时候窗帘开着 现在是拉上的 应该是他回房间午休了 所以刚刚是尹欢在窗前偷看他吗 要是舍不得他离开 给他发个消息 他就留下来了呀 欢欢还是脸皮薄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 尹欢从房间出去 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拿着飞机模型冲过来 锋利的机翼隔着裙子 撞到了他的腿上 尹欢疼得嘶了一声 他冷下脸立刻 祸端 谁允许你在这里跑的 他不喜欢小孩 就是因为表哥家的小屁孩太调皮了 让他对小孩没有半点好感 生下来的时候 说希望以后儿子端端正正的 叫小端 他们似乎忘了自己信货 这小屁孩一点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 有他在的地方就不安省 尹欢看见他就脑袋大 神烦 欢欢你醒了 表嫂林月不急不慢地走过来 儿子你跑慢点 差点伤到了你小姑姑 你小姑姑明天可是漂亮的新娘子 过来给你小姑姑道歉 我不 小屁孩拿着飞机往墙上撞 发出刺耳的声音 小孩子不懂事 欢欢你体谅一下 林月月见儿子不过来 就没有抢求 反而是意味深长地盯着尹欢 林月月拿出长辈的架势对他说叫 欢欢 你现在在自己家 睡多晚都没有关系 明天你就是博家少夫人了 到了博家 可就别睡到现在才起 否则别人还以为我们尹家的千金大小姐懒惰 一点教养都没有 尹欢不紧不慢地撩着长发 刚睡醒 还有些迷离的眼神与他对视 首先 你和尹家没关系 其次 我爱睡多久睡多久 博寻他会宠着我的 最后 我的教养比你好千百倍 还不是因为尹家有钱 所以京城的那些少爷小姐都惯着他 明天尹欢就嫁人了 尹家那么庞大的家业 就会落入旁人之手 比如他的丈夫 林月月面上哄着他 是嫂子错 博寻他那么喜欢你 一定会宠着你的 嫂子祝你们三年爆料 夫妻恩爱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带小孩娃啊 嫂子 尹欢指了一下 你儿子试图进我的书房 你不拦着吗 那边霍端扔掉了玩具飞机 双手往下掰进鼠门把 小段 那是姑姑的书房 你不能进去 林月跑过去 抓住霍端的手 小姑姑的书房里藏了宝贝 你不能进去 我要 我就要 什么宝贝 姑姑给我 宝贝给我 霍端四肢疯摇摆 姑姑 姑姑 尹欢官上卧室门 双手还胸 居高临下地 站在霍端面前 她浅浅地笑着 就不给你 那是姑姑的东西 是我的东西 姑姑的就是我的 霍端大声地吼 林月月连忙捂住她的嘴巴 你胡说什么 那是姑姑的 尹欢脸色瞬间变了 看来她的表哥表嫂被地里 没少在小屁孩的面前说 以后尹家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东西 小孩子看似口无遮拦 那都是平时耳濡目染的结果 怎么办 我挺介意的 尹欢清冷的目光 落在了林月月脸上 表嫂 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尹家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的 而我的东西 只会给我的儿子 不会给别人的儿子 所以我劝你们 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 是是是 尹家的一切都是你的 林月月抱起哭嘻嘻的 祸端就走 尹欢翻了个大白眼 早知道就让伯勋入坠了 但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家伙 入坠的话 肯定也只是在她面前说说而已 真让她入坠肯定不敢 爸妈是早有打算了 知道有的人心怀不轨 所以提前给她找个靠山 博寻那人看起来吊锒铛的 京城谁都知道她不好惹 尹欢正想着 手机响了 宝狗子三个字 明晃晃地出现在屏幕上 她接起电话往楼下走 再玩了 老婆你刚睡醒吗 嗯 尹欢有点诧异 这你都能听出来 老婆 我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你呢 博寻站在包厢外的阳台上 吹着夜晚的热风 里面的朋友们热闹地庆祝 把酒言欢 他这个当事人 只想听听老婆的声音 我爸说你答应过她 我们第一胎跟我姓宁 嗯 答应了 这都是小事 宝寻左手摸着酒杯 入眼所及 是京城繁华热闹的夜景 对面建筑外墙 有个巨大的LED大屏幕 上面放着一个女明星的照片 庆祝她生日快乐 照片精修过 很多人在下面拍照 她觉得这个女明星 长得还没有尹欢1%好看 尹欢那张脸 她从小看到大都不腻 尹欢也是从小美到大 在这个整容页非常发达的现代 尹欢是天然大美女 少喝点 别耽误了明天的及时 我去吃饭了 尹欢饿死了 宝寻还想说什么 手机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她笑着将酒杯送到嘴边 欢欢刚刚关心我了 宝寻盯着轻微晃荡的酒夜 手腕一转 倒在了地上 没什么比她明天去接欢欢更重要 宝寻回到包厢 你们喝 我先撤了 伯哥 这就走了 才刚开始啊 我老婆刚刚打电话 让我少喝点 宝寻晃着手机 眼中得意 结了婚的男人 你们不懂 包厢里一阵起哄 博寻也不介意 尹家那边灯火通明 有人聊天 有人打麻将 有人看电视 还有人在吃饭 永远那些男人 在饭桌上吃饭喝酒 聊几个小时都不停 尹欢走过去 刻意坐在了霍寒身侧 他舅舅就这么一个毒苗苗 创业失败 管理公司也没什么本身 现在倒好 居然惦记上他家的东西 哎 欢欢来了 我们美丽漂亮的尹大小见 明天就要嫁出去了 霍寒喝多了 整张脸爆红 甚至脖子也红了 他是喝酒就上脸的类型 来 哥哥敬你一杯 霍寒倒了一杯白的地给他 哥哥先干为敬 霍寒干完一杯酒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喝了多少 一身的酒臭味 难闻死了 欢欢 你怎么不喝啊 不给哥哥面子啊 霍寒见他不动 侧头看他 欢欢表妹 你放心 以后我替你在姑姑姑父面前敬笑 你呢 就安心地去当你的豪门少奶奶 以后尹家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同一周的引力文言 也皱了皱眉 哥我是出嫁 不是出嫁当尼姑 超脱红尘了 尹欢一根手指推开他倒的白酒 所以呢 我家尹家的事情 用不着你操心 霍寒醉熏熏地说 那怎么行呢 你以后有薄家的事情 需要操心 哥 我虽然嫁出去了 但我爸妈还是我爸妈 我的爸妈不会变成你的爸妈 我想回家就回家 哪怕我在尹家住个十天半个月 薄寻他也不会有意见 尹欢觉得薄寻肯定会有意见的 但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把他带回来一起住就解决了 霍寒明显醉了 听不出来尹欢的意思 妹妹 你嫁出去了 还总管娘家的事情 他们会有意见的 尹欢的手蠢蠢欲动 脸上的笑意也挂不住了 他有本事再说一句 哥哥帮你管 不只是家里 还有以后尹家的公司 你都放心交给哥 啪 尹欢一巴掌扇过去 餐桌上的所有人瞬间净声 惊诧地盯着他们 被打当事人霍寒也梦了 酒意醒了大半 他刚刚说了什么 天哪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尹欢嫌弃地擦着手心 我是结婚了 不是死了 还活着呢 表哥你就开始惦记我的东西了 见不见啊 怎么还有比薄巡还见的人啊 薄巡和他比起来 都不算见了 我喝多了 喝多了 霍寒猛地拍自己的脸 他对着自己扇了几下 喝多了 醉了 胡说八道 小欢妹妹不要介意 哥哥不是那个意思 尹欢表情淡淡的 刚刚吃了那么多 哥哥怎么不用点力啊 霍寒脸上火辣辣的疼 尹欢还说他打得轻 这不是故意折腾他们 喝多了 喝多了 霍寒拍着自己的脑门 我是想帮帮你 帮帮姑父 真没有别的想法 表哥 我说实话 你不要生气啊 尹欢甜甜的微笑 你脑子不行 我爸可能不需要你的帮助呢 怕像霍家的公司一样破产 对对对 霍寒醉醺地说 一张嘴 那烟酒的臭味传来 尹欢嫌弃至极 起身离开 然后他让人去找林月圆 让他把人给领走 尹欢从这边逃开 又被家里的其他长辈 拉到沙发上 说一些婚后的事情 拜托 他又不是纯洁的小白花 什么都不懂 说出来吓死你们 可他脸上一副娇羞的模样 仿佛对男女之事毫不知情 尹欢百无聊赖地 靠在沙发上玩手机 忽然听见某个女性 长辈叫他 他慵懒地抬头 却看见了阿姨身边 伸长玉力的博寻 你怎么来了 婚前派对 这就结束了 才九点八啊 博寻抓起他 就往楼上走 博寻 你干嘛 你快回家去 薄家今晚应该也很热闹吧 他是商人 更需要维持人脉关系 博寻沉着脸 他在路上就收到了小道消息 尹欢今晚发火了 当着那么多人面打人了 博寻将他拉到他的卧室里 低头检查他白嫩的掌心 你打谁了 你是来管我的吗 尹欢抽回手 不懈地往里走 别以为我们领证了 你就可以管我了 我想打谁就打谁 大小姐 你老公我身强体壮 还擅长格斗 你想打谁就叫我 你自己动手 你手疼了 我可是会心疼的 尹欢坐在沙发上 卧室里到处都贴满了小小的 圆形的 红色的喜字 无一步昭示着 明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博寻在他面前俯身 他看得出来尹欢不开心 平时都是自己逗他不开心的 别人居然也敢惹他不开心 博寻动作温柔地 将他俩家的碎发挽到耳后 以后遇见这种事就告诉我 我们俩以后是一体的 你的喜怒哀乐我都有责任 霍寒那个王八蛋 我只是结婚了 又不是死了 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 尹欢还生气 粗重地呼吸 如果不是还有其他人 他桌子都给霍寒心了 其实博寻来的路上就知道了 毕竟打小报告不可能只说一半 估计这会儿 他安排的惊喜大礼包已经送过去了 明天他和尹欢的大喜之日 不想让尹欢看见那个龌龊恶心的臭男人 博寻凑过去亲他 尹欢脸上陡然落下一个吻 他摸着脸 博寻 亲亲你 消消气 你以为你是什么啊 你亲一口 我就消气了 我以后生气 你亲亲我 我就消气了 有机会很渺茫 尹欢大概率不乐意哄他 滚 尹欢没好气地感人 我要泡澡睡觉了 嗯 去吧 不打扰你 博寻让开就往外走 明晚他就可以抱着尹欢洗澡了 他也应该早点回去睡觉 保证充足的睡眠 明晚可是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在等着他 他到底能不能行 尹欢明晚就知道了 博寻走得飞快 就为了过来亲他一口 莫名其妙 尹欢洗了澡出来 附着面膜看手机 群里有人在说 霍寒居然在自己家门口被揍了一顿 现在送医院去了 不会是博寻搞的事吧 背地里阴人 博寻做得出来 管他呢 活该 尹欢继续敷面膜 他明天可是要当京城最美的新娘子 一日 尹欢被闹钟吵醒 啊 不想起床 尹欢摁了闹钟 翻了个身继续睡 几分钟后又响了 他迷迷糊糊地继续摁掉 忘了昨晚给自己订了多少个闹钟了 好几个闹钟过后 尹欢还没有醒来 门口传来敲门的声音 尹欢脑袋软软地陷进枕头里 双手捂着枕头 当一个鸵鸟 手机铃声又在卧室里响起 尹欢白嫩的手臂摸过去 接起电话 妈妈 宝贝 起床了 化妆师摄影师 还有你的伴娘都到了 尹欢还没睡醒 奶呼呼地哼起了几声 手机滑落 下床去开门 尹母怕他饿着 端着早餐进来的 其他人在楼下 你先收拾收拾 再叫他们 尹母端着周围他 尹欢慵懒地张开嘴 妈妈真好 我想当一个妈宝女 一辈子都不离开妈妈 宝贝 你昨晚说得对 你只是结婚了 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 爸爸妈妈随时欢迎你 尹母其实并不想让尹欢这么早就结婚 可是老爷子的身体状况实在堪忧 他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尹欢这个宝贝长上明珠 他们当晚辈的 现在能做的 只有孝顺他们 我真的会随时回娘家的 尹欢眼里亮晶晶的 好 尹欢快速地收射之后 尹母就让其他人上来了 他们先拍了玉袍照 拍完尹欢去换了凤冠侠配 凤冠侠配比起绣和服 更加华丽端庄 雍容大气 时序和音淼淼 站在尹欢的身后 化妆师正在给他盘发 尹大小姐好漂亮啊 美貌杀我 姐姐 我可以 俩人一唱一鹤 博寻真有福气 居然能娶到我们家欢欢大美女 尹欢看中尽忠的自己 福如宁芝 仙姿玉色 朱翠点缀 价值几百万的粪冠 压在他的脑袋上 他脊背挺直 发拆上的布摇 规整着他的姿态 好在他从小就学了古典舞 气质这一块 拿捏得死死的 亭亭玉立 天资国色 这还不得分分钟拿捏博总 你死他 他们是有一个婚礼群的 时序看这群里的消息 保总在问我们什么进度 他们要来了 还想让我拍照 不许给他拍 尹欢拿起桌上红色的扇子 挡住脸 拍点别的 勾引勾引他 刺激刺激博总 时序坏笑 他拍凤冠 拍裙版 拍朱钗 拍耳环 就不拍尹欢的脸 尹欢看着群里 博勋抓心脑干的样就笑了 博勋给他撕发了一张自拍 博勋也穿着红色的新郎服 他们是准备在家里 穿这套衣服敬长辈 简单地做一个一拜天地 然后再去酒店换婚纱 举行西式婚礼 尹欢化好了妆 活的床边 他的身后放着早生柜子几个字 他拿着扇子手动扇风 和朋友们聊着天 别墅楼下传来鞭炮的声音 银渺渺在窗口看见婚车进来 其他的车停在别墅门口 来了来了 新郎来了 可以期待 博总今天好帅 超帅 尹欢将手中的扇子挡住了脸 端庄地坐着 婚礼之前就说好了文明接亲 所以大大方方地 开了尹欢的卧室门 司徒负责发红包 摄影师先进去 博勋呼吸沉重 紧张地走进室内 当初那个穿着白色公主 蓬蓬裙的小姑娘 追着他说 要嫁给他当新娘子 昨天他们领了证 今天他们举办婚礼 以后他们就夫妻一体 尹欢再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博勋心里紧张地小鹿乱撞 脸上故作镇定地走过去 将手里的红筹 交到尹欢的手里 旁边的司仪 念着一些复古的词 欢欢 我来娶你了 尹欢缓缓放下扇子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 他嘴角微微上扬 博勋被他明媚娇艳的目光 看得呼吸一致 无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 原来欢欢穿 凤冠侠配这么美 红色也非常地适合欢欢 俩人牵着红筹下去 两家的老爷子 坐在大唐中央 大唐中央的背景墙 是一个红底金色的喜字 父母那一辈坐在两边 主持人立在旁边开始说辞 婚礼将起 整肃立 诸君安坐 以待正礼 尹欢和博勋 牵着红筹站在大唐中央 尹欢右手拿着红色的扇子 挡住面颊 大唐里响起古典乐 主持人声音高昂 一拜 赐良缘 二拜 喜莲音 三拜 杰同心 俩人牵着红筹 对面着大厅门口 微微低头拜了三下 主持人 同拜高唐 俩人面对着长辈们 听着主持人的话 低头拜 一拜 知春恩 二拜 继安节 三拜 报春辉 拜完 尹欢一抬头 就看见爷爷强撑着病体坐在上面 那张病弱的 布满皱纹的脸露出和蔼的笑容 他鼻头一酸 眼眶阴晕 眼前瞬间变得模糊 他举起扇子挡住脸 主持人 夫妻对拜 博巡和尹欢 侧身面对面 一拜 结连礼 二拜 永同心 三拜 靳如冰 他们又拜了三次 主持人面露笑容 三拜之礼 礼成 恭请新人入座 博巡牵着尹欢到 准备好的位置上坐下 他偏头看他 声音压得很低 老婆 你哭了 没 尹欢不理他 用扇子挡住 博巡心中叹气 举行婚礼呢 怎么还那么小气 不给他看啊 身后两个婚礼公司的员工 给他们包了两个小小的红色香囊 分别递给他们 主持人的声音又在旁边响起 奉天之作 成帝之和 顺父母之意 从新人之愿 新郎博巡 新娘尹欢 今天行婚姻大礼 结为夫妻 何为一家 侄子之首 与子偕老 天长地久 维尔家园 中式婚礼 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 尹欢拿着扇子扇风 博巡的脸忽然凑过来 这怎么和我看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婚礼很急 所以没有彩排 这些都是发的 PPT给他们 让他们看看 今天跟着主持人的指示 做就行了 还有一句 送入洞房没说啊 博巡坏笑 博巡 你 尹欢手里的扇子 往他肩膀上一拍 休不休啊 这么多长辈在 什么送入洞房啊 他也好意思说出口 笑了笑了 你终于笑了 博巡被打了 还乐呵呵的 别哭了 我保证给你好 哼 尹大小姐傲娇的侧头 哼 博巡学他 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可爱的想吃掉 今天行程比较忙 他们坐着就休息了几分钟 就去拍照 拍完照 博巡背着他出去 啊 你走快点 这个衣服有点个 上面刺绣啊 珍珠啊 都是真的 博巡听老婆的话 立刻加快脚步 将他抱到车里 今日当司机的是 博巡的助理周父 上车后 尹欢摸了一下脑袋上的缝关 完蛋 这东西 不但价值昂贵的是个文物 还重 尹欢看了博巡好几眼 老婆 你好像有话要说 缝关你会取吗 博巡开始研究起来 尹欢头发的东西有点 不摇 珠钗 最后是缝关 尹欢担心 他粗手粗脚 你小心点啊 这个可是文物 几百万 博巡的动作 陡然变得小心翼翼 老婆要收藏呢 嗯 留着传给我的女儿结婚用 未来女儿 爸爸一定会小心的 博巡将缝关取下来之后 就抱着 到了酒店 其他人打开车门 就看见一个拿着扇子 轻松下车的新娘 和抱着缝关下车 表情严肃的新郎 博巡不是缺那几百万 而是这东西珍贵无比 存在了百年之久 让开让开 博巡捧着缝关穿过人群 尹欢则被两个伴娘给接走了 他要换婚纱 结婚真是麻烦 好累啊 如果还有下次 他觉得领个证就行了 婚礼就不用办了 因为时间匆忙 尹欢进去之后 负责婚礼的人 就围在了她的身边 脱衣服 都不需要自己动手 然后换上婚纱 弄发型 中午十二点 尹欢站在了宴会的大门口 听着里面主持人的声音 两侧的门打开 白色的光落在尹欢的身上 婚礼进行曲响起 尹欢身穿洁白的婚纱走进去 走了几步 尹黎握着她的手 带着她去玫瑰花的拱门前 博巡走过来接她 在众人的瞩目中 俩人牵着手走向婚礼舞台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尹欢只觉得婚纱繁杂 头纱也很长 只想快点结束 而对面的博巡始终都很激动 给尹欢戴戒指的时候 那双指截分明的手 甚至在发抖 举行完婚礼仪式 尹欢又去换了一件红色的敬酒服 刚刚盘起来的绣发放下 发尾微卷 戴着珍珠项链 整个人看起来温婉优雅 落落大方 倾城绝色 今日不止京城政商军界的大人物 来了现场 还有其他地方的 以及国外的名人 甚至还有某国的王子与公主 别国总统和第一夫人 两百桌的酒席 博巡和尹欢敬酒 足足两个小时才结束 直到最后 他感觉自己的腿快废了 尹欢喝了一杯酒 酒杯一放下 就开始命令博巡 好嘞 抱我 大小姐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何况博巡现在是他老公 照顾他 就是他的责任 博巡笑着 将他抱起来 现在穿的是一双红色高跟鞋 鞋跟很细 大概有七厘米高 走了那么久 是该累了 博巡抱着他走向主桌 陪着他们吃饭的 都是刚刚一起敬酒的 博巡刚刚一直给尹欢挡酒 已经喝了很多了 哪怕是冷白皮 现在脸颊驼红 刚坐下 伴郎们又开始给博巡灌酒 尹欢肚子 呃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尹小姐今天大喜 滴酒不沾可不行啊 司徒给尹欢倒了一杯酒 博巡 你现在可不能再替他挡了 你看你 脸都红了 博巡酒量好 出去玩很少见他红了脸 今天中午的确是喝了不少 看向尹欢 尹欢接过酒杯 喝了就放下了 全程一句话都没说 尹大小姐还是那么豪气 司徒笑了 博巡凑到他脸侧 老婆 我很累 也很饿 只想吃完去休息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尹欢才懒得管他 至少联姻这件事 他已经完成了一半 这婚是结了 至于婚后生活 那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他不管博巡 博巡最好也别管他 至于在林月月面前放得狠话 那都是用来吓人的 博巡伤心了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婆不管他 这婚还有什么意义 尹欢刚刚还温柔的 娇滴滴地让他抱 哼 女人 尹欢吃完饭 把给时序和英苗苗 准备好的大红包给他们 就起身了 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博巡的肩膀 慢慢喝啊 老公 我回房间睡会儿 太累了 这高跟鞋 他是一分钟都不想穿了 博巡万万没想到 尹欢第一次叫他老公 居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下意识地拉住尹欢的手腕 带着酒气的唇 尹欢抽回手 闻了一下 这味道真冲 博巡你压今晚洞房花竹叶 不会直接喝得醉胜梦死吧 那可真是太好了 省去了很多麻烦哪 尹欢太累了 回到酒店的房间 脱鞋 脱衣服 往白色的大床上一扑 就沉沉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酒店的门被打开 浑身酒气的男人走进来 他先去了洗手间 然后再晃晃悠悠地向着床边走去 一边走一边脱衣服 黑色的西装 白色的衬衣 和红色的碗礼服 错落胶织地放在地上 老婆 博巡重重地落在床上 隔着被子 抱住床上凸起的一团 蹭了蹭老婆的脑袋 迷糊糊地亲在尹欢的头发上 嗯 嗯 久久地亲了一口 然后美滋滋地睡了 尹欢在梦里遇见了痴人的怪兽 他疯狂地跑 可怎么都跑不快 忽然天降巨石 朝他压来 尹欢惊醒 后脑勺传来 带着酒气的呼吸 又重又沉 隔着被子腰间 落了一只光泽的手臂 腿上压着一只光泽的大腿 酒鬼 尹欢骂了一句 推他的手臂 踢开博巡的腿 他钻出被窝 将薄被盖在了博巡的身上 就下了床 因为有很多从远方来的客人 并没有在中午的婚宴结束之后就离开 所以晚上还有酒席 尹欢一袭红裙 明媚娇艳地出现在晚宴厅 尹得不少人侧目 尹欢独自一人在主桌坐下 温柔淡雅地和朋友们一边聊一边吃饭 博总呢 时序凑到他脸侧 他要是一直睡 新婚夜怎么办 把你晾一旁 他也太过分了 博巡中午喝得太多了 睡不醒也很正常 尹欢优雅地品着白葡萄酒 秀眉微微一挑 你看我像在意的样子吗 你师姐 你不在意 宝总呢 他醒来要是发现新婚夜 自己睡死过去了 那不得连补个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三更半夜 时序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 他敢 他绝不会允许 发生那么纵欲的事情 嘿嘿嘿 时序抓起尹欢的细胳膊 包 胳膊拧不过大腿 就你和博总的体型差 体力差 难说 你还是我朋友吗 尹欢淡淡地问 是啊 所以才关心你的婚后幸福生活吗 尹欢轻横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同时被好几个男人追 小叙叙 你要开后宫呀 哪怕我同时和他们结婚 但是不领证 我那都是不犯法的 只是不道德 再说了 时序撩了一下头发 我没有答应任何一个人啊 还好 你小心点 别翻车了 姐妹们 他们只是追求我 我只是 他们的女神 不是女朋友 翻什么车呢 时序的人生信条 就是及时行乐 蓝色吗 生活的调剂品罢了 玩玩可以 不能动感情 这边 尹欢吃饭聊天 那边伯父凑到老婆耳边 咋儿子喝多了 晚饭都没起来吃 今晚还能新婚夜吗 伯母掐了一下他的大腿 你管那么多干嘛 人家小两口 什么时候不能新婚夜 我说你们男人脑子 是不是就只有那种事 伯父揉揉大腿 老婆 话可不能这样说 我是怕儿子 这新婚夜不好好表现 让人家闺女受委屈了 以后不要他了咋办 你儿子脸皮那么厚 牛皮糖似的 黏上了 还能轻易跑掉 伯母挟他一眼 没个正形 你可少给你儿子 树立坏榜样 怎么是坏榜样 他多爱老婆 多身体力行的宠老婆 儿子从小看在眼里 没学个时成时 也该有九成九 按理说 晚宴结束之后 就该各回个家了 可是伯循还没醒 尹欢回到酒店房间 开了灯 他离开之前 盖在薄荀身上的被子 已经被推在了旁边 他浑身上下 只穿了一条黑色的平脚裤 长手长脚地侧握着 伯循喝完酒就睡了 没洗澡 一身难闻的酒臭气 尹欢嫌弃地捏着鼻子 伯循 你就睡吧 睡不思念 新婚夜 洞房花烛 梦里过吧你 尹欢拿了一支笔 在薄荀脸上 画了一个猪鼻子 黑眼圈 大胡子 然后拍了个照流念 伯循新婚夜睡成猪 以后他能拿这件事 笑话他一辈子 没发朋友圈 就算他尹大小姐 心地善良 尹欢灰灰衣袖 走得潇洒 室内恢复了黑暗与寂静 大床上的人动了一下 翻了个身 又沉沉睡去 斗转心仪 天色悄然变得蒙蒙亮 伯循还沉浸在梦中 他和尹欢 好像身处古代 他穿着红色的凤冠霞配 在晚上举行婚礼仪式 在梦里 他们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然后就没了 为什么没有送入洞房 怎么在梦里 也没有送入洞房 他要入洞房 我要入洞房 薄荀在梦里大吼 把自己给弄醒了 薄荀在床上摸 没摸到梦里 身胶体软的隐欢 他还有点晕 醉熏熏地 把被子双手往上一扔 整个人扑到床上 欢欢没有欢欢 薄荀清醒了不少 他开了灯 顶着一张画了猪头的 脸往床上看 我老婆呢 薄荀拿起手机 看着上面的时间和日期 整个人都蒙蔽了 七月九号 凌晨五点 他居然睡了那么久 薄荀捡起地上的衣服 一门浓浓的酒味传来 他嫌弃地扔掉 身上也好大的酒味 薄荀冲进浴室 打开花洒 速速的水流声响起 薄荀慢悠悠地往后退 侧脸盯着镜子 他英俊帅气的脸上 用黑色的笔画的猪鼻子 和猪眼睛 敢在太岁头上冻土的人 除了隐欢 没别人了 他有心情把他的脸 画成猪头 居然不叫醒他 他的新婚夜啊 现实中没有 梦里也没有 薄荀快速地洗了个澡 脸上也洗得干干净净的 穿上酒店准备好的衣服 拿着手机就离开了酒店 薄荀坐在车里 右手用力地拽紧手机 似乎要把手机给捏碎 太丢脸了 丢脸就大发了 他 薄荀 新婚夜 居然一个人过 还全程睡死 还被隐欢给画了个猪头 凌晨五点多的街道车流很少 薄荀几乎是一路急迟 回了他和隐欢的新家 乐园 他和老婆在一起 就是他的乐园 薄荀回到新家 接近六点 别墅十分安静 就连佣人都没有起床工作 薄荀直奔二楼卧室 一路上路过红色的喜字 这些装饰 好像在取笑他 昨晚新婚夜睡死过去 把老婆一个人留下了独守空房 薄荀急吼吼地推开卧室门 里面红色的昏床 还保持着他早上离开的样子 上面铺着的早生柜子 没有半点动过的痕迹 呵 隐欢居然不在这里 薄荀忍不住了 一边往外走 一边打电话 电话响了又响 隐欢都没接 薄荀想要岳父岳母打电话 可如果欧北长辈们 知道他昨晚新婚夜 没有和隐欢在一起 会怎么看他 薄荀咬牙 找 他一定会找到隐欢的 不知不觉 天色大亮 隐欢睡得饱饱的 忽然门口传来巨大的响动 他慢悠悠地坐起来 与气急暴躁的薄荀悠悠对视 比起隐欢的轻松悠闲 薄荀那张俊脸拧着眉 暗暗咬牙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 老子现在非常生气的表情 哟 薄大少爷睡醒了 哟 你还哟 薄荀冲过去 你自己的老公新婚夜睡着了 你就不能叫醒我吗 你拿冷水往我身上泼啊 我皮糙肉厚 我不怕的 为什么不叫醒我 薄荀俯身 将他抵在乳白色的床头 俊脸逼近 高挺的鼻梁 若有四无地青蹭他的鼻尖 呼吸微沉 隐欢 你平时对我那么粗鲁 怎么昨晚就让我睡 你看得惯我睡成那样 不是把他当成死对头吗 不是讨厌他吗 洞房花烛烟那么大的事情错过了 他就不能全打脚踢 冷水冰水往他身上弄 把他强制开机 就由着他傻啦巴唧的 酣睡了十多个小时 他跟个大厦比试的 错过了自己的新婚夜 怎么看不惯呢 我说过的 不管你 你想睡多久 就睡多久 隐欢温温柔柔的淡笑 将他怒气冲冲的脸推开 博寻闻着他手上淡淡的香味 一把就握住了 你凭什么不管我 你就得管我 我是你老公 你是我老婆 哦 隐欢反应淡淡的 脸洗干净了呀 你居然还敢提 博寻更气了 不仅气隐欢 更气自己 昨天喝的太多了 喝妈了 隐欢在他脸上 作话都不知道 唉 青春期的时候 博寻就知道 这辈子 隐欢一定会在他身上 作威作福 把他当庸人士 他没什么意见 宠老婆嘛 男人应该的 可是他的新婚业啊 博寻吼急的 亲了一口隐欢的脸 火急火燎的 开始脱衣服 笑道 老婆 你先别起 现在老公 就给你补过新婚业 隐欢就那么靠在床头 薄被搭在腰间 露出的上半身 只穿了一条 白色的蕾丝边吊带裙 柔顺的黑发 落在肩头 刚好挡住了胸前两侧 趁得胸前那一块肌肤 愈加白嫩 博寻脱了衣服 就去解皮带 皮带扣刚解开 隐欢从另一侧下床 薄寻呆呆地盯着他 你想他窗边 老婆 第一次 你确定 他没意见 但是隐欢会疼的 第一次就在窗边 挑战高难度 隐欢居然还说 自己性冷淡 窗边你个鬼 几点了 还动防花竹叶 隐欢拉开窗帘 让外面的阳光照进来 蓄日东升 夏季的太阳 总是升得很早 才刚八点多 就开始紫外线爆射 将整个大地烤得炙热 我不管 我就要过 薄寻脱了裤子 身上又只剩一条平脚裤 隐欢淡淡地扫了眼 呦 居然还换了衣服的 裤子也换了 看起来 好像是挺有实力的 薄寻注意到他的目光 鼓起自己的腹肌 老婆 要不要过来摸摸 不了 怎么 你老公 我的腹肌 还比不上会所里 那些十八九岁的 年轻男模吗 他们的身材 有我好吗 薄寻绕过床尾 朝他走去 隐欢服 就是一整个眉眼看 薄寻 你能别那么骚气吗 他现在这样子 不像是那个 叱咤风云的霸道总裁 草原上的猎豹雄狮 反而像是个 发情气的骚猫 求偶呢 骚手弄子 有一说一 薄寻的身体 长得是真漂亮 身姿挺拔 胸肌平展宽阔 不像专业健身人那样 夸张鼓起 反而恰如其分 再往下腹肌快快分明 线条流畅漂亮 如超市里 货架上的巧克力 隐欢又将视线 落在他的脸上 健眉 深眼窝 黑尘的眸 高挺的鼻梁 一双嘴角上扬的微笑薄唇 他这长相 从小就自带霸总气质 薄寻带着 势在必得的强劲气势 朝他走去 顺势将隐欢 拉开的窗帘关上 白色的窗帘 虽然不是特别透光 但外面光线太过明亮 这的确不像是个新婚业 从领证算起 已经是第三天了 薄寻啊 薄寻 7月7号领证 都三天了 老婆还没睡到 可太失败了 这么丢脸的事情 可不能被其他损友知道 隐欢摸了摸手 大笔都时时刻刻 为薄寻准备着 他敢强来 先赏他一个大笔豆 新婚业自己喝多了 睡过去的男人 不配补过新婚业呢 老婆刚刚气势凌人 那幽黑深邃的眼神 宛如漩涡 恨不得将他吞噬 真的到了他的面前 他收起了灵力的锋芒 漩涡变成了浓浓的郁面 低下头往他白嫩的景象凑 酒后睡迷糊的嗓音微雅低沉 比平日更有雌性 新婚业新婚业已经过了 薄寻 那就度蜜月 我们刚结婚 我要和你度蜜月 薄寻手臂长 趁他不备 将他揽住他的细腰 将他搂入怀里 他好像没有这么亲密的 和隐欢贴着 他没穿衣服 而隐欢只穿了一条 极为单薄的水裙 薄寻下颌搭在他的肩上 从他的角度 能依稀看见他 左侧锁骨上细小的黑痣 以及白嫩的胸乳上 还有一颗黑痣 他之前都不知道呢 原来欢欢那里 还有一颗痣 好性感 想轻轻 薄寻眼中的欲念 欲加贪婪痴狂 欲火中烧的 让他喘息声沉重 手臂鼓起肌肉线条 将他胶软的腰肢 牢牢禁锢住 没等他回答 薄寻在他肩上 放肆地辗转亲吻起来 宝宝 你叫我什么 隐欢差点被耳旁 低沉性感的喘息声 勾得心痒难耐 心里酥酥痒痒的 如千万只蚂蚁 在爬似的 可薄寻的一句宝宝 让他脑中一个机灵 只有我爸妈 我爷爷才这样叫我 宝宝两个字 从长辈嘴里喊出来 是万般的宠命 而从薄寻的口中 喊出来 竟然有种勾人撩拨的感觉 也有点像在对他撒娇 新婚夜不让我过 叫你一声宝宝 还有专利是吗 你看我今天要不要 把你拐去度蜜院 薄寻将他轻松抱起 一转身 就将他放在了 薄荷绿柔软的大床上 薄寻朝他压下去 尹欢右手捂着他的嘴 不让他轻 左手往他肩上捶 你活该的 谁让你新婚夜睡过去了 薄寻眼神黯淡又委屈 都是他的错吗 他心疼他酒量一般般 昨天那么多客人 他帮他挡酒 把自己给灌醉了 错过新婚夜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错 所以抵消了 薄寻舌尖舔他的掌心 尹欢猝了一下没 你烦死了 总这样 他以后都不想 用手捂他的嘴巴了 欢欢 将他散落在胸前的头发撩开 欢欢好白啊 肌肤娇嫩 还有香味 薄寻眼底狂热 因预念和酒后沙哑的嗓音 往他耳里钻 你确定 现在不和我补过新婚夜吗 不 那什么时候 薄寻也想让他心甘情愿 他们之前有协议的 尹欢也没有说不过夫妻生活 看我心情吧 毕竟昨晚可是我们的新婚夜呢 你就那么睡死过去 把我晾在一旁 我好伤心啊尹欢纤细的手臂抬起 手指抓着他的发丝丸 所以薄大少爷主动权现在在我手里了 啊 啊也是这样 昨晚我给过你机会的 在你脸上哗哗都不行 怪谁呢 尹欢明媚娇艳的淡笑 语气轻挑挑的 怪你 呵 尹欢抓他头发 薄寻顺势脑袋一滴 埋在他的胸口 哦 亲到了 信号信号 真踏马得软 薄寻 尹欢生气了 你在干嘛 薄寻头也不抬 含糊不清地回答 蹭蹭老婆 德兄 起开 嗯 薄寻闷闷地呼吸 薄寻的头发 蹭到他的下巴上 脖子上 很痒 胸前埋了一张脸 还在粗重地呼吸 那么热 那么长 原本被空调吹得冷冰冰的卧室 也阻挡不了他胸前的热气 薄寻尹欢的声音 不自主地带上了几分娇媚婉转 娇滴滴地 像是在调情 明明只是叫了他的名字 薄寻却感觉热血沸腾 下腹一紧 薄寻身体僵住 一动不动 尹欢也不敢动了 他能感觉到 现在的薄寻十分危险 叙事待发 时序说得不错 以他和薄寻的身高差 体型差 体力差 他这种养尊处优 娇生惯养的千斤大小节 根本无力反抗 薄寻呼吸沉沉地 缓缓抬起头 双手撑在他的两侧 支起身体 压在他身上的重量抽离 他脸颊微红 克制地吞了一下口水 颈向上凸起的喉结上下滑动 老婆起开 尹欢无情地拒绝他的撒娇求欢 薄寻委屈像大狗子 凌乱的发丝都搭了了起来 他不想起 又去蹭尹欢的脸 蹭他的肩膀 暗雅地说 你要帮我 行啊 像之前在医院那样吗 你现在是我老婆了 之前那样 是不是太敷衍了 薄寻邪坏地勾了一下唇 然后抓住了他白嫩纤细的手腕 尹欢 薄寻你真狗 我把浴室借给你 不 我叫老婆 薄寻贴在他耳旁低压的补充 的手 尹欢耳阔飞红 薄寻真的太骚了 居然那么直白 可他尹大小就不愿意啊 白嫩娇软的小手 给薄寻握着 直接擦过他的肌肤 往下落 他从小到大 都不是任人摆弄的人 只要他不愿意的 就连爸妈都不会让他做 除了和薄寻联姻 他手指往下一嵌 指甲划上了薄寻的肌肤 薄寻显然没料到 尹欢会弄伤他 眼里的情欲逐渐散去 薄唇微张 好疼 你不是皮操弱厚 怎么对你都可以吗 你书解你那狗屁欲望 是你自己睡过去的 尹欢空着的右手 推开他的脑袋 本小姐大发慈悲 允许你进我的浴室 已经是恩赐了 你还不去 还想让我帮你 白日做梦呢 尹欢刚松开 薄寻脸皮后 又眼巴巴地凑了过来 那我还要谢谢你的恩赐 不用谢 不行 必须谢 薄寻往他唇上倾 尹欢抓狂 如果薄寻表达 谢意的方式是轻轻 那就更加不用了 混蛋 恶魔 臭男人 还轻 不能呼吸了 大脑缺氧 压在他身上的身体 也变重了 好难受 薄寻只让他呼吸了一下 新鲜空气 又将唇半覆了下来 黏糊糊地清了许久 越清 薄寻越难受 浑身紧绷着 欢欢隐欢被清得浑身发软 白嫩的肌肤泛红 如一朵含苞待放 娇羞欲滴的红玫瑰 他温柔地说着凶狠的话 看过那个新闻吗 两百块一根 你要是不能控制自己 我就帮你一劳永逸 薄寻虽然没有看过那个新闻 但也猜出来一点 太狠了 还没用过 怎么能捡了 薄寻默默地起身 朝着尹欢的浴室走去 途中 他还摸了一下自己的腰侧 尹欢留下来的抓痕 泛起红血丝 看起来娇滴滴的 动起手来可真狠 尹欢的浴室好香 浴室里白瓷瓶中 插着几朵粉色的玫瑰 宽大明亮的镜子周围 镶嵌着白色的珍珠 每一处都透着精致滑柜 薄寻脑中出现 尹欢在这里脱衣服 洗澡泡澡的模样 他一手撑着白色的墙壁 瓷砖冷冰冰的温度 传到他掌心里 越想尹欢越是欲罢不能 要命 那小妖精还不让他得逞 坏死了 他躲得了今天 躲不了以后 尹欢 你给我等着 尹欢和薄寻 在婚前就说好了 要去度蜜月的 尹欢极其不耐 和薄寻上了飞机 在这个燥热的夏季 他们选的旅游地点是冰岛 七月的冰岛空气凉爽 没有了京城那么燥热的气候 好像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温和起来 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尹欢挡在门口 不让薄寻入侵 薄寻站在他面前寸步不让 一只脚伸进去 几乎挨着他的拖鞋 尹欢 这新婚夜你到底让不让我过 不让 薄寻低头 凭什么不让 明天要去看火山 去泡温泉 我要好好休息 至于新婚夜 尹欢白嫩的手指 在他胸膛戳了戳 回国之后不及你 不及我 薄寻嘴角忍不住上扬 你说话算数 当然 我不喜欢在外面玩 还筋疲力尽 只能躺在酒店里度蜜月 不是我喜欢的 那 我能抱着你睡吗 薄寻 你不要得寸进尺 尹欢往后退 不许 薄寻就比他大两岁 这个年纪的男人 泽泽 能有几分的控制力 嘴上答应的好好 实际上鬼知道能不能克制住 他又不傻 尹欢淡淡的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们婚房里的床 还是原封不动的 度完蜜月之后 回去睡啊 尹欢还需要心理准备 来接受和薄寻 同床共枕这件事 虽然答应了和他结婚 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 他需要时间 新婚夜薄寻睡了过去 于他而言并不是坏事 要把薄寻从讨厌鬼死对头 变成丈夫 和他同心同力 还挺考验他的 尹欢的声音 娇娇软软软的 手指若有似无的 在他胸膛轻戳着 他的指甲 是为了结婚而做的 很精致 无名指的指甲上 甚至点缀的是真的钻石 那样才有纪念意义哦 是吧 薄寻语调温温软软的 上扬的就像钩子似的 薄寻习惯了 尹欢奶兄奶兄的 语气和表情 这么温柔 还有点不太适应 他没说话 鬼使神拆地握住了 他白皙的手腕 薄唇在他手背上 落下一个吻 尹欢的手涂过护手霜 是玫瑰香味的 不让他碰可以 浮力不能少 不 不不 薄薄唇沿着手背往上倾 很快就到了手腕处 大有一副继续向上 倾倒无休无止的架势 尹欢扭动手腕 躲开 我困了 明天还要去玩 早点睡 薄寻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但想到尹欢说的 回国之后补给他 那么一算 回国之后那一周 他可以和尹欢天天 兴奋 薄寻兴奋得差点没睡着 第二天 俩人就出去玩了 冰川去了 虎金看了 火山看了 冰冻冒险去了 福钱去了 露天温泉泡了 烤全羊吃了 各种的鱼类 虾类吃了 还不到八月 没有能看见冰岛的极光 准备启程回家前一晚 薄寻洗完澡 拿了一瓶红酒 和两个酒杯 敲响了尹欢的房门 薄寻站在门口 将睡袍的领口往下拉 他和尹欢都结婚了 居然还要用身体诱惑他 他自认为 自己的身材 比那些什么狗屁男模 好了千万倍 尹欢能被那样的身材吸引 没道理不被他吸引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明天回去坐十个小时的飞机 一路都在休息 他今晚想抱着老婆睡 尹欢没有来开门 好奇怪 之前他每晚都来骚扰尹欢 尹欢虽然不待见他 但不会把他关在门外面 不理不睬 他在洗澡吗 薄寻又等了几分钟 敲门还是没人硬 不会出事了吧 薄寻打开门冲了进去 卧室里漆黑一片 薄寻开了灯 才发现尹欢躺在床上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这么早就睡着了 他这美容觉睡得这么久 他以后是不是回家吃了晚饭 就要把老婆往床上拐呀 否则时间都不够他发挥 老婆就要睡美容觉了 以尹欢的性格 绝对会把他推开 呜 尹欢红唇微张 好疼 薄寻准备悄悄地爬上床 文言瞬间凑到尹欢的脸侧 才发现他没睡着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婆 你别吼啊 尹欢脚软不耐地睁开眼睛 我姨妈疼生离气 说好的回去给他补过新婚夜 他生理期来了 你等等我 薄寻一转身 把酒喝酒杯拿出去 这可不能让尹欢看见 他那意图不轨的行为太明显了 薄寻过了几分钟 端着一杯红糖水进来 扶着尹欢坐起来 他小口小口地喝了红糖水 身体软软地又要往床上倒 薄寻趁机钻进了他的被窝 将尹欢搂在怀里 隔着睡裙在他的小腹上 顺时针地揉着 有没有舒服一点 再往下点 薄寻鼻息间是尹欢身上的香气 胶软白嫩的身体 乖顺地窝在他的怀里 他双腿蜷缩着 似乎是因为冷 小腿往他的腿缝里塞 让他压住他的腿 现在还说什么 让他再往下点 手掌从尹欢的小腹 往下移了一点点 这里吗 尹欢蹭了蹭他的手臂 胯骨中间呀 原来生理期是那里疼吗 薄寻温温柔柔地 给他按揉着胯骨中间 很私密的部位 只有他这个当老公的 才能碰到的部位 薄寻揉着揉着 尹欢在他怀中睡着了 床头微黄的闭灯亮着 他的睡颜静谧 呼吸很轻 柔顺的末发散开 那些发丝一半挡住了 他的肩和胸膛 另一半披在后脑 轻轻贴着他的胸膛 夫妻俩这么睡了一整夜 第二天 薄寻是被怀里的动静给弄醒的 他下意识地搂紧了尹欢 不让他走 好不容易才有机会抱着老婆睡 别动尹欢气得不行 他没法不动呀 他要去洗手间 腰间的手用力地禁锢着他 他休息了一晚 已经有了力气 一巴掌拍过去 薄寻被拍醒了 我昨晚给你揉了那么久 你一醒就打我 放开 我拒绝 薄寻 你讲点道理 我生理期 我要去洗手间 尹欢红着脸吼出来 薄寻混沌的脑子终于反应过来 他掀开被子 将尹欢抱起 尹欢也不挣扎 任由他抱 薄寻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到马桶上 转身出去 薄寻站在床边 白色的床单上落了血 唉 女孩子生理期流血七天 好可怜 还那么疼 尹欢出来后 注意到薄寻发呆的侧脸 有病啊 盯着床单一直看 薄寻尔阔瞬间爬上一抹羞红 他脑海中 刚刚真的出现了一些变态至极的想法 床单上的血 是从尹欢身上收拾收拾 吃个早餐就去机场了 你能走吗 薄寻担心他 我不能走 不是还有你吗 你可以抱我呀 尹欢撩撩长发 我的身体 现在除了不能和你动防花竹叶 别的都可以 尹欢你真狠 哪壶不开提哪壶 回去的飞机上 尹欢一路都不客气地指使薄寻 现在他生理期 宠着他点 游着他点 等他生理期过后 再变着花样地欺负他 回到京城时 来接他们的是尹欢的司机陈瑞 尹欢嫁给薄寻了 之前在尹家负责照顾伺候尹欢的司机 还有两个庸人也跟着换了工作地点 跟着去新家伺候尹欢 陈瑞放好俩人的行李 回到驾驶位 他一边系安全带 一边透过车内后视镜 看后座的俩人 尹欢一袭红裙 神色慵懒地靠在薄寻肩上 白嫩的手臂微垂着 须须地搭在薄寻腿上 旋即薄寻握住了那只手 爱怜欢喜地妈撒着 一趟冰岛之行 他们之间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剑拔弩张了 一回到京城 外面阳光炽烈 强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 空气里传来蝉鸣 燥热的环境 加上生理期 让尹欢有些烦躁 他醋了醋眉 想吃冰淇淋 要香草味的 你在想什么 还冰淇淋 不许吃 薄寻虽然对女孩子的生理期 不太了解 但基本的常识 还是知道的 不能碰冷的 吃冷的 吃辣的 他还想要冰淇淋 他怎么不想要它呢 尹欢抽出手 不让他摸了 薄寻一把抓回来 放回他腿上 生理期结束之后再吃 你自己的身体 尹欢你能不能上点心 非要让他凶他才听吗 你好烦 等我们老了 我都还要在你耳边念叨 薄寻眼底有几分得意 哼 等你老了 我给你推轮椅 然后我去和年轻的小帅哥跳舞 切 老了我们两谁照顾 谁还不一定呢 薄寻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 他也就比他大两岁 身体素质杠杠的 老婆不许他抽烟 以后会更好 说的也是 也许你老了 我压根就不想照顾你 最多给你找俩保姆 隐欢淡淡地笑了 薄寻暗暗咬牙 老婆现在生理期 不舒服 一路回到新家 隐欢看着门口的别墅 名字十分不爽 你是会取名字的 还乐园 怎么不叫伊甸园呢 要改吗 薄寻目光惩挚 隐欢无语至极 他是不是傻 他随口说说而已 到底改不改啊 你喜欢叫什么 就叫什么了 薄寻可不想在这点小事上 和他计较 大事是夫妻生活 这些都可以由着隐欢 要不叫循欢别墅 循欢乐园 循欢作乐 薄寻下了车 快速地绕过车尾 想迎接他下车 再抱他进去 薄寻动作飞快 但同一侧的司机陈瑞 比他更快地下车 打开车门 大小姐 欢迎回来 薄寻黑着脸 一抱起 隐欢就兴奋起来 老婆 我们回家了 小夫妻俩的身后 陈瑞上车之后 目光阴侧侧的 隐欢累了 薄寻将他抱上楼 俩人的婚房 婚床还是结婚了十天之后 第一次进 就连婚床上铺的早生柜子 都没有动过 薄寻放下隐欢 豪气地将被子拽起来 将红枣 花生 桂圆 莲子扫落到地上 红色 隐欢看着 就有种热的感觉 他坐在了沙发上 漂亮的毛子 环顾新家 喜字贴的也太多了 什么时候能撕掉 之前车里就犯困了 不睡觉吗 薄寻蹲到他面前 昏床啊 等会儿 隐欢话音刚落 端着西瓜汁的郑晓进来 小姐小姐 你的西瓜汁 隐欢含着西瓜 喝着西瓜汁 视线与薄寻对视 他这是什么眼神 他也想喝吗 让他的庸人给他准备啊 隐欢没喝完 还剩下三分之一 递给了薄寻 薄寻也不嫌弃 一口干了 沙发上到床边 也就挤不入 薄寻都不让他走 单手就将他抱起 又来这种抱姿 他真的好喜欢 在他面前 展示自己的体力 隐欢躺在床上 眼睛还没闭 就看见薄寻开始脱衣服 停 薄寻修长的手指 落在衬衣扭扣上 下额轻挑 理由 你不工作吗 薄寻不是机器 工作哪有陪老婆 休息重要 薄寻躺下来 隐欢就往旁边挪 薄寻神色一按 没有像之前那样 追上去粘着他 抱着他 而是就这么侧头 看着他的鲜薄的后背 结婚了 好像才是第一步 十几岁的隐欢 在和时序聊天的时候 说过他的理想型 温润如玉 斯文尔雅 白皙干净 他那时候暗恋的陆森潭 就是那样温润的人 清清俊俊 带着和风细雨般的笑容 暗恋过又怎么样 一直在隐欢身边 薄寻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 悄悄挪过去 隐欢已经睡着了 呼吸清浅 睡颜安密的 像静静开放的白玫瑰 薄寻小心翼翼的 将他散落在胸前的头发 一缕一缕地撩到耳后 露出白皙的肩和一点后颈 他凑过去清 几个稳落在他的箱间 确认隐欢没有醒来的迹象 动作大胆地起来 箱间 后颈 手臂 后背 都没能逃过他的唇 仿佛这样 就能给隐欢打上标记 隐欢这一觉睡了许久 醒来时 已经天色黑了 若目所及的环境太陌生 那些红色的喜字刺眼 红儿的床单 也让他十分不喜 隐欢下床之后 就让郑小来 换了床单被套 隐欢慵懒优雅下了楼 薄寻呢 小姐 姑爷他出去应酬了 雨果笑着回答 小姐 你刚醒就关心姑爷 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他了 隐欢翻了的大白眼 随口问问而已 他不再更好 你再胡说八道 你就给我回去 不嘛 我就喜欢待在小姐身边 伺候小姐 雨果乖巧甜美地笑着 小姐这样漂亮的大美人 看着他就心情好 薄寻虽然去外面应酬 但是他九点半就回家了 隐欢和他带来的两个庸人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薄寻扫了眼综艺节目 里面那些人哈哈哈哈地笑着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感觉蠢兮兮的 薄寻走过去 郑小和雨果 十分默契地 换到另一张沙发上 薄寻挨着隐欢坐下 刚坐下 一直白皙地偶臂伸过来 撑着他的胸膛 洗完澡再来挨我 你身上很臭啊 臭吗 薄寻闻了一下 是有一点烟酒味 大小姐真是难伺候 挨一下都要洗了澡才行 隐欢盯着电视 嘴角上扬 臭薄寻握住他的手腕 将他抱住 传给你 嫌我臭 我们一起臭 你现在也是臭轰轰的 薄寻 隐欢生气了 薄寻见兮兮地去贴他的脸颊 我们是夫妻啊 有难同当 有夫同享 大不了我帮你去洗澡 我亲自给你洗 给你洗白白 好期待啊 好想给宝贝 欢欢洗澡 可以自意地摸遍他的全身 在他的身上 打上白色泡沫 尽情揉捏 谁稀罕你给我洗啊 薄寻你 真是一天不犯见 就浑身难受是吗 我已经洗过澡了 你瞎吗 隐欢一巴掌拍过去 滚开 本来生理期就不能动目 容易引起血崩 可是薄寻这个贱人 他洗了澡的 那边的郑小雨果健壮 悄悄地离开了 大厅里只剩下俩人 薄寻更加大胆 将他抱在腿上坐着 隐欢美好气地盯着他 轻轻地在他脸上拍了几下 说 是不是喝多了 没呢 没 没有喝多 连我有没有洗过澡都看不出来 你在想什么 隐欢质问 薄寻笑了 他这倒有点新婚妻子的自觉 知道管老公了 就是想挨着你 薄寻见嘻嘻坏笑 都结婚十天了 所以呢 新婚夜睡过去的 又不是我 隐欢白嫩的小手 摸着他的衣领 薄寻 你记住 是你让我没有新婚夜可以过 新婚夜当天没有过 但是我可以让你以后天天过 哼 别说大话 隐欢冷哼 漂亮的眼睛露出不屑 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 你他喵的 总怀疑老子不行 我凭什么不行 是你现在生理期 生理期过后 我们走着瞧 隐欢淡笑 还能走呀 那说明也就那样吗 薄寻气炸了 薄寻捏着隐欢的下巴 结婚了 也还是把他当死对头一样的对 这么漂亮的唇 怎么就不能说一句 让他开心的话 比如老公 亲亲我吗 老公 我好想你啊 老公 抱抱我 老公 我们一起洗澡啊 这种缠绵的 恩爱的 撒娇的话 他什么时候才能对他说 薄寻气重重吻上他的唇 捏着他的下巴 他也逃不掉 一个刚洗过澡 身上带着沐浴露的香气 一个刚刚应酬回来 身上是烟酒的气息 两种不同的气味 交织在空气里 隐欢娇滴滴地喘息着 暧昧婉转的身影 从唇角一出 薄寻撵着他的唇半 撬开他的牙关 与他的小舌作息填水 这番追逐嬉戏下来 隐欢身上白嫩的肌肤 都泛起了一抹娇羞的粉红 他胸口起伏着 软绵绵的小手垂过去 你要死啊 接吻的时候 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 你想把我亲死吗 才结婚 你就想丧偶了 薄寻任由他打 见嘻嘻的坏笑 不是 我下次注意 什么下次 不许亲了 那可不行 薄寻将他抱起 我们回房再亲 大厅里有监控 他知道有监控 还在监控下面亲他 坏死了 隐欢不用自己走路 就捏捏薄寻的耳朵 摸摸他的喉结 故意勾他 吊他 薄寻呼吸越来越重 眼里浴火翻腾 大小剑 几天后 你会为现在的行为 付出代价的 隐欢小手色缩了一下 哼 外强中端的直老虎 我会怕你 薄寻声音低沉 大话已经放在这里了是吗 到时候 谁敢退缩 谁是小狗 隐欢傲娇的轻哼 不服 只要他还没体会过 他就不服 十个男人 十个都说自己气大火好 鬼知道到底好不好 薄寻抱他回到卧室 看见换过的床单 甚至就连卧室里面 红色的喜字都不见了 算了 这点小事 不和老婆计较 还要再洗一次吗 不要了 隐欢觉得他特别烦 他看电视看得好好 一来就打扰他 特别见 薄寻将他放在床上 就去洗澡了 隐欢拿出遥控器 将隐藏在天花板上的 投影幕布放下来 接着刚刚的综艺继续看 薄寻飞快地冲了的澡 穿着一条黑色的平角裤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就那么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 以往他住在距离公司 附近的公寓 不应酬的时候 阿姨给他做好饭就离开了 回家里面清清冷冷的 现在不一样了 他结婚了 有老婆了 家里热热闹闹的 虽然老婆现在还不爱他 虽然他老婆金贵娇惯 脾气又大 需要很多人伺候 但薄寻只是看见隐欢 哪怕他板着脸 也心情愉悦 他拿出吹风机 插好 然后抓起隐欢的手 老婆给我吹头发 隐欢盯着放在掌心里的 黑色吹风机 烫手山芋一样地扔掉 做梦 你帮老公吹一下头发怎么了 我头发这么短 就耽误你一分钟 老婆生理期 他制造一点别的亲密接触 怎么就那么难 隐欢白了他一眼 薄寻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自己吹过头发 你凭什么觉得 你是例外 他一直都是别人 给他洗头做头发做护理的 薄寻 扎心了 他不是例外 薄寻一把扯掉吹风机的插头 带着怒气地放在一旁 他顶着湿发上床 刚洗过澡 房间里的冷风一吹 身上自带一股凉气 大手刚碰到隐欢 他轻声 撕薄寻僵住 怎么了 你手太冰了 别摸我 薄寻搓了搓手 掌心温热起来 才将他搂入怀里 他闻了一下 隐欢发丝间的香味 以后 我给你吹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你不想伺候我 我伺候你也不行 你就稀罕稀罕我 会死啊 薄寻抓起他白嫩的小手 放在唇边亲吻 他放肆地盯着 隐欢漂亮的侧脸 他本来看着屏幕 忽然侧头 俩人目光相对 薄寻的唇 还贴着他的手背 眼神却描摸着他的眉眼 穷鼻 红唇 眼底欲燕喧 我的手是废了吗 我连吹个头发都不会 薄寻颠颠他的手腕 我手好着呢 我怕你弄伤 我精心养护的头发 你就做自己 擅长的事情不行吗 隐欢淡淡地收回视线 就非要折腾他是吗 薄寻语气委屈了起来 那不是现在你生理期 我擅长的事情做不了啊 隐欢抽回手 一天天的 脑子里全是那些 乱七八糟的色色想法 隐欢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下了床 薄寻视线跟着他的身形转 隐欢去了一趟洗手间 回来就关了投影 背对着薄寻睡觉了 薄寻灰溜溜地跑去外间 用了三十秒 就把头发吹干了 然后搂着隐欢 他知道隐欢还没睡着 薄唇清了清他的肩膀 明天中午 我回家陪你吃饭 不用 为什么 薄寻伴在他肩上如洞 嗯 隐欢肩上发痒 我明天要去公司 我爸说给我安排一个职位 薄寻 他还真的婚后要去上班啊 婚前当隐家的掌上明珠 婚后竟然跑去上班了 外人怎么看他 薄寻犯起了愁 隐欢背对着他 看不见他皱起来的剑眉 沉沉睡去 第二天 薄寻等在隐欢的衣帽间 看见他穿着白衬衫 搭配一条粉色的包囤裙 长发微卷 那张本就精致漂亮的小脸化了妆 穿着高跟鞋走出来 还挺有职场女精英的饭 薄寻想了一晚 也能理解隐欢 想要去隐家公司工作的心情 虽然岳父现在才四十五岁 但已经亲戚在基于隐家财产了 他们都觉得隐欢嫁出去了 以后隐家的财产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思想 还停留在以前的封建社会 认为要男人才能继承家业 他只是不想让隐欢太辛苦 他一直都没有接触过那些 薄寻拍起了掌 我老婆好漂亮 一看就是职业女强人 换个衣服还拍掌 薄寻你不要太夸张了 薄寻一把将他抱起来 你穿高跟鞋不方便下楼 我抱你 我自己走 你自己走太慢了 万一崴到怎么办 薄寻抱得紧紧的 闻着隐欢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以后宫市上遇见什么不懂得问题 就来找我 嗯 隐欢敷衍地应了一声 薄寻美滋滋地抱着他下楼 后来隐欢了解了别墅构造才知道 这里面是有电梯 然而那个时候 薄寻已经抱着他上楼下楼无数次了 薄寻那个心机狗 隐离集团总裁办公室内 隐欢坐在总裁位置上 懒洋洋地转动着黑色真皮座椅 隐妇站在桌旁 宝贝 你真的要来上班啊 这刚新婚啊 隐欢慵懒地撑着夏合 我和薄寻有什么新婚好过的 一个新婚夜睡死过去的心吗 哼 就该冷落他 宝贝 趁年轻 该体会的浪漫生活 就要去慢慢体会 工作什么的都不重要 爸爸还能工作十几年 二十年 隐离舍不得宝贝女儿 把心思都花在工作上 虽然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但她的女儿 可以自意地享受生活 只要她想 她能为她以后铺好路 爸 我不练出点本事 那些人惦记着我们隐家 恨不得吃我们的肉 喝我们的血 隐欢一想到表哥 就生气 霍寒算什么东西 城南那家义乐商场 就交给宝贝去管理好不好 你先试试 如果不喜欢 再换别的 隐离知道 她在办公室里 肯定坐不住 不如就让她做点别的事 好的 谢谢爸爸 隐欢起身 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 隐欢心情愉悦地走出办公室 下楼 楼下大厅里 隐欢远远地就看见了霍寒 霍寒也看见了她 不再和前台纠缠 大步跑到她面前 妹妹 霍寒喊得大声 你怎么来公司了 我在公司 我想来就来啊 隐欢饶有兴致地盯着她 表哥 你刚刚在干吗呢 不会是想闹事吧 隐欢笑得温柔极了 语调婉转上扬 那我可要让保安 把你赶出去了没 我就是之前 你结婚那晚 不是说错了话 我来向姑父道歉 霍寒只是没想到 隐离竟然不见她 她祈求道 妹妹 你来得巧了 带我上去好吗 呵 隐欢冷哼 你要道歉 是不是应该先找我呀 你是被人打伤了脑子吗 现在变得更蠢更傻了吗 霍寒在医院住了十多天 今天刚出院 就来着急的找隐离了 超级有钱的亲戚 可就这么一个 金闪闪的摇钱树 关系不能搞僵了 隐欢早晚都是薄家的人 她以后在姑父面前好好表现 说不定继承人的位置 还能是她的 我没空呢 很忙 至于我爸 他也忙 表哥我觉你的病还没有好 回家养着吧 隐欢看见她就烦 大厅门口的保安一直注意着这边 看见隐欢的手势 立刻气势汹汹地过来 霍寒被两个身高体壮的保安 夹着弄出了大楼 他也不敢大喊大闹 来日方长 他今天忍了 隐欢走出大楼 陈瑞撑着伞 兢兢业业地陪在她的身侧 不让她晒到一点太阳 大小姐 我们接下来去哪 城南义乐商场 隐欢浅浅地笑了 我爸说以后给我管 陈瑞啊 你家大小姐 以后可不是只吃喝玩乐的人了 我相信 大小姐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陈瑞恭敬地打开车门 车里空调开着 温度刚刚好 陈瑞上车后 将准备好的焦糖奶茶递给她 虽然是夏天 但是隐欢生理期 不能喝冷的 隐欢小口小口地喝着奶茶 保询给她打电话 阴魂不散 回家就能见到 打什么电话 隐欢一边吐槽 一边接起了电话 陈瑞开着车 双手陡然收紧 老婆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你很闲吗 隐欢劈头盖脸地对她 薄荀刚从会议室出来 就着急地询问她的情况 结果那位大小姐 压根就不领情 对 很闲 闲得淡疼 所以想骚扰你 只要大小姐你说一声 我马上就去找你玩 淡疼就去治 别来找我 隐欢笑了 薄荀身后的高管助理 全都禁声 甚至不敢悄悄窥探薄荀的表情 总裁可真是不拘小节 薄荀走进办公室 碰得关了门 将那些试图探究的视线 隔绝在门外 一声之不好 要大小姐你来治啊 薄荀吊锒铛地坐在沙发上 你生理期结束 就能治了 流氓 滚 隐欢挂了电话 办公室内薄荀听着嘟嘟嘟的声音 夫妻之间流氓点怎么办 缓缓脸皮太薄了 是因为害羞吧 唉 薄荀真想回到举行婚礼那天 她保证不喝那么多 伴郎伴娘就是帮他们挡酒的 为什么到最后 还是她喝得最多 晚上 薄荀回到家 就看见坐在漂亮的玻璃花房的秋千上看书 她穿着白裙 长发披肩 不知道看的什么书 书中是什么内容 她微微醋眉 眼底有些茫然 薄荀的身体比大脑更快 直直朝着玻璃花房走去 薄荀一步步走进尹欢 为她打造的玻璃花房 很适合她 她就那么安静地坐在里面 好像花中精灵 纯白洁净 仙气飘飘 薄荀挨着她坐下 老婆尹欢一惊 你走路没声音的 吓死人了 估一下你的 看什么书 那么认真 薄荀扫了眼 财经管理 虽然她并不觉得 尹欢现在开始学习晚了 但她有必要 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吗 她希望尹欢婚后 能和婚前一样 无忧无虑 自意地享受生活 但是她也尊重尹欢的想法 有什么不懂的 我给你讲 没 真没有 我刚刚在外面 看见你皱眉了 尹欢白了她一眼 我那是因为饿了 下次 我就不等你回家吃饭了 好 我的错我的错 让老婆大人等久了 饿着老婆你的肚子了 老徐凑过去贴她 尹欢放下书 双手撑着她的肩膀 薄荀 我严重怀疑 你是不是换了什么皮肤饥渴症 怎么随时都想贴贴 对 我有病 老婆快让我抱抱 缓解缓解 不然我好难受 身上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似的 抓心挠肝的 薄荀一把抱住尹欢 俊脸埋在了她的胸口 尹欢 臭流氓 蹬鼻子上脸 薄荀 放开 薄荀 嗯 尹欢抓她的头发 贴贴就贴贴 你这是在干嘛 你还没断奶吗 你多大了 二十四岁了 薄荀鼻息间一片香软 尹欢扯着她的头发 垂她肩膀 胸脯轻微地起伏着 好月 薄荀舍不得离开 薄荀 听出尹欢的声音 真的生气了 薄荀意犹未尽地抬起头 黑沉沉的眸 染上浓稠的欲念 与她对视 她声音低哑 宝宝尹欢 没好气地将她推开 整理好凌乱的衣服 起身就走 然而没走两步 薄荀从后面追上来 一只手扣住她的腰 将她抱起 你好烦啊 我自己走 趁年轻 我多抱抱你 以后老了 我就抱不动了 薄荀喜欢抱她 娇娇软软软的 特别可爱 尹欢无语地翻白眼 薄荀习惯了尹欢的大白眼 不怒反笑 你就珍惜吧 能让我抱的女人 就你一个 谁稀罕啊 我又不是残废了 尹欢扯她的衬衣 下流无耻 薄荀真心觉得 自己骨子里就是贱的 尹欢骂她打她 她是独一无二的 晚上 薄荀洗完澡 自己吹了头发 上床之后 就往尹欢的身边凑 温热的手掌 隔着单薄的睡裙 落在尹欢的小腹上 顺时针揉着 尹欢靠在床头 眼眸流转 冷冰冰地盯着她 做什么 生理期啊 我给你揉揉 不用 薄荀动作一僵 不疼了是吗 不疼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哎 我就一工巨人 工巨人薄荀 依旧没有把手一开 自己的老婆 吃点豆腐怎么了 胸都埋了 尹欢凉凉地勾起唇角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那是想给我揉小肚子吗 你是想占我便宜 嘿嘿 被老婆发现了 薄荀粘腻地贴着她 那你让不让我摸摸 不让 薄荀就知道是这样 一问就是拒绝 那她为什么要问呢 直接摸就好了 呜 尹欢感觉到 那只灼热的大手 在她大腿上游走 指尖就像窜了火似的 她目光格外地炙热 火辣辣地 观察她的反应 欢欢也是很喜欢亲密接触的吧 一碰她就软了 声音娇滴滴的 眼神迷蒙 脸颊也泛红 生理期 你能不能消停点 尹欢愤怒 薄荀 如果你这么不尊重我 你就给我滚出去睡书房 才结婚多久啊 就赶老公去睡书房了 女人 好残忍 不让我摸 那你来摸我 薄荀脸皮厚的不行 抓着她的手 往她腿上打 尹欢摸到一手的腿毛 更嫌弃了 薄荀还不放开她的手 在大腿上妈撒着 忽然 薄荀大腿一疼 撕 薄荀从被子里抓起尹欢的手 她白皙的手指尖松开 几根腿毛轻飘飘地掉下来 大小姐 你好我头发就算了 腿毛你也罢 疼死了 你腿毛太丑了 尹欢抽出手 嫌弃地在她睡衣上擦了擦手 丑 她一个大男人 难道要像她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子一样 做全身脱毛吗 大腿小腿 白白晶晶的 那岂不是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所以 你是喜欢那种一点腿毛都没有的男人 那是公公吧 薄荀记得 电视剧里面的太监都没有胡子 不知道有没有腿毛 薄荀 我如果喜欢你 你什么样我都喜欢 我不喜欢你 所以 你什么样我都不喜欢 尹欢低头玩手机 薄荀垮着一张帅气的脸 大小姐什么时候才能喜欢她 她难道要改变自己 变成那种温润如玉的男人 尹欢喜欢的 也不是真实的她 而是伪装的她 薄荀靠在床头发呆 不知不觉 尹欢已经放下了手机 侧卧着睡了 躺在尹欢身边翻来覆去 她心里闷闷的 唉 久违的黑暗的房间里 叹了一口气 啪 一巴掌落在她的胸口 薄荀正正的 老婆 你还没睡着 你跟李渔打挺似的 摆来摆去 我怎么睡得着 尹欢小腿踹过去 你再给我动 就滚下去 薄荀抱住她的腰 将脸埋在她的肩上 老婆 这样我就不乱动了 尹欢妥协 只要她不跟多动正式的 一晚上不消停 就让她抱吧 早晚得被这个家伙吃干抹净 抱着睡觉算什么呢 又不是没被她抱过 俩人都是一夜好眠 第二天尹欢醒来 就看见刚运动完 穿着黑色公子背心的薄荀 身上冒着薄汗 冷白的肌肤 因为运动泛红 她随意撩起背心下摆擦脸 露出壁垒分明的腹肌 她故意的吧 不是第一次在她面前秀身材了 身材是不错 腹肌也很漂亮 她生理期啊 她能做什么 尹欢呼吸微沉 等她走到面前时 她耳阔微红 起得挺早啊 薄荀低头 嘴角擒着皮笑 大小剑 如果你想让我陪你睡懒觉 睡前记得说 我一定陪你 孔雀开屏 自作多情 谁稀罕你陪了 尹欢越过她 可手腕却被她汗晶晶的手抓住 尹欢侧头 滚去洗澡 浑身都是汗 还牵我 薄荀歪头 你说我要不要去做个脱萌 啊 什么 薄荀她疯了 尹欢视线淡淡地扫了眼 她穿着黑色运动裤的下半身 忽然笑了 笑什么 你说丑 我就去给她弄了 没有就不会丑了吧 其实还好 你这个也不算很多 男人嘛 没有腿毛就更奇怪了 显得娘们唧唧的 尹欢眼底藏不住的笑意 昨晚和她吵吵闹闹的 随口说说罢了 难道她昨晚翻来覆去的闹腾 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真幼稚 我也觉得 我这样多性感 薄荀乐了 你早晚会喜欢呢 呵 尹欢在心里冷哼 早晚会喜欢她的腿毛 有病 大小姐 你生理期还有多久 她这旺盛的精力 真的不想再用在那些 冷冰冰的运动器械上 享用在香香软软 娇滴滴的老婆身上 一次七天 七天 那么久吗 留那么多天的血 她不会贫血吗 今晚得让厨师给大小姐 做点补血的食物吃吃 我相信你可以忍住的 尹欢抽出手 潇洒地走了 薄荀烦躁地抓抓头发 忍人忍 当她忍者神龟呀 七天之后 看她还忍不忍 几日后 尹欢下班回家 她发现 一向比她晚的薄荀 竟然早早地坐在了沙发上 一看见她 就露出那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人发什么神经 好端端地 送什么玫瑰花 别墅里中那么多 还需要她送吗 尹欢被迫 接住薄荀手里的红玫瑰 说了一句谢谢 然后随手交给了郑小 今晚就用这个泡脚了 尹欢身体一清 薄荀激动地抱住她 今晚补洞房花竹叶 嗯 你说的七天 今天第八天了 薄荀得意地挑眉 我数着日子的 七两天前就结束了 洗手间里面的垃圾桶 她都不看看的吗 早就没有卫生巾 往里面扔了 老婆我们先吃饭 薄荀抱着她去餐厅 然后家里的佣人 就开始上菜了 尹欢今晚开饭这么早 薄荀这个狗男人 生蚝 鲍鱼 韭菜虾仁 还没冻房花竹叶呢 怎么就开始壮阳了 尹欢看向她 你不会真的虚吧 那爸爸要她生个儿子 可就难了 我虚不虚 你今晚就知道了 薄荀觉得 口头上的话 是没有用的 她必须拿出实力 来征服尹欢 好呀 那我拭目以待 你别让我失望 尹欢淡笑 如果你让我失望了 没有如果 尹欢你能不能 别对自己的老公 有点信心 我才24 我怎么可能虚 尹欢无所谓的耸奸 我又不是男孩子 我怎么知道呢 她今天兴奋了一整天 都没有辛勤工作 就想着 回来和亲亲老婆 补薪婚之夜 这么多天同床共诊 她体力到底好不好 尹欢心里应该有数 她都洗多少次冷水澡了 没良心的小欢欢 一点都不心疼 自己的老公 她那张嘴那么坏 今晚把她轻哭 再把她的唇给堵住 喝点酒吧 尹欢冷着脸 不然我怕对着你 没兴趣 不可能 我可是天才级别的大帅哥 伯循恶狠狠地盯着她 气死了气死了 庸人将早已准备好的 红酒倒上 尹欢喝了两杯红酒 还是不觉得醉 饭后 尹欢率先起身 我先去洗澡 伯循跟着她上楼 老婆在主卧洗澡 她去客房洗 洗白白 洗干净 老婆才会喜欢她的身体 今晚第一次 必须好好表现 她觉得自己洗澡的时候 有必要发泄发泄 伯循洗完澡 浑身清爽地回到主卧 尹欢还没从浴室出来 伯循耐心地等着 尹欢洗漱一向很慢 洗完澡 还要护肤肤面膜 又过了半个小时 尹欢才姗姗出来 她长发披肩 穿了一条豆沙粉的吊带睡裙 和针丝外套 不知道是因为害羞 还是因为在浴室里待久了 尹欢白嫩的肌肤 泛起漂亮的薄红 伯循看得呼吸一致 她从床边站起来 老婆你好香啊 尹欢 被她抱了一个满怀 鼻息间都是伯循的气息 他们用的是不一样的沐浴露 伯循的沐浴露 是清爽静澈的蓝钓海洋香 挺好闻的 和她平时那副吊锒铛 顽固牙皮的味道不同 伯循好像很紧张 心跳得特别快 喷喷喷 就跟打鼓似的 婚前就和伯循 室讨论过夫妻生活这个话题 她知道 以宝循的性子 不可能不碰她 不可能单纯的商业联姻 当一对表面夫妻 老婆老婆 老婆 尹欢猛了 宝循你正常点 怎么还带上哭腔了 那个桀骜不逊 随心所欲的豪门大少爷 竟然在这个时候 多愁善感起来了 一点都不符合她的人设 宝循捏着她的下颌 对着她的唇巴唧一口 尹欢盯着她 微微泛红的眼眶 哭笑不得 尹大小剑 清上她红润的唇 宝宝好香 唇好软 好甜 怎么那么甜 她唇上涂了什么吗 宝循一边亲吻她的唇 一边暗揉着她胶软的腰肢 隐欢不经事 被她绵密地吻 弄得腰肢发软 如果不是她的手揽着 差点站不住 断断续续地清了许久 宝循沉沉重重地喘息着 俊脸埋在她的香肩 平复心情 卧室里为了营造氛围 宝循只开了一盏 颇有设计感的台灯 光线昏黄柔和 趁着尹欢娇嫩的肌肤 泛起柔光 好美 薄循终于按耐不住 将她抱起放到床上 高大的身躯将她覆盖 细细密密地吻 再次落下去 尹欢身上单薄的外套 被她随意地扯掉 随手一扔 轻飘飘地落在床边的地毯上 尹欢闭上眼睛 周围的男性荷尔蒙气息太过浓烈 她小手被薄循握着 攀住她精瘦结实的腰 薄循埋在她胸前亲吻 抬眼时浓浓的欲望 如熊熊烈火 浓黑的眸里 欲燕喧嚣 身体的每一个英子 都因为兴奋而跳动 大小剑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样子有多美 有多撩人 薄循嗓音沙哑至极 她太激动 太兴奋了 十几岁暗恋的女神 被她娶到了 现在就在她身下 被她肆意地拥吻 她露出娇媚勾人的表情 嘴角溢出的娇营 都好听得要命 好爱好爱她 尹欢娇羞的耳裤 都红了 等一下 你别急 急 我急死了 我们都结婚半个月了 她都还没有 洞房花竹叶成功 薄循尹欢 右手捧着她的脸 轻轻地捏了捏 我们现在还年轻 还不打算要小孩的对吧 嗯 那个 抽屉里 我准备了 尹欢说完 小脸爆红 她咬着红唇 你去拿 她什么时候准备的 她怎么不知道 薄循打开抽屉 拿了一盒 看不出来啊 大小姐 你准备得还挺充分 那么多 你还说你 对我不感兴趣 暴露了吧 可是她好喜欢 尹欢这种反差 表面上各种对她 眼里不屑 时常对她翻白眼 实际上暗粗粗地 期待许久 就连保护措施 都自己准备好了 你再笑 就给我滚 尹欢羞得不能自已 我这是为了自己好 并没有很期待好吗 薄循黏腻地 贴着她的脸颊 沉沉重重地喘息着 大狗子似的蹭来蹭去 薄唇咬着她泛红的耳廓 雌性的嗓音 带着勾人的吊吊 大小间 可是我很期待啊 她看出来了 暧昧地亲吻之后 卧室内就连空气 都是躁动的 薄循眼神里 浓烈的占有欲 昭然若揭 英俊的眉眼 也染上了几分 缠人的色气 分外勾人 尹欢心里的防线 逐渐瓦解 她能听见 薄循拆开了 那个小小的 方方的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方块 色欲满满地 放在了她的掌心里 给她干嘛 那不是她用的吗 我不会弄这个 影欢眼含春水 声音娇滴滴 带着几分祈求的目光 她手里的东西 好像烫手山芋似的 她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能会吗 薄循太过分了 没事 我们一会儿一起研究 薄循说完 顺着她的下颌线 往下亲吻 她的唇瓣 在影欢的锁骨处 停留许久 分开时 白嫩的肌肤上 留下了一个 飞红的痕迹 给宝贝老婆 种个小草莓 薄循浑身都在兴奋 她甚至爱恋不已地 伸手去摸了一下 那个浅浅的吻痕 欢欢怎么那么美 薄循肌滚烫地压着她 犹如一座 即将爆发的火火山 她眼底满足又傲娇 影欢却被气哭了 你给我留个痕迹 我怎么穿漂亮裙子 你别哭 你别哭啊 薄循慌了 老婆 我错了 你也给我咬一个 咬哪都行 薄循指腹摸着 她的漂亮锁骨 白嫩的肌肤上泛起吻痕 淡淡的草莓印 中间还点缀了一颗 黑色的小痣 影欢气得不行 没心情和薄循闹 可以遮住的吧 薄循贴着她胶软的身子 你们女孩子 不是有很多化妆品吗 影欢一听这话 就更生气了 你给我下去 不想要你了 薄循委屈地撅嘴 她都浴火焚身了 还不让她碰 早晚得憋死 薄循脑袋一滴 埋在她的肩颈上 滴滴地啜泣了一下 就温柔地舔弄着 她白皙的景象 要吗 你要我妈 宝宝薄循嗓音低沉 说话时贴着她的景象 弄得她肌肤酥酥痒痒痒的 那你不许再给我 留草莓印了 夏天 你懂不懂女孩子啊 我那么多漂亮 群群影欢 真是要被薄循被气死 这这这 她就不能忍住 不留草莓印吗 我身上那么多地方 你就非要在明显的锁骨上 留下属于你的痕迹吗 影欢抓她头发 抬起来 看着我眼睛回答 薄循弱弱地抬起头 先在影欢的唇上 快速地剥了一口 好看 不是问你好不好看 薄循当然想在影欢身上 明显的地方 留下属于她的痕迹 赤裸裸地占有欲 男人就是那么幼稚 但不能与影欢说 大小姐现在气吼吼的 好可爱啊 薄循心思一动 捏捏她气呼呼的小肉脸 影欢被迫嘟着唇 薄循 我知道了 老婆身上都是宝藏 老婆身上那么多肌肤 可以留稳痕 留小草莓印 不能留在明显的地方 让老婆不能穿漂亮裙子 薄循就跟检讨似的碎碎面 薄循眼神看向某处 那里可以吗 影欢娇羞地捶她肩膀 不许问 不许问就是可以 老婆 我来了 我明天请假了 我们可以一整晚 我一定好好表现 让你明天下 不 床 薄循气势汹汹 急吼吼地与她接吻 俩人吻得难舍难分 暧昧的喘息声不绝于耳 豆沙色的睡裙 薄循从单薄的背中扔出去 落在黑色的裤衩上 影欢紧张地要命 她双手死死地抱着薄循的腰 掌心贴着她滚烫的肌肤 你 温柔点薄循修长的手指尖 夹着小方块研究 一边倾她 老婆 你是不是买小了 她怎么知道 又不是她买的 她让女佣去买的 再说了她也不知道 那个型号对多大的 薄循这个流氓 混蛋 为什么要问她 影欢修得闭上眼睛 偏头试图将脸 埋在柔软的枕头里 薄循斜坏斜坏地看她 休什么 我们是夫妻 讨论这种问题很正常 影欢不理她 完蛋 不能再逗老婆了 再逗她老婆 万一真的把她给赶出去了 怎么办 她等了半个月 才等来的新婚夜 她凑过去亲她的侧脸 暧昧的气氛正浓时 影欢的手机响了 手机 薄循 手机 薄循压在她的肩上 侧头邓沙发上的手机 她为了不让外界打扰 今晚补过新婚夜 把手机关机了 可是她忘了提醒影欢 爸爸的电话 还是岳父大人的 薄循无奈 只能去拿手机 影欢接电话的时候 薄循还抱着她 薄唇贴在她的肩膀上 这样距离 也能听见手机里 说话的声音 几分钟后 薄循和影欢 重新穿好衣服 着急地离开别墅 去往医院 路上薄循握着影欢的小手 爷爷会没事的 影欢眼里红红的 小脑袋靠在她的肩上 我 混蛋 不是你说的结婚冲喜吗 我们都结婚了 怎么爷爷的病还加重啊 薄循将她抱到腿上 温柔地擦着她的眼泪 一向能说会到的薄循 这时候说不出来反驳的话 影欢需要发现 她就是大小姐的出气筒 他们到医院时 影家爷爷还在手术室里抢救 影父影母都在外面等着 影母看着哭红了眼睛的影欢 白了眼自家丈夫 你把她叫来做什么 让她担心 影欢抓着妈妈的手 妈妈 爷爷进手术室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瞒着我 你来了能做什么呢 手术成功之后再联系你 我来等着结果吗 和你们一样 我也担心爷爷 母女俩压低声音聊着天 影欢和薄循出来的非常急 影欢就随意套了一条裙子 裙子领口比较低 那些暧昧的痕迹 赤裸裸地出现在视野中 看来女儿和薄循的关系进展不错 而且刚刚进来的时候 手牵手 想到这里影母就更生气 都说了别给女儿打电话 别打 现在好了 打断了人家新婚小夫妻的快乐生活 真是造念 影欢注意到妈妈的视线 抬手挡了一下领口 耳阔飞红 修爆了 影母依赴我懂得 我是过来人的眼神 影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影欢默默地坐到薄循身侧 虽然是夏季 但是深夜的医院走廊 阴阴凉凉凉的 薄循将她鲜薄的身子搂入怀里 爷爷会没事的 影欢小幅度地点点头 安静地等着 过了几个小时 手术室的门开了 爷爷的命是保住了 但情况不太乐观 癌症晚期 医生说 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随时可以准备后事 影欢和薄循 从医院离开的时候 天色已经亮了 俩人一夜没睡 被爸妈赶出医院的 让他们回家休息 影欢靠在薄循的手臂上 眼泪无声地往下落 满脑子都是从小到大爷爷 宠他疼他的画面 他可是爷爷的掌上明珠 爷爷最宠爱的孙女 影欢身子 因为哭泣轻轻地抽动着 那么娇艳漂亮的小脸 挂上两行青泪 眨眨眼睛 卷翘的睫毛上 也沾上了水汽 眼里雾蒙蒙 一片迷离 薄循侧身抱住他 这种时候 说什么话 都没有办法安慰他 所以薄循选择不说 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他 让他发泄 让他哭 从医院回到家 影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泪将薄循胸前的衣服 都打湿了 浸湿了一片深色的水渍 薄循抱着他下车 出生的朝阳下 影欢哭得脸颊薄红 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焦焦软软地贴着他胸膛 乖巧地像只受伤的小鹿 真是让他心疼 郑小和雨果 看见自家大小姐那副样子 也跟着难受 就算不问 也知道是尹老爷子的状况不太好 吃点早餐再休闲 影欢闷闷不乐 不想吃薄循便抱着他上了楼 他现在不想吃 也不能勉强 一顿不吃也没事的 薄循将他放在床上 拒浴室弄了个湿毛巾 出来给他擦擦脸 小脸蛋刚擦干净 眼尾又往下掉泪 影欢从小就暧昧 最受不了自己变丑 他强忍着泪 咬着红唇 细细地啜泣了几声 薄循我在 嗯 薄循安安静静地等着 没了 就一个嗯 薄循心里暖暖的 这是在确认他在不在呢 他在 他就安心睡了 薄循悄悄地出去 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推迟今天的会议 影欢心情不好 他身为老公 给在家里陪小娇妻 薄循打完电话回到房间时 影欢睡着了 没有了平日的活泼灵动 也没了那副娇纵乖章 楚楚可怜的 这是要心疼死他 影欢是被恶醒的 一醒来 就感觉眼睛疼 呜 不会真的肿了吧 影欢垮着脸去浴室照镜子 双眸充血 眼白泛起红血丝 略微有点肿 不太严重 应该很快就会消掉 还好还好 影欢收拾好心情 走出卧室 啊 影欢往后退 差点和博寻撞上 他惊魂未定地扶着胸口 你干嘛 哭过之后的小欢欢 声音软软糯糯的 真好听 我来看看 你醒没有 博寻将他往怀里拉 我也刚醒没多久 去书房处理了一会儿工事 博寻真奇怪 他又没问他去做了什么 这么实诚地向他报告行踪 别报了 我饿了 影欢都快肚子咕咕叫了 博寻将他打横抱起 我就要报你 他劝死了 不让报还非要报 影欢心情郁闷 懒得和他争执 吃过午饭之后 影欢听说爷爷醒了 又去了医院 老爷子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了不少的管子 眼睛须须地睁开 但是很快 又没精神地昏睡了 影欢和博寻 连续三天去了医院之后 再去时 被影妇荧幕给赶走 让他们回去休息 医院这边 用不着他们天天来 天天守着 回去的路上 影欢懒洋洋地靠着 你不用 每天陪我来的 我工作就是挂个名 你不一样 你好几天都没去公司了 大小剑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博寻贴近他的侧脸 嗯 你爱上我了 看来距离我手的 博寻开间月明的日子近了 影欢白嫩的手掌 拍在他见细细的脸上 我才没有爱上你 没有爱上就没有吧 为什么打他呢 博寻从指缝里 看见他笑了 这几天都不敢 在他面前犯件 怕惹到他 今天影老爷子的状况 看起来好了些 他才敢这样逗他 博寻握着他的手腕 吻了吻他掌心 大小剑 既然这样 那你就陪我去一趟公司 啊 我不要 可他们坐的是 博寻的车 司机并不会听他的话 去转转 看看 你可是总裁夫人 博寻又往他的手背上倾 总裁夫人 薄太太薄寻说什么 羡慕他如愿以偿 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 可他怎么觉得 薄寻比他还开心 还兴奋 以往薄寻到公司 都是将车停在地下室 从下面的总裁 专用电梯上去 但今天不一样 老婆好不容易 才拐来陪他上班 那是必须要炫耀炫耀的 所以在大门口 博寻就让司机停车 影欢懒洋洋的靠着 对于博寻这种行为 博寻的手比他大很多 一下就被他握住了 下车后 博寻像是怕他忽然跑了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手牵着手进去吗 影欢感觉这个姿势不太优雅 我挽着你吧 影欢提议 博寻抬起手臂 眼底藏不住的笑意 于是 影欢挽着博寻的手臂 露出温婉优雅的笑容 走进博士集团的一楼大厅 博总 博总好 夫人好 博总和夫人俊男两女 好配啊 夫人好漂亮啊 爱了爱了 他们家博总真是有福气 取到了自己的青梅 而且还那么漂亮 那可是京城第一名员 影家大小剑 唯一的继承人 越看越般配 强强联合 所向无敌 博寻被恭维的咧嘴笑 完全藏不住 进入电梯后 影欢抽出手 博寻 你在公司上班 就是负责听彩虹屁吗 博寻得意的挑眉 你这叫什么话 他们也没有说错 我很帅 你也很美 我们俩绝配 切配个鬼 欢欢老婆 影欢后退一步 你发什么电 影欢 我叫你两声 就叫发颠 薄寻掐着她的细腰 好不容易逗你开心点 你就不能对我多笑笑 明亮的又封闭的电梯里 俩人身体贴的极劲 薄寻捏捏捏捏的 在她腰间捏了捏 嗯 笑一笑十年少 我怕我笑多了 人就没了 影欢冷着脸 欢欢你好幽默 你好无聊 影欢对她 情侣之间 就是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也会觉得有趣 至少她是那样认为的 影欢对她做什么无聊的事情 她都乐在其中 电梯门一开 京郊的影欢率先走出去 影欢第一次来薄寻的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风格 和她的公寓很相似 大多数总裁都是这种 黑白灰的装修风格 但薄寻的办公室里 有不少的绿植 白色的墙壁上 挂着现代风格的油画 其中还有一幅画 格外亮眼 影欢走近 果然看见了那幅画 下面属于她自己的签名 这幅画 是她高中画的吧 怎么会在薄寻的办公室 还表起来 和当代其他画家的名画 她放在一起 甚至还是中间 老婆 你随便坐 累了里面有休息室 我去开个会 薄寻走到她身后 薄唇贴到她耳旁 坏笑道 如果你舍不得和我分开 我可以抱着你去开会哦 什么毛病 抱着她开会 有那么难舍难分吗 影欢推开她的脑袋 去开你的会 无聊了我有腿 自己会跑的 薄寻 就不能说一句 让她开心的 薄寻贼兮兮的 又移到了她的右侧脸颊 快速地亲了一口 才迈着优越的大长腿离开 影欢摸着脸 薄寻 你一天不亲嘴巴痒是吗 走到门口的薄寻听见这话 一个箭步冲过去 捧着她的脸 重重地亲在她的唇上 我 混蛋 影欢被亲得快喘不过气了 薄寻的暧昧又色气 将她唇上的口红 都给吃掉了 大小姐说得太对了 一会儿不亲亲 我就嘴巴痒 我嘴巴痒我就想亲你 薄寻心满意足 勾人地舔了一下唇 等我 不许跑 薄寻火速离开 影欢气吼吼地坐在沙发上补口红 薄寻的秘书端着茶水甜品 还有水果进来 她慢悠悠地往茶几上放 眼睛时不时瞥一眼影欢 影大小姐比传说中更漂亮 肌肤看起来白白嫩嫩 水润润的跟嫩豆腐似的 那双眼睛娇媚又迷人 传说中看狗都深情的寒情木 影润饱满的红唇带着唇珠 让她的唇更加立体完美 影欢注意到秘书打量的视线 你有话说 秘书疯狂摇头 然后又点头 影欢疑惑 说吧 夫人你好漂亮 秘书满眼的清末 怎么会长得这么漂亮 怪不得我家大总裁 迫不及待地娶夫人呢 这么一个漂亮的青梅在身边 很难不行动啊 谢谢夸奖 影欢从小就被夸到大 已经习惯了 夫人你有事就叫我 秘书被她盯着 甚至生出了一抹娇羞 哎呀 夫人美貌杀我 影欢坐着吃了会儿水果 鬼使神差地起身 走到了博寻的办公桌前 他桌上有两台电脑 几天没来公司 都处于关闭状态 桌上有两个相框 一个是他们俩的婚纱照 还有一个 是他小时候生日的大合照 照片上 他穿着白色的公主蓬蓬裙 面前放着三层蛋糕 戴着王冠 闭上眼睛正在许愿 博寻就在他的身边 比他大了两岁 也比他高许多 大哥个式地盯着他 旁边还有时序 以及家里的长辈们 博寻把这个照片 放在桌上干嘛 一点都不好看 博寻开会的时间 比他预计长 他火急火燎的 回到办公室 老婆 我们中午去吃什么 还没有说出口 办公室里空空如也 他真是长了腿 说跑就跑啊 说了不许跑 他偏要跑 就非要和他唱反调 博寻给尹欢打电话 尹欢 你去哪里了 哦 叙叙找我 一起去做美甲 就不陪你搂美甲 比他还重要吗 博寻的心在低血 他也可以 陪他做美甲的 好好工作哟 尹欢挂了电话 老婆走了 他觉得自己 并不能好好工作 想老婆 尹欢和时续 做完美甲 又一起去吃饭了 俩人坐在 可以看夜景的江边餐厅 享用美食 尹爷爷病情怎么样了 不太好 尹欢神色落寞 人老了 是那样的 发现得太晚了 如果早点发现 哎 这些都是马后泡了 时续给他倒酒 不说了不说了 说说你和博寻吧 我和博寻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尹欢品着红酒 爷爷的心愿吗 凑合过呗 还能离咋地 时续问 刚结婚 肯定不能离 如果 万一 我是说尹爷爷 不幸离世之后呢 你怎么打算的 尹欢还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希望 爷爷离世 但是现在爷爷的 病情很糟糕 活着对他 也是一种折磨 暂时没有别的想法 到时候再说吧 走一步算一步 未来怎么样 谁知道呢 就像我一个月之前 我就没有想过 我会一年早婚 而且还嫁给了 博寻那个死对头 尹欢气呼呼地 喝了一杯酒 你不知道他有多变态 他办公室里 居然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我高中时候画的画 我都不知道 我的画 为什么在他那里 时续意味深长地笑了 你还笑 你说他是不是那种 我的照片 我的画 加上我的生日 再诅咒我 然后 我爷爷那么宠我 帮我挡灾了 宝贝 你不要太夸张 明显薄寻他对于续谋已久 他早就爱上你了 时续一直都觉得是这样 但是尹欢讨厌他 所以身为好姐妹 那必须站在尹欢这边 尹欢嫌弃地翻了个大白眼 他就是个大色魔 缠我身体 男人本色罢了 那你们那个 那个 夫妻生活过得还不错吗 那我就放心了 时续觉得尹欢肯让薄寻碰他 这婚 应该也是不会理得 老爷子就可以放心了 虽然薄寻看起来吊锒铛的 绝对重情重义 只要尹欢还是他的老婆 尹家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其实 就算尹欢不嫁给他 也不会袖手旁观 还没有过夫妻生活 这种私密的事情 尹欢不好意思说出去 小口小口地喝着红酒 还行吧 还行是什么意思 持续疑惑 以薄寻的身材 体力 不至于还行啊 是尹欢要求高 还是薄寻外强中干 要不 买点人身什么的 补补 尹欢耳阔飞红 我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薄寻每天那个锻炼量 就足够说明 他精力旺盛 耗不完的体力 每天早上运动 晚上抱着他哼哼唧唧 欲求不满地蹭他 亲他 但是 这几天他实在没有那个心情 薄寻也知道 所以并没有强迫他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起 看吧 就是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说曹操曹操就到 尹欢手指划过屏幕 接起视频通话 做什么 薄寻低沉的嗓音传来 在哪 发个定位 你老公 我来接你回家 你应酬完了 我没应酬 那你就安心在家待着 我有司机 一会儿就回 尹欢喝着红酒 回答 他不喜欢自己开车 司机随时候命 也不需要薄寻来接他 一会儿是多久 十分钟 还是一个小时 你们吃完就散 还是要去别的地方玩玩 薄寻连环发问 对面的石婿 忍不住笑出声 他从薄寻的话中 听出了怨妇的感觉 独守空归的寂寞 则则 薄寻他也有惊天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叙叙 我们吃完 要不要再去玩话 散散心 尹欢狡黠地笑了 那我会晚点回家 你随意 白白尹欢挂了电话 手机还没放下 薄寻又打来了 石婿笑得更欢了 原来薄寻这么黏人的 他不是黏人 他是凡人 尹欢挂了薄寻的通话 不想见 酒吧什么的 尹欢今晚也没有心情去 就和石婿去看了一场喜剧电影 电影里古戏之年的老人身患重病 忽然回到了中学时代 他想要一一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可最后才发现 不过是一场梦 一开始挺欢乐的 最后温情在病床上离开 讨厌现在的喜剧片 喜剧就喜剧 为什么最后要煽情 那句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到底是谁说出来的 简直荒谬 看完电影 尹欢的心情更差了 陈瑞稳稳地开车 余光撇向车内后视镜 尹欢从小娇生惯养 要星星给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很罕见他那张漂亮的小脸 露出愁绪 尹欢偏头看向窗外 眼眉微垂 他这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看得他心疼 什么冲血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大小姐结婚了 老爷子还是病重 甚至病危 到家后 陈瑞恭敬地去开车门 尹欢从他面前走过 一股若有似无的淡淡香味传入鼻息 陈瑞深吸一口气 背对着透出亮光的大厅 黑暗将他眼底的痴迷掩盖 大小姐大小姐 姑爷吃过晚饭准备出门 给你打个电话 就黑着脸上楼去了 生气了 大小姐 你今晚有的哄吗 郑小和雨果一唱一鹤 尹欢美眸流转 轻哼 谁要哄他呀 尹欢上楼 他走到主卧门口 停下来了 嗯 伯循在生气 他要不要进去 不如今晚睡客房 那不行 他尹大小姐 可不委屈自己 尹欢转身进了他的衣帽间 然后穿过衣帽间 悄悄地推开那扇几乎隐藏的门 往里面撇 里面一片气黑 是他没有开灯 还是他不在卧室里 尹欢猜不透 就直接进去了 他对主卧的格局还不太熟悉 准备去开灯 摸黑走了几步 忽然被抱了个满怀 伯循将他紧紧抱住 俊脸贴着他的肩颈 呼吸又沉又重 轻点 我要被你勒死了 博寻 尹欢愈怒 捶他的腰 博寻松开了一点 你这个女人 真是气死我了 我闻闻 你干嘛去了 博寻不停地在他脸侧 颈向 胸口秀 尹欢推他的脑袋 你秀什么 你以为自己是狗吗 问问看 有没有其他臭男人的味道 博寻只闻到了尹欢身上的香气 淡淡的玫瑰香 有 好多男人 好多 特别多 你气不气 尹欢觉得他莫名其妙 推着他的肩膀 黑漆漆地 伸手不见五指 面前是博寻高大健瘦的身姿 将他禁锢 这种感觉 让尹大小姐非常不爽 他想要光 想要看清博寻的脸 好啊 尹欢 你出轨 你劈腿 你给我戴绿帽子 博寻抱起他 往床上走 可这也是博寻的新家 所以他对里面的陈设 也估计得不准确 膝盖砰地撞到床尾 身体往下跌 尹欢落在床上 博寻重重地压了下去 啊 你很重 你不知道吗 尹欢感觉自己的肋骨 都要被博寻给压断了 博寻手肘撑着床 减轻了压下去的力道 哪里疼 我给你揉揉 胸疼 但是那种地方 是不可能让博寻给他揉揉的 他揉着揉着 就会变得色情起来 你起开 不起开 博寻委屈地往他颈向拱 你去做什么了 什么好多男人 你又去找男模了 我早晚要把京城男模店 都给铲了 他们从事那种工作 提供那种服务的话 就是犯法的 把他们都给抓起来 你就只能看我了 尹欢第一次觉得 博寻锅躁 话好多 而且还是在他耳旁说的 博寻 你起不起 尹欢冷着脸问 不起 让你习惯习惯 博寻在他景象坏笑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姿势 我们换别的 尹欢景象处酥酥扬扬的 他刚抬起手 准备抓博寻的头发 景象忽然被舔了一下 哦 混蛋 怎么能舔他 舔的 博寻舔了 还乐颠乐颠地发表评价 博寻头皮吃痛 头发头发 尹欢 我头发 差不多得了 真嚎吐了 把你的毛囊执给我吗 博寻破罐子破摔 头都不抬 故意贴着尹欢说话 薄唇看洞 就像在接吻似的 其实他知道 尹欢用那种语气说 有好多男人 是故意骗他的 逗他的 看见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博寻就放心了 你做梦 尹欢松开了他的头发 我的头发是我的 你的头发是你的 老婆 我的就是你的 所以不管是我的头发还是腿毛 都是你的 博寻捏捏他的腰 随你吧 恶心 博寻你恶心死了 尹欢想到之前的画面 气鼓鼓的 让开 我要去洗澡 那老婆洗完澡 可以让我轻轻抱抱举高高吗 博寻黏着他 心跳得极快 期待尹欢的回答 又害怕他拒绝 最近尹爷爷身体状况堪忧 又耽误了几天 不知道他何时 才能真正地过洞房花烛夜 虽然每晚都抱着老婆 但是他脑子里总是控制不住地 幻想一些隐你的画面 哪怕老婆给他一点甜头 让他擦个边也行 薄寻薄唇 在他颈窝里辗转 嗓音滴滴 你今晚不陪我吃饭 还玩到十点才回家 是不是该 安抚我受伤的小心灵 博寻 我们是结婚了 不是绑在一起了 不是变成连体音儿了 我可以出去和我的朋友们聚会吃饭 你也可以出去应酬 去出差 和你的朋友们去玩 我都不会有意见的 并不会要求你出去玩了 回来就要跪流连跪键盘 尹欢是自由的灵魂 她希望婚后也一样 薄寻哭笑不得 她出去玩了回家就没什么 她这个后面 为什么是接的跪流连跪键盘 薄寻亲亲她的脸颊 你想让我跪键盘 大小姐 你玩得那么花吗 急什么呢 人生漫长 你想跪 有的是你跪的时候 薄寻也觉得自己后面 可能惹大小姐生气 跪就跪 她跪完键盘 让她在床上跪 在沙发上跪 在浴缸里跪 她薄寻 绝不是吃亏的主 尹欢身上的重量骤然消失 房间里的灯忽然亮起 她手臂挡着眼睛 薄寻这个狗东西 开灯之前就不能说一声吗 薄寻此刻直直地盯着尹欢 裙子被她弄得皱巴巴的 凌乱的裙摆 跑到了她的腰际 露出一双白皙的长腿 和黑色的蕾丝边安全裤 尹欢也感觉到 腰间凉瘦瘦的 立刻将裙子拉下去 不许看 那天晚上我都看过了 薄寻坐在床上 所以你不用害羞 尹欢这才注意到 薄寻这家伙已经洗过澡了 身上那睡衣就扣了两颗扣子 而且还是下面两颗 腹肌和胸肌若隐若现的 则则 骚给谁看啊 我没有你那么放荡 尹欢轻斥 然后下了床 薄寻歪头 我放荡 我 尹欢 你 气死了 她什么时候就放荡了 老婆对她有误解 薄寻低头 一眼就看见自己的腹肌 没有扣完的扣子 因为这个衣服吗 她本来是准备扣好的 听见楼下汽车的声音 就准备回卧室埋伏尹欢 忘记了 薄寻慢条思理地将扣子扣好 其实她不想扣的 大夏天 她一个大男人火气旺 不穿衣服睡觉 可太正常了 于是 薄寻干脆把睡衣给脱了 轻飘飘地扔到床尾的沙发 尹欢洗澡护肤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薄寻光着上半身靠在床头 暖黄的床头灯光落在她的身上 冷白的肌肤 镀上一层柔光 趁着薄寻竟然多了几分温柔 大小姐 快来宠幸我 骚不死你 尹欢白嫩的小细腿抬起来 踹了一下她的腿 你是对我的腿有意见 还是对腿毛有意见 注意一下身体管理好吗 尹欢上床之后 中间和她隔着的距离 足够在躺下一个人 薄寻哪里会给她那个机会 立刻粘上去 拉过薄背 将她盖住 火热的身躯贴着尹欢 将她抱住 那些动作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尹欢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在薄寻怀里了 老婆你更香了 你洗完澡是臭的吗 尹欢不悦 热呀 能不能别抱着 不热 空调吹着 我冷 冷个鬼 薄寻身上的体温比她还高 居然说冷 关灯 哦 薄寻乖乖地关了灯 卧室内再次陷入了黑暗 这次和之前不一样 俩人洗完澡 薄寻还脱了睡衣外套 那具火热的身体 就那么贴着她 似乎担心她会挣脱 一只手扣住了她的腰 她试探性地吻上她的后颈 浅浅地吻 滚烫地呼吸 加快地心跳 缓缓薄寻半 沿着她的肩甲 往下亲吻着 喜欢我亲你吗 尹欢也曾经历过青春懵懂 少女怀春的时候 现在几倍传来酥酥痒痒痒的感觉 就像当初心动时 心肩紧绷 一个吻 如一阵温暖的风 一吹 平静地湖面掀起涟漪 要亲就亲 亲完睡觉了 尹欢说完 咬着红唇 不让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 尹欢背对着薄寻 看不见她黑亮深情的眼睛 只能感觉到她 越来越沉的呼吸 她的背 好像对她有魔力似的 亲了许久 久到尹欢觉得 她的澡都白洗了 薄寻我困了 薄寻叹了一口气 你睡吧 她放开尹欢 平躺了几分钟 才下床离开 薄寻离开之后 尹欢紧动的心 终于放松下来 她也平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刚刚薄寻亲吻她的时候 她的身体变得好奇怪 呜 难受 不是她想动情 这是身体的自己要动情 薄寻洗完澡回来 尹欢还没睡着 她身体一动不动的装睡 薄寻也没发现 身上冰冰凉凉的 就往她面前贴 黑暗里薄唇 往她脸颊上贴 一开始清错了位置 清在了她头发上 欢欢老婆 薄寻又开始叹气 这看得着吃不着 比看不着还难受 那你滚去睡客房 薄寻 你没睡着 薄寻震惊 半夜一梦 被老婆找个正着 可还行 滚 尹欢手脚并用的赶她 她那点力道 怎么敌得过薄寻呢 薄寻将她双腿压住 两个纤细的手腕 并拢握在一起 举过她的头顶 别乱动 尹欢现在 也只能动动嘴了 手脚都被她给控制住了 大小剑 我们是夫妻 床头打架床尾盒 你可以让我跪剑盘 但是你不能把我赶出去 那我多丢脸啊 薄寻看不见她的表情 却不妨碍 她往尹欢的脸侧凑 如果以后我惹你生气了 说定了 不许反悔 不然 薄寻坏笑了一声 虽然看不清薄寻的脸 尹欢听着 觉得薄寻那个坏笑 别有深意 果然 薄寻挨着 她脸蹭了蹭 滴滴沉沉地说 我今晚就用尹大小剑你的腿了 尹欢二十二岁了 虽然 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别闹了 明天还要去医院看爷爷尹欢 声音柔柔 她能屈能伸 武力直敌不过薄寻 保全自己最重要 薄寻立刻放开了她 但又换了个姿势 将她抱在怀里 不许闲热 得让你习惯我的身体 以后你才不会害怕 上次俩人脱光光之后 尹欢看见了 说害怕她 尹欢是真的困了 又和她闹了这么一会儿 打了个哈欠 就睡着了 第二天 俩人一起去医院 刚出电梯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等在医生后面 医生 老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不容乐观 大县在什么时候 医生 我们好有个心理准备 医生对着面前的男人 还不耐烦 先生 你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 具体的情况 我们已经告知了直系亲属 其他的 我不方便透露 霍寒还是不依不饶 尹欢气急 上前一步 被博寻给抓住了手腕 他微微摇头 行吧 看了爷爷再来收拾他 尹欢着急地去了病房 爷爷已经不能进食了 病床边掉着乳白色的营养液 如果人老了 病了 要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 他觉得 安乐死也是不错的 至少病人不会受苦 尹欢在病房里和爷爷说话 虽然他没有回答 也听不见 他强忍着 可以一出病房就哭了 走廊对面 霍寒走出一种拽得二五百万的姿势 看见他和博寻 立刻就变得正经起来 爷爷病重 今天不见其他人 回去吧 尹欢眼睛红红的 阴晕着泪 看起来毫无威慑 但是他身侧 占了一个一百八十九的博寻 就不一样了 还还你节哀 刚结婚呢 别整天哭嘻嘻的 霍寒安慰他 我爷爷还在 什么节哀 你诅咒他 尹欢拍了一下博寻的手臂 老公 揍他 博寻看了眼尹欢 脑海中还在想 这么有种放狗咬他的感觉 他脑子还没有发号施令 身体就已经上前了 揍人博寻擅长 还能打得他 浑身都是内伤 外表看不出来 霍寒在走廊上 被博寻揍得嗷嗷叫 博寻居高临下地 踩着霍寒的腿 做人要善良点 不是你的不要妄想 这段时间就别出现了 霍寒疼得说不出话 脸上冒冷汗 他愤怒地盯着 婷婷玉立的尹欢 依旧是那副金娇大小节的模样 没了尹老爷子 还有他爸在 尹家的财产 落不到自己手里 霍寒回头土脸地跑了 博寻回头 尹欢还是没开心起来 早知道应该让他揍两下 解解气 离开医院之后 俩人就分开了 博寻去公司 尹欢也去了商场 商场没什么大事 需要尹欢处理 尹欢坐在电脑面前 发了一会儿呆 又开始搜索起来 他看得认真 一会儿皱着眉 两久之后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关了电脑 尹欢早早地回了家 然后就换了一身 轻便的运动服 拿了一件薄薄的冲锋衣 大小姐 你要做什么 外面太阳那么热 你就在房间里锻炼吧 郑小和雨果劝道 我不是锻炼 我去拜佛 拜佛 祈福 尹欢淡淡地说 去哪里 在什么地方 现在吗 你和谁一起去 陈瑞吧 他要给我当司机 尹欢微笑 等博寻回来 你们给他说一声 我先走了 俩人面面相去 这么大的事情 大小姐 你能不能自己 给姑爷说啊 门外 陈瑞也穿上了运动服 他准备的东西不少 都放在了后备箱里 尹欢上车之后 车子很快就开走了 博寻今晚有应酬 但他想着 家里还有漂亮的小娇妻 很早就离席了 留下了助理 和其他人陪客户 然而他回到家 却听见一个晴天霹雳 尹欢不在家 他居然单独 和那个司机出门了 他一个坚定的 唯物主义者 去拜什么佛 博寻脑海中 浮现他眼眶寒泪地 问他 爷爷还能好起来吗 那骨子脆弱的模样 他好像明白了 现在医学不管用了 他开始搞玄学了 博寻一边上楼 一边给尹欢打电话 尹欢 尹欢刚到山脚下 看网上那些评论上 就要晚上爬上去 去烧清晨的第一炷香 最灵验 告诉我你的地址 尹欢说了地址 我明天就回去 不说了 我要去爬山了 博寻听着挂了电话 他扔掉手机 大半夜和其他男人去爬山 尹欢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你还没散哦 你老公还好好的 就不能叫他吗 尹欢刚爬了没多久 就感觉耳朵烧烧的 肯定是博寻在骂他 回去再收拾他 一路都是台阶 看不清前方还有多久 夜爬的人不是很多 但尹欢很快就发现 大学生特别多 尤其是十九二十岁的男大学生 尹欢没走多远 已经被搭讪了很多次了 你真的不是学妹吗 你看起来年纪很小啊 姐姐姐姐 一起走啊 我们去看日出 姐姐你呢 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姐姐 你愿意在登上山顶之后 和我去音乐店吗 本来爬山已经很累了 尹欢是不想开口的 但是骚扰他的人太多了 尹欢不耐烦地说了句 我结婚了 围着尹欢登山的那些人 瞠目结舌 结婚了 旁边这个男人 是他老公吗 怎么一路上问的时候 男人都没有说话 这不像是丈夫 面对老婆被骚扰 应该有的反应 哦 他们感情不好 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男人的长相也就很普通 他应该很自卑吧 女人一看就很精娇贵气 细皮嫩肉 和男人完全不一样 女强男弱 男人没资格开口管自己老婆 尹瑞的注意力 都在尹欢的身上 至于那些开口 向尹欢搭讪的人 即使他阴瑟瑟的目光看过去 那些男人 也完全没注意到他 虽然漂亮小姐姐结婚了 但他们 还是愿意跟着尹欢一起走 甚至配合他的步伐休息 美其名曰护花使者 尹欢从小浇灌 越走越慢 又累又困 前面的台阶看不到镜头 娇滴滴的大小姐喝着水 吃着小面包补充能量 休息了十分钟 尹欢继续爬山 凌晨四点多 尹欢越走越慢 之前那些陪在他身边的人 早已超过了他们 大小姐 我扶着你吧 不行 那样太没诚意了 休息休息 尹欢觉得 这个月的运动量都够了 太累了 尹欢靠在台阶旁的石墩上 闭上眼睛打盹 陈瑞立在他的身侧 远远地看见一个 拿着手电筒的男人冲上来 步伐又急又快 薄巡 他怎么来了 薄巡走到两人面前 手电筒往陈瑞的手里一塞 就俯身凑到了打盹的尹欢面前 坏坏地亲了一口 尹欢吓得尖叫 捂着脸站起来 他的睡意彻底清醒 一睁开眼睛 看见面前捏坏捏坏的薄巡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吓死我了 声音小点 薄巡将他揽入怀里 除了我 还有谁敢亲你啊 尹欢喘得厉害 小脸贴着薄巡宽固的胸膛 听着他咚咚咚的心跳声 深黑的夜里 薄巡怀里暖哄哄的 尹欢无意识地抬起双手 抱住了他的腰 他一个小动作 让薄巡嘴角上扬 他下颌轻轻地 蹭着尹欢的颅顶 老婆 我背你吧 我不 你都累得打盹了 薄巡摸着他的后背 你腿不软吗 软 但还是要自己走 尹欢抬起头 眼眶有些红 老婆 看见我天神一般的降临 把你感动得都哭了 薄巡笑着用手指 去擦他眼角的泪 你少自作多情 我这是因为困了 生理性的眼泪 才不是因为你感动 尹欢在他怀里 扭来扭去地要走 好了好了 不是因为我 薄巡握住了他柔软娇嫩的小手 不让我背 千总行骂 周围还是一片漆黑的 只有陈瑞拿着的手电筒 以及前前后后的人 用手机罩着亮光 薄巡宽后修长的手将他握住 指尖泛红 握得太紧了 但是很有安全感 尹欢感觉上台阶都变得轻松了 有人在前面拉着他似的 他们甚至还追上了之前搭讪的人 那些男人看见尹欢身边的薄巡 瞪大了眼睛 他们以为的老公还在身后跟着 这么看起来 无论是英俊帅气的外貌 还是高雅金贵的气质 显然是牵着手的男人 与娇艳漂亮的大美女更为般配 陈瑞路过他们 那些人的眼神让他十分不爽 尹欢和薄巡 终于在天光破晓的时候 登上了山顶 其他游客都去看云层破晓 惊灿灿的日出 尹欢则去了山顶上的寺庙 健康拜药师佛殿 网上的人都说 这个寺庙的药师流离光如来特别灵验 尹欢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不只是祈求爷爷 更希望以后爸妈能身体健康 健康顺遂 一生无病无痛 尹欢很虔诚地烧香磕头 拜了又拜 出大殿的时候 抬头望着天空云层缓缓浮动 日光照下来 周围镀上一层淡淡的金光 好美 老婆 薄巡牵起他的手 许愿吗 许 来都来了 那就去吧 寺庙后院里有一棵超大的许愿树 上面挂了很多很多的许愿牌 据说挂得越高 愿望越灵 十块钱的许愿牌 薄巡买了两个 尹欢拿着笔 还没想好写什么的时候 薄巡已经写完了 他满脸问好 你写什么 那么快 不告诉你 薄巡盯着手中的许愿牌 上面简简单单的 只有尹欢两个字 很多东西 他生来就有 他现在所求的 只有一个尹欢 尹欢也很快就写完了 我帮你抛 不要 尹欢捏着许愿牌 你会偷看我的愿望 就那么神秘吗 不让我看看 我看了才帮你实现 薄巡可太好奇了 他疯狂地想知道 尹欢的愿望里有没有他 哪怕只有一个名字都行 他写了那么多 总不至于容不下薄巡两个字吧 你又不是大罗神仙 尹欢续足了力 狠狠地往上一抛 许愿牌挂在了树枝上 轻轻地晃动着 薄巡瞅准了位置 轻轻一抛 就挂在了尹欢的许愿牌旁边 两个红色的牌子 随着微风晃悠 碰撞到了一起 你好烦啊 你黏人就算了 你的愿望 还要挨着我的愿望 尹大小姐往他手臂上一锤 我的愿望如果没实现 都怪你 大小姐体力不错 爬了一晚上的山 还能打我 看来以后 我也不需要联系你了 薄巡怀笑着 微微偏头到他耳旁 嗓音低沉雌性 一整夜 大小姐也不会累的吧 荒唐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清心寡欲一点 尹欢休死了 耳阔飞红 他转身就走 表示不想搭理薄巡 这个满脑子瑟瑟的男人 可没走几步 他就腿软腰酸地不行 又累又饿又困 整个人飘飘欲仙 脑子混沌顿的 只想面前出现一张 席梦思大床 让他可以躺着睡一觉 尹欢即将摔倒的时候 身体一清 薄巡将他抱入怀里 我们去吃斋饭 听说这里斋饭不错 哦 尹欢是真的不想走了 心安理得的享受薄巡的服务 他们来得稍微有点晚 食堂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这寺庙不但很灵念 而且 斋饭也很好吃 尹欢懒洋洋地坐着 薄巡和陈瑞去领斋饭 尹欢撑着脸颊 因为范坤不停地打哈欠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落 哦 ZZ困死了 他在桌上强撑着睡衣 红唇微张 打了一个哈欠 哼哼唧唧地抹抹眼角的泪 好可爱啊 小奶猫似的 薄巡捏捏他的脸颊肉 老婆 起来吃饭了 我困 尹欢抬起头 手肘撑着桌面 手肘拖着下颌 困顿顿地睁开迷蒙的双眼 软乎乎地说 你为我行 大小剑 我为你 薄巡眼神宠溺不已 老婆这么乖这么可爱 为他吃饭也是一种享受呢 如果尹欢能坐在他腿上 就更好了 他那么困 还可以靠在他怀里 只是周围的人太多了 不方便 尹欢全程闭上眼睛 咀嚼完就张开嘴 然后薄巡就喂他吃 薄巡先把尹欢喂饱了之后 才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吃饱喝足 尹欢还是小困猫的状态 因为没有办法睡觉 难受得直哼哼 大小姐要发脾气了 薄巡在他面前蹲下 上来 尹欢没有半点犹豫 爬上薄巡的后背 双手攀住他的脖子 你小心点 别把我摔了 我自己摔了 都不会把你给摔了 薄巡拖着他的臀 你放心睡 我背你下去 嗯 尹欢闭上了眼睛 薄巡的气息 和他宽阔的后背 带给他安心的感觉 他真的就放心的睡了 等他醒来时 还能感觉到在移动 处于颠簸中 尹欢眨眨眼 看着沿途的风景 各种树木野花野草往后退 薄巡后颈上 冒着细细蜜蜜的薄汉 就连他们两人紧紧贴着的后背 都感觉有了汉字 薄巡你醒了 快和我说说话 薄巡激动起来 叫生老公听听 我休息好了 你把我放下来吧 他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他们应该在山顶上 多休息休息再下来的 不行 我已经有自己的节奏了 停不了 薄巡背了他一路 绝不能轻易地放下去 等下山之后 他可是要卖惨的 话术都想好了 你受虐狂啊 我自己走你不是更轻松吗 尹欢都不知道 他哪来那么强的体力和精神 追他上山 还背他下山 哪怕是金刚不坏的身体 薄巡也要休息几天吧 你走得慢 我还要等你 还不如背你快点下山 薄巡捏捏他的臀肉 快 叫生老公 呜 尹欢身体一软 脑袋低下去 你别捏我啊 大小姐 你不要那么小气啊 叫一声老公 喊个加油 鼓鼓劲 多好 薄巡说着 又捏了一下他的臀肉 呜 没有老公 这娇滴滴的声音也好听 薄巡整个人都汗津津的 他身体贴着他的后背 也沾上了他的汗子 他的腿也是真的酸软 自己走什么的 就是和薄巡客气一下 他要背就让他背 不就是一声老公吗 他叫就是 尹欢盯着他的后脑勺 软软的轻声 老公 加油又薄巡耳阔 酥酥麻麻的 差点一个猎切摔倒 尹欢下的双手 勒紧他的脖子 嗨嗨 大小姐 你要谋杀亲夫啊 你小心点 看着路 尹欢双手松开 改为搭在他的肩上 我们俩差点摔了 怪大小姐的声音太好听了 有点激动 薄巡现在浑身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忽然就不困不累了 尹欢用手掌亮薄巡的肩膀 泽泽 这家伙肩膀还挺宽的 男人的时尚单品 宽肩这一项 非常的合格 尹欢在他背上 一会儿勾着脖子 一会儿摁着他的肩膀 甚至还摸他的头发 玩得不亦乐乎 薄巡眼底含着笑 一步步稳稳地下台阶 身后的陈瑞 一瞬不眨地盯着 他们两人的对话互动 薄巡两只手 托着尹欢的翘臀 他很坏 时不时地捏捏 虽然他们俩人都看不见 但这个动作十分的色气 终于下了山 薄巡和尹欢上了车 一上车 薄巡就贴着尹欢 整个人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没有半点精神地 将脸贴在他的颈项上 老婆老婆 老婆 尹欢拧开水瓶 嗯 喝水 薄巡眼睛眯着一条缝 老婆喂我 我手没劲了 之前一直用力紧绷着 现在放松了 不止双手没劲 他的腿也没劲了 尹欢捏着水瓶 看在他背他下山的份上 他忍了 尹欢给他喂了水 又拆开了车里的零食水果 自己吃的 同时往薄巡的嘴里喂 薄巡就那么靠在他的肩上 脑袋重重地压着 一只手环过他的后背 看起来十分疲累 回到京城后 下车的薄巡腿都在抖 尹欢站在前面看他 薄巡和老婆的视线一对 眼神立刻变得委屈起来 可怜巴巴地喊他 老婆尹欢回到他身边 来嘛 我扶着你 薄巡搭在尹欢的肩上 尹欢 你今晚得给我按摩按摩 不然我的腿就废了 不用今晚 现在吗 薄巡笑了 对 现在 立刻马上 尹欢抚着他进去 大厅里尹欢提前叫的按摩师 已经准备好了 薄巡 几分钟后 薄巡和尹欢同时躺在小床上 专业的按摩人士 就在旁边给他们抹精油 按摩 男生女生的惨叫 此起彼伏 啊呀 老婆 啊 尹欢小声地哼着 薄巡是不是太夸张了 有那么疼吗 他故意的吧 尹欢烦躁得捂着耳朵 薄巡见状 大叫他的名字 尹欢 尹欢咬着红唇 侧头与他对视 喊什么呢 他也疼啊 老婆 我要你给我按摩 你 你 我没那么大的劲 按摩起来不够爽 没有舒缓放松的效果 尹欢说完 背上一痛 娇滴滴地哼了一声 薄巡听得头皮发麻 心里更加郁闷 他卖惨的结果 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薄巡趴在床上 双手紧紧地握着 手臂轻轻崩起 沉沉地滴吼 尹欢 欢欢 我想要你 尹欢迷起眼 这个混蛋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么多人呢 他不要脸 他还要呢 你给我按摩 薄巡低吼着叫出来 你死了那条心吧 我也累 尹欢趴着继续享受 虽然他没有薄巡累 但也是 没有什么力气的 俩人享受了按摩之后 你牵着我 我扶着你 一起去卧室 沾床就睡 这一觉 尹欢和薄巡睡到了晚上 尹欢醒来时 腰间沉甸甸的 迷蒙的眼睛 看清面前那张沉睡中的俊脸 脑中的思绪 才逐渐回容 睡着的时候 倒是像个人样 没有平时那副嚣张狂卷 傲慢顽固 一言不合 就和他对着干的模样 尹欢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在他高挺的鼻梁上滑了一下 最后停留在他的唇上 轻轻地一摁 唇半下陷 再松开 薄巡还没有醒 背了他几个小时下山 哪怕薄巡的体力再好 他的疲累也不是伪装的 说不感动是假的 他只是不想告诉薄巡罢了 免得他过分得意 尹欢推开腰间的大手 很小心地下了床 他快饿死了 尹欢坐在楼下的餐厅吃饭 吃着吃着 听见又急又重的脚步声 薄巡黑沉着脸走进餐厅 尹欢 薄巡快气死了 他心疼他 背他下山 这个没良心的女人 吃饭都不叫他 把他一个人丢在卧室里 你醒了 坐下吃饭吧 尹欢喝着鲜榨的橙汁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盯着他 他没看出来他很生气吗 薄巡 你醒来之后 有没有照镜子 怎么了 我脸上有字吗 你又在我脸上画什么了 薄巡气吼吼地坐下 他拿出手机照着自己 脸上都是没什么 只是看起来没精神 还有点睡意迷蒙 但头发凌乱 还有几缕头发 炸毛翘起来了 这也太影响 他英俊帅气的形象了 薄巡起身离开 很快 他又回来了 只不过用了点水 把翘起来的头发压了下去 你之前在我脸上画猪头的事情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 我的脸这么漂亮 你舍得报复回来吗 尹欢大言不惭 眼尾上扬 泛红的眼尾滴溜溜的 像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温柔的语气 娇妹的眼神 太过勾人 先干饭 再干 他倒是想 尹欢那一身的软骨头 估计不休息个几天 好不了 舍不得给你画成小猪头 我总可以有别的办法惩治你 伯循沉着脸放狠话 背他下山几个小时 就不能对他温柔点吗 至少说点好听的 哦 尹欢反应平平 你会为了你现在的回应 付出代价的 伯循傲娇得冷哼 但是尹欢没想到 代价来得那么快 他们睡了一下午 吃过晚饭之后 就没了睡意 煮卧米色的沙发上 尹欢面对面 坐在伯循的腿上 柔软的腰只上 两只滚烫又灼热的大手 他呼吸清喘 香槟色的吊带睡裙 单薄至极 他稍微一用力 胶软的身体贴到他怀里 好似没阻隔式的 肌肤熨烫的热气 让他心跳加速 腰窝发麻 软得不像话 真软啊 流氓 尹欢小脑袋搭在他肩上 累 你别折腾我 我比你还累啊 宝宝 那你还勾引我 太坏了 伯循眼底藏不住的坏笑 闻着他身上辛香的气息 薄唇印在他的肩上 暧昧地丝膜辗转 所以才要做点快乐事情 消除身心疲乏 歪里斜说 尹欢此刻虽然没有睡意 但是他只想躺着 却被薄勋抱着 在沙发上和他热吻了好几分钟 现在他的掌心 又在他的后背有力 比起自己的手 薄勋的手显得粗糙一些 肌肤相处的感觉 带来丝丝电流 这种感觉 让尹欢心间发颤 他不经意地碰到薄勋的大腿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啊 浑身都烫烫的 不会发烧了吧 可别传染给他 尹欢抬起白嫩的手 附在薄勋的额头上 薄勋眼底茫然 但心爱的小娇妻 主动碰他贴他 心里说不出来的畅快 尹欢又贴了一下自己 M 他们俩的体温不相上下 应该没发烧 薄勋发的是另一种骚 骚猫 白天泪成那样 这会儿还对他百般引诱 男人果然只有挂在墙上才老实 是不是歪里斜说 你试试就知道了 薄勋双手不老实地乱动 四处点火 尹欢咬着唇 骄横地拍他的胸膛 可尹欢的拍打 对薄勋来说就是挠痒痒 根本不疼 他反而很悠然地欣赏尹欢的表情 白皙的脸颊逐渐泛红 眼波春意撩人 就连白皙的景象都红了 老婆薄勋内心躁动 终于按耐不出去倾他 一时间 安静的卧室里 传来暧昧的接吻声 最后是尹欢快不能呼吸了 推着他的肩膀 薄勋叫老公 我就放过你 尹欢胸口起伏着 我不叫你 也只能放过我 你累成那样了 今晚好好休息吧 薄勋 伤心 薄勋第一次恨自己 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他也不是不行 但是他不想第一次表现不好 尹欢不但会嘲笑他 最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给亲亲老婆 带一个异常完美 且兴奋舒服的体验 以后他还想碰欢欢会更难 他人 等他休息好 恢复体力 必定让尹欢哭着求饶 薄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将脸埋在他的胸前 你就刺激我吧 我以为谁才这样的 尹欢你有没有良心 尹欢娇软地摁着他的肩膀 薄勋 你别得寸进尺 对你还不够意思吗 让你又轻又搂 你还想要什么 他想要的可多了 我提愿望 老婆 你可以满足我吗 薄勋神色显得激动起来 欢欢 欢欢他故意 拖着上扬的尾音 眼中生起浓郁 甚至有点兴奋 他没等尹欢回答 就抱着尹欢去了那时 俩人落在柔软的大床上 他浑身激动地 将他抱着亲吻 欢欢 欢欢 一日 尹欢醒来就盯着自己的手发呆 洗漱的时候盯着手 吃早餐的时候盯着手 去医院还盯着自己的手 死薄勋 臭薄勋 狗东西 弄他一手 这边尹欢气得不行 那边薄勋神清气爽 神采奕奕 开会时嘴角微微上扬 换谁都能看出来 他今天心情很好 总裁大人心情好的事情 传遍整个高层 之前拿着合同 方案不敢去找薄勋弟 都趁着总裁心情好 纷纷去了办公室 导致薄勋忙了一天 都没时间和尹欢打电话 晚上兴奋地回到家 等了许久都没等到尹欢 打电话才知道 他居然为了躲他 去了医院 尹欢躺在休息室 柔软的床上休息 听见敲门声时 秀眉微醋 大半夜的 谁啊 难道是爷爷有情况 尹欢着急忙慌地去开门 还没看清门口的人影 薄勋就摁着他的肩膀 将他往里推 房门啪哒反锁 薄勋 你还知道 有我这么一个人在啊 你结婚了 有老公的女人了 夜不归宿这么大的事情 不需要提前和我商量吗 薄勋搂着他的腰 轻松将他抱起 放在床上 尹欢坐在床边 手指抵着他的胸膛 你凶什么 一进来就高声地质问他 我来医院不可以吗 我来陪爷爷 不可以吗 你打电话问的时候 我瞒着你了吗 尹欢脚也抵在了他的膝盖上 拒绝他的贴近 薄勋喉尖哽了一下 可以 都可以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行踪 万一你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能出什么事 我又不是一个人出门的 你别看陈瑞那副 轻轻瘦瘦的样子 很能打的 不然也不可能当我的司机 尹欢脚尖用力 所以 你放心吧 我好得很 你很信任他 还行吧 薄勋也不想 在尹欢面前 提起别的男人 低头看他白嫩的小脚 干嘛 不让我留下陪你 我赶紧你会走吗 不会 那还问什么 休息室的床并不大 两个人躺着 身体会贴得很近 尤其是薄勋 故意将他困在胸膛 和冷冰冰的墙壁之间 坏死了 早知道就把薄勋给踢下去了 这混蛋 膝盖还往他的腿肩挤 沉甸甸的手臂 搭着他的腰 脑袋贴着他 不老实地倾蹭着他的后颈 甚至吻上了那块胶软的肌肤 尹欢被轻地娇哼 薄勋滴地笑了 他还想躲他 躲得掉吗 他早说过的 他们俩循环作乐 天生绝配 尹欢这辈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薄勋 你别闹 尹欢终于受不了 说话的声音焦滴滴 软绵绵的 这是在医院 我知道 知道还轻他 轻得没完没了 他的脖子肩膀上 感觉都是他的口水 他都臭了 我就轻轻 不让你做昨晚的事情 你还说 尹欢休得急了 好好好 我不说 尹大小杰快睡觉吧 薄勋将他翻了个身 旁边是墙壁 没什么好看 不如看他 说不定 尹欢会爱上他帅气英俊的皮囊 皮像这方面 薄勋一向很自信 尹欢不想和薄勋脸对着脸 一想到今天早上 醒来那个呼吸交织 几乎鼻尖贴着鼻尖的画面 就受不了 于是 他将往下缩了一点 额头与他的喉结对齐 呼吸刚好落在他胸前的肌肤上 清浅的呼吸 倒得薄勋肌肤又酥又痒 薄勋将他紧紧抱住 晚安 宝伯 尹欢没回答 大小姐 你连一句晚安都不施舍给我 祝你失眠 尹欢交哼 十分不配合 那你可要想好了 你就躺在我身边 如果我失眠 我就会忍不住做点什么 我可不管这是不是医院 薄勋下巴搭在他的头顶蹭了蹭 半夜把你稳醒好不好 不许 那把你弄醒呢 也不许 薄勋 尹欢捶他手臂 打扰美人睡眠 是很可耻的行为 你敢打扰我 明晚你就别上我的床 薄勋揉着他鲜薄的后背 手臂上的那点锤打 就跟挠痒痒似的 我本来也不上大小姐的床啊 我想上 大小姐 尹欢气得咬他胸膛 大小姐还真是又野又烈 真带劲 我好的就是这口薄勋怠怠的笑道 滴滴沉沉的笑声在头顶响起 尹欢真是要被气死了 夏刘 我要是清心寡欲 就不会娶你了 她就是想和大小姐日日夜夜沉沦 她满脑子的不正经 都是和她有关的 她能怎么办 她控制不住 也不想控制 肖想自己的老婆 可太正常了 尹欢安静下来 已惹薄勋那话说的她重欲 不会已经脏了吧 尹欢身体僵直 你要不要去看看爷爷 现在 嗯 薄勋笑了 你想把我支走 然后再把门反锁 尹欢 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如果爷爷有什么情况 外面一定很热闹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看 尹欢被拆穿 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本来她也觉得 薄勋不太可能会离开 为什么忽然不想让我陪你睡了 你昨晚可是抱着我不放 她哪有 明明是她固执的 要把她的手放在她腰上 非要她搂着她才睡 还说她背她下山那么辛苦 这点好处都不给 一点谢意都没有巴拉巴拉 你太吵了 一直说 不让我休息 尹欢声音轻轻的 好 那我不说了 薄勋压低声音 睡吧睡吧 她知道 尹欢这段时间很累 她也是 她今天工作强度 比之前高了很多 可她就是再困 也想逗老婆开心 夏季的清晨阳光明媚 阳光从蓝色的窗帘 细缝里照进来 外面走廊上 传来一声护士说话的声音 尹欢迷蒙地睁开眼睛 对上一双幽黑深邃的眸 薄勋 她猛地合上眼睛 才惊觉此刻 他们俩的姿势有多暧昧 她的手 为什么放在薄勋的臀上 她在睡梦中 是那么色气满满的女人吗 要命 尹欢缓慢地收回手 用力地 蹬在自己的睡裙上 可恶 她的睡裙 昨晚已经被卷到了腰界 所以 她和薄勋下半身 都穿着小裤裤 亲密地贴着 天哪 来个人 到了薄勋吧 薄勋只觉得 尹欢实在太太太可爱了 都看见她了 还害羞地闭上眼睛 感觉到尹欢嘻嘻嘻嘻地 在扯她的睡裙 同时将她白嫩的小细腿 从她腿上移开 好舍不得啊 想让老婆多挨她一会儿 于是 尹欢刚和薄勋 拉开一点点的距离 稍微抬了点臀 身后滚烫的身体 就贴了过来 陈甸甸的手臂 自然地缓住她的腰身 整个人将她圈住 薄唇贴着她的后颈 沉沉地喘息着 老婆尹欢一动不动 清晨 身心健康的男女 何况他们 还是夫妻关系 薄勋有什么样的反应 都很正常 但这里是医院 而且 那个门并不隔音 外面的脚步声 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多 她甚至还听见了爸妈的声音 而薄勋却不管不顾地 吻上她的景象 细细密密地轻作前吻 哦嗯 有点痒 不要轻了 门外 有人啊 薄勋薄唇贴在她白皙的肩上 别怕 就轻轻 轻得太久 太色了 尹欢受不了 她小腿瞪她 起开 你就会这两个字 不能对我说点别的吗 滚开 这有什么区别 大小姐 你真是个坏头了 薄勋在她肩上咬了一口 你起吧 我起不了 尹欢淡淡地笑了 呵 臭男人 薄勋手臂搭在额头上 大小姐 那你是什么 香宝贝 尹欢不想和她平嘴 拿着衣服去浴室换了 估计薄勋得冷静一会儿 她就独自出去了 尹欢去看了爷爷的状况 又和爸妈聊了一会儿 才回到对面的休息室 和她一进来的 还有提着早餐的陈瑞 陈瑞余光 看见从床上起来的薄勋 她头发凌乱地坐在床边 慢条丝里地扣着衬衣扣子 那张冷白的俊脸上 那双唇异常的红 一看就是不久前 狠狠地亲吻过什么东西 再看尹欢 白皙的景象飞红 放下早餐之后 陈瑞就低眉顺眼地离开了 她还没走出去 薄勋就走了过来 自然地从后面 抱住尹欢求青青 被尹欢嫌弃地推开脸 你都没刷牙 别这么粘人行不行 尹欢双手去掰腰间的手 却掰不动 只要薄勋不主动松开 能把她的小蛮腰给捏断 你嫌我烦了 你本来就烦 尹欢拍她的手 她走哪根啊 以前怎么没发现 薄勋是这种人呢 可结婚了 也不能像之前那样 十天半个月 甚至两个月才见一次 你什么时候出差啊 薄勋眯起眼 她这段时间的确要出差 所以想在出差之前多陪陪她 你在公司安插了奸细吗 那么想要了解我啊 就连过两天要去出差都知道 薄勋扳过她的脸 指负浅浅的妈撒着她 娇嫩白皙的脸颊 大小剑 你对我是不是碍而不自知啊 孔雀开评 自作多情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你出差就没有人这么粘着我 天天烦我了 尹欢推开她的手 漂亮的小脸冷着 快去洗个脸刷个牙 再梳个头 炸毛了 你好关心我啊 薄勋拿起桌上的牙刷 笑得憨憨的 尹欢不慎理解的轻哼 怎么就理解成关心她了 薄勋如果拉里拉她的坐在她对面 那会影响她的食欲 薄勋很快就洗漱好了 尹欢夹着一个蟹黄包 往嘴里喂 视线还盯着桌上的手机 边吃边玩 对眼睛不好啊 可薄勋不太敢管 尹欢肯定对她 这个早晨还算美好 薄勋可不想被尹欢骂着去公司 会影响她的心情 看着尹欢吃早餐 赏心悦目 薄勋今天胃口好的不行 尹欢吃剩的都给她 她半点都不嫌弃 尹欢秀没动了动 想说什么 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都结过那么多吻了 口水都吃了 只要别让她吃薄勋剩下的就好 她可做不到 一惹 一向都觉得浑身冷战 薄勋也去看了尹爷爷 才准备离开 她牵着尹欢的手去停车场 如果尹欢不提醒 大有一副 要把她给拐去公司的架势 薄勋将她往怀里带 老婆 来个吻别 之前刷了牙 还没轻到欢欢 尹欢白皙的手指摁在她的唇上 大庭广众之下 注意影响 结婚的时候 那么多人都轻了 结婚的时候 和现在能一样吗 尹欢脸皮薄 就不给她轻 她眼波流转 感觉好多人都看了过来 更加羞涩难耐 不许 行吧 薄勋打开车门 将她推了进去 车里就不是大庭广众之下了 车里就可以放肆地轻轻了 前排空无一人 薄勋坐在后座 尹欢面对面坐在她腿上 她被掐着腰 奔着后颈 温热的唇 灵活在她口腔里搅动 尹欢不想沉沦的 可这个该死的薄勋 越来越会轻了 勾得她呼吸轻喘 浑身都是火 明明车里开了空调 还是觉得热 她扯着薄勋的衬衣 口齿不清地问 你 要迟到了 嗯啊 你咬疼我舌头了 尹欢眉眼中的春意 被忽如其来的疼痛 弄得荡然无存 薄勋这个狗东西 经不起半点夸奖 刚夸她稳计进步 就咬她的舌头 伸出来我看看 薄勋面露忧色 老婆 尹欢犹豫着 伸出了小巧的蛇 蛇尖飞红 气气润润的 果然被咬狠了 薄勋瞬间低着头 去拱她的颈窝 我下次清点 如果你还生气 我让你咬回来 薄勋 你在做梦吗 还咬回来 怎么不没死她 我给老婆吹吹 薄勋往她唇边凑 尹欢往她嘴上一拍 真是暴力啊 家暴 幸好是被她给娶回家了 如果换成别人 早就和她互殴了 谁还能灌着她那娇纵的臭脾气呢 只有她 尹欢抿着红唇 冷眼看她 薄勋怎么越来越傻了 她以前觉得 薄勋的眼神就透露着算计 傲娇 粘坏 邪色 现在越看越傻 蠢兮兮的大狗子似的 她那没丢啊 也不至于把智商传染给她了 薄勋你松开 我要下车了 薄勋往她胸前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抬眼时 眼神中满满的欲念 正经典 我每天都与火分身 那怎么办 尹欢歪头 一副天真的不行的模样 好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个问题 那看老婆 你什么时候方便啊 薄勋说完又埋到了她的胸前 老婆太香了 埋不够 吸吸老婆的气息 记住这个味道 今天工作有动力了 最近这几天都不方便呢 为什么 薄勋猛然抬头 你生理器才过了几天 你别和我说你一个月两次 那你就病入膏肓了 尹欢真想一巴掌拍过去 算了 不用想 还是拍吧 薄勋脑袋被打了一下 尹欢 爷爷的状况你都看见了 爸妈叫我最近这几天都要回尹家盯着 要清算爷爷名下的财产 尤其是那些不动产 收藏品 太多了 你知道我爷爷喜欢搞收藏的 平时就我和他接触的比较多 知道的多 尹欢一想到那样东西 就头大 但那些都是钱 必须上心 要我帮忙吗 你别来打扰我就是 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薄勋猛色暗了暗 那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 到底什么时候 就算按照你之前说的一周两次 你已经欠我很多次了 好几个晚上了 尹欢 你的腰还要不要 呵 薄勋的理解和他的理解 好像不一样 他的意思是他口中的一次 指的是一晚 一周两次 指的是一周两天晚上 这个以后再说吧 等忙完这段时间 尹欢就这么坐在薄勋的腿上 拿出口红补妆 你知道我最近也没有那个心情 希望你能理解 尹欢很少用那样的语气和他说话 薄勋那一瞬间 觉得自己坏得不行 就像个强抢名女的 顽固大少爷似的 我不是那种禽兽 尹欢对此持怀疑态度 薄勋沉着脸 到底我做了什么给你 造成误解 尹欢伸出了自己飞红的舌尖 薄勋瞬间转笑 那也不至于是禽兽吧 我就是激动了点 兴奋了点 尹欢对他又是一个大白眼 然后就从薄勋的车里出去了 他扯了扯裙子 才去自己的车里 陈瑞给他开的车门 尹欢回到尹家老宅的时候 发现家里的人挺多的 清理爷爷的遗物 虽然这样说很冒昧 但他和爸妈都知道 爷爷活不了多久了 来尹家打秋风的人也不少 表面上说着 来看看老爷子的情况 实际上眼神里透露算计 尹欢端着大小节的人设 淡淡地笑着 表示最近家里忙 爷爷还在病房里养着 以后会邀请大家 让管家把人给送走了 那些人离开之后 尹家清静了一些 尹欢换了拖鞋 去了爷爷爷的收藏室 身后跟着专业盘点的人 尹欢这一忙 除了中午吃了个饭 一直忙到晚上 薄勋看见他时 尹欢靠在颇有些年代的沙发上 闭目养神 那张漂亮的脸略显疲累 整个人透着几分娇弱 他大步走过去 本想将尹欢给闻醒 可他刚俯身 尹欢漂亮的长睫毛 轻轻地颤了颤 含着水雾的漂亮鹤眸就睁开了 薄勋语气温柔地不像话 薄勋几乎是瞬间就下腹一颈 右手握着他纤细的手臂 怎么睡在这里 尹欢扭了扭脖子 累 不想动 真叫 薄勋将他打横抱起 尹家老宅宝勋以前常来的 所以尹欢的房间 不需要他指路也能找到 就这么短短两三分钟 尹欢的眼睛又合上了 对我这么不设防 不怕我成人之危啊 尹欢软软地捶了一下他的胸膛 闭嘴 我没睡着 泽泽 还挺能逞强 尹欢的眼睛再次睁开时 薄勋才注意到 他眼眶里红红的 有不少的红血丝 你哭过了 谁欺负你了 回忆 薄勋高大的身形 站在他的房间门口 回忆 和爷爷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 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尹欢靠在他的怀里流泪 薄勋慌了 早知道就不问了 哎 问了也好 大小姐看起来 非常需要发泄发泄 就在他怀里哭吧 于是 薄勋抱着尹欢进去之后 并没有将他放下 而是坐在了沙发上 这样 尹欢就可以坐在他腿上哭 趴在他怀里哭 靠在他肩上哭 他卑劣地渴求着 一切和老婆贴贴的机会 尹欢细声细气地啜泣着 趴在他肩上掉泪 梨花带雨地模糊了视线 薄勋拿着手帕给他擦眼泪 真是金娇漂亮的大小姐 哭起来都这么好看 他希望这画面 只有自己能看到 尹欢良久才 抬起湿漉漉的眼睛 你不回家 怎么来这里了 老婆都不在家 我回家有什么意义 老婆在的地方 才是她的家 这地方 我不能来吗 再说了 我小时候可经常来玩的 薄勋轻轻地拍着她鲜薄的后背 我们结婚了 领证了 你休想甩掉我 尹欢本来还有点感动的 结果这家伙 正经不了半分钟 薄勋 想让我轻轻吗 薄勋往他唇上凑 完全忘了 早上把尹欢舌头咬疼的事情 尹欢偏头躲开 我没吃晚饭 你饿了 嗯 我去洗澡 你去给我买吃的好不好 尹欢一点都不跟他客气 他刚刚自己说的 他们是领了正的夫妻 老公给老婆刨腿买吃的 理所应当 其实我更想陪你洗澡 然后再找个人去买吃的 薄勋捏着他的肩膀 我还可以给你按摩按摩 别了 我怕你看见我美好的动体 把持不住 大小姐还真了解我 薄勋苦笑 他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采协这多 娇艳金贵的红玫瑰呢 他这副虚弱疲累的样子 薄勋还真下不去手 他今天累坏了吧 尹欢想吃的那家店 不提供外卖服务 只能亲自去 派个庸人 去也不是不行 可尹大小姐想让他去 这是给他表现的机会 说不定小欢欢一感动 就更爱他了 薄勋将尹欢放到浴室之后 脑子里就冒出了那样的想法 浴室门关了之后 薄勋脑海中又冒出了三个字 恋爱脑 OMG 他居然会有那么恋爱脑的想法 薄勋一边往外走 一边摇头 薄勋啊薄勋 一遇到尹欢的事情 就彻底疯魔了 薄勋回到家里的时候 家里的女佣正在给尹欢吹头发 娇滴滴的大小姐说的没错 她从小到大 头发都没有自己洗过 自己吹过 佣人吹完了头发之后 又给她头发上抹什么精油护法 弄好了之后 朝薄勋微微汗手 喊了一声 姑也就离开了 尹欢闻着食物的味道 薄勋 我不想吃了 薄勋 他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尹欢 大小姐 你玩我呢 这个时候 吃了会胖的 尹欢小可怜似的 撅了一下嘴 他嘴上说不吃 身体却很诚实地 朝着茶几走去 嗯 蜜汁辣酱生烟的螃蟹和虾肉 小酥肉 酱卤小排骨 烤鸭 牛肉锅贴 冰镇柠檬羊梅荔枝饮 全都是肉 薄勋想把他喂成猪吗 尹欢端起那杯果饮 拿着勺子 吃起羊梅和荔枝 而薄勋坐下之后 就夹起一块小酥肉 往他嘴边送 大小姐 算我求你 简单吃点 饿着肚子睡不着还好 你要是嫁给我不到一个月 就饿瘦了 岳父岳母 还以为我虐待你了呢 胃胖 也是一种变相的虐待 食物送到嘴边 而且还是 他爱吃的 没道理虐待自己 享受惯了美食的胃 尹欢张开了唇 小酥肉还是温热的 吃到了美味的食物 尹欢眼睛不自觉地瞇了起来 颧骨上扬 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他心情愉悦了 薄勋也跟着心里愉悦 就投胃得更起劲了 尹欢晚上不想吃多了 所以他每样都给尹欢喂了点 吃过两轮之后 尹欢眼睛盯着小酥肉 薄勋又喂他吃了几块 大小姐就摆摆手 表示不要了 薄勋快速地收拾好 就提着出去了 很快 薄勋上楼 火速冲进尹欢的浴室洗澡 他才刚洗过 浴室里还残留着 萌萌的水汽和沐浴露的香味 女孩子洗澡的东西可真多 虽然他在家里也见识过了 薄勋丝毫不觉得麻烦 娇滴滴的女孩子 就是要好好保养着 男人洗澡都很快 薄勋也一样 尹欢躺在床上 还在进行睡前玩手机环节 就看见薄勋火急火燎 草草地吹了几下湿漉漉的头发 然后浑身上下 就一条他的白色浴巾 围在妖际走了过来 你别告诉我 你下面是真空的 薄勋露出一副可怜样 老婆 这里没有我换洗的衣服 隐欢服额 那也不能挂空挡就出来了呀 你穿进去的裤子 就不能穿了吗 洗了 你那么勤快啊 自己还顺手洗了 那你洗澡的时间 隐欢揉揉太阳穴 你们男人是不是只洗关键部位 老婆你要检查吗 我保证洗得特别干净 刚刚给他喂食的好感 在这一刻被碾碎 一想到这个家伙准备解开浴巾 浑身赤裸裸地爬上他的床 贴着他睡一整晚 隐欢就头大 他起身 你等着 隐欢出去了 薄勋乖巧地坐在床边 等什么呢 难道他还能失去拿套的吗 老婆 要醉醉醉大号要 隐欢很快就回来了 还没走到他面前 就扔了一个黑色的平脚裤给他 去换了再上我的床 哪来的 别人穿过的 我可不要 新的 干净的 穿吧你 隐欢不耐烦地翻了个大白眼 薄勋没有乖乖去浴室 就这么坐在隐欢的床边换 隐欢刚爬上床 看见他抬腿的动作 一脚踹过去 白嫩的小脚 踹在他的腰侧 薄勋一向节奥野性的俊脸 竟然露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好像在问老婆 为什么踹他 他只是在穿裤子而已 你想让我别穿 也不用踹我 隐欢是想让他去浴室穿 谁知道这家伙 根本就不听话 算了 懒得管他 隐欢倒头就睡 他实在太累太困了 今天做的事情 耗费脑力又耗费精力 薄勋关了灯 身上带着和他一样的沐浴露味道 躺在了他的身侧 将他抱入怀里 大小姐稍微有点勒怎么办 隐欢给他说有屁用 他不会自己想办法吗 你帮我扯扯裤子 你自己没手吗 想要老婆帮我 我累得不行了 你自己搞定 隐欢拍开他躁动的手 薄勋不泄气地 又缠上他的腰 老婆不帮忙 他面前忍忍吧 俩人就这么抱着睡了一夜 薄勋没想到 第二天竟然是隐欢先醒 他醒来时 床边已经没人了 老房子的隔音并不好 薄勋听见了楼下说话的声音 走廊上 还有人走动的声音 床边的沙发上放了一套衣服 薄勋嘴角上扬 隐欢啊隐欢 你真是对我爱而不自知 把他照顾得那么好 还说讨厌他 薄勋换好了衣服 转念一想 他不也是那样吗 青春期的男人都叛逆 明明心里喜欢的要死 嘴上却说 谁会喜欢他 娇纵大小姐一个 隐欢脾气可臭了 这话是从他嘴里说出去的 还被隐欢听见了 当时隐欢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然后转身就走 薄勋下楼没找到隐欢 又回了楼上 他走到三楼 才找到隐欢 隐欢拿着相框 站在老爷子的房间里发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 清晨阳光和煦温柔 他脸上的表情 却是淡淡的忧愁哀伤 薄勋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立在隐欢的身后 没打扰他 他手中的相框上面 是隐欢和隐爷爷十年前的照片 十二岁的隐欢 穿着白色的公主裙 头上戴着宝石王冠 幸福又甜美地微笑着 老爷子眼神宠溺地看着宝贝孙女 那个时候隐爷爷的身体还很健康 脸上的笑容俊朗和蔼 画面十分温馨 薄勋见他快哭了 见兮兮地将他抱起来 转了个几个圈 隐欢拿着相框 薄勋 你在做什么 你幼不幼稚 把我放下 薄勋停下来 松开他 我好饿啊 老婆我们去吃早餐 他把相框抽走 随手放在桌上 你不走 我就抱你了 隐欢抬一脚就走 薄勋真是烦人惊 薄勋盯着他气呼呼的背影 没哭就好 生他的气无所谓 他会哄他的 餐桌旁 薄勋目光灼灼地盯着隐欢 老婆 我明天去出差 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给你带 你去哪 薄勋去哪 才能决定他 想要什么礼物 德国 德国有什么可以给他带的 超速的汽车吗 他都不想自己开车 香肠吧 德国香肠挺出名的 好 薄勋一副严肃的表情 隐欢 他随口说说而已 这家伙 不会真的给他带香肠回来吧 男人的心思 猜不透 他也不想去猜 薄勋离开的话 他就可以放心地 好好整理爷爷的 隐欢小口小口的呼气 撑着脸颊吃不下饭了 他端起牛奶喝着 隐欢其实是个心里 藏不住什么事的人 尤其他对薄勋 几乎不设防 欢欢 人生就是这样 有悲欢离合 我们尽力了 薄勋去握他的手 隐欢的手温凉温凉的 手心里还握着空了的牛奶杯 你还会安慰人啊 这话说得的 献学也得安慰你几句啊 薄勋淡笑 你是我老婆 得哄着你啊 你吃完就走吧 薄勋不放心他 早上就不打算去公司 薄勋在家里陪他 更像是个帮倒忙的 没多久 隐欢就烦了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啊 薄勋站在一个青花瓷瓶前 委屈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的呼吸 都已经可以影响到你了吗 他明明站在隐欢的身后 当他的小尾巴 都没有在他眼前晃 对 那说明我在大小姐你的心里 还挺重要啊 隐欢一个白眼送给他 你在这里 别人又要看你的眼色 我还要是不是看看 你这个家伙 是不是准备搞鬼 心神不宁的 你能不能去忙你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事情做 你就去病房里 陪爷爷说说话吧 虽然他只能听 薄勋上前 快速地当着众人的面 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遵命 大小姐 我现在就去医院代替你看看爷爷 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 薄少爷这性子 还真是野啊 把大小姐 亲的都不好意思了 薄勋并没有 说一套做一套 说去医院代替隐欢看爷爷 就真的去了医院 在病房里 陪了尹爷爷一上午 尹家的父母 看见他这副样子 都夸他 薄勋却说是隐欢让他来的 都是隐欢有孝心 薄勋越是这样说 就显得他越懂事 岳父岳母越是亲爱他 你和欢欢 最近感情发展得怎么样 乔母陪着他走出病房之后 饶有兴趣地问 还可以 虽然我家欢欢是有点娇生惯养 但是他心很热 很暖的 也没有爱过别人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京城众多公子割脸 只有你对他是不一样的 谢谢岳母的成全 薄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下垂的手却暗暗收紧 尹欢不是没有爱过别人 甚至还让他帮忙递过情书 笑话 让他给情敌送情书 他又不是蠢到家了 他随手就扔进了垃圾桶 但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们结婚了 就算那个男人从国外回来 也不足为惧 不过是年少时的白月光罢了 能有什么杀伤脸 这几年 他倒是没有看出来 尹欢对那个男人的半点思念之情 估计早就忘光光了 薄勋在医院和岳父岳母 吃了午餐之后 才去了公司 到公司之后 就让助理周富察 德国的哪家香肠好吃 又忙了一天 尹欢洗完澡出来 薄勋的衣服还落在他房间里 白天庸人已经洗过了 整会叠得整整齐齐地 放在他床尾的沙发上 什么意思 薄勋今晚还来 要明天穿走吗 明天要去出差的男人 今晚在家睡大觉 或者在外面应酬 尹欢倒在床上 困顿的他 连手机都没玩几分钟 就闭上了眼睛 尹欢迷迷糊糊间 手机响了 他猛地惊醒 心跳加速 他拿起手机 看见薄勋的视频通话 肺都气炸了 他接起视频 睡得迷糊糊的眼睛 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侧卧在大床上 迷离地开口 薄勋 你大晚上扰人青梦 很烦啊 薄勋今晚明显喝多了酒 脸颊红红的 带着几分醉意 想你 尹欢刚平缓下来的心跳 咯噔了一下 又开始快跳 一句醉话 怎么听得他心躁躁的 回去好好睡一觉 祝你出差一切顺利 你回来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尹欢迷离地应付薄勋 现在不能见吗 尹欢看见薄勋一身的酒气 那家伙 估计一来就要和他贴贴 轻轻抱抱举高高 去应酬包厢里 说不定还有人抽了烟 他好像隔着手机 都能闻到薄勋身上烟酒的臭味 有点嫌弃 别来 回去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我要睡了 尹欢想挂电话 可是薄勋那眼神迷离勾人的样子 又想陪他聊聊 他还在车里 光线很暗 即使那样 薄勋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 也是藏不住的英俊帅气 见眉心目 也性撩人 老公要出差 你就这个反应 尹欢 我的心好痛啊 薄勋夸张地捂着胸口 难受 别装了你 装吗 他真的疼 一想到好几天都见不到老婆了 能不疼吗 乖乖的 今晚好好休息 好好工作 等你回来 和你补过新婚业 尹欢不知不觉地说了出口 然后 他自己羞涩了起来 要命 他是不是太主动了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只是想哄薄勋 今晚别来找他 薄勋果然开心了 颧骨升天 藏不住的笑意 蕴染了那双幽沉沉的黑眸 好 这次你可别喝多了 晕过去 睡一整晚 那我可不负责了 屏幕上 尹欢害羞地藏起了半张脸 娇娇软软的声音 透过手机传来 带上了丝丝电流 听着格外撩拨勾人 薄勋浑身燥热 嗓音低沉 我绝不喝 一杯都不喝 酒那是什么东西 能有和老婆过新婚业重要吗 你有这个觉悟很不错 老婆波波 哪怕车上还有司机在 薄勋也不觉得羞 对着手机亲亲 来 亲一个 不要 尹欢拒绝 平时亲亲就算了 隔着手机又亲不到 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他也那么坚持 尹欢娇声 等你回来 再让你慢慢亲 薄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他喝多了吗 老婆怎么忽然 对他那么好了 又是补过新婚业 又是让他亲个狗 简直就是天使老婆 好爱老婆 既然尹欢不亲他 那他就多亲亲尹欢 波波 波波 亲亲老婆 尹欢看不下去了 挂了视频 薄勋对着手机疯狂波波 忽然变成了聊天背景 他呆呆地盯着背景上 和尹欢的结婚证露出一副痴狂迷恋的神色 尹欢在家里忙了四天 第四天晚上 他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晚宴 身为京城的名门望族 虽然一般这种场合 都是尹家的代言人尹欢出席的 现在爷爷病重 就更需要出来展示一番 哪怕爷爷垮了 尹家还有人在 依然会屹立不倒 让那些企图打尹家主意的人 最好都别动手 尹欢穿了一条巴洛克风格的 吊带鱼尾裙晚礼服 白金的丝线 在香槟色的裙身上 勾勒出浮雕的立体两条叶纹 随着他走动的步伐 整个人站在明亮的光线下 金丝闪烁 绚丽又滑美 白皙的胸口 点缀着珍珠胸针 珠帘自然地垂落在尖壁处 精致又性感 S型的设计 完美地包裹着他收紧的腰线 配上下摆的鱼尾造型 宛如上岸的人鱼公主 金贵优雅 漂亮迷人 时序一见到他 端着香槟就迫不及待地朝他走来 这么漂亮的宝贝 今晚怎么一个人来啊 你家那位呢 出差 不过按照博勋的说法 他回来也就这两天 时序愤然 泽泽 男人 你们结婚还没一个月呢 新婚燕耳呢 博勋就去出差 不在家陪你 渣男 尹欢倒是觉得没什么 男人吗 工作为主 别看博勋平时那副吊锒 玩世不恭的模样 工作可认真了 不然之前单身的时候 公寓也不会住离公司那么近的地方 尹欢端了一杯白葡萄酒 博勋回来就要和他 所以尹欢并不是很急 他随便出差多久都行 再逗留一周都没关系 今晚的主持人是万里 以前给博勋告白过那位大明星啊 不过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人家在剧组封闭式拍戏 今晚见了 必定剑拔弩张 博勋是什么稀罕的人吗 得不到博勋 有必要剑拔弩张吗 女孩子最重要的是爱自己 如果博勋愿意 等我爷爷去世之后 我可以离婚 尹欢淡淡地说 石旭 他左右撇了撇 大小见 今晚人多嘴杂 小心传到博勋的耳朵里 把你摁床上收拾 三天三夜出不了门 应该 不会吧 博勋没有那个本事 石旭 姐妹啊 男人可不是用来质疑的 你会为了今晚的话付出代价的 石旭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视线 一扭头就看见博勋的铁哥们 司徒对着他笑了一下 还隔空举了一下手里的威士忌 被听见了吗 欢欢 你自求多福吧 尹欢这会儿 已经游刃有余地去和其他名门千金 青年才俊 世家公子 豪门贵夫人打招呼去了 慈善晚宴开始 身着银色亮片晚礼服的万里 上台主持 尹欢想起好友的话 多看了对方两眼 在百花齐放的娱乐圈里 万里的长相身材都非常的出挑 一米七的身高 郁姐的脸庞 俐落的期间短发 大概是和最近拍摄的电视剧形象有关 从小到大 博勋那张妖孽精绝的帅气脸庞 吸引了无数人 对他告白的人不少 这点他也一样 博勋可能不喜欢玉姐型的 喜欢美艳娇俏 身胶体软衣推倒的 比如他自己 尹欢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想什么呢 就算博勋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博勋 他们俩结婚了 这是老婆对老公最最最最基本的占有欲 结婚了 就该老实点 精神和肉体都不许出轨 尤其是肉体 尹欢在慈善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拍了两幅画 小捐了两百万 尹欢和时序坐在红色的沙发上聊着天 万里朝着他们走过来 这腿是真长啊 羡慕 下辈子我要拥有这样的腿 我要去当超模 当腿模 去违命 时序一边喝酒一边说 万里直直地走到尹欢面前 听说你结婚了 婚礼的时候太忙 没有赶回来参加 迟到的一句恭喜 新婚快乐 谢谢 尹欢抿了一口红酒 介意我坐下吗 不介意 尹欢向来坦坦荡荡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不怕事 万里坐下之后 眼神就很自意 没有任何躲藏地打量着尹欢 他们又不是不认识 今晚这样盯着他 果然是因为博许吗 随便看 他今晚没报了 不 他每天都没报了 我真挺好奇的 我记得你不喜欢他 为什么嫁了 万里直截了当地问 万里的声音和长相很配 他这一款 在娱乐圈属于独一份 很强势 听说最近拍的戏是姐弟恋 还差八九岁 年下小狼狗弟弟 真香 这不是得听老爷子的话吗 理解你知道的 我一向很乖巧的 尹欢甜甜地回答 旁边的时序 林尹欢 乖巧 我现在是明白了 爱情呢 还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比较快乐 否则单身也未尝不可 万里淡笑 既然你们结婚了 博许人不错的 希望尹大小姐敞开心扉 哇 现在的情敌 都这么大方了 看万里的样子 应该已经不算是情敌了吧 我人更好 他娶了我 他就偷着乐吧 尹欢傲娇的轻哼 博许应该是明着乐 万里淡笑 博许娶到尹欢 巴不得宣告全世界 领证之后 立刻发朋友圈 朋友圈背景也换成和尹欢的结婚照 甚至闷骚的 就连自己的VX的名字 都换成了欢欢的老公 万里嫌弃死了 真是没想到 自己以前喜欢过那么恋爱脑的男人 对比起博许的爱意汹涌 尹欢这边平静许多 甚至就连结婚当天的照片 都没有发过朋友圈 一看就是 薄许爱得更深 两年前 他拒绝我的时候就说 他有喜欢的女人 只想娶她 万里点到为止 目光却只是尹欢的侧眼 两年前 他才刚二十岁 薄许当个人骂 那个狗东西 居然两年前就在想了 尹欢气鼓鼓地喝着酒 心里暗骂薄许混蛋 说不定薄许拒绝别人的时候 都是拿他当挡箭牌 怪不得之前那么多塑料姐妹花 玩得好好的 忽然就疏远了他 薄许 宝贝 我来了 尹欢以为自己幻听了 可那优越的大长腿 正穿过人群朝他走来 尹欢瞬间觉得羞耻了 好多人都看过来了 什么宝贝啊 乱喊什么 尹欢不停地告诉自己要淡定 又拽又狂 大步走到尹欢的面前 挨着他坐下 老婆 几天不见尹欢 想死老婆了 老婆今晚好漂亮 薄许晕黑的眼里火花似箭 按耐不住地撩了一下 他手臂上的珍珠 大小剑 玩够了吗 回家吗 老婆答应过 出差回来就洞房 三天三夜 嗯 尹欢放下酒杯 薄许牵着他起身 持续坐在旁边以母笑 可CP的表情 拜拜啊 我们一周之后再见 尹欢 为什么要一周之后 他明天 算了 他也觉得自己明天 大概率是不会出门的 薄许掌心滚烫 与他纸节贴着纸节 这种食指相扣的方式 显得他们关系十分亲密 甚至俩人 此刻面上带着微笑 应对众多的金圈其他人士 哪怕尹欢 最近一直在忙 京城的传言 他也是听说过的 尹家以后不会有那么风光 以后没靠山了 和薄家联姻 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表面婚姻罢了 嗯 表面婚姻 就表面婚姻吧 就算爷爷不在了 尹家还是京城的豪门 这一点不会变的 什么继承人 用得着他们担心吗 爸爸才四十五岁 还有他呢 进入电梯之后 尹欢都做好了 薄讯会动手动脚 不老实的准备 可他却没有 只是紧紧地牵着他的手 好像生怕他跑了 我和万里什么都没有 眉头莫尾地解释一句 尹欢懒懒地掀起眼帘 瞥了他一眼 你少自作多情呢 人家是来助我们 新婚快乐的 没有争风吃醋 没有落井下石 哦 怎么 失望了 你觉得 女孩子就应该为了你扯头花 明争暗斗 满足你薄大少爷的虚荣心 薄讯忽然与他平视 凑得极净 尹欢平住呼吸 这混蛋要干嘛 马上出电梯了 可不许清 尹欢下意识地抿着唇 怕你被欺负了 没有就好 薄讯快速地在他脸颊上 拨了一口 不让他亲嘴巴 就亲脸 欢欢娇的 他身上那么多地方可以亲的 尹欢的司机在等着 薄讯就把自己的车留下了 跟着尹欢上了他的车 上车后 薄讯将尹欢抱在腿上 他今晚的裙子 导致他 只能侧坐在薄讯身上 不太舒服 他想逃 却被紧紧地扣住了后腰 老婆别动 薄讯 尹欢提醒他 我知道你急 但是你先别急 这是在车里 他又没说不同意 就不能先回家吗 薄讯贴到他耳旁 滴滴地用只有两个人 能听见的声线说 让你司机把挡板给放下来 尹欢美眸威正 这个混蛋 在车里想做什么 薄议他快点说 陈瑞 挡板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从尹欢喝了酒 好听清甜的嗓子里说出来 陈瑞一言放下了挡板 眼里的眸色却变了又变 薄讯埋在他的手臂上 却被手臂上的珠帘 给割得脸疼 他抬起头 又看尹欢的胸前 本来就是侧坐着 加上他胸前漂亮复杂的胸针 更不适合埋胸 薄讯想来想去 最好的缓解思念的方式 是抬起他的下颌 渐凑近 带着浅犬思念的吻附 在他娇艳的红唇上 尹欢嘴里有酒香 他今晚的酒 应该喝得不止一种 薄议慢慢地品尝着尹欢的唇 想念了几天 分开的时候 每晚都梦见和他缠绵翡测 鸳鸯细水 正到这个时候 薄议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怎么会那么紧张 分开时 薄议还捏坏捏坏地 故意咬着他的下唇 拉开了一点才松开 毫无疑问 尹欢吃痛 眼睛水雾蒙蒙地瞪他 小手就往他的胸口捶了几下 好了好了 我错了 薄议道歉都是笑着的 半点诚意都没有 不给你亲了 我后悔了 你今晚睡书房吧 尹欢 我们说过的吵架可以 不能把我赶出去睡 薄议含笑地 又往他的脸颊凑 让你咬回来 尹欢盯着他好看的唇形 当真凑过去 狠狠地咬了一口 薄议不气不脑 大小家好听话 我好挨啊 平嘴 你怎么就不信呢 哼 尹欢傲娇 薄议 没少拿我当挡箭牌吧 你老实交代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薄议心里颤了一下 尹欢问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 还是什么时候 拿他当挡箭牌 喜欢他是青春期开始的 用他当挡箭牌 绝对是他二十岁之后 才若有四无地透露的 只是想让京城的其他人知道 尹欢这个娇纵金贵的千金大小节 是他薄议看中的人 是薄家未来的少奶奶 你猜 猜个鬼 那就不聊了 待聊聊我们今晚的新婚夜 薄议坏笑地含了 一下他泛红的耳阔 老婆这么期待吗 耳朵红成这样 好烧啊 好骚 他才骚 他一个整天发情的骚猫 居然说他 尹欢的小耳朵 却被他不停地舔弄着 很快那骨子酥麻的氧溢 就传遍了全身 薄议的唇 就像火苗似的 在他脸颊上 颈项上 手臂上到处点火 聊得他心尖颤 嘴角情不自禁地 一出娇嘀嘀嘀的身影 薄议又贴到他耳旁了一句话 尹欢瞬间小脸爆红 薄议 你 羞死了 那种话怎么能说 车子开进别墅 薄议抱着尹欢下车的 不然没有办法掩盖 自己的身体状况 尹欢则靠在他的胸膛里头笑 你还笑 都怪你 你自己发情 为什么怪我 因为你我才发情啊 老婆薄议眼里都是火苗 他在回来的飞机上 已经计划了 伦众将他吃掉的姿势了 回到卧室 薄议就要去脱他的衣服 对他又轻又抱 急得 很快把自己给脱光了 尹欢笑得不行 不好意思看他 先洗澡 你先还是我先 薄议眼里坏笑 或者 一起 尹欢还没有心大道 和薄议一起洗澡 他怕薄议火焚身 在浴室就把他给绊了 你先洗 我要去卸妆 尹欢推开他时 眼睛却直勾勾地 往他颈动的腹肌看了两眼 薄议注意到他的视线 大小剑 今晚让你摸个够 尹欢不理那个坏人了 卸妆去了 薄议洗完澡 穿着黑色的睡袍出来 好身材秀出来 才能勾引老婆 尹欢还在卸妆 女孩子好麻烦 可老婆那么漂亮 再麻烦 也值得等待 尹欢一抬眼 就能看见 站在他身后 卖弄风骚的薄议 睡袍场那么开 怎么不干脆 直接跨到肩膀上 平斩宽阔的胸肌 和线条流畅的腹肌 在明亮的灯光里 好像在引诱他 伸手去抚摸 蓝湿沐浴露 清新海洋的味道 在空气里流窜 尹欢默默地吞了一下口水 眼神直白又炙热 勾得他有点意乱情迷 迷迷糊糊中 就和博巡勾缠 亲吻了起来 我想伺候老婆洗澡 博巡将他 隐隐一握的腰肢搂着 好不好 不好 尹欢虽然被轻得迷糊 但理智尚存 那我等你 你快点 博巡恋恋不舍地放开他 好像尹欢要去行军打仗 几年不回来似的 他准备坐在床边 变成忘妻时 我不 我偏要用按摩浴缸慢慢洗 尹欢红唇一张一合 轻轻地歪头 那双眼藏不住的娇媚撩人 逗博巡让他无比快乐 你半个小时不出来 就算把门卸了 我也要进去捞你 博巡现在就忍不住 把他拉到面前 老婆 你就疼疼我 我现在疼疼你 你一会儿就让我疼 尹欢才不上当呢 我保证轻轻的 博巡说完 自己都虚了 他满腔热血 满腔的欲望 满腔的爱意 浑身都在兴奋 大概率轻不了 博巡将尹欢的手 放在自己的胸口 你摸摸 是不是跳得很快 平时只要和他轻轻抱抱 也跳得这么快 身上的体温也那么高 尹欢只是想到 等会儿会发生的事情 觉得羞涩难耐 那你冷静冷静 我去洗澡 尹欢抽出了手 掌心里好像还能感觉到 咚咚咚的心跳 以及滚烫的温度 尹欢匆匆逃离 他想着 博巡今晚那么激动 会不会他半个小时不出去 真的会冲进来 他还没有准备好在浴室里 和他赤裸相对 所以 他今天洗澡还挺快的 想着一会儿还要再来洗 也没有往身上涂什么身体乳 就穿着睡裙出去了 出去后 他竟然看见 博巡在床上坐俯卧撑 身上那件薄薄的睡袍 被扔在了沙发上 尹欢的脚步声很轻 但博巡还是发现了 他立刻就停了 试图做点运动 让自己冷静冷静 结果一看见 他温柔似水 娇艳漂亮的小脸 刚压下去的那骨子火 瞬间复燃 而且愈演愈烈 老婆尹欢面对他炙热的眼神 羞怯地挪到床边 关 关灯吗 博巡不想关灯 他们第一次 关灯看不见尹欢的表情 他就不知道 自己表现得好不好 不关 不关也行 但是没必要卧视这么亮吧 开这么多灯 哪有那种暧昧的氛围 尹欢只留了一盏温和的闭灯 才慢悠悠地上床 他和博巡 跪在柔软的大床上 傻兮兮地对视 博巡先主动还住他的腰 注意着他的神色 然后缓缓凑近 试探性地在他唇上贴近 先亲了一口 欢欢今晚可以做到最后的吧 博巡在这一刻之前 那是气势汹汹 但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又觉得得问问尹欢的意见 这话他怎么回答 尹欢想逃了 你在飞机上有好好休息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今晚想睡觉也没关系 尹欢声音小小的 反正我不着急 他话音刚落 博巡将他摁在床上 眼里藏不住的激动与情欲 我急 他低头轻下去 疯狂汲取尹欢的气息 床边柔和的闭灯 一直亮到了第二天 中午 尹欢徐徐睁开眼睛 浑身都疼 呜呜呜 昨夜太过疯狂了 博巡那个浑蛋 他想动一下身体 腰酸 腿疼 手臂也疼 浑身都疼 更别提他那白皙娇嫩的肌肤上 错落的吻痕 昨晚博巡就像一条疯狗一样 此刻居然还睡得心安理得 尹欢往他身上一踹 起来抱去洗手间 尹欢昨晚用嗓子过度 本想怒吼 结果说出来的声音焦嘀嘀 温柔柔的 甚至听着像是撒娇 博巡整个人贴在尹欢的身上 亲了他裸露的后背一口 迷迷糊糊的 就抱着他去洗手间 将他放下之后 眼睛盯着尹欢 尹欢羞的捂着胸口 出去 把睡衣给我拿来 好的老婆 博巡眼里藏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嘿嘿 老婆身上的吻痕 都是他留下的 昨晚他和老婆 一整夜 幸福死了 好爱老婆 博巡拿着睡衣进去 尹欢刚冲了马桶 他握着拳头 虽然我们昨晚已经成了真正的夫妻 但我还没有脸皮厚到 可以让你看见我 所以 你以后能不能注意点隐私 还有 尹欢拿着薄巡递过来的睡裙 就往身上套 薄巡 以后我晕了累了困了 你还清醒着 你把我洗干净之后 给我套一件睡裙不行吗 他不喜欢裸睡 而且还是和博巡两个人 贴在一起裸睡 我记住了 博巡上前将他抱起来 下次绝对给你穿件衣服 我真是谢谢你 他也累 早上给老婆洗了之后 抱着他倒头就睡 何况 能抱着光溜溜的老婆 谁愿意抱着穿衣服的老婆 俩人重新回到床上 只有尹欢身上套了一件薄薄的睡裙 两具身体紧紧地贴着 见证了他们昨晚疯狂一夜的灯 还亮着 薄巡贴着他的后背 爱怜地亲吻着他的肩膀 老婆你如果还有力气 就让佣人把午饭送进来 喂我吃 他们早上才睡 睡了几个小时 现在已经中午了 可尹欢连手臂都不想抬 绝不能让薄巡那样疯狂了 好 我去 昨晚辛苦老婆了 薄巡下了床 看着他迷蒙的小脸 兴奋地夸他 老婆昨晚表现超棒的 尹欢羞地想打他 气呼呼地抬起厚重的眼 平溺了他眼 不许说了 那不行 必须夸夸老婆 老婆昨晚可爱他了 至少身体是爱他的 以后多勾引勾引老婆 老婆迟早离不开他 薄巡心情好极了 他穿上衣服跑着下楼 别墅里的佣人看见薄巡 都是藏不住的姨母笑 薄巡端着午餐 回到了楼上房间 他将尹欢抱在腿上 小欢欢娇软 温柔地靠着 小手戳他的胸膛 坏人 还有力气骂我 看来今晚可以再送你一晚 你敢 尹欢漂亮的小脸 泛着粉润的薄红 还没睡醒的迷蒙眼神 可爱的不行 一点威慑里都没有 不敢不敢 大小就说 不许就不许 薄巡今晚是真的不敢 尹欢昨晚是第一次 他本来想克制住的 可是 老婆实在太诱人了 对他而言 尹欢就像春药似的 哪怕是脆了毒 他也甘之如鱼 哼 尹欢轻轻地哼了一声 小傲娇地张开微肿的红唇 薄巡喂了一片滑嫩的牛肉 尹欢眯着眼 咀嚼享受着食物 填饱空荡荡的胃 太困了 只想填饱肚子之后 继续睡 所以 他吃饱之后 就让薄巡将他抱回床上 薄巡狗得狠 他还没吃呢 不想和他分开 也不放开他 尹欢不是懒得走 而是两条腿肌肉酸软无力 好像不是自己的 等薄巡吃完 才抱他回床上 尹欢乖巧地陷入柔软的大床里 床单是昨晚薄巡草草换得干净的 他脑袋沾枕头上 就闭上眼睛睡了 薄巡躺在尹欢身侧 满眼爱怜地 在他白嫩的景象流连轻作 尹欢睡着了 看不到他眼里浓稠的深情 薄巡不知道 为什么有句话说 得到了就不珍惜 昨晚他得到了尹欢之后 只觉得自己更更更爱他了 心里都被尹欢这个女人给塞满了 尹欢不仅得到了他的人 还得到了他的心 尹欢这一觉又睡到了晚上 终于睡饱了 他动了动四肢 还是疼 他昨晚一定是被薄巡给蛊惑了 居然会允许他纵于一整晚 他的腰二二薄巡坐在床边 尹欢婉转的胶银传软里 他脑子里想到 昨晚暧昧又刺激的画面 尹欢的声音 就跟钩子似的 勾得他心痒 尹欢转了个身 才注意到床边眼神火热的薄巡 那目光他太熟悉了 昨晚就是在那样的目光下 被吃干抹尽了一次又一次 薄巡放下笔记本电脑 凑到床边去摸尹欢的脸 温柔地捏了捏脸颊颊的软肉 大小姐 睡迷糊了 有点 尹欢从来没有在青天白日 从早睡到晚 中午只清醒了一个小时不到 大小姐睡着的时候 特别可爱 可爱的我都没心思工作 只想盯着你看 薄巡这话是真的 虽然笔记本电脑放在面前 但他大多数时候都在看尹欢 尹欢睡得很沉 但身体依然会在睡梦中有些动作 偶尔翻个身 伸个腿 抬个手 甚至还把身上的薄背掀开 只盖着小肚子 尹欢从脚踝到脖子 白嫩的肌肤上就没有一处 没有留下他的吻痕 尹欢躺在床上 他直接看呆 刺激得根本没心思工作 我又没让你在床边守着我 我还能掉床下不成 尹欢懒洋洋地说 他嗓子还没恢复 还有点沙哑 我这不是怕你醒了 有什么需要我不在 那不是显得我特别不负责 薄巡好 喜欢尹欢这副胶软依赖他的样子 小脸就贴在他的掌心里 欢欢的小脸但软乎乎的 捏起来手感简直好到宝 星号星号 爽死了 尹欢拍他的手臂 软绵绵地撑起身体 薄巡 你捏够了吗 没 大小姐的脸 我是要捏一辈子的 一辈子有那么简单吗 轻易就说出口了 尹欢靠在床头 吊带裙挡不住他交好的身躯 大片的肌肤上 点缀着暧昧的红痕 薄巡看得猴姐滚动 去楼下吃还是房间吃 下楼 下楼让所有人看见 他被蹂躏了一整晚 不堪入目的模样吗 尹欢没说话 就给他一个眼神 我懂了 我还抱着你吃 我还给你喂 我觉得我应该有力气 可以自己吃了 尹欢担心被薄巡抱着 会擦枪走火 昨晚都没有节制的男人 他很难相信 薄巡的自控力到底行不行 精神地吃着晚餐 小困猫薄巡抓了抓他的头发 睡一天了 还困吗 嗯 尹欢打着哈欠 睡不醒了 那我抱你 喂你 不要 尹欢迷蹬蹬地摇头 端起桌上的柠檬红茶凍撞来 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喝了之后 整个人感觉舒服了不少 他又吃了点 然后就脱了鞋 双腿蜷缩到沙发上 不顾薄巡死活地靠在他的身上 昨晚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许那样疯狂 嗯 以后今晚疯狂 明晚继续疯狂 疯狂半夜 不疯狂整晚 尹欢就没话说了 他可真是个机灵鬼 尹欢在家里待了三天 才提起精神 去医院看爷爷 乔母一见到他 就感觉女儿和之前不一样了 再看看身边的薄巡 脖子上那草莓硬出门 也不遮一遮 小夫妻现在感情好 老爷子也可以安心了 尹欢注意到妈妈的视线 扫了眼薄巡 狗男人 他说给他遮一下 他偏不 说什么一个大男人 用什么化妆品 遮什么遮 现在看来 薄巡就是故意的 看 我老婆亲的 我老婆留的 我老婆就跟小狗似的粘着我 尹欢化了个全装 脖子上的痕迹 被遮瑕高支的半点都看不出来 病床上 尹老爷子情况愈加不好了 甚至医生让他们把老爷子接回家 留在医院也是无用的 尹欢听见那话 瞬间就感觉腿软 薄巡扶着尹欢的肩膀 让他胶软的身体 靠在怀里 尹欢昏沉沉地离开了医院 根据爷爷的意思 他也想要弥留之际待在家里 然后薄巡和尹欢都回了尹家老宅居住 深黑的夜 尹欢从老爷子房间出来 他叹着气 刚刚爷爷在病床上 那么虚弱的声音说 让他和薄巡好好过日子 要开心幸福快乐 爷爷唯一的牵挂就是他 尹欢回到卧室 薄巡已经洗完澡了 两人很有默契地朝着彼此靠近 尹欢懒洋洋地抱住薄巡的腰 从他的身上寻求一点点的安全感 薄巡洗完澡后 外面只穿了一件睡袍 大大咧咧地敞开着 此刻尹欢一靠近 小脸毫无阻隔地贴在他的胸膛上 身上的体温快速升高 薄巡瞬间心跳加速 小欢欢难得这么娇软柔弱地依赖他 心里形容不出来的满足感 好爱好爱老婆 老婆真娇 大小姐 嗯 尹欢声音懒懒的 薄巡 乖啦乖啦 薄巡揉着他的发 欢欢 我带你去洗澡 让你快乐好不好 臭流氓 他哪有那个心情啊 尹欢是怕了薄巡旺盛的体力 不要为什么不要 怎么就不要了 老公伺候你洗澡怎么了 欢欢 你身上哪里我没见过 没摸过 薄巡抱起他 就往浴室走 我连洗澡水都准备好了 哼 你帮我洗澡 能是单纯的洗澡吗 尹欢可不相信他 虽然这三天 薄巡克制着没再碰他 但是他每天都在身边发情 轻轻抱抱举高高个不停 轻个没完没了 年纪的不行 一边轻还一边他耳边叙叙叨叨 十分过早 这么炎热的夏季 空调开着 薄巡也不嫌热地贴着他 让他总想起 都怪薄巡太年轻 身体太好 太粽欲 浴缸里放了温热的水 尹欢双腿软软地落了地 薄巡勾着他的下颌 别伤心了 我会连爷爷的那份宠爱 一起给你的 他会更更更更爱他宠他 谁要你宠啊 尹欢轻哼 出去 你呀 我宠我老婆 天经地义啊 薄巡在他唇上 快速地印了一个吻 才粘坏粘坏地离开浴室 尹欢泡了澡 慢悠悠地护肤护发擦脸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才爬上床 老婆薄巡闻着他身上的香气 贴了上去 沉甸甸的手臂 压在尹欢的腰上 火热的唇绵绵不绝地 轻在他白嫩的肩上 呼吸逐渐粗重起来 老婆睡觉 嗯 不想睡觉 想睡你 薄巡低沉的语气撒着娇 开婚了怎么还让我禁欲啊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谁让你上次弄那么久的 弄我的疼死了 尹欢侧头 眼里笑盈盈的 不许 尹欢的语气 根本就没威慑里 漂亮的小脸 笑得娇媚勾人 薄巡坏笑了一下 尹欢还没反应过来 薄巡亲了过来 堵住他嘴巴的同时 对着他上下起手 呜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他和薄巡一起开婚之后 身体就变得格外敏淡 他这样故意勾引他 撩拨他 他根本就抵抗不住 半推半就地任由薄巡 对他为所欲为了 第二天 尹欢又起不来了 这还是在自己家 尹欢休得不行 今天又是周末 薄巡不上班 早晨端到卧室里来吃 吃完尹欢就准备继续睡 实在太困了 薄巡去陪了一会儿老爷子 和岳父聊了会儿 才回到卧室 虽然外面的艳阳天 但卧室里遮光帘拉上 里面黑漆漆的 柔软的大床上 尹欢侧握着 手脚都在薄背外面 露出的肌肤上 深深浅浅的吻痕 吸引薄巡的视线 薄巡躺在床上 满眼爱意地贴过去 轻轻尹欢的小脸蛋 呜 尹欢觉得痒 抬手去挠 薄巡又亲她的脖子 尹欢睡得迷迷糊糊的 总感觉有只毛茸茸的动物 在身边不停地晃悠 大小姐想被吻醒吗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大小姐想吻哪里被吻醒吗 薄巡与她面对面侧握着 手指从她的脸颊 划到她的唇上 温柔地摁了摁 她堵起唇 薄巡手指立刻吓一到 她的脖子上 再往下 指负在她锁骨的黑质上 画圈圈 这里吗 还是薄巡手指 继续往下移 对面的尹欢悠悠转醒 睁开眼睛 就看见薄巡那张邪坏的俊脸 以及躁动不安的手 正往她的胸口放 薄巡 老婆 你醒了 薄巡一把将她抱住 老婆 尹欢闷在她怀里 这混蛋想要憋死她吗 然后她就可以换老婆了 薄巡 不 薄巡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躺着 我给你揉揉 要我本来就躺着 你非要把我揉你怀里 想闷死我 尹欢不满地推她 薄巡你坏死了 你别来烦我 你就不能去工作吗 昨晚也是 说了 不要还来 她嘴上还见兮兮地问她 女孩子都口是心非 说不要就是要 快点就是慢点 轻点就是重点 强词夺脸 歪理斜说 坏得要命 她早晚被薄巡玩死 周末还让我工作 尹欢 你可真舍得 把你老公当机器啊 薄巡将她的身体搬过 让她趴在床上 昨晚薄巡已经给她 按摩了一会儿腰 现在在按按 她不会像上次那样 在床上躺一整天 尹欢也不太好意思 在爸妈眼皮子底下睡一天 那也太丢脸了 尹欢在午饭的时候 还是起床了 只是她在家里 没有去遮那些暧昧的痕迹 尹欢被爸妈看着 她反应过来 尴尬得不行 趁爸妈吃饭 她直接在桌子下面 对着薄巡就踹了过去 都说了别留痕见 非不听 一到床上 薄巡就跟聋了似的 薄巡被老婆踹了 她侧头看向尹欢 然后自以为很了解她的 戴上一次性手套 给尹欢包了一只蟹腿 尹欢 薄巡你真是油烟不尽啊 阿巡现在会照顾人了 尹母眼底温柔 不错不错 妈 我以后会做得更好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尹欢翻了个大白眼 整天就想着欺负她 一点都不会照顾人 还在长辈面前装模作样 爸妈和爷爷 都是被她这副假绅士的样子给骗了 这家伙被地理可坏可坏了 第二天 甚至在石旭邀请她共进晚餐的时候 就答应了 她给薄巡发了句不回家吃饭 就欣然赴约了 就该冷落冷落薄巡 不然那个混蛋蹬鼻子上脸 骑在她头上作威作福了 折腾死她了 她现在还感觉腰痛 可引大小就出门 怎么能连高跟鞋都不穿呢 尹欢甚至都不服这腰 等她到了石旭发的地址 一家开业了一个月 但生意十分火爆的海景餐厅 坐在里面吃饭 可以看见灵活游动的鱼儿 以及忽然出现的南美人鱼 什么情况 南魔餐厅 石旭 你真是会找地方 六个腹肌男人鱼在里面各种表演 好多小姐姐疯狂尖叫 尹欢没什么兴趣 腹肌 她天天摸 薄巡的腹肌 长得还比他们的腹肌好看 倒是对面的石旭 看得一犹未尽 英淼淼则是又耸又想看 又害羞 耳根子都红透了 大小姐 你今晚怎么回事 是腹肌人鱼下酒呢 还是有什么心事 怎么喝那么多 石旭悠然地收回视线 嗯 尹欢不知不觉 脸颊红红 薄巡那个浑蛋 呜 叙叙 男人在床上都是喂不饱的狼吗 折腾死我了 我怎么能被他给拿捏 他不就是长得壮 体力好 我真是 哎呀 恨死了自己这副身体 被薄巡一碰就软 薄巡早晚甚虚 石旭抓住英淼淼的手 淼淼你看 变相的秀恩爱啊 宝汉子 不值了汉子鸡呀 他故意的 太坏了 太坏了 我 我哪有 我和他就没有爱 哪来的恩爱可以秀 尹欢气呼呼地喝酒 虽然薄巡经常在那种时候说我爱你 可尹欢只当那是一种调情的话 那个时候爱他的身体罢了 他从未当真过 薄狗那旺盛的经历 他今晚回家 估计又逃不掉他的魔掌 哦 尹欢现在好恨 当时和薄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有下定论 什么以后再谈 就没有再谈过了 薄巡又 总是拿新婚业没有过当借口 一边倾他摸他 一边说 他还欠他好多次夫妻生活没有旅行 叙叙 我们要不要拦着点 他今晚喝了好多 英苗苗小声地问 眼底有些担忧 不用 他想喝就喝 薄巡会收拾他的 时序坏笑了一下 叙叙你好损 没 我这是为了他们的夫妻感情操碎了心 可惜没有在他们家安监控 不知道薄巡看见喝醉酒回家的尹欢 是什么表情 何况 尹欢喝酒也不可能全是因为薄巡 更多的是因为他爷爷 听说已经在准备后事了 尹爷爷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对他们这些尹欢的朋友都非常的好 尹欢小时候爸妈忙着工作 他和爷爷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老爷子一直都特别宠他 就让尹欢醉一次吧 亲人死别这种痛 他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也没有办法安慰尹欢 一个小时候 时序还没走出餐厅 就被小奶狗搭讪 然后丢下尹欢和英苗苗去约会了 餐厅门口 英苗苗扶着尹欢上了车 陈瑞坐在驾驶位上 他一抬眸 从车内后视镜 看见了尹欢酒醉泛红的脸 养着脖梗 没什么精神地靠着 他第一次见尹欢喝这么多酒 尹欢抱着车里的毛绒玩具 眯着眼看向窗外 车外夜色繁华迷人眼 他迷邓邓地听见手机响了 看见屏幕上薄狗子三个字 不耐烦地接起电话 大小姐 你也该回家了吧 我都洗完澡 等着给你暖床了 博寻轻挑挑的语气 从手机里传来 尹欢听见暖床两个字 身体本能地升起一抹后怕 腰又开始疼了 不回 尹欢挂了电话 手机一扔 陈瑞 去酒店 小妖要紧 什么暖床 她不需要 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人 好好地睡一觉 没有人把她给弄睡着 也没有人把她给稳醒 没有沉甸甸的手臂 压着她的腰 本来用腰过度就反酸 博寻那个狗东西 还要压着她的小蛮腰 简直不把她当人 自己一个人睡去吧 本小姐今晚不奉牌了 陈瑞带着尹欢到了酒店 她穿着高跟鞋 有些站不稳 陈瑞伸出手臂 尹欢扶了一下她的手臂 走进电梯 进入电梯后 尹欢就放开了她的手臂 整个人靠在银色的电梯上 她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 哎 头好疼 想不起来了 被遗落在车里的手机 想了起来 脖狗子三个字 异常亮眼 出了电梯后 尹欢右手扶着墙 陈瑞一直关注着她 小心地注视着她 生怕她忽然摔倒 没有及时扶着 俩人都没注意到 从另一侧走廊出来 一道视线望着她们的背影 进了酒店房间 尹欢手里的包一扔 直奔房间 你回去吧 陈瑞脚步停在房间门口 她盯着落地窗 外面夜景异常繁华 京城就是这样 哪怕是深夜 也有在努力的人 陈瑞走到落地窗前 呆呆地站了几分钟 眼底的眸色愈加冷暗 忽然 她将窗帘拉上 手机关机放在桌上 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门 房间内 床头的台灯亮着 柔和地光落在尹欢的身上 她只脱了鞋 就倒在了床上 拉过白色的薄背 盖在腰间 尹欢很少这样 不卸妆就睡了过去 今晚她到底喝了多少 陈瑞盯着那张朝思暮想的脸 那种按耐不住的情愫 在这一刻爆发 大小姐 我的大小姐 她明知道自己不配 她知道自己 只能永远地仰望她 可今晚 好像给了她一个犯罪的 一个可以觊予她的机会 陈瑞站在床边 轻目多年的女神 就这么躺在床上 她只要一抚身 就能倾倒她香软的红唇 她脑海中不停地挣扎着 欲望和克制交织 眼底愈加幽暗 双手紧紧地握着 紧绷地手背轻筋绷起 陈瑞重重地吞了一下口水 身体缓缓地滴下去 朝着尹欢凑近 陈瑞在距离尹欢几厘米的距离停下来 她直勾勾地盯着尹欢漂亮的小脸 在她眼里 女神一样的人物 她又怎么能玷污她 可她好爱她 好爱好爱大小姐 大小姐陈瑞沙哑地叫她 眼里是无尽地疯狂 就亲一口 明天 他们还是主仆关系 陈瑞闭上眼睛 听着自己咚咚欲裂的心跳声 再次缓缓凑近喝醉的饮欢 忽然 房间外传来响动 陈瑞一回头 就看见伯循冲进来 她眼里怒火中烧 拽着陈瑞的衣领 就把她给拉了出去 卧室门关上 伯循一拳就揍了过去 陈瑞倒在地上 双手紧握着 伯循 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 你胆子很大了 你居然敢笑笑我老婆 博寻气炸了 从尹欢挂了她的电话之后 她就开车出门来找她了 刚好司徒搂着 某漂亮女明星来开房 就看见了他们 她还给陈瑞打过电话 她手机关机 博寻一路飙车过来 她看见了陈瑞没有亲下去 可谁知道 她是不是已经亲过了 狗东西 博寻握紧了拳 拳拳倒肉 用足了力道揍过去 陈瑞也不服 在她眼里 博寻这个人 根本就配不上尹欢 尹欢也不喜欢博寻 她想不通 老爷子为什么要让他们结婚 分明尹欢以前说过 她喜欢那种温润如玉 清风济月的男人 而不是博寻这种 又拽又狂妄 脾气暴躁 也性难迅的也比大少爷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家大小姐 草你大爷 老子和他最配了 你算那根葱 俩人在大厅里打了起来 尹欢睡得迷迷糊糊 脑子昏得不行 她想睡觉 可意识里还在挣扎 她还没卸妆 不能带装睡觉 可是她头重脚轻 天旋地转的 似乎听见了什么动静 闹得很大 很吵 唉 尹欢撑着身体 坐起来 眼皮重重的抬起不来 那个声音不在这个房间里 于是尹欢又倒了下去 半个小时后 陈瑞被弄出酒店 身上挂了踩的宝群 推开门走进房间 幸好尹欢没什么心机 他住的地方 他的密码 都和他的生日有关 宝群坐到床边 尹欢只换个了姿势 睡得沉沉的 还睡 你老公都被打了 小欢欢 你说你没事长这么漂亮 对人那么好 会被别人惦记的 你也不长点线 宝群俯身 捏着尹欢的脸 对着他的唇泼泼泼的 亲了几口 那个下座的臭男人 凭什么说 我配不上你 我们青梅竹马 哪里不配了 配不配 只有我们俩知道 我们绝配啊 是不是小欢欢 薄群浑身都疼 那个狗东西 果然如尹欢说的 格斗技术还不错 明天他该怎么面对尹欢 怎么解释他一身的伤 薄群又清了尹欢好几口 然后才出去 薄群在四处破败的大厅里 处理伤口 酒店的工作人员 快速地清理里面碎了东西 打扫干净 等薄群回到房间 去陪尹欢之后 他们又找了新的物品 来代替 将房间还原 薄群本来想睡觉的 可是看见尹欢那张脸 想到他之前 每晚都要卸妆护肤许久 他最爱他的小脸蛋了 他强撑着身上的痛楚 给尹欢卸妆 虽然动作很暴力 小欢欢差点被弄醒 不满地哼了两声 但他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给尹欢洗了脸 薄群才爬上床 他刚躺在尹欢的身侧 娇娇软软的身体 还带着丝丝缕缕的酒气 就滚到了他怀里 如果是以前 尹欢这么主动 薄群乐的嘴角 都咧到脑后跟了 可现在 疼 脸疼 脖子疼 手臂疼 肚子疼 腰疼 腿疼 不过陈瑞那个狗东西 比他伤得更严重 气死了 薄群还是好气啊 又疼又气 根本就睡不着 所以 当第二天尹欢醒来的时候 薄群已经穿好了衣服 搭着长腿 悠然地坐在了床边 尹欢头疼欲裂 果然不能喝醉 这感觉太难受了 薄群你怎么来了 尹欢声音胶软轻柔 他靠在床头 抓了一下乱糟糟的长发 就双手摁着太阳穴揉了起来 好可爱 尹欢揉了一分钟 窗帘也没了 你大早上的 在房间里戴个墨镜装阔 薄群也不想这样 可昨晚那个陈瑞那个狗东西 打他眼睛了 眼角轻轻滋滋的 看起来丑死了 尹欢这个严控 看见了他丑不拉几的样子 肯定嫌弃他 他能让老婆嫌弃吗 必然不能 房间光线很暗 他也不是距离床边特别近 幸好尹欢这会儿迷迷糊糊的 没注意到他嘴角也是红肿的 甚至 他今天醒来还在变态地想 要不要用宝贝老婆的化妆品遮一遮 可他不知道 那个化妆品叫什么 也不知道尹欢随身携带的包里有没有 酷不酷 帅不帅 薄群抬起手挡住唇角 你老公是不是帅爆了 尹欢嫌弃地摇头 薄群在心里骂了一句没良心的 一开口却说 欢欢 你的司机家里出事了 他辞职了 我的司机给你用 啊 尹欢茫然 陈瑞辞职了 他家谁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爸以前也是在我们家工作的 叔叔病了 薄群气得咬牙 那个陈瑞寄予尹欢 偷偷摸摸地想要倾他 这种事情 如果换成自己 薄群怎么想都觉得恶心 所以他真的很不想让尹欢知道 薄群因为疼 昨晚就睡了三个小时就醒了 陈瑞离开了 车钥匙留下来了 尹欢的手机也拿上来了 他应该给你手机发消息了 手机 尹欢眯着眼 揉太阳穴 我昨晚好像放车里了 是啊 放车里了 他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都不接 把他急疯了 床头 尹欢侧头 果然看见自己的手机放在那里 他拿起手机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陈瑞要辞职 自然要联系 我来接你 薄群撒谎 哦 陈瑞递给他发了辞职的消息 很简单的一句 大小姐 家里有事 我辞职了 尹欢想了想 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发了一个好字之后 准备给陈瑞转账 可他却发现 上面显示不是好友 请验证身份 他把我删了 什么情况 工资不要了 尹欢震惊又困惑 打工人居然连工资都不要了 辞职需要把我给删了吗 不管他 一个司机而已 薄群恨不得把陈瑞给活埋了 可他不能那样做 是犯法的 我要去工作了 我让郑小乖陪你 薄群怕自己待久了会露线 晚上要应酬 我晚上就不去打扰你了 老婆 你要想我 尹欢觉得薄群奇怪 毕竟他以前那么黏人的 但他现在还没彻底醒酒 不太能正常思考 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知道了 你烦死了 我本来也不想见你 嘴硬 薄群想哭 他才是嘴硬 他想见老婆 每天都想和老婆贴贴 要不是陈瑞那个狗东西 往他脸上打 他今晚也不可能离开老婆 薄群离开了酒店 尹欢嬷嬷蹭蹭了许久 才下床洗漱 他走出卧室 看着外面的客厅 总感觉有些什么不同了 可又分辨不出来 就没想那么多 下楼和郑小区吃了早餐 就离开了酒店 周一 薄氏集团高层会议室内 中央空调呼呼呼呼地吹着冷风 黑色的会议桌旁 所有高层正经危坐 他们不太理解 为什么他们家总裁 大白天在房间里 还要戴墨镜 而且 那嘴巴旁边是怎么回事 谁敢打薄群 难道是被总裁夫人家暴了吗 天哪 尹小姐不愧是女中豪杰 死对头 下手真狠啊 薄群那么帅的脸 也舍得下手 感情纠葛 导致薄群今天全程冷着脸 说话也只是简单的两三个字 异常简洁 非常高冷 和往常不同 整场会议都显得特别严肃 会议结束之后 薄群回到办公室 摘了墨镜 周富看见自家总裁 那张帅气的脸挂了彩 别说 在这个在网上叫什么来着 战损庄 挺适合薄群这张妖孽英俊 棱角分明的脸庞 总裁 你不顶着这张脸 让尹小姐心疼心疼你吗 周富开始出主意 你是不是傻 他问我伤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解释 薄群墨镜往桌上一扔 和他的司机打了一架 杀比斯基 人面受信 居然敢寄予我老婆 还在尹欢身边那么多年 说不定背着尹欢 做了多少恶心的事情 甚至 甚至 男人啊 薄群气得大喘气 他可以梦尹欢 可以肖想尹欢 因为尹欢是他老婆 别人敢那样 对尹欢 尤其还是身边的人 他都觉得恶心的想反胃 如果被尹欢知道了真相 他该多难受 那总裁 你就准备这几天不回家 这伤 踏马了什么时候能好 薄群试探性的摸了一下嘴角 疼 脑海中幻想尹欢温柔地站在旁边 给他吹一吹 好像就没有那么疼了 薄群擦了药 以为脸上的伤很快就好了 结果过了两天还没好 薄群在婚前的公寓住了两天 每天晚上只能和老婆打电话 视频都不敢看 尹欢对他又没什么耐心 说几句就要挂电话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薄群一个人 他都结婚了 居然还要一个人在外面睡 尹欢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我 尹欢敷着面膜 不是很理解薄群 他又不是去出差了 隔着手机说想他有什么用 一点行动都不复出 想他就该回家 难道让他去找他吗 他做梦 他才不去呢 不想 尹欢傲娇的回答 是有那么一点点 就一点点 但不是很多 他才不要告诉薄群 他会傲娇死 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 他甚至能想象到 薄群听见那句话得意的表情 见兮兮的坏笑 说不定还会让他去找他 就不 尹大小姐绝不认输 傲娇的小公主 从来只有别人宠着他 惯着他 薄群夸张地捂着胸口 想露出那副委屈的表情 可转念一想尹欢看不见 就放弃了 我好伤心 我好失望 就算你不想我 难道你连我的身体 也不想吗 薄群开始犯剑 隔着手机 尹欢也打不到他 尽情犯剑 犯魂的逗尹欢 薄群 尹欢一把扯掉面膜 捏成团 面膜的精华留了他一手都是 他将面膜扔进垃圾桶 你的身体有什么好想的 又不是没摸过 没抱过 所以 这几天没有我陪大小姐睡 大小姐是不是想抱我了 才 没 有 尹欢小脸气呼呼的 大夏天 你身上热得跟火炉一样 我受虐狂啊 我想抱着你 薄群靠在床头 扎心了 伤心了不到一秒 薄群又开始了 那冬天呢 你就会抱着我不放吗 有暖气 用不着你 烦死了 你睡不着就是喝酒 吃安眠药 我睡了 尹欢挂了电话 扔了手机就下床了 薄群看了眼时间 昨天通话五分钟 今天通话十五分钟 已经进步很大了 他拿着手机照自己的脸 都已两天了 怎么还不好 盯着一张打架过后的脸 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婆 人生不易 薄总叹气 哦 薄群想着老婆 才进入了浅眠状态 凌晨三点 手机响了 是尹欢的专属铃声 薄群几乎是瞬间就清醒了 他接起电话 老婆 怎么了 尹欢不可能三更半夜 忽然给他打电话 除非有事 尹欢在手机哭得气不成声 爷 爷爷没了 薄群 爷爷走了 他走了 薄群胡乱地穿上衣服 拿起车钥匙就冲了出去 老婆 我马上回来 薄群到地下室之后 手机已经被挂断了 薄群也顾不得那么多 朝着尹家老宅急迟 三点多的凌晨 尹家老宅却格外明亮 门口挂起了白筹 爷爷已经被移到了 提前准备好的棺材内 面前已经开始烧纸 上香了 尹欢哭得气不成声 和妈妈抱在一起 尹欢泪眼模糊地盯着棺材前面的照片 爷爷临终前还念着他 还在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 薄群回来 就看见尹欢蹲在灵堂前 哭唧唧地给老爷子烧纸钱 薄群走过去 蹲在了他的身侧 老婆 对不起 我应该在家陪着你的 尹欢低着头 从旁边拿了三根香 虚弱地说 先上炷香吧 薄群上了香 凝视着面前的黑白照片 照片是老爷子之前 在病房里的时候自己选的 虽然是一照 可老爷子是笑着的 他能娶到尹欢 薄群也多亏了老爷子 对他的信任 他嗓音哽咽 爷爷 我答应过您 这辈子一定会爱他保护他 不让他受伤 我一定会做到的 请您放心 说完 薄群再次蹲下 尹欢又没抬头看他 只默默地给他递了一叠纸钱 薄群就陪着他 给老爷子烧纸 尹欢还在小声地抽气 面前燃着火 熏得尹欢脸都红了 面前的盆 已经堆满了纸钱燃烧的灰烬 薄群握住尹欢纤细的手腕 尹欢茫然地看他 薄群将他手里的几张 指前扔进火盆里 直接将他拦腰抱起 薄群 你做什么 放我下来 你该休息了 薄群冷着脸 我不 要送爷爷最后一程 你又不在 你凭什么现在来管我 爷爷死的时候 你又不在 你都不知道他找你 没找到你 他还喊你了 他叫你了 他叫你了 你在哪儿啊 你混蛋 你是不是出轨了 尹欢在他怀里 哭得更凶了 我不要你了 你坏死了 你放我 放 呜 呜 尹欢不停地落泪抽气 说话断断续续的 你不在 不在家 呜 放我下 我要陪 陪爷爷 薄群抱着他 快步上楼 远离灵堂 一路上尹欢都不老实 捶他的手 捶他的胸膛 来到很多吊咽的人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灵堂里 会耽误别人来吊咽的 薄群和他解释 尹欢太过伤心 哭着哭着 竟然晕了 薄群将他放在床上 想下去帮忙 又想留在这里陪欢欢 他正纠结的时候 银母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就留在房间里陪影欢就好 其他的事情 不需要他们晚辈操心 薄群便去弄了湿毛巾 给影欢擦脸 他以前不太会照顾人 但照顾影欢 他可以学 什么口红包包化妆品 他也可以慢慢了解 他喜欢的 他在一起的 他都可以陪他 这个世界上 虽然逝去了一个爱他的人 但他会更爱更爱他的 他们以后也会有小孩 有新的生命出现 宝宝也会爱欢欢的 他这个妈妈 如果是个女儿 他可以和女儿一起穿漂亮的亲子装 一起讨论漂亮衣服 化妆品 送女儿珠宝首饰 他负责赚钱给他们花 薄群想想都觉得幸福 他躺在影欢的身边 几个小时前在手机里嫌他热 不要挨着他的影欢 此刻却无意识地往他怀里靠 抱着他的腰 怎么又开始哭了 薄群慌张 轻轻地安抚着影欢的后背 宝宝 你这样哭 眼睛会肿 会变丑的 影欢细声细气的 像是醒着 又像还没醒 薄群心疼坏了 他困顿至极 也不敢睡 就这么盯着影欢 他睡得也不安稳 秀气得眉时而舒展 时而簇着 最后竟然是哭着醒来了 房间里光线不太亮 影欢眼前一片迷蒙 伸过来一直温热的手 直付抹过他眼角的泪 呃不饿 不饿 影欢神情呆呆的 眼睛疼 嗓子也疼 他从模糊的视线里 看见了薄群眼角的清黑 和嘴角的伤痕 你脸怎么了 之前在灵堂烧纸的时候 一直低着头 后来情绪崩溃 没注意到薄群的脸 就是和朋友去打拳击 不小心受伤了 不好意思让你发现 所以这两天没回来 薄群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如果我知道 爷爷昨晚会 哪怕被你笑话 我也会每天回来的 薄群与他额头相抵 手臂搂着他鲜薄的后背 对不起 昨晚爷爷迷留之际 我不在 他真的很后悔 爷爷一定很想看见他 想把影欢托付给他 想让他好好地对待影欢 而影欢面对那么大的打击 伤心失落害怕 需要依靠 可他竟然不在 面子有什么重要的 不就是被影欢笑吗 他没少被老婆笑的 对不起欢欢 如果换成之前 影欢可能还会调侃他 傲娇的薄大少爷 居然会低头道歉 但现在影欢没有那个心情 和他玩呢 我想去看看爷爷好 灵堂里很热闹 来调研的人挺多的 影欢远远地看着 黑白的照片 慈祥的老人露出笑脸 人却已经上了天堂 薄群见他 又开始默默流泪 你眼睛哭肿了 影欢哭着抬毛 你眼睛那个样子 还有资格说我呀 我们俩半斤八两 怎么可能 大小姐眼睛肿了 还是漂亮的 我比你丑多了 薄群将他搂在怀里 影欢也不对他 抽抽涕涕地哭着 葬礼很忙 影家来来往往 很多人需要应酬 影欢伤心了一天 第二天就 穿上黑色的裙子 胸前戴着白色的小花 和薄群一起 接待来吊咽的客人 他们俩一个眼睛哭得红肿 一个眼睛和嘴角都有伤 看起来有种别样的般配 就连石叙过来 都忍不住调侃 你们这小夫妻 玩的情趣是不是太大了 你怎么把人家薄群眼睛 打成那样 什么 我 我打的 我有那么暴力吗 影欢震惊 你对我们不会 但是对薄群 你可从来没手下留情过 石叙说完 音渺渺点点头 表示赞同 以前薄群惹影欢生气了 影欢拿起手里的几万块的包 就往薄群的脑袋上砸 薄群也不还手 就挡两下 薄群又纵又惯 影欢那暴脾气臭脾气 就这样传出去的 现在想来 薄群真是心机深 多半是故意在公众场合 惹影欢生气 知道影欢从来不会 对他手下留情 让影欢这个以前第一名媛 温柔端庄的漂亮淑女 变成了娇纵大小剑 不是我打的 他脸上的伤都好几天了 说是去打圈街 被人家揍了 影欢看了眼远处招呼人的薄群 应该被打得老惨了 真可怜 心疼了 石叙浅笑 No 他一个操汉子 心疼他还不如心疼我自己 影欢多看了两眼薄群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他答应过爷爷 要一辈子幸福的 石叙笑而不语 影欢多看那两眼 分明就是心疼了 棺材在灵堂停留了几天后 就要下葬了 爷爷的墓在奶奶的墓旁边 下葬的这天 影欢拿着白色的菊花 在爷爷奶奶的坟墓前放下 燥热的夏季 今天难得阴雨绵绵 清晨的空气里都是冷意 甚至还有几分苦涩 影欢站在薄群撑着的黑色的大伞下面 爷爷说他死后会变成一朵云 飘在天上看他 可今天是乌云 爷爷 今天应该是去和奶奶团聚了吧 就原谅他 今天不在了 影欢这几天总是哭 眼睛红红的 那个爱美的千金大小姐 把自己的眼睛弄得红肿 戴着墨镜不愿意让别人看见 在一片节哀的声音中 他们完成了爷爷的葬礼 薄群牵着影欢的手往下走 视线始终注意着他 影欢脸上除了悲痛就是伤心 上车后也一言不发 因为葬礼的事情 他们已经在影家住了很久了 今天该回家住了 回家后 影欢也沉默地往楼上走 他还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缓过神来 薄群上楼陪他 他故意躺在影欢对面 捏捏他的小耳朵 刮他的小鼻子 摸摸他的红唇 影欢不胜其烦 薄群 你干嘛啊 你多动症啊 要睡就睡 不睡就滚出去 不睡 也不滚 薄群见兮兮地搂着他的腰 我就看着你 你用手看呢 动来动去的 影欢翻了个大白眼 不许动 好好 不动想到他开心 怎么那么难啊 不过 他现在气呼呼的样子 倒是没了之前 那抹伤心之色 也算是成功了吧 影欢闭上眼睛没几分钟 薄群又在他面颊上吹气 用那缓缓沉沉的语气问他 要不要去逛街 去买买买 薄群听说 女孩子不开心 买买买就会高兴 他妈妈和奶奶都是那样的 影欢也是 影欢软绵绵地小手 打在他手臂上 闭嘴 买买买都不能让老婆开心了吗 薄群伤心至极 安安静静地看了影欢几分钟 又凑过去 吻到他的唇上 这样能让他开心起来吗 影欢混混顿顿地被侵犯了嘴唇 口腔 他睁开迷蒙的眼睛 可薄群贴得太近 这感觉太奇怪了 他小手捶他 反而被他扣住 想阻止他 换来的却是更激烈的勾吻痴缠 断断续续地轻了十几分钟 薄群才意犹未尽地放开他 俩人沉沉重重地喘息着 影欢用力地掐他 可平整的胸膛掐不到肉 只捏到了皮肤 薄群半点都不觉得疼 有没有开心便 没有 影欢微微皱眉 你以为你是快乐神仙药吗 我就想静一静 睡一觉 你在闹 你这个月就别想上我的床 薄群不说话 脑袋凑到他颈窝里青蹭 只是想让老婆开心点 为什么影欢还不开心啊 和他轻轻 他觉得好快乐 好喜欢老婆香香软软的唇 一想到和自己接吻的人是影欢 精神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爱疯了这种感觉 薄群呼吸越来越沉 热气落在影欢的肌肤上 激起一片洋溢 影欢揉着薄群的头发 他知道薄群是想逗他开心 让他快乐 可他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心情 薄群心中狂喜 虽然影欢给他的回应 只是抓了抓头发 他温柔地抚摸着影欢的后背 老婆 要不要 薄群 你别得寸进尺 我想让你快乐 薄群低头吻在他白嫩的香肩上 双眸紧闭地享受着老婆香软的肌肤 爷爷今天刚下葬 换成古代我们俩这样 是要道德谴责的 影欢改成摁他的肩膀 起来拉影欢的声音 因为这几天的抽气有些沙哑 说话也温温柔柔的 一点都不凶 甚至听着就像撒娇似的 薄群心中叹气 松开了影欢 那你睡 我陪你 影欢双手抵着他的胸膛 你发誓不动手动脚 还要发誓 他们之间就没有半点信任吗 不发 老婆那么可爱 怎么能忍住不偷偷摸他亲他呢 薄群直勾勾的盯着他漂亮的小脸 之前回来的路上 还苍白的没有血色 但是经过刚刚和他的打的闹闹 亲吻抚摸 脸颊上多了娇羞的红韵 恢复了以往那副明念娇俏 影欢拿薄群 简直没有办法 打也打不过 骂他说他 他脸皮厚也不走 罢了 就当他不存在 影欢闭上眼睛 翻了个身 后背对着薄群 但很快 薄群就狗皮膏药似的粘上来 小腿压着他 手臂落在他腰间 下颌搭在他的肩上 在他脑后重重地呼吸着 这叠汤勺一样的姿势 让影欢想笑 但他实在笑不出来 推了薄群几次 他窥然不动 他一个大男人 还用委屈巴巴的声音 在他耳边说 我就抱抱你 和老婆贴贴 我没动手动脚 你就让我抱一下怎么了 好吧 让他抱 影欢这一觉 睡到了下午 早上只喝了一杯牛奶 吃了一块三明治 中午没吃 早上还是阴雨蒙蒙的天 此刻已经转情 甚至烈日炎炎 白色的云层缓缓浮动 影欢发呆地看了许久 直到薄群进来 他才回神 薄群从后面抱住他 老婆 你醒了 好饿啊 薄群就知道你醒来会 呃 厨房做的 全是你爱吃的 薄群将他打横抱起 又抱他 算了 他也懒得走 于是 影大小姐心安理得地 享受起薄群的服务 他盯着薄群的脸 你这伤 怎么还没好 眼下的淤青 居然还没有完全消散 薄群语气委屈 因为老婆没有疼疼我 所以我心情也不好 就恢复得不好 影欢赏给他一个白眼 恢复得好不好 也和他有关系 他自己的身体啊 又不是他的 那怎么办 你一会儿多吃点 补充补充营养 影欢觉得 他这已经是很关心他了 果然 薄群嘴角微微上扬 那老婆 可以坐我腿上吗 我想喂老婆吃 你可以不想吗 伺候大小姐 你还不乐意了 薄群故意颠他 影欢抓住他的手臂 红肿的眼睛瞪他 薄群颠得更起劲了 影欢不得已抱着他的脖子 薄群 狗男人 真是狗得很 这是楼梯上 他也不怕自己忽然踩空 他们俩一起滚下去 你就不能安分点 影欢立刻 老婆凶他 薄群乖乖地抱着他下楼 到了餐厅 也不放开影欢 就非要让影欢坐在他的腿上 左手圈住他的细腰 影欢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 本来就没什么力气 现在更是挣脱不开 影欢回头 你烦不烦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愿意把你当小孩子宠着 你就乖点 让我照顾行不行 薄群帅气地挑眉 嗯 嗯个鬼 我要自己吃 影欢拿起桌上的筷子 扭了扭腰 薄群还是不放 薄群懒洋洋地靠着 欣赏着影欢吃饭的背影 过了几分钟 他凑过去 影欢吃饭 他亲到了他的颈尖上 呜 影欢捂着嘴 哦薄群僵住 什么意思啊 至于吗 他们之间的夫妻生活 还算和谐吧 就亲了一口而已 至于想吐吗 影欢喝着水 艰难地咽下食物 薄群 你 影欢胃里翻涌地感觉强烈 他控制不住地想吐 薄群见他脸色不像是妆的 就抱着他去了洗手间 影欢趴在马桶边缘吐了起来 呜 痛苦 啊 一定是这几天没有好好吃饭 忽然吃点油腻腻的东西 就胃里不舒服 他这脆弱的胃啊 老婆 我喊了医生过来给你检查 别担心 你身体肯定不会有事的 薄群满眼忧涩地陪他蹲在旁边 他不觉得这味道很难闻 很刺鼻吗 影欢自己都嫌弃得不行 冲了水 影欢站在旁边刷牙 薄群就立在旁边 两条阴挺的剑眉簇簇着 好像刚刚反胃难受的人是他 一向野性难训 傲娇金贵的大少爷 露出那副揪心的模样 居然还有点反差萌 疑神奇 大小剑 你在笑什么 薄群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我脸上有东西吗 有 什么 萌 萌 薄群垮着脸 什么 老婆 说什么 他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能萌 我知道了 影欢你想的说是萌 三生 萌 你老公我 超级萌 薄群跟着他走出去 我越萌 你越爱我 羞不羞啊 的确挺猛的 打架把自己伤成那样 影欢淡淡地说 薄群 奶壶不开提哪壶 就很过分啊 大小剑 影欢回到餐厅 闻着味就难受 转身就出去了 医生很快就来给影欢把脉 我老婆身体没事吧 他刚刚吐了好多 他这几天都没有胃口吃东西 是不是刚刚吃得太油腻了 要注意点什么 他能吃什么 影欢对着薄群一个白眼 你太过躁了 能不能闭嘴 薄群 关心老婆也是错 医生看着他们俩的互动 偷偷地鸣起嘴角笑了 薄群和影欢都茫然地看着他 没病是吧 为什么笑呢 少爷 少夫人是怀孕了 医生笑着说 恭喜少爷 你要当爸爸了 薄群 Sigma不要啊啊啊啊 他的幸福生活 啊呀 Tot 这也太惨了 这就怀孕了 怀了 你有没有诊错 我们才那啥 没多久 怎么可能怀了 薄群贴近影欢 你再诊诊 少爷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去买验孕试纸 最好是明天去医院检查 医生严肃起来 少夫人要注意别太累 好好休息 不要太过伤心 情绪不要波动太大 影家老爷子去世的事情 京城的人都知道 从影欢的脸上 就可以看出他 最近有多伤心难过 但怀孕了 要以肚子里的孩子为重 影欢摸着小腹 你的确挺猛的 居然让他怀孕了 影欢平静地 拿起沙发上的抱枕 朝着薄群砸过去 混蛋 你为什么不做错事 每次都不做 不怀孕才怪 说好的 我结婚之后要工作 你还让我怀孕 影欢打了他十几下 薄群只能默默承受老婆的打 他也难过 他也想哭 伤心死了 宝宝 你来的 未免也太快了点 你爸爸我呀 才结婚不到两个月啊 影欢打得累了 抱枕扔掉 气得靠在沙发上大喘气 他刚结婚 就怀孕了 刚结婚啊 薄群你混蛋 我不想怀孕 我才二十二岁 薄群凑过去 我也不想 可是宝宝已经在肚子里了 你混蛋 是 我混蛋 我无耻 我下流 我对不起 薄群连连道歉 抱着他柔软的细腰 脑袋凑过去贴贴他 你别激动 刚刚医生说要冷静 影欢气得不行 胸口一起一扶的 薄群看了他一眼 然后埋到了他胸口 影欢不客气地拍下去 干嘛 我开心 开心往我胸口埋 你开心 能不能去手舞足蹈 我不是那种多动症的男人 薄群蹭了几下 又把影欢抱到自己怀里 让你靠着我 我怀里永远为你打开 影欢贴着薄群的胸膛 简直不可思议 上个月 他们才结婚 上个月月初 他和薄群还是死对头 现在不但结婚了 肚子里还怀了他的宰宰 刚好是今天爷爷下葬的时候 这个宝宝提醒了妈妈 他的存在 影欢摸着平坦的小腹 心情很复杂 打掉肯定是不会打掉的 只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当一个妈妈 薄群 我害怕 他眼眶微红 可怜兮兮地 抱着薄群的手臂 我会变丑的 肚子撑破的 我会长斑的 会长妊娠纹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我死了怎么办 你个混蛋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薄群握着他躁动的小手 放在唇边 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 耐心地听着影欢 娇声娇气的骂骂咧咧 眼底竟是宠溺与爱意 以前隐藏的前犬目光 在婚后尽数展现 只是影大小姐还没发现 影欢手被被薄群 亲了几十口 手背上沾了不少口水 他嫌弃地抹到薄群的白衬衫上 他缓住影欢娇软的身体 不会的 我家大小姐一直都很漂亮 怀孕了 也会是一个漂亮的孕妈妈 不会长斑 更不会死 怀孕这个事情 薄群没有办法替代他 只能照顾他 陪着他 两个人都对肚子里的孩子 接受程度有点低 但这是他们的孩子 第一个孩子 薄群亲吻着影欢光 结白细的额头 别怕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我不信你 爷爷去世的时候 你就不在 影欢软软地说 薄群叹气 那是意外 我以为爷爷还能停几天 你以为 你凭什么以为啊 我错了 我错了 薄群疯狂道歉 大小姐 我现在让人去买试纸 我们测一测 他不相信 家里医生的医术吗 那个叔叔 在博家很多年了吧 不想测影欢 趴在他身上 感觉这个小屁孩 折腾得很 他懒洋洋地轻横 我怎么就怀孕了呢 我太猛了 影欢 算算日子 应该是他们 第一次就怀上了吧 那天他喝了点酒 被薄群勾的意乱情迷 就忘了提醒他做措施 然后就顺利中标了 哼 现在好了 我怀孕了 你再猛也得进狱 你觉得划算吗 影欢挑眉 懒懒地看了他一眼 来自老婆灵活拷问 他觉得不划算 可他能有什么办法 时间不能倒流啊 他也不能回到那一晚 带个小雨伞 博巡只能认了 说不定 欢欢肚子里的小孩 能让他们的关系 更亲密一点 他们从此有了血脉相连的亲人 正想拿着几根烟晕棒回来 大小姐 你还笑 影欢叹气 他瞪了眼博巡 烦死了 博巡眼巴巴地 跟着影欢上楼 现在这东西很快 一分钟就能出现结果 影欢测了几根 全赛给博巡 怀了 博巡看着两条杠 憨笑 刚得知影欢怀孕的消息 的确是天崩地裂 感觉自己的幸福生活 远去很难受 现在是兴奋 激动 他要当爸爸了 影欢躺在床上 Emo 拿着手机无聊地玩 持续给他发消息 问他明天要不要出去嗨 放松放松心情 影欢苦丧着小脸回复他 以后那种场合 就不要叫我了 怀孕了 他还出去喝酒玩 薄巡的 把他直接扛回来 旭大美女 怀孕了 真的假的 宝徐那么忙 旭大美女 你这刚结婚 就要当妈妈了 也太快了吧 旭大美女 好了好了 手机也少玩 让你家博总多伺候你 以后不找你完了 影欢 出去逛街喝下午茶 还是可以的 只是不能喝酒了 影欢都不知道 他之前喝了酒 对肚子里的宝宝有没有影响 希望没有 虽然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 但他会负责的 希望宝宝能够健健康康的 影欢 早生早恢复 明年生了宝宝 我就是京城最漂亮辣妈 旭大美女 好的 明年再约你喝酒 可恶的旭旭 就知道喝酒泡年轻小狼狗 希望他别翻车了 薄寻从后面抱住他 宠溺地还住他的腰 贴到他的后颈 漂亮辣妈 要不要休息 不许偷看我手机 哪有 我光明正大的看 这个时序 就想着带你喝酒 把你给带坏了 薄寻轻溺地 贴着他的景象 少跟他玩 为什么是他把我给带坏了 万一是我把他 给带坏了吗 薄寻俊脸深埋在尹欢的后颈 身体眷恋地紧贴着 你和时序不一样 时序从小就爱玩 尹欢不是 长大之后 尹欢也只是去喝个酒什么的 每晚都回家 没有在外面招惹什么男人 别问他怎么知道的 上次尹欢在他面前难摸难摸的 他就去调查了 他发现尹欢乖得很 简直就是乖乖女 即使在外面喝酒 十点之前就要回家 尹大小姐要回家护肤睡美容觉 你以后不能这样压我肚子 尹欢放下手机 将薄寻的手往下推 薄寻以往强劲的手臂 拖了力士的 被他一推就往下移 然后停留在胯骨中间暧昧的位置 尹欢就推不动了 好话呀 他都怀孕了 他怎么还那么色眯眯的 薄寻嗯 薄寻的声音闷闷的 轻密地蹭了蹭他鲜薄的后背 以后手放在这里好吗 不好 尹欢羞的脸红 那行 我知道 老婆想让我放奶了 薄寻修长地手落在他的胸口 这里 他也喜欢 尹欢脸颊更是烧红一片 虽然他都已经怀孕了 但是对于那种经验狠手 每次亲密接触都会害羞不已 晚上睡觉时 薄寻偷偷摸摸的就算了 现在大白天 薄寻就这样直白地 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起思 哦 薄寻 你不老实 对自己的老婆还老实什么 我想就告诉你 你才知道 薄寻此刻满足不已 心爱的女人 怀着小宝宝 躺在他的怀里 简直幸福死 手别放在这里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摸的 薄寻爱不释手 又轻又摸 兴奋到发颠 这也不行 那也不让我放 那我的手到底放在 薄寻坏坏地捏他 勾得尹欢叫哼了几声 放你自己身上 不 我就要放你身上 尹欢 牛皮糖 扯不掉 尹欢泄了气 只能任由他摸着 他现在怀着身孕 不方便动怒 薄寻你给等着 等我泄了货 第一个就揍你 薄寻忽然打了个冷战 拉起薄被盖在俩人身上 老婆盖着 别着凉了 你是心疼我 还是心疼你的娃 这就开始吃醋了吗 薄寻搬过他的脸 严肃认真的与他对视 你 心疼你 我薄寻永远这辈子 最最最心疼你 谁要和你一辈子 尹欢嘴角微微上扬 大小姐口是心非 薄寻能理解 他脸上笑了 薄寻准备搂着他继续睡 尹欢白皙漂亮的手指 在他肩上点了几下 薄寻 我呃 该呃 你刚刚吃的都吐了 那你现在想吃点什么 薄寻坐了起来 没了 其他的随便吧 尹欢躺在床上 薄寻出了房门 几分钟后就上来了 他端着切好的水果 坐在床边 让尹欢坐起来 尹欢靠在床头 只需要张开嘴 薄寻就把水果 喂到他的嘴边 酸酸甜甜的 还算能下咽 尹欢只希望 这次不要吃完就吐 那太伤了 尹欢吃了一半 剩下的薄寻解决 暂时填了肚子 尹欢脑袋一歪 靠在薄寻阔的后背 他坐在床边 他坐在床上 胶软的身体贴着他 薄寻一动不动地 充当人形靠枕 尹欢靠着靠着 双手从后面 还住他的腰 薄寻眼眸微锤 盯着两只白皙的 手臂交叠 大小姐真是哪哪都漂亮 手臂肌肤嫩嫩的 纸截白皙如玉 精致的美甲 是淡淡的裸粉色 指尖银色的细闪 billing billing的 闪闪的 特美 他疯狂想给老婆 买漂亮项链 手练 戒指 把老婆打扮得美美的 尹欢趴在他背上发呆 他在想怀孕的事情 什么时候告诉爸妈 今天爷爷刚下葬 就告诉他们 这个消息是不是不太好 明天做完检查之后再说吗 爸爸这几天心情不好 不想去打扰他 薄寻老婆 你说 薄寻温柔地 妈撒着他的手腕 我怀孕的是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 薄寻缓缓地 将手指插进他的指缝里 你觉得什么时候说 就什么时候说 我听你的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挺多的 如果尹欢觉得不是时候 他可以不说 嗯 尹欢也还没想好 卧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很快 就被手机铃声给打破了 薄寻接起电话 里面是妈妈激动的声音 欢欢怀孕了 儿子你可以啊 你很厉害 妈妈看好你 薄寻呆了 他怎么知道的 靠 徐医生怎么能向您打小报告 这种事情 难道不应该我们自己告诉你吗 薄寻握着尹欢的手 无奈极了 对面保姆慌张地说 那怎么办 妈妈要当做不知道吗 欢欢你在身边吗 在 在我怀里呢 尹欢挑眉 又乱说 他明明是在他背上 他心情还好吗 保姆关心地问 你别给他太大压力 多陪陪他 放松放松 妈 我知道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薄寻说着 抓起尹欢的手背 不得亲了一口 手机那边 保姆以为他们在接吻 慌地挂了电话 电话挂了 薄寻还在亲他的手背 眉眼却注视着尹欢 将他手背 手指亲得嘖嘖作响 大小姐这么纵着他 薄寻好想干坏事 可老婆身体不允许 亲够了老婆娇软的小手 将他搂入怀里 他们知道了 徐医生大嘴巴 嗯 那估计我爸妈也知道了 两家父母关系一向很不错 尹欢听见手机铃声的时候 薄寻就已经把他的手机 拿了过来递给他 宝宝 你怀孕了 妈妈声音很温柔 尹欢一听妈妈的声音就想哭 妈妈 我还小 薄寻混蛋 薄寻埋在尹欢的肩上 文言挑了个眉 他对尹欢嘴里混蛋两个字 已经免疫了 随他骂 无伤大雅 他反而觉得是情趣 是调情 娇滴滴地带着哭腔 真的怎么听都不像骂人 我害怕 妈妈 我不想生 流产也害怕 还没有去医院 刚测过 因为吐了 我吃了点水果 马上又去吃 妈妈别担心我 我很好的 有薄寻照顾呢 你好好陪陪爸爸 爸爸这几天白头发长出来了 尹欢和妈妈聊了一会儿 才挂了电话 又哭成小花猫了 薄寻温柔地擦着眼泪 大小姐 不能再哭了 肚子里的宝宝 会感觉到妈妈不开心的 他一个胚胎 我还管他吗 尹欢摸着小腹 他这会儿才黄豆大小 大小姐说得对 老公和孩子 都没有你自己重要 你开心最重要 薄寻哄着他是真的不能再哭了 你眼睛还想不想要了 他一说 尹欢就觉得眼睛疼 不能哭了 眼睛不能哭瞎了 也不能继续红肿了 薄寻眼睛的伤都快好了 他也要好 不能变丑 俩人又下楼去吃饭 这次没吐 吃完尹欢就回到房间 拿出了敷衍贴 薄寻就守在他身边 尹欢懒洋洋地躺着 你都不忙吗 爷爷去世之后的这几天 薄寻每天都在陪着他 薄身那么大的企业 薄寻应该忙得脚步粘定 忙 也要陪你 粘人精 薄寻凑过去 那大小姐 你喜不喜欢我粘你 不喜欢 尹欢说完 紧紧地闭上眼睛 他漂亮的睫毛不停地颤 可爱得像个精致的芭比公主 薄寻宠宁地笑了 尹欢啊尹欢 你真是个口是心非的人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从他的嘴里 听到诚实的话 第二天 他们一早就去了医院 尹欢盯着手里的检查结果 两个孕囊 两个 薄寻 你猛个有点过了 薄寻盯着尹欢沉着的脸色 完全不敢说话 完蛋 让漂亮小娇妻 刚结婚就怀孕 还一胎双宝 尹欢应该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尹欢将臂钞塞到他手里 转身就走 气死了 气死了 他居然怀了两个仔 一个肚子都能把他的肚子称大 两个肚子得称多大 尹欢坐在车里 比划自己以后高耸的大肚子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冷静冷静 不能因为薄寻动怒 而伤了自己的身体 还有肚子里的宝宝 老婆 要不你还是打我两下吧 你心里舒坦 我心里也舒坦一点 薄寻总觉得不挨两下 尹欢心里憋着气不发泄 对他身体不好 不 尹欢拒绝凑过来的脸 你真是受虐狂 非要让我打你 就不打 就不让你如意 他现在怀孕了 要温柔点 给肚子里的宝宝 树立一个温柔妈妈的形象 妈妈可不是什么暴力的女孩子 妈妈可温柔了 如果妈妈生气了 发火了 暴力了 那都是巴巴的错 巴巴惹到妈妈 妈妈才会生气的 薄寻笑了 抓着他的小手 有一下没一下地拍在自己腿上 打吗 尹欢右手没使什么力道 目光淡淡地看他 没见过你这种要求 那不是为了能让大小姐开心点吗 薄寻握着他的小手 放在唇边亲吻 如果打他几下能消消气 他愿意让老婆打一辈子 现在打他并不能让自己消气 除非时间回溯 没怀上肚子里的小崽子才会消气 尹欢盯着他 真不知道我的手有什么好亲的 大小姐哪里都好亲 薄寻坏笑地贴过去 但其他地方 大小姐现在给亲吗 薄寻陡然靠近 狭长的瑞凤眼 练艳起勾人的笑意 小手还被他握着 手背上被亲吻过 气气润润的 尹欢眼波流转 落在他的唇上 他想亲哪 嘴巴 脖子 锁骨 还是 不行不行 这是在车里 不能容许他那么放肆 大小姐不说话 是不是默认我可以想亲哪里 就亲哪里 让宝宝感受一下 父母的感情有多好 薄寻激动起来 兴奋地身体发热 和尹欢这两个月才在一起 才尝到他甜滋滋的滋味 销魂尸骨 每天都亲不够他 甚至一想到和他接吻 就亢奋不已 在尹欢面前 矜持不起来 薄寻浅浅地含住他的唇瓣 试探性地前吻了一下 见他没反应 才逐渐深入 一点点地诱他沉沦 与他相同的欲望中 轻着轻着 尹欢被薄寻抱到腿上 温热的唇 从唇瓣到下额 深埋在他的景象 细细密密地吻着 尹欢轻轻地喘息着 手指插进他的发丝间 这样动情地吻 让尹欢心脏抽紧 脑子一片空白 薄寻深锈着尹欢的气息 老婆太香 太软了 好喜欢 想以后上班 也把老婆戴上 每天都可以看见老婆 他简直幸福死 尹欢抓抓他的头发 你都不觉得羞吗 多大的人了 这个姿势 薄寻埋在他胸口 故意压低了嗓音 滴滴沉沉地开口 不老公买老婆的胸 不要太正常 尹欢也把下巴搭在他脑袋上 抱住他的头 乃凶乃凶地说 我闷死你 薄寻兴奋地搂紧他的后背 老婆闷死我吧 尹欢又好气又好笑 薄寻怎么那么见骨头啊 要被闷死了 还那么开心 车子开进别墅 尹欢才身体厚痒 薄寻脸颊红红的 明明没有喝酒 怎么一副微醺着迷的模样 傻子似的 尹欢嫌弃地下了车 薄寻后知后觉地跟上去 老婆怀里太舒服了 他迷迷邓邓地 好像睡着了 薄寻下车之后 清醒了不少 尹欢走得又快又急 一回家就把手里的包扔沙发上 还不忘回头白太眼 静止上楼去了 郑小和雨果看向薄寻 虽然没有开口 但眼神就是在问 他们家大小姐怎么了 怀了 两个 大小姐不高兴了 薄寻双手插兜 慢悠悠地跟上 身后别墅里的庸人 惊叫起来 两个小宝宝 少爷真棒 棒吗 他是挺棒的 但让老婆受苦 他觉得自己 没必要那么棒的 薄寻回到卧室 尹欢已经躺在床上了 他走过去 温柔地将他脸上 散落的发丝撩到耳后 别来烦我 怎么就烦了 我什么都没做 薄寻无奈 大小姐 你不讲理 仙女都是不讲理的 薄寻表示赞同 老婆是仙女 老婆说的对 仙女都不讲理 老婆也不讲理 薄寻躺在他对面 一会儿抓抓他的小手 一会儿绕着他的发丝 一会儿凑过去 和他鼻尖对着鼻尖 再趁机偷一个香吻 尹欢没什么反应 最多就是皱个眉 睫毛颤几下 薄寻宁愿尹欢骂他打他 也不要冷暴力 受不了 我错了 你还是理理我吧 我也不知道会怀孕 还两个 薄寻见他这副低落的样子 心里也很痛 他轻轻地拍着尹欢的后背 宝宝 大小姐 我们就生这一次 我去劫砸 以后我们都不生了 不让你受苦 真的 尹欢睁开了眼睛 真的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不许和我离婚 你要当我一辈子的老婆 薄寻手臂用力 原本还有点缝隙的身体 此刻紧紧地贴着 不同的是 尹欢身上盖着薄背 薄寻身上没有 那我考虑考虑吧 尹欢嘴角上扬 我不能保证呀 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准 万一 我们俩以后感情不合 分道扬镳 那我肯定要把我的孩子带走的 薄大少爷 就让其他女人再给你生吧 尹欢说完 又闭上了眼睛 你别结扎 不要冲动 他好困啊 昨晚因为担心肚子里的宝宝 想着要去医院 总睡不着 现在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贴着薄寻的胸口 没多久就沉沉睡去 薄寻脸色暗了又暗 指负浅犬温柔地在他脸颊上妈撒 小欢欢 我从情窦初开之后 就没有想过别的女人 只想要你 只有你 可尹欢不一样 他还暗恋过别人 尹欢虽然这么多年都没有提过 但是薄寻心里清楚 他因为当年那件事 记恨了他许久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温柔淑女的胶软大小见 看见他就一个大白眼 公司还有事 薄寻在尹欢的脸颊上亲了几口 不舍得离开 薄寻开完会 坐在位置上发呆 周富翻开文件 总裁 麻烦你回回神 动动你金贵的手 签一下文件 薄寻拿着笔 你说尹欢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结婚两个月 他就想着以后感情不合 分道扬镳 他把孩子带走 还让别的女人给我生孩子 气死我了 周富听得一愣一愣的 虽然眉头莫尾 但他是一个合格的助理 总裁 那你可要注意点 说不定尹大小姐就是看中了你英俊帅气的容颜 超群的智商 挺拔的身姿 故意骗你基因的 他要去 父 留 薄寻重重地扔掉手里的钢笔 冷峻的眉峰微醋 凤眸冷力地盯着他 你说什么 我说尹大小姐 可能是想去父留子 怀上你的孩子 和你离婚 孩子姓你 他以后还当尹家大小姐 把儿子当继承人培养 没有总裁你什么事了 周富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 总裁 你可得抓住尹小姐的心 不能被离婚了呀 薄寻脑海中 一万匹马奔腾而过 他们的孩子 可以跟着尹欢姓姓 但老婆不能和他离婚 什么去父留子 不可能 尹欢那么单纯 没有那么复杂的心思 但是 这会不会是他爸爸的意思 他薄寻算什么 工具人一枚 呵 呵呵 尹欢他敢 薄寻气得脖子上的青筋 都抱起了 周富后退几步 完了 总裁大人被逼疯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尹欢发现 薄寻今天特别奇怪 一回来就沉这个脸 平时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今晚却好像别墅里 所有人都欠了他的钱 垮起那张脸 本来怀孕就心情不好 他还这副脸色 尹欢懒得搭理他 薄寻见尹欢没有来哄自己 甚至都不问他 为什么生气 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 又气又伤心 大小姐 你但凡问一句 你开口 我就向你倾诉所有 尹欢吃完 擦了擦嘴 说了句慢用 就走了 还用个屁 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尹欢去外面散步了 正想拿着小风扇和水杯 跟在他的身边 主仆俩聊着天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竟然都笑了 尹欢笑得那般娇艳温柔 他还时不时地 摸摸平坦的小腹 他肚子里怀着的是 他们的孩子呢 尹欢你个小坏蛋 竟然想去付刘子 我是不会让你入义的 尹欢散了步 又回去吃了叶酸 才上楼 卧室内 博寻已经洗完澡了 靠在床头 面前放着笔记本电脑 一副深沉内敛稳重的模样 要工作就去书房 我现在要尽量避免辐射 你这个当爸爸的 能不能靠谱点 尹欢一个网瘾少女 连手机都没随身携带了 他还把电脑拿到床上 博寻一言不发地 抱着电脑下了床 尹欢疑惑地 顺着他的背影转头 博寻今天发什么疯 他惹他了 不让他劫渣 至于生气吗 男人都是狗东西 不想做保护措施 又不想劫渣 遭罪都是女人的 他就一哆嗦 尹欢可不惯着博寻 去了浴室洗澡 他洗完澡出来 博寻还在外室 电脑放在茶几上 博寻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 都认识 此刻却好像漂浮了起来 歪歪扭扭地 好像在嘲笑他 他碰个盒上电脑 大步走了进去 尹欢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刚刚不是还脾气挺大吗 有本事 别回来睡觉啊 小样 拽什么拽啊 尹欢护完肤 躺在床上 关了灯 博寻火热的身躯 就躺在旁边 换成以前 博寻早就大狗狗式地 粘上来了 抱着他又轻又抱 轻够了才放他睡觉 今晚竟然睡得 笔笔直直地 双手紧贴着自己的身体 那姿势标准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在床上占军支呢 尹欢不知道 他忽然发什么疯 心里闷闷不乐的 不太舒服 他就往床边缩 和他拉开距离 哼 谁愿意挨着他睡啊 不挨着就不挨着 夏天 那么热呢 他就是一个大火炉 尹欢睡不着 心里烦躁躁的 他是孕妇啊 博寻难道不应该哄着他吗 闹什么脾气啊 旁边的男人一动不动 卧室里一片漆黑 尹欢也不知道 博寻有没有睡着 但是他睡不着 他也别想好好睡觉 尹欢一脚踹过去 死好疼啊 这男人骨头怎么那么硬啊 尹欢只踹了博寻一脚 博寻立刻翻身 将他搂在了怀里 薄唇贴着他的后颈 按耐不住地蹭了蹭 放开我 好啊 博寻这个狗男人 没有睡着 也不理他 太坏了 大小姐踹我 不就是想让我抱着你睡吗 博寻轻咬他的肩膀 甚至就连吊带裙 都咬到了嘴里 博寻 你干嘛 咬疼了 你是狗吗 博寻早就按耐不住了 香香软软的老婆躺在身边 他脑子里疯狂想别的 想工作 才没有把他拉到怀里来 可尹欢忽然踹他一脚 这就是和好的信号啊 对 大小姐养狗吗 忠诚又护主 博寻喘着粗气 重重地在白嫩的肩头 又啃又轻 尹欢受不住 博寻 你发什么疯啊 冷静点 你今天被狗咬了吗 你狂犬病 可别传染 给我你打疫苗没有 尹欢认真的语气 让博寻稍微冷静了几分 他将尹欢的身体搬过来 抵着他的额头 心脏抽疼 滴滴沉沉地说 大小姐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 我答应过 他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所以我不会离婚 你最好 也别提离婚这个词 去腹流子什么的 你想都别想 什么 尹欢猛 去腹流子 博寻 你个混蛋 扭动着身体 想要离开他的怀抱 薄寻慌了 糟糕 他好像误会了 尹欢没有去腹流子的意思 该死的周富 明天准备受死吧你 博寻亲吻着尹欢的小脸 我说我不和你离婚 你别想和我离婚 黑暗中 尹欢巴掌朝他脸上招呼过去 你明明说的是去腹流子 他不是那样想的 是周富误导了他 薄寻抱着尹欢 让他打 消消气 尹欢打累了 踹他 赶他下床 尹欢冷静下来 薄寻埋在他肩上 老婆 有点小小的误会 我可以解释 都怪周富 哦 怪别人 薄寻苦不堪言 他当时脑抽就算了 回来还脑抽得不理怀孕的老婆 他最该万死啊 薄寻握着他的小手 老婆打他 肯定手疼了 给老婆吹吹 呼呼呼 吹什么吹 解释吧 尹欢虽然看不见薄寻的 但他能想象到 薄寻此刻露出的那副 委屈巴巴的表情 他在委屈什么啊 今晚是他甩脸色 不理他 莫名其妙地说什么去附流子 他病得不轻 尹欢听了薄寻的解释 其实我觉得 周富还挺聪明的 这个主意好像不错 我明天 回去问问我爸妈的意见 如果他们同意 那就这么办 薄寻有种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不行 尹欢 我解释 是不想误会 而不是让你按照去附流子来办 薄寻紧紧地搂着他 大狗狗一样动了两下 岳父现在还处于丧腹之痛中 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不知道为什么 薄寻得很 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尹欢亲历的声音 在黑暗中平平静静的 薄寻 你被自己的想象气到 回家高冷不理人 你真行 你继续气吧 别碍我 尹欢又推他 可薄寻体力 哪是他能够推动的 不但更结实地搂着他 更是疯狂地在他脸上 脖子上 锁骨上亲吻 啵啵啵地亲个不停 就那么喜欢吗 一直亲 也不腻 别亲了 那大小姐有没有原谅我 原谅 我真心觉得 你这个主意非常美妙 简直深得我心 尹欢故意逗他 谁让这个家伙 今晚一回家 就给他脸色看 薄寻崩溃 无形之中 给老婆出了个 抛弃自己的主意可还行 他应该是有史以来 第一人吧 周傅 你真的行 办公室呆腻了 一点都不好 大小姐 我可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爸爸 我们一家人不可能分开 一家四口就四口 你想撇开我 过一家三口的生活 哼 你想都别想 我赖上你了 薄寻重重在他唇上 亲了一口 不饿得一声 尹欢推他脑袋 折腾够了吗 这是折腾吗 这不是在求他原谅吗 老婆 你是不是累了 你还知道我累了呀 尹欢柔声细语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 不到十二点不睡 他不一样 他没怀孕之前 就睡得挺早的 现在怀孕了 更想早点睡 实在没精力陪他玩 薄寻立马老实了 将他搂得松了点 让尹欢在他怀里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睡觉 他不闹尹欢 他几分钟就睡着了 身边的呼吸 清清浅浅的 睡着的尹欢乖巧的不行 薄寻爱不释手的 轻轻他的乡间 才搂着他睡了过去 第二天 薄寻一到公司 看见周富胸腔 就堆积了怒火 我给你报名了室内马拉松 拿不到第一名 就别回来了 周富 Sigma LL 总裁 总裁 我不擅长跑步啊 总裁 我做错了什么 总裁 这么热的天跑马拉松 会热死的 总裁 前十名行不行 第一难度有点大 薄寻悠然地坐在老板椅上 身为博士集团的总裁助理 连一个小小的马拉松 第一名都拿不到 你就去非洲仲裁吧 我一定拿第一名 回来见总裁 不辜负总裁你的期望 周富双手激动地握拳 总裁你相信我 我可以的 哼 就是因为相信你 今天早上 老婆都没搭理他 薄寻处理完公务 就给尹欢发消息 薄寻 老婆 三 薄寻 老婆中午吃什么 我回家陪你吃饭好不好 薄寻 老婆 你还没有睡醒吗 小肚子饿不饿啊 薄寻 呼叫大小姐 尹欢看见消息的时候 正在尹家和妈妈 坐在花园的凉亭里 乘凉闲聊 毛寻吗 尹母笑了 她烦死了 尹欢快速地回了一个不用 就把手机静音了 尹母一副看透的表情 不管是恋人还是夫妻 总会吵吵闹闹闹的 很正常 我和你爸也是 结婚二十多年 还是会有很多时候 想弄死对方 但不妨碍我们恩爱 尹欢气呼呼的 我和薄寻才结婚两个月 她就让我怀了两个娃 她还自我脑补 我要去附留子 怀了孩子 就要和她离婚 不要她了 尹欢喝着酸酸甜甜的羊梅汁 好舒服啊 身心都舒畅了 妈 我能和她离婚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 尹欢甜甜地笑了 要不要和爸爸商量一下 宝贝 你要和薄寻离婚 她能同意吗 尹母一针见血 不能不但不同意 还把她给亲的身上 到处都是吻痕 烦死了 她细皮嫩肉的 稍微用点力 就会留痕迹 好不容易消了 薄寻又给她添了新的痕迹 宝贝 先好好相处的 如果你 实在不能爱上薄寻 我们再说 尹欢慵懒地撑着下颌 卷翘的睫毛轻颤 薄寻昨晚 一开始不说话沉着脸 后来又跟疯狗似的 摁着她亲 都快哭了 她自己乱想 尹欢轻声道 又不能怪我 我都不知道她哪来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还挺心潮 薄寻不好好上班 整日就在网上冲浪吗 薄寻的重点 应该是离婚 她不想和你离婚 妈妈 我懂得 我不会那么没分寸 我和她商业联姻 牵扯的利益太多了 刚结婚两个月就离婚 我们家公司会损失很多钱的 看在钱的份上 我也不会和她离婚的 尹母轻轻地扶了一下她的手背 还是以你的幸福为主 妈妈觉得 你现在过得挺开心 不开心 我还没有准备好 当一个妈妈 尹欢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平坦的小妇 很难想象 自己肚子里 竟然有两个孕囊 两个小崽子 还是她和博寻的 尹母温柔地与她对话 宝贝 你不需要为母则刚 就算你当妈妈了 你还是我和爸爸的掌上明珠 心甘宝贝 也还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尹家的大小姐 爸爸妈妈会疼爱你 宠着你 也会宠着他们 因为他们是我宝贝的小宝贝啊 尹欢感动地起身 和妈妈拥抱 她从小就不缺爱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就连家里的庸人都十分地宠爱她 小公主 大小姐地叫着 捧在手心里 因为被爱着 所以尹欢对爱情的期盼 没有那么高 青春年少时 那一丁点对亲爱的懵懂 在好友的怂恿下写了情书 结果还没被送到陆森坛手里 本来博寻只是转身扔了她的情书 她不至于那么生气 可她竟然仗着自己 是薄家大少爷 有钱有势 直接将陆森坛给送到国外去了 博寻从小就很清楚 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不但有一副英俊帅气的皮囊 更有一个别人无可匹敌的家世背景 那个时候 尹欢就觉得 博寻这人挺可怕的 十几岁的年纪啊 就懂得以示压人 然后还在她面前若无其事的样子 尹欢只想赏给她几个大白眼 时间过得太快了 好几年了 她现在甚至都不太记得 陆森坛长什么样了 只记得的她 眼尾有颗类质 特别温柔 成绩很好 白白净净的 和博寻完全是两个性格 妈妈 我好爱你 不 尹欢激动地亲了一口妈妈的脸颊 我要一辈子当妈宝女 当妈妈的乖女儿 好 妈妈尽量活得久一点 等你七十岁了 还有妈妈可以叫 尹母温柔地浅笑 母女俩相处 满满的温情 下午刚过四点 博寻就来接人了 尹欢午觉刚醒睡 坐在餐厅里吃东西 医生说 孕妇不能吃得太撑 要少吃多餐 她迷迷糊糊地看着走进来的男人 懒懒地问 你早退啊 我是老板 我想什么时候下班 就什么时候下班 博寻气势十足地坐到她身边 大小姐迷糊糊的样子 也好可爱 想Rua 于是博寻就伸出手去RuaLRua 尹欢蓬松的头发 手感超棒 大小姐怎么浑身 哪哪摸着 都那么舒服 尹欢眯着眼 你把头发揉乱了 弄油了 你给我洗吗 好啊 博寻爽快地答应 今晚我给老婆洗头 尹欢忽然有点不舒服 想吐 怎么回事 爸爸刚来就想吐 宝宝们 你们不喜欢爸爸吗 尹欢冲进洗手间 博寻急得不行 跟着他 尹欢断断续续地吐了几分钟 难受的眼睛都掉泪了 他接过博寻准备好的水漱口 漱完口 整个人脱力地往博寻身上倒 他就知道 博寻会接住他的 双手还住他 筋状结实的腰身 我今天一天都没吐过 你一来就吐了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 刚刚你吃的东西太油腻了 博寻可不会上当 老婆孕吐 和他没关系 别想怪在他头上 然后再和他分居 他连分床 都觉得是煎熬 太油了吗 尹欢软绵绵地贴着他的胸膛 那涮个水 那味道能好吃吗 这宝宝怎么就那么娇气呢 他不吃 哪来的营养工具啊 不懂事的小宝宝 博寻抱着尹欢回到餐厅 尹母见状 拉着尹父就上楼去了 他们这个时候 还不吃晚饭 把空间留给他们小夫妻 博寻将有比较多的食物移开一点 将一些稍微清淡的食物 放到尹欢的面前 尹欢拿着筷子 白了博寻一眼 哎 清淡的没什么胃口啊 他小口小口地 吃着扬眉冰汤圆 博寻挪动椅子挨着他 都不满意吗 那回家吃 回家九点再吃吧 我想吃酸辣粉 你去让厨师给我做 尹欢指使他 老婆你吃这个小汤圆 冰的 你今天吃第几份了 博寻摸着透明的玻璃碗 神色忽然严肃起来 尹欢心里咯噔了一下 中午喝的是羊梅汁 现在是羊梅汤圆 不一样的 所以是第一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第一碗 嗯 博寻去了厨房 然后就待在厨房 看厨师做酸辣粉 虽然陪老婆很重要 但是老婆的胃也很重要 博寻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冒出这种想法 说不定可以让尹欢尝尝他 亲手给他做的饭 尹大小姐会不会感动地哭 会不会爱他 几分钟后 博寻自嘲地一笑 绝无那种可能 尹欢绝不会 因为他给他做几顿好吃的 就爱上他 否则 他早就喜欢上厨师了 博寻端着酸辣粉出去 晚上冒着热气 酸酸辣辣的味道扑面而来 尹欢漂亮的小脸 终于露出了微笑 怀孕之前 这种食物他都不吃 现在果然是怀孕了 胃口发生了大变化 尹欢吃酸辣粉 博寻吃别的 下午五点 小夫妻就解决了晚饭 吃过饭 博寻就拉着尹欢上车回家 博寻很忐忑 握着尹欢的小手 心中思虑万千 尹欢今天回娘家 和岳父岳母说了什么 去父留子 要和他离婚 什么时候离 不行 他不离 要怎么说服尹欢呢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他不能没有老婆和孩子 你在阴谋什么 尹欢轻力柔和的声音 骤然响起 博寻激动的侧头 撒谎道 我在想 我们的宝宝房间 以后安排在哪 老婆 我们等会儿回去 就开始准备吗 会不会太早了点 果然是想着要离婚 所以不需要给宝宝 准备婴儿房了吗 博寻伤心欲绝 情不自禁地 凑近尹欢漂亮的侧脸 不早了 可以开始准备了 是吗 尹欢摸着小腹 可我们连男孩女孩都不知道 怎么准备 各准备一间就好了 房间那么多 够他们住的 博寻想给尹欢找点事情做 最好是和他们的未来相关 尹欢见他凑得这么近 忽然抬手 如阿罗他黑短的头发 嗓音温柔 博寻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尹欢是微微侧身的姿势 白嫩的小手 在他的脑袋上轻柔着 似乎随时准备 把他的脑袋往下摁 一摁他 就能顺利地 埋到老婆的胸口 就像前几天那样 闷死他 当然不会闷死 会幸福地眩晕 男女孩我都喜欢 老婆生的都爱 薄寻下巴落在尹欢的肩上 晕黑的目光 幽沉沉地盯着 近在咫尺的白嫩小脸 最爱老婆 是不是谁当你老婆 你就最爱谁啊 我怎么闻见了一股酸味啊 醋溜溜的 大小姐 你吃醋了吗 你觉得我是爱我老婆 不是爱你 薄寻捏捏捏坏地笑了 不用吃醋 我的老婆只会是你 说完 他低头埋下去 博寻 你这个坏习惯 能不能改改 尹欢推他的脑袋 你不知道你 我是孕妇 薄寻可怜巴巴地抬起头 老婆 你说我们的孩子 只有黄豆那么大 感觉不到的 我们得趁他们还没出来 好好过我们的二人世界 哦 怎么过 医生说了 前三个月不可以同房 尹欢白嫩的手 只点着他的肩膀 忍着吧 薄大少爷 薄大少爷 这样叫他 叫名字就忍了 这个称呼 显得多生疏啊 尹欢不乖 只有在某些求饶的时候 才会用那娇滴滴的 媚得能滴出水的声音 叫他一声老公 可那种时候 他那么美 只能激起他身体里的兽欲 想要将他漂亮的外表给撕碎 看高高在上的女神 坠入欲望的深渊 薄寻眸色幽暗 大小姐 你可以的 我可以什么 你孩子不要了 你别乱来 尹欢忽然意识到 这是在车里 他连忙去捂着薄寻的嘴 不许说了 回去再说 他真怕薄寻说出什么限制即来 到时候害羞丢脸的就是他了 一回家 尹欢就被薄寻给抱了上楼 卧室里 尹欢坐在沙发上 薄寻高大的身形 蹲在他的面前 指节分明地手握着他的脚踝 薄唇印在他白嫩的小腿上 薄寻越来越变态了 他的小腿也轻 而且还不是在床上 他动动腿 薄寻直抬眸看了他眼 继续轻 温热的唇瓣印在他的膝盖上 然后下巴搭在他的膝盖上 自下而上地凝视他 尹欢被薄寻这个眼神 看得心里毛毛的 躁躁的 好像有什么要跳出来了 你如果实在很无聊 就去工作 或者去看一些孕妻的书 视频啊 怎么照顾孕妇 别总黏在我身边 尹欢脚尖一台 抵在他的腹肌上 一声闷闷的恩 从薄寻的鼻腔里传来 薄寻直一起看啊 一个人看似有点无聊 但是和尹欢一起看 就不无聊 行吧 几分钟后 薄寻和尹欢去了他的书房 正小端着水果上来 姨母笑地盯着他们两人 悄悄地退出了书房 薄寻办公室就一张椅子 然后就是黑色的沙发 尹欢只能坐在他腿上 薄寻有一下没一下地 给他头位切好的 苹果芒果猕猴桃 一开始看的是科普视频 还算正常 俩人都没什么反应 后来尹欢找了一个 动画制作的分娩视频 看着看着尹欢红唇紧敏 双手也因为紧张害怕 扣在了薄寻的手腕上 他手里拿着银制的刀叉 上面叉了一块黄色的芒果 往下滴着枝叶 果汁落在尹欢白色的裙子上 近湿一点 薄寻也被动画演示的 分娩视频给害到 何况是尹欢这个 明年就会分娩的女人 薄寻左手去挡他的眼睛 别看了 老婆 我们不看了 他应该去观视频的 因为这样 就算尹欢看不见了 也能听见视频里面的声音 薄寻慌张地去观视频 尹欢紧绷的身体 还没缓过来 好可怕 这一个那么大的婴儿 从那个地方出来 那么大的脑袋 视频里演示的还是一个宝宝 他的肚子里有两个 尹欢张开嘴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 不够他吸啊 薄寻扔掉刀叉 将他抱入怀里 尹欢脑袋 靠在他宽阔的胸膛 巨大的恐惧席卷了他 甚至让他 有了想要呕吐的冲动 薄寻 我想兔薄寻抱着他 去了洗手间 尹欢趴在马桶前 双眼无神 没有焦距 满脑子都是刚刚科普分娩的视频 早知道就不看了 老祖宗不成妻我 不知者无畏 不知道就不会觉得害怕 现在知道了 尹欢吐过之后 就连漱口时都是喘着的 两眼流过生理性的眼泪 浅褐色的眸水汪汪 泪盈盈的 看起来毫不可怜 尹欢不想看见 薄寻这个罪魁祸首 呆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 薄寻也知道 他烦自己了 可怀孕这种事 哎 怪他 想和老婆亲密接触 没有做好措施 尹欢回到卧室 就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薄寻就坐在床边看他 一直看他 尹欢好像睡着了 又好像没睡着 翻来覆去的 他俯身 轻轻地握住 尹欢白嫩的手腕 老婆尹欢在梦境里挣扎 他在梦里面生小孩 他生不出来 哭着对医生说不生了 不生了 你给我塞进去 医生说要给他剖腹 让他挺住 他挺不住 身体轻轻地被晃着 尹欢迷糊糊地 听见了薄寻的声音 老婆 老婆的叫个不停 尹欢猛然惊醒 卧室里亮着一盏柔和的碧灯 薄寻英俊地 脸出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 眼里优色明显 短短几个小时不见 怎么薄寻眼里 就多了几根红血丝 做噩梦啊 嗯 梦见生娃 太可怕了 尹欢一坐起来 就扑倒了他怀里 怎么不是你怀呢 我 一个就行了 你让我怀俩 尹欢哭唧唧地捶他的手臂 你混蛋 混蛋 他和薄寻家里 都没有双胞胎的基因 所以 这次怀上两个 纯属薄薄寻这个家伙太猛了 薄寻刚刚在床边 坐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 他温柔地安抚着尹欢的情绪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只是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犯法的 尹欢也不会答应的 所以他最好别提 让他不生也不可能 尹家和薄家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他怀孕的事情 两家人都知道了 现在都满怀激动和希望地 等着明年宝宝的降生 他只能尽力让老婆开心点 朝他撒气 随他怎么发泄都好 别气坏了身体 尹欢哭够了 眼里 都抹在了薄寻的衬衣上 他说晚上九点要再吃一顿 尹欢 我的母语是无语 没胃口 不想吃 尹欢软绵绵地回答 看了那个视频 什么都吃不下了 那你想做什么 想修仙 尹欢放开他 软软地倒在床上 薄寻无奈地叹气 大小剑 你能不能说点我办得到的 你想修仙 这我怎么办 把你送太空去吗 尹欢懒生 太空也不是修仙的地方 你也知道 薄寻俯身 捏捏他的小脸蛋 快 说点我能做得到的 干嘛呀 他只想在床上躺着 思考人生 哄你开心 那 看个烟花吧 尹欢随口一说 薄寻立刻给周父打电话了 尹欢刚哭过 不太舒服 就去洗脸了 洗完脸 他坐在卧室里发呆 怎么才能不去想 那个分娩的视频啊 薄寻不在卧室里 他一个大男人 陪他下午四点多就吃了晚饭 这会儿 估计去补充能量了 唉 本来想着看看薄寻的身材 或许会转移一下注意力 尹欢拿起手机 一打开某婴 就刷到了孕妇 怀孕的视频 这大数据的时代 真是可恶 命 不想刷了 尹欢手机也放下了 没一会儿 薄寻回来了 他不由分说地 抱起尹欢到卧室外的阳台上 老婆 看烟花 平静的夜空里 升起一束平平无奇的烟火 一路升到半空中 忽然炸裂开 紫色的花火清晰而下 如满天星辰 这束烟火还没有结束 旁边又升起一束红色的烟火 尹欢穿着睡衣 没穿鞋不能落地 薄寻单手有力地 拖着他的臀部 他看烟火 他看他 烟火足足放了二十多分钟 薄寻就这样抱了他二十多分钟 大小姐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嗯 有一点点吧 薄寻放心了 抱着他回去 那大小姐有没有奖励 薄寻 你放个烟花 还要奖励啊 那我现在让人去买烟花 给你放回来 尹欢戳了戳他的胸膛 你是不是做点什么 都要对我提要求 不 不是 没 不需要奖励 大小姐你开心就好 又试探性地说 如果能有一个轻轻 当然是很好的 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尹欢睡着之后 他会偷偷地轻回来的 所以不要紧 想要轻轻啊 尹欢手指轻抚着他的唇瓣 薄寻的唇形 长得是真不错 不傻笑的时候 就是冷脸微笑唇的霸总 但薄寻总是见兮兮 笑盈盈的 薄寻停在床尾 任由他的手指 在他唇上辗转 凸起的喉结滑动 看他的眼神 多了几分欲念 想 薄寻唇半 含住他的手指 目光炙热 那你去洗澡 尹欢抽出手指 快去 这么急啊 老婆是不是想伺候我 想得美 尹欢才不想伺候 他那蓬勃的欲望 和夸张的经历 害得他肚子里揣了两个仔 以后怀孕是痛 分娩是通 不如也是痛 安详想尹欢就觉得 人生灰蒙蒙的 薄寻脑子里 自动忽视了尹欢的那句话 乐颠颠地去洗澡了 洗完澡 身上闻了一下身上香香的 神清气爽地 钻进老婆被窝里 柔和的光 打在尹欢的脸上 他情不自禁地凑过去锁吻 尹欢微微偏头 薄寻 你能不能矜持点 不能 你 尹欢耳阔飞红 这家伙也太狂野了 洗完澡出来还好好的 到了床边身上的浴袍一扔 光着身体就钻进来了 此刻那火热的身体 不要命地往他身侧贴 将他搂到怀里 薄寻一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模样 大小姐 你别扭了 再扭 我就控制不住了 行啊 来 来 尹欢平躺在床上 来嘛 把你的孩子给弄掉 薄寻脸色一僵 不 不来 不弄掉 流产对你身体也不好 薄寻温热的掌心 隔着真丝睡裙 摸着他平坦的小腹 就生这一次 以后就不生了 不让你受第二次怀孕的苦 万一都是女孩呢 尹欢是没有什么意见 可薄家呢 那以后就给他们俩 找上门女婿 薄寻贴到尹欢的脸侧 轻易地蹭了蹭 你困不困 不困 那老婆 你要不要 玩玩我 尹欢震惊地转眸 薄寻那眼神格外地认真 甚至还故意挑了挑眉 对着他隔空一个飞吻 薄薄寻 你真的很骚气 玩不玩 你怀孕了 我身体健康 我一个血气方当的正常男人 我天天抱着老婆 看得着吃不着 难受死 你再不宠宠我 疼疼我 我明天就上火了 我就要去医院了 我就要吃药了 有那么夸张吗 尹欢鬼使神差的抬起手 落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老婆主动贴他 薄寻兴奋的心脏 砰砰砰直跳 不夸张 真的会上火 行吧 尹欢手指在他身上游离 他也想做点别的事情 去以往分娩的视频 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日 清晨的阳光 从细缝中照进来一束光 柔和的大床上 男人动了动手臂 下意识地摸向旁边 手指没碰到人 还不泄气地伸长了 然后整个人忽然疼坐起来 尹欢 他不在 薄寻急匆匆地换好衣服下楼 竟然看见尹欢半条丝里地 坐在餐厅里 喝着小米南瓜粥 你起这么早 吓死他了 还以为尹欢出什么事了 饿了 尹欢犯着困 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喂 薄寻撑着脸颊看他喝粥 我喂你好不好 不要 薄寻好争以侠地盯着 嘴角上扬 为什么不要啊 你都困成那样了 你小心 把粥味到鼻孔里去 喂你鼻孔里去 猪鼻孔 尹欢轻哼 来喂 薄寻凑过去 尹欢用余光撇他 他是故意的吧 衬衣上面三颗扣子解开 露出深深浅浅 斑斑点点的吻痕 昨晚他居然 尹欢安慰自己 自己的老公吗 偶尔疼一疼他也可以的 哪有和孕妇抢食的 桌上还有那么多吃的 尹欢面前的小碗南瓜粥 都快见底了 他居然还想来抢食 南瓜粥塞不进鼻孔里 勺子能啊 不和你抢 薄寻又给他盛了一碗南瓜粥 然后摸着他的后背 我们家欢欢宝贝多吃点 又尹欢一个白眼翻过去 真想把我肚子里的胚胎 移到你身上 薄寻 孕妇好难伺候 他做什么都是错 薄寻默默地坐在旁边吃饭 见他吃饱了 又笑着开口 老婆 你今天准备做什么 去商场看看 他都好久没去了 我陪你 尹欢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薄大总裁 你再这么闲 我真的会怀疑 博士集团要破产了 薄寻神色瞬间傲娇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 你放心 当你的富贵少奶奶 他可以不当少奶奶 他一直都是尹家的千金大小贱 尹欢走两步 薄寻就想扶着他 非要让他把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尹欢憋不住笑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宠妻 不 我是娘娘 你是小太监 尹欢推开他的手臂 等我五六个月走不动了 再来掺着我吧 他现在肚子都还是平的 用的他这样闲殷情吗 薄寻被推开了手臂 顺势插进裤兜里 一片头凑到他耳旁 那娘娘怀了我这个假太监的孩子 我们俩偷情刺激吗 假太监能让娘娘夜夜生歌尹欢 没想到薄寻这么活得出去 什么话都能接上 果然薄寻不上班的时候 都在网上冲浪吧 5G网啊 网速666啊 尹欢耳阔飞红 等娘娘五六个月的时候 就会被别人发现的 那可怎么办 薄寻言尾上调 年怀年怀的 只能我这个假太监 带着娘娘 私奔了你不去当编剧 真是趣才了 尹欢记得 薄寻也不怎么看电视看小说吧 他纯属自己 脑子思维发散 当编剧多没意思啊 我只想当欢欢的老公 欢欢想玩什么 我都奉陪 不过 薄寻愤愤然地扫了眼他的小父 内心叹气 得等到宝宝们出生以后 你还知道啊 谁让你不做错失的 薄寻自知理亏 拽紧尹欢的小手 这种错误 只会犯这一次 哦 尹欢怎么不相信呢 薄寻傲娇的挑眉 我们走着瞧 哟 还放狠话啊 你是不怕啊 怀孕又不是你怀了 要是下次还意外怀孕 你就是跪着哭着说老婆 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这种话说出来 有什么用 尹欢白了他一样 马后胖 尹欢 你不信我 你等着 薄寻气势汹汹地放狠话 我要让你对我负责一辈子 薄寻将他送上车 又不放心地嘱咐于果 慢点开车 车子开出去之后 于果好奇地问 大小姐 刚刚姑爷那么生气 他会做什么 鬼知道 男人心 海底阵 尹欢翻着商场的财务报告 虽然他懂得不多 但是钱 他能看懂 哎 现在怀孕了 也不能去上班了 尹欢摸着小腹 宝宝 你们来得这么快 是迫不及待 想来体验这个世界吗 知道爸爸妈妈 从小就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 其乐融融 宝宝们也可以看遍世间繁华 走遍山川河流 虽然你们爸爸看起来也挺顽固 但是呢 对你们肯定是靠谱的 大小姐也开始期待宝宝的降临了 于果微笑 我只能这样想了 不然我怕我心里抗拒 身体会不舒服 会一直想吐 尹欢脑子里 快速地闪过分娩的视频 他一个机灵 可怕 真是可怕至极 走开走开 别想别想 尹欢到了商场 从一楼慢悠悠地转了上去 一切正常 客人还挺多的 就去了办公室 他还没到办公室 就看见了一个讨人宴 霍涵看见他也很意外 注意盯着尹欢的脚下 穿了一双平底的凉鞋 果然是怀孕了 他笑呵呵地 走到尹欢面前 表妹 听说你怀孕了 恭喜恭喜啊 你都怀孕了 怎么还来上班 哥哥替你吧 等明年你生了宝宝 再回来上班 我是怀孕了 又不是死了 怎么就不能来上班了 尹欢双手暴毙 眼底冷冷的 表哥 你若是闲得无聊 就去街上扫落叶 美化环境 霍涵尬笑 你这是什么话 那我可不能去抢 还为工人的活 所以 你就来抢我的活 话不能这么说 我是来帮你 帮你 帮 强调一万次 他也是图谋不轨 尹欢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 用不着 我有老公 还有爸妈可以帮我 以表哥 你的分工伪计 你来帮我 我怕商场过两天就垮了 生意那么好 不会垮的 那可不一定 你不觉得 你没有做生意的命 挺衰的吗 你就不能老实点 尹欢对他 早已没了好脸色 你不走 我就请人把你赶走了 等一下等一下 霍涵走到尹欢身边 我不来 不来这里工作 我和你说点别的 我们去办公室说 尹欢走进办公室 霍涵试图把雨果关在外面 尹欢神色淡淡的 你在拦我的人 我 聊点 他能听吗 霍涵握着门 你想聊什么 霍涵降门关上 尹欢坐在沙发上 窗外阳光照进来 妹妹这张脸 是怎么看都怎么好看 妹你也知道 你哥哥我生活困难 你舅舅现在不管我了 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打工也赚不了什么钱 你侦儿每个月生活费好几万 所以啊 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 借钱 找他借钱 他是有钱 但不是傻啊 这钱借出去 就基本上别想着回来了 借钱干嘛 尹欢冷声问 借钱一部分用来生活 一部分用来创业 想借多少 一千万 两千万 霍涵蹲在他身边 大小姐 大小姐 我知道你有钱 你和博勋结婚的时候 他们家给了你很多的彩礼 房子车子那都是少的 听说还有股份 国外还有好多 你就随便给我借点 表哥 不是我不想给你借钱 你也知道我和博勋那是 商业联姻 随时可能离婚的 一旦离婚 那保家给我的那些东西 都是要还回去的 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动一分钱 尹欢摸着小夫叹气 尹欢苦着脸 虽然我现在怀孕了 那以后离异了 要养两个孩子 以后两个孩子结婚生子 哪样不是钱啊 只能靠我一个人 所以表哥 我真的帮不了你 尹欢眨眨眼 你去找你娘家大舅哥吧 就逮着他们一家薅羊毛 妈妈补贴回去的 还不够多吗 是个败家子 怪不得舅舅不给他钱了 问他借钱 还不如回去找自己爸爸 霍涵一分钱 都别想从他这里拿走 霍涵沉了脸色 你都怀孕了 博勋可能和你离婚吗 万事皆有可能 爷爷去世了 万一他们觉得 我们之间的联姻 没有意义了吗 尹欢张口就胡言乱语 霍涵见尹欢实在不松开 离开的时候 满天的横气 尹欢轻吃 谁打理他 他又不是没钱用 就是钱不够他用 自己的钱留着不花 就想花别人的 他有钱 但他可不是冤打头 尹欢在商场待到中午 就离开了 他要回家吃饭 孕妇饿不得 下午 尹欢在家里悠闲地 看着关于孕妻的书 听见沉沉重重的脚步声 博勋又早退 摊上这么一个不负责的总裁 博士集团果然根基深厚 尹欢悠闲地翻了一页书 没抬头 博勋直直地走到他身后 坐下 两只手如藤蔓一样地缠上来 抱住了他的腰 脸庞埋在他的肩上 深深地吸气 都说打工人上班时 灵魂都被抽走了 他一个当老板的 上班应该很愉快 怎么也一副被掏空的样子 尹欢摸了一下他的手背 怎么了 老婆 我今天做了一件大事 说 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博勋轻轻地扳过他的身体 尹欢折了一下书 然后放下 博勋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好苍白 尹欢安慰他 你去献血了 这算什么大事 晚上给你吃点补血的 菠菜猪肝 鸭血粉丝汤 不是 我去结杂了 博勋话音一落 尹欢瞬间当机 神 妈 博勋去做什么了 结杂 博勋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了 让你别去 尹欢气得往他身上 落小拳头 你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需要和我商量吗 尹欢下意识地 往某个地方瞥了眼 你 薄勋 你行 先掌后奏 你把我当你老婆吗 这种事 你悄悄地就去医院做了 你 啊呀 气死了 尹欢起身就要走 博勋拉住他的手腕 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婆 早上我放过狠话的 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 我们以后也不会有意外 尹欢坐回沙发 他一刻将下巴搭在他肩上 轻易地蹭蹭他的脸颊 他缓住尹欢的后腰 我才动了手术 老婆 疼 薄勋 你就是这种独裁专制霸道的男人 你这种事情都不和我商量 你娶老婆干嘛 你一个人过得了 尹欢还没有彻底消气 这个薄勋 真是气人的不行 那是小事吗 老婆 如果你以后还想要宝宝 男人做手术 可以复通的 薄勋声音压低得很低 他不是故意露出这副可怜样 谁动了手术 也会虚弱的 但是我觉得大小姐 你应该不想怀第二次了 之前看了那个分娩视频之后 他也不舍得她再怀第二次 所以他直接结扎 一劳永逸 多好 尹欢还是气 虽然他都不知道在气什么 明明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以后不用担心意外怀孕 他气呼呼地说 你不觉得你太胡来了吗 你不是小孩子了 没有胡来 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了 早就咨询过了 今天下定决心了 薄勋握着他的手 指负温柔的妈撒着 大小姐 你可不能抛弃我呀 我是个不能生育的男人了 我只有你肚子里的宝宝了 我们的宝宝 耳边酥酥麻麻的 尹欢微微偏头 你刚刚才说了 男人可以做手术复通 薄勋 早知道就不给老伯科普那么多了 只要是手术就有风险 万一我以后复通不成功呢 不能冒险 咱不能离婚 这个事情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知我知 医生知 薄勋紧紧地抱着尹欢 你得负责 我一辈子 尹欢 他这是被赖上了 你 薄勋 你 我真的 服了你 你当心被你爸妈知道 肯定会气死的 不能让他们知道 薄勋寻凝视着他的小脸 老婆 你这么生气 是还想二胎吗 二你个头 我是生气 你去劫萨吗 我是生气 你这么大的事情不和我商量 之前我明确说过 让你别去的 尹欢推他 和你们男人 没有办法交流 怎么就不能交流了 他又不是听不懂话 我这样难道不man吗 你不敢动就算了 居然还凶我 我现在还是病人啊 需要老婆轻轻抱抱 薄勋往他唇上凑 尹欢无情地捂着他的唇 不舒服就去躺着 找他有什么用 他又不是安眠药 薄勋扑扑地亲他的掌心 尹欢只能松开 这是我的秘密 尹欢 你知道了我的秘密 你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崽 这辈子 你都休想离开我了 薄勋将他抱在腿上 面对面低头往他怀里靠 尹欢 动完小手术 不舒服了 还会埋胸 薄勋 你真棒 可把你牛逼坏了 尹欢抓着他的头发 以后做什么都不用和我商量了是吧 不是 薄勋嗓音闷闷的 算了 看在他今天动了手术的份上 不和他吵 他明明对肚子里的孩子 保证过要当一个温柔的妈妈 怎么薄勋总惹他生气啊 还能不能好好地抬轿了 薄勋贴贴老婆 满足地抬起头 以后都和老婆商量 老婆别生气了 还要看烟花吗 大白天看什么烟花 看他个头 看见你就来气 我这么帅的脸 还生气啊 哼 就你帅 我还美呢 尹欢推开他的肩膀 去躺着 老婆果然还是心疼他的 尹欢就是对他嘴硬心软 爱而不自知 没关系 他知道尹欢爱他 薄勋低声哄他 这几天不能抱你 老婆你原谅一下 等我恢复了 还是抱你 还好你不是等我七八个月的时候 再去劫杂 那我会认为 你是故意不想伺候我 才去给自己搞个小手术的 尹欢牵着他起身 薄勋乖巧地跟着尹欢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天天都想在家里照顾你 是你天天都把我往公司赶 他是一个连个早退 都要被老婆教育罢走 世界上也就他一个可怜兮兮的吧 尹欢将薄勋牵到卧室 衣服脱了 躺下休息 不愧是他老婆 霸气 薄勋乖巧地脱衣服 但他故意脱得很慢 慢条丝里地解开扣子 漆黑的谋暗流涌动 明摆着在勾引老婆 尹欢手指 戳到他的胸口 薄勋 你知道 你现在什么情况吗 你刚做完结砸手术 我刚怀孕不到两个月 你勾引我 我们俩完干瞪眼吗 他就不能老实点 结砸了还发情 你小心坏掉 不 绝不可能坏掉 我可是要给老婆一辈子幸福的 薄勋不敢乱来 他火速脱掉衣服裤子 躺在床上 尹欢站在床边 美好气地瞪他 又好气又好笑 这不知道薄勋的脑回路 他到底怎么想的 薄勋拉着尹欢白嫩的手腕 老婆 来 一起躺着 你自己躺吧 我要去吃东西 薄勋 早说啊 他陪老婆吃完东西再躺 薄勋又起身 尹欢是怕了他了 只能让庸人把下午茶给送到卧室来 薄勋穿着黑色的睡袍 睡袍上面绣着精致的暗纹 中间只系了一根袋子 冷白的腹肌若隐若现 下面随着他的步伐 那双腿也若隐若现 薄勋死性不改 一个刚结砸 一个刚怀孕 他就不能老实点吗 不擦边展示身材 勾引他会死是吗 薄勋没食腰味口吃东西 只是想陪着老婆 尹欢坐下吃东西 薄勋就抱住他的小蛮腰 捏捏 软乎乎的 很难想象他这么细的腰之后 因为怀孕会变胖 如果换成自己 也觉得难以接受 尹欢心情不好 郁闷 他太理解了 老婆这么漂亮的小细腰 他爱死了 都怪他太猛了 竟然让宝贝老婆一胎双宝 薄勋修长的指节 在他小腹上抚摸着 尹欢低头看了眼 哎 男人真是不老实 就不能让他好好地吃顿饭吗 走哪都跟着 干脆把他挂身上 被尹欢简单地吃了个七分饱 薄勋脑袋压在他背上 双手圈在他腰上 如果不是刚动完手术 绝必会让他坐他腿上 尹欢动了动身子 回头 好了 我陪你去床上躺着 谢谢老婆 爱你老婆 薄勋一副虚弱至极的模样 尹欢之前也没有了解过 男性劫杂具体情况 但看薄勋的样子 好像还疼着 躺在床上之后 薄勋故意把自己的身体 躺得比较低 这样可以面对面抱着老婆 埋在老婆的胸口 看在他今天动了个小手术的份上 尹欢就游着他去了 薄勋借着自己动了个小手术 在家里待了三天 除非重要的事情 在书房通过电脑处理 这三天 基本上时时刻刻的黏着尹欢 和老婆形影不离的72小时 根本不够 他还要720小时 7200小时 一辈子 他们安静幸福地在家里待了三天 然而京城却传出了 他们俩要离婚的消息 薄勋是爸妈打电话来才知道的 这三天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陪老婆 外面的什么绯闻 他都不清楚 没 怎么可能离婚 我是那种渣男吗 爸 欢欢怀孕了 双胞胎 我们一家四口 一定会非常非常幸福的 那种留言 完全是空穴来风 薄勋挂了爸爸的电话之后 气得不行 立刻给刚跑完马拉松 泪摊在家里的周府打电话 让他立刻去调查 这个消息 到底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 一个小时后 薄勋气呼呼地 去楼下找尹欢 尹欢和郑小雨果 在餐厅里 喝着厨师 刚给他们做的芒果奶昔 俩人看见薄勋 这么气势汹汹的模样 端着杯子就走 尹欢懒懒地 抬了一下秀眉 谁又惹你了 一天气性怎么那么大 不就是离婚传言吗 明星也有的 很正常 别在意薄勋 站在他身侧 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你当然希望我没放在心上 你希望我别在意 因为这个传言 就是从你这里传出去的 我 尹欢茫然 怎么可能 我和你开玩笑而已啊 不是我 你和霍涵 尹欢慢悠悠地 咀嚼着芒果 好像几天前世有那么回事 伯循砰的一下 撑在桌上 尹欢盯着他的手 骨节分明的手指上 还戴着银色的结婚戒指 他故意曲起 无名指给他看 尹欢 那是你真实的想法 还是开玩笑的 他真的很需要知道 虽然伯循心里 安慰自己老婆 对他爱而不自知 但他不知道 就意味着随时想离开他 尹家财大气粗 别说他离婚带俩娃 就算离婚带十个娃 尹家也能全都娇生惯养着 你觉得呢 尹欢慢悠悠地搅着奶昔 嗯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老婆才不想和他离婚 伯循缓缓坐下 身体朝着他靠近 假的 那个霍寒故意挑拨离间 其实那天 他还来找过我 找你借钱 你给他借了 尹欢的脸色 就变得不悦了 对 但是我没有给他借钱 我记得他之前惹你生气 我还派人揍过他一顿 老婆你忘吗 我是坚决站在你这边的 伯循去搂他的腰 忠诚 护主伯循蹭蹭他的脸颊 我做得好不好 好 尹欢咬了一勺芒果奶昔给他 伯循幸福的眉梢上扬 尹欢才反应过来 这是自己吃过的呀 又给伯循吃 然后剩下的他就不吃了 就用那个勺子喂伯循 伯循开心的颧骨升天 美滋滋地吃完了 老婆 你现在都愿意投喂我了 羊狗也要喂啊 何况是亲老公呢 尹欢摸摸他的头发 你做得很棒 不要搭理他 霍寒可以不理 离婚这个流言必须澄清 我们恩爱道报 全会有这种流言 伯循将尹欢抱到自己腿上 我们才结婚三个月不到 那些人就盼着我们不好 尹欢沉思是该澄清 对两家的影响不好 会破坏名誉 说不定影响商业信誉 万一合作方知道这个情况拒绝 那就损失大了 那我们怎么澄清呢 尹欢问 你怀孕的消息放出去 尹欢还以为 伯循有什么好主意呢 就这 没必要吧 低调 尹欢捏着他的脸 还不到三个月 不许外传 伯循配合的歪头 他的脸有什么好捏的 还是老婆的脸比较好捏 软乎乎的 尹欢只捏了一下 小手搭在他的肩上 一起去参加的晚宴吧 听老婆的 几日后 是司徒爷的八十大寿 两家都收到了邀请 他现在怀孕初期 肚子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穿了一条银色的晚礼服 五厘米的高跟鞋 挽着伯循的手臂 出现在晚宴上 金圈里出了名豪门大少爷 与名媛千金 商业联姻 铜矿出现 一下就吸引了晚宴上众人的目光 曾经的青梅竹马 后来的死对头 现在的新婚夫妻 甚至这几天 金圈到处流传 因为尹家老爷子去世 商业联姻破裂 他们即将离婚 但现在他们铜矿出现 尹欢挽着伯循的手臂 郎才女貌 情色和鸣 十分般配的模样 羡煞旁人 哟 你们俩走笑呢 司徒端了两杯酒 递给他们一人一杯 我老婆借酒了 他的那杯 我干了 伯循爽快地干了一杯 另一杯拿在手里 然后给尹欢端了一杯果汁 尹大小姐借酒了 司徒眯起眼 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怎么 我喝不喝酒 司大少也有意见 尹欢接过果汁 淡淡地抿了一口 嗯 司徒 你家这果汁 一般般尹欢悠悠地 把果汁给放下了 司徒轻笑一声 伯循 真有你的的 结婚之后 把尹大小姐关得更骄纵了 亲爱你 你这不废话吗 他都说我老婆了 我能不宠着他 伯循甚至把手里的酒杯放下 老婆 喝点别的 行 给尹大小姐上牛奶 司徒大手一挥 谢谢四大少爷 尹欢浅浅一笑 谢我干嘛呀 牛奶值多少钱 管够管够 你尹大小姐不给我面子 也不给我们家老爷子面子 那都无所谓 你开心就好 司徒说完 战术性地喝起了酒 司徒 你披养是吗 我们俩是夫妻 一体同心 我喝了就等于他喝了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 伯循霸气护妻 如果不是顾及场合 早就一脚踹过去了 老婆说了 怀孕还不到三个月 不向外人透露 他忍着 伯循现在 也尽量少喝酒 不然老婆不让他轻轻 最根本的原因是 新婚当天喝多了酒 导致没有过成新婚业 脸上被画了的大猪头 这是要被尹欢笑一辈子 酒 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呦 一体同心 肉麻死了 司徒嘖嘖两声 对 新婚快乐 我去招呼别人 你们自便 随便玩 司徒走得飞快 而尹欢得到了一杯牛奶 尹欢喝了一口牛奶 我大概是晚宴上 唯一一个和小孩子 喝一样饮料的成年人了 早知道就喝白水了 至少看起来像白酒 他尹欢 因为肚子里的两个小崽崽 居然沦落到 在晚宴上喝牛奶 啊 会被笑话的 尹欢将牛奶 塞到了博巡手里 我要喝白开水 好的 尹大小剑 你开心 我就开心 博巡凑到他耳旁 宝宝也开心 尹欢刚来不到十分钟 就换了三杯饮料 今晚是来秀恩爱 破谣言的 就得这样对薄巡物尽其用 才能展示出他们的恩爱 博巡生怕尹欢 被来来往往的人给撞到 拉着他去沙发坐下 你坐着 我去给你拿吃的 OK 他穿着高跟鞋 本来也不想动 尹欢刚坐下 时续瞅着机会就过来了 尹大小剑 你这怀孕了 还敢穿高跟鞋 偶尔一次 我今晚这衣服 不穿高跟鞋不好看 尹欢声音轻轻的 最近流言蜚语太多了 我就知道 你们不会因为尹爷爷去世 就离婚的 薄巡好不容易把你娶进门 让他离婚 他肯定不愿意 时续一副看穿的模样 最近过得不错呀 面色红润 蜜里调油啊 羡慕羡慕 这不像你啊 你居然会羡慕我 小奶狗小狼狗不香了 尹欢摸着小腹 你居然会羡慕我一个商业联姻 刚联姻就怀孕 而且还是双胞胎 你知道我以后的肚子 会变得有多大吗 比足球还大 我一想到就觉得可怕 恨死薄巡了 薄巡正端着尹欢 最近喜欢吃的东西过来 就接受到了老婆怨念的眼神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什么情况啊 老婆和时续凑到一起 就说他坏话 时续有多 得减少他们俩的接触 宝总 恭喜啊 时续见他过来 笑着打招呼 薄巡挨着尹欢坐下 你不去猎验 跑来打扰我老婆 宝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最佳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时续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我还没醉呢 过会儿再去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千瓦的电灯泡 坐在这里 打扰新婚夫妻 尹欢慢悠悠地享受着薄巡的头位 这也是秀恩爱的方式 时续坐着看了几分钟 真肉麻 我真怀念你们俩一见面 就掐起来的时候 时续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们好 薄巡默默地捏紧了左手的拳头 你好不好 我才不在乎呢 我只在乎 我们家欢欢好不好 欢欢好 我就觉得好 时续抱了一下隐欢 这样的姿势 让薄巡皱眉 她的老婆 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别人抱 女孩子都这样吗 上学的时候 手牵手去洗手间 现在也搂搂抱抱的 好像没有人会觉得不对 如果两个男人那样 薄巡 你不许欺负 我们家欢欢 她现在可是孕妇时续 虽然声音小 但薄巡刚好能听见 用得着你对我放狠话吗 还有 纠正一下 是我家欢欢 不是你家 搞清楚 我和她 有证的 红色的 国家颁发的 婚姻法规定的 薄巡拉着隐欢的手 试图将她拉到自己怀里来 最重要的是把时续 从亲亲老婆的身上赶走 都给她放开 老婆是她的 她好不容易才娶回家的 时续也没和薄巡抢 松开了隐欢 她喝了酒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怕我再留下 欢欢 你老公的眼神能变成机关枪 把我给吐吐吐了 薄巡的眼神 有那么可怕吗 隐欢悠悠侧头 对上薄巡的眼神 不害怕呀 分明就是一副 傻傻憨憨的模样 忽然有点想看薄巡工作的样子 应该和爸爸一样 严肃地板着脸吧 如果是这副傻样 一点威慑都没有 她正在打量的 那张帅气的脸忽然凑近 快速地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大小姐 你刚刚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不是在索吻 那我想亲你行不行 薄巡顺势搂着她的小西腰 薄唇贴到她的耳旁 你别忘了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没忘 秀恩爱吗 她觉得应该够了 老婆薄巡贴着她的脸颊 那你喂我吃吗 你让我一个孕妇伺候你 你好意思吗 好意思啊 为了秀恩爱 大小姐要顾全大局呀 薄巡唇半贴着她的耳廓丝膜 暧昧地青蹭 薄巡 你忘了 你刚动完手术吗 什么场合 你就在我耳朵上磨磨蹭蹭的 尹欢耳朵敏感 但她不喜欢别人往她的耳朵里吹气 什么毛病 那大小姐嘴巴给我蹭薄巡 捏着她的下额转过来 尹欢主动贴近 蜻蜓点水 都没伸舌头 能解什么馋 你悠着点 尹欢轻声提醒 嗯 薄巡还是垮着脸 尹欢理了理她的衬衣 轻轻地拍了拍薄巡的胸口 还不开心呀 那我明天陪你去公司 她现在怀孕了 加上霍寒的事情 爸爸让她孕妻好好在家休息 所以 她又双弱成了一个无聊闲散的富家少奶奶 没事做了 薄巡也好几天没去公司了 重新复工 就有老婆陪着 不要太爽 薄巡瞬间就被尹欢给哄好了 内心激动地嗷嗷叫 面上却强壮淡定 从鼻腔里挤出一个恩字 尹欢内心得意地笑了 小样 拿捏你还不是分分钟 她正好满足自己 想看看薄巡工作的样子 双赢 考虑到尹欢是孕妇 所以他们 只在晚宴上待了一个小时就离开了 刚上车 薄巡就把尹欢的双腿 放在了自己腿上 在她的震惊中 薄巡缓缓慢地脱掉了她的高跟鞋 其实她今晚就没有站多久 基本上是坐着的 她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冒险 薄巡握着尹欢 一双白嫩的小脚 捏了起来 尹欢 她干嘛呢 捏脚之前 还特意看她两眼 你什么时候学的 你以为我这三天就盯着你发呆了 薄巡摁着她的脚心 网上说 孕妇怀孕后期 可能会身体浮肿 脚啊 腿啊 都会肿 需要按摩 有按摩师啊 尹欢舒服地靠着 视线却一直盯着薄巡的侧脸 尹欢习惯了和薄巡之间打大闹闹 没发现 她居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红了眼 还想哭啊 你哭什么呀 尹欢动了一下脚 可爱的脚趾动了动 嗯 多愁善感可不像你 薄巡将眼泪憋回去 我没哭 薰的生理性眼泪 大小姐回去泡个脚吧 尹欢一听 双手就往她的身上打 薄巡 你说什么 我脚什么 薰什么 你脚才臭 你鼻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脚比你手都香 比你嘴都干净 尹欢双脚 也往薄巡的身上踹 滚 她双手摸着小腹 告诉自己要淡定 可她的确淡定不了 她尹欢从小到大 身上那里不是干干净净 香香的 薄巡 她竟然敢 薄巡握着她的脚 老婆 你别激动 我刚当的确实想哭 不是被你的脚熏的 我老婆的脚特别响 滚 哥文滚 尹欢挥手 怎么就不是自家车 自家司机呢 这是薄巡的车 薄巡的司机 不然她直接把薄巡给赶下车 赶说她的脚 她的脚长得这么白 这么嫩 这么好看 薄巡那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臭脚 臭男人 尹欢都要被薄巡气哭了 从小暧昧 什么都讲究的尹大小姐 现在刚怀孕就被老公嫌弃了 我明天不陪你去公司了 你自己去吧 老婆 你可以不陪我 你别生气 我刚刚就是一时脑抽 和你对习惯了 没反应过来 薄巡握着她白嫩的小脚 真不嫌弃 老婆的脚香香的 薄巡害怕她不相信自己的话 低头在她脚背上亲了几口 两只脚都啵啵地亲了几口 虽然尹欢觉得自己身体无比干净 一双脚也有精心呵护 但毕竟是脚 毕竟刚刚穿了一个小时的高跟鞋 薄巡 你今晚嘴巴不刷干净 别碰我 尹欢瞪了瞪腿 放开 不放 薄巡将她的两只脚抱在怀里 从脚背亲到脚踝 甚至还有继续往上亲的趋势 尹欢摁着她的脑袋 薄巡 薄巡恨不得回到几分钟之前 她哭就哭 在老婆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 或许还能让老婆心疼她 结果说错话 惹老婆烦 惹老婆 要不我今晚回家跪键盘 开车的司机闻言 内心震荡 这还是他们家那个桀骜不逊的金贵大少爷吗 果然 男人结了婚在老婆面前 地位就是不断地下降 少爷太卑微了 谁要看你跪键盘 轻得我一脚口水 薄巡你是不是变态 尹欢现在觉得 自己的脚是真的臭了 都是薄巡的口水味 被她给清臭的 那你要看我跪什么 薄巡见嘻嘻的坏笑 双手慢悠悠地给她按揉着脚 你就要非要跪吗 男人能不能有点骨气 她膝下的黄金呢 便现成老婆了 那老婆想让我做什么 你才能开心点 薄巡盯着她的白嫩的小脚 其实我刚刚想的是 老婆你以后挺着大肚子 身上浮肿 你会难受 我就心疼 然后就心疼地想哭 别人怀一个都难 她肚子里还是两个 尹欢得遭双倍的罪 双倍的痛 薄巡解释得清清楚楚 言辞恳切 眼睛又蒙上了一层阴晕的水汽 你还会心疼我呀 尹欢觉得心奇 你巴不得我死在产房里 然后你摆得两个娃吧 伤心 太伤心了 尹欢居然这样想她 还不如她去赴刘子 至少他们都活着 我要被你气死 薄巡松开她的脚去抱她 尹欢后背抵着车门 顺势双脚抵在她的大腿上 她依靠 右腿直接抵在她的小腹上 老婆 你刚刚摸了我的脚 把我的脚给亲得臭臭的 又想来抱我 不行 尹欢用脚点她的小腹 老实坐着 不能老实坐着 尹欢现在想法都不对 尹欢 我现在有必要生命一下 没有什么去母流子 你一定会平安生产的 我要和你相爱相杀一辈子 薄巡握着她白嫩的脚踝 看看以后我们老了 到底是谁 给谁推轮椅 谁要和她比这个 以后他们老了 找两个年轻帅气的小哥哥 给他们一起推轮椅 去看星星 看月亮 不更好吗 不会享受的家伙 薄巡眼底 擒着坏笑 挑眉 打赌吗 大小姐 打赌谁给谁推轮椅 赌一辈子那种赌 当她傻吗 不赌 尹欢傲娇 我以后老了 不要你推轮椅 也不要我们的孩子推轮椅 我找俩英俊帅气的 十八岁小哥哥推轮椅 薄巡瞬间就笑不出来了 让她想到了 尹欢找男模赔完 十八九岁 真是太太太热血腥肠了 薄巡你什么眼神啊 又不是不给你找 还是你想找漂亮的小姐姐 给你推轮椅 尹欢挑眉 她敢 八九十岁了 还不老实的话 就把她的轮椅给推到墙角 让她面壁撕过 我谢谢你啊 老了找小哥哥推轮椅 还想着我 你对我真是太太太好了 薄巡说完 又往她的腿弯上亲了一口 尹欢嫌弃死了 到家了 下车下车 司机打开车门 车里俩人还处于胶着状态 司机眼观鼻鼻关心 就当自己是瞎子笼子 什么都不知道 薄巡强势地将她搂到怀里 别动 我抱你 她哪有动啊 薄巡将她抱出车里 司机将高跟鞋递过来 薄巡抓着她的高跟鞋 就这么抱着她 往里面走 车子就停在门口 进去也就挤不路 郑小把尹欢的拖鞋都准备好了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薄巡 扔掉了尹欢的高跟鞋 抱着她上楼 她的脚都被薄巡给清臭了 不穿拖鞋也好 上次说给你洗头吹头发 今晚洗吗 就当我给你赔罪了 尹欢总不让她在这个事情上帮忙 都是让郑小来 她也想帮老婆 不了 为什么不要 你那手操的 别把我头发给扯掉了 尹欢嫌弃薄巡 给她摁脚都那么操 使那么大的劲 何况是给她洗头 我 我手怎么就操了 我好歹也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我哪里操了 你明明那么喜欢 我摸你 尹欢美眸瞪她 行 我不说 博巡只闭嘴了一分钟 将她放到沙发上之后 就贴了过去 老婆 你以后晕晚期了 我总得照顾你吧 你之前在尹家都答应 让我给你吹头发 吹和喜事两回事 今晚就让你吹 别念叨了 尹欢是烦了博巡了 怎么那么烦人 果然是要相爱相杀一辈子 呸呸呸 谁和她相爱了 只有相杀 老婆 你刚刚是不是没吃饱 我们先换衣服 补充点能量 他们在晚宴上没待多久 所以现在时间还早 现在不饿 我先去卸妆 博巡朝着她挑眉 大小剑 我给你卸 那些东西 她会用吗 博巡真是闲得慌 爸总不加班吗 她没穿拖鞋 也不想踩在冰凉凉的地板上 只能看着博巡去 拿了一堆东西过来 什么卸妆乳 卸妆湿巾 卸妆棉 卸妆油 隐欢垫了的靠背 慢悠悠地教博巡 然后自己闭上了眼睛 她今天化的妆容很淡 但也是需要仔细卸妆的 教会她也不错 怀孕了以后 肯定不会经常化妆 但还有那么长时间了 以后喝多了 喝醉了 困了不卸妆 博巡可以帮她 嗯 不错 为了自己的以后谋福利 博巡拿着卸妆湿巾温柔的 一点点的 生怕把老婆娇嫩的肌肤给弄伤了 老婆的肌肤真的 不化妆也很美 小脸蛋满满的胶原蛋白 好爱 博巡给隐欢卸完了妆 情不自禁地凑过去 准备偷一个香吻 但还没碰到隐欢的脸 就被拍了一个巴掌 她侧头对上隐欢悠悠的目光 你的嘴刚刚亲了哪里 心里没数吗 隐欢觉得那一巴掌都亲了 老婆 你不是说你的脚很香吗 那也不能用你亲了我脚的嘴巴 来亲我的嘴巴 隐欢轻轻地推开她的脸 嗯 博巡低着头 哦这也嫌弃 那也嫌弃 你只喜欢我呢 隐欢眯起眼 她说的那和她想的一样吗 这人怎么搞的 色昏头了 隐欢连忙否认 我没有喜欢 哪都没有喜欢 你别乱想 哪都不喜欢 那还真是委屈隐大小姐了 嗯 是挺委屈的 那你还不去放洗澡水吗 隐欢手指轻轻地在她脸上滑了一下 隐欢这动作 怎么感觉有点调戏的意味呢 可惜他们俩现在都不行 只能做点边缘性的亲密动作 博巡放好了洗澡水 准备好了隐欢的睡衣 才抱着她去浴室 隐欢贴在她怀里 博巡啊 你这样宠着我 你是准备让我肚子里的孩子长多少斤 可不许长得太胖 太难生 我会宰了你的 都不让她走路了 这运气得胖多少 博巡知道她爱美 怕胖 不会的 家里请了专业的营养师负责你的饮食 保证有营养又不会让老婆长胖 她现在九十多斤 运晚期至少得一百多 她的体重还没有上过三位数 真是可怕 隐欢笑了 博巡 我要是胖了 你也得胖 你也得陪我吃 博巡 不行啊 她不能胖 胖了没腹肌了 会被老婆嫌弃的 我可以陪你吃 但我不能陪你胖 博巡将她放下 才能吸引大小姐你的目光 她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她爱美 也喜欢漂亮的食物 现在博巡的身材就刚刚好 如果博巡发肤发胖 隐欢在脑子里想象了一下 嫌弃得要命 博巡不懂她为什么皱眉 额头贴过去抵着她 大小姐 我说的是对不对 对 对 你快把我放下 博巡还想帮她洗澡 但隐欢肯定会拒绝 慢慢来 她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和隐欢号 隐欢在浴室里洗澡 她去了对面的房间 快速地洗了个澡 回到卧室 隐欢还没出来 她拿着吹风机和梳子坐在床边 就一个乖巧点JPG 隐欢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她那副样子 习惯了薄巡吊锒铛 玩事不恭的 捏坏捏坏 见兮兮的模样 这么乖巧的样子 真是太反差了 她坐下护肤 博巡就站在她身后 插上吹风机 盯着隐欢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发呆 给自己吹头发 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胡乱吹几下就了事 隐欢的头发不行 得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不然这位骄纵大小姐 会发脾气的 隐欢见她发猛 开口直到 从头皮开始吹 吹风机不要离头发太近了 温柔点 博巡对待隐欢的头发 拿出了对待上亿合同的架势 严肃地凝着菌眉 只副摸着她湿透的黑发 轻轻地吹着 博巡看着那么操汗一男人 这会儿把所有的温柔都用上了 慢吞吞地 隐欢开始打盹 困了 哦 嘖嘖怎么还没吹好啊 隐欢困得小猫似的 点着小脑袋 博巡关掉吹风机 将她抱起来 隐欢迷糊糊地往她怀里靠了靠 吹好了吗 还没有 哦 你怎么那么骂 下次不要你帮忙了 博巡委屈巴巴地将她放在床上 隐欢的脑袋枕在她的腿上 这样的姿势给她吹头发 她可以睡 隐欢小脸埋在她的腰腹处 刚刚被打扰了打等的困意 这会儿睡不着了 故意沉沉重重地一呼一吸 热气往她腰腹打 她就穿了一件睡袍 腰间的继带松松垮垮的 隐欢几乎贴在她的肌肤上 十分亲密 啊呀 为什么偏偏隐欢怀孕了 啊呀 这对于一个血气方刚 刚结婚的男人实在太煎熬了 博巡将隐欢的头发吹干 隐欢也已经睡着了 她揉着长发 揉顺的头发从指尖滑落 大小节精心养护的头发真好摸 还要涂什么来着 博巡将她放好 又去看隐欢化妆台上面的瓶瓶罐罐 找到一个护发精油抹在手上 美滋滋地爬上床 抹到隐欢的头发上 真香 好像不够 再抹点 博巡干脆把那一瓶拿到床上 给隐欢的头发全都抹了精油 两只手都是香香的 胡乱地抹在了自己的头发上 然后美滋滋地抱着隐欢睡觉 第二天清晨 博巡是被隐欢的声音给吵醒的 她心脏一抖 猛地睁开眼睛 隐欢盘腿坐在她身侧 那双漂亮的毛子 恨不得把她弯死 她又做错了什么 博巡 你昨晚对我头发做什么了 你 你不会能不能别乱来 隐欢抓起一缕头发纹了一下 你给我抹了多少护发精油 你看看 我这个头发 油的都能炒菜了 就像没洗过一样 博巡做起来 我不知道应该抹多少 好像是有点多 怎么办 隐欢冷眼腻塌 博巡搭拉着脑袋 早知道吹完头发之后 别多此一句了 隐欢摸着小腹 碎碎念 不生气 不生气 我是孕妇 不能生气 生气对身体不好 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 博巡的爸爸太不靠谱了 他太让人生气了 博巡脑袋凑过去 老伯 你教教我 下次不会了 他就记得 隐欢要护发 怎么昨晚就给隐欢的头发 弄那么多了护发精油呢 看着的确好奇怪 好有隐欢闻到了 薄巡头发上相同的 护发精油的味道 这混蛋 绝对是给他的抹多了 然后剩下的抹自己脑袋上了 吹到半干的时候 用护发精油 再用吹风机继续吹 按摩 揉 让头发充分吸收 你昨晚 隐欢戛然而止 算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在纠结昨晚 他怎么做的都没有意义 薄巡也是第一次 给女人吹头发 老婆 我现在给你吹 不用了 我让郑小重新给我洗一下 隐欢下了床 你继续睡吧 他这刚结砸几天 也不能剧烈运动 这几天 薄巡都没怎么锻炼 他可以再睡会儿 早餐时 隐欢已经重新洗过头了 薄巡盯着他的头发看 果然比自己昨晚 弄得好多了 第一次就失败了 老婆以后 更不会让他碰了 看什么呢 不是说好 今天陪你去公司吗 隐欢喝着牛奶 不想让我去啊 想 只是薄巡记得 昨晚他生气了 说不陪他去了 他以为隐欢今天 宁愿在家里待着 昨晚到今天早上 惹老婆生气的事情做多了 有点不敢提要求 北威硬 车内 隐欢看着手机 昨晚司徒爷爷的生日晚宴 发出来的图片 也有他和薄巡 什么 居然说他们 故意秀恩爱 假的 合体营业 这也能看出来吗 还是得让他们知道 大小姐怀了我的宝宝 才不会有那么疯言疯语 薄巡试探性地伸出手 从后面还住隐欢的腰 隐欢没拒绝 只是侧头看他 再等等吧 虽然知道他怀孕的人不少 但官宣怀孕这种事 还是需要三个月之后 胎相稳定了再说 好 真是没有眼力见 他好不容易娶回家的老婆 怎么可能离婚 那些胡说八道的人 爸妈离婚了 他都不会和隐欢离婚 隐欢挽着薄巡的手臂 一起出现在 博士集团的楼下大厅 这也是破除离婚传言的方式之一 总裁夫人来陪总裁工作 总裁 夫人 早上好 总裁 夫人 早上好 早上好 隐欢微笑的挥手 和员工们打招呼 和薄巡一起进了电梯 我怎么听着 就像只对你一个人问好了 连起来就是总裁夫人早上好 说明你这个总裁不重要 隐欢淡笑 谁让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不是迟到就是早退的 总裁不代表要天天做办公室 我天天做办公室 那些生意怎么来 要出去应酬 在外面 才有合作 嗯 隐欢不反驳 在工作这方面 薄巡比他专业多了 薄巡可是从小就被他爸 带到公司去耳濡目染 就是为了让他早点继承家业 别人上大学谈恋爱 他上大学 还要一边去自家公司实习 真豪门打工人 进了办公室 隐欢坐在沙发上 生活秘书小林 立刻送来了茶点 夫人比之前更漂亮了 夫人依旧美貌杀他 薄巡看了眼会议资料 你今天不会忽然离开吧 上次他前脚去开会 后脚隐欢就离开了 不走 隐欢朝他勾勾手指 那什么姿势啊 薄巡俯身 大小剑 有何吩咐 会议室有监控吗 什么 隐欢抓起他的领带 懒懒缠绕着 看看你有没有在专心工作呀 是想看我工作 还是想看我呀 没想到你这么舍不得我 薄巡身体愈加低 眼底黑悠悠的 如深沉的漩涡 要把他给吸进去 这么好奇 其感情有多好 什么离婚 荒谬至极 薄巡越说越觉得 这个主意非常好 他本来就担心自己 开个会隐欢就跑了 隐欢松开了薄巡的领带 轻轻地推开他 什么坏习惯啊 抱着女人开会 你想成为一个贪恋美色的 霸道总裁吗 这事我可干不出来 薄巡不要脸 他还要呢 这要是传出去 那岂不是丢脸死了 隐家大小姐婚前骄纵至极 婚后既然嚣张到 薄巡开会都要将他抱在腿上 蛮横又霸道 呃 晚去了啊 隐欢拿起桌上的 红豆糯米糕吃了起来 快去吧 别让他们等急了 我不会走的 开会时认真工作的薄巡 今天是看不见 以后再说吧 又不是活不成了 薄巡只能信信然地离开 走出办公室 薄巡叹气 他为什么不同意 有什么好害羞的 夫人可能是怕你觉得 他想盗取商业机密 所以才拒绝的 周富揉着自己的腰 唉 这马拉松真不是人跑的 发了疯才拿到第一名 我电脑密码都是他生日 我怕他到什么 周富 那你可真棒 真恋爱闹 薄巡绝对想不到 尹欢只是单纯地想看看 认真工作中的老公 是什么样的而已 尹欢站起来 在薄巡的办公室里面活动 才转了两圈 就有种想吐的感觉 他摸着小富 宝宝们 你们能不能对妈妈好点 别让妈妈吐了 怀孕好麻烦 尹欢在薄巡的洗手间里面吐了 孕吐能不能转移到薄巡身上 尹欢盯着镜子 薄巡顶着那张英俊无比的帅脸 忽然想吐 那样子也太滑稽了 听说三个月之后 孕吐就会好很多 那也快了 尹欢百无聊赖地打开镜子 后面放着的 不仅有电动男士剃须刀 还有一个口红 口红 尹欢拿出那只口红 打开 竟然还是用过的 这个牌子不是他喜欢的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他的 薄巡 你胆挺大呀 还玩办公室练琴吗 呸 办公室偷琴 尹欢拿着那只口红走了出去 秘书室紧挨着总裁办公室 他一走进去 秘书室的几人齐齐看向他 起身 夫人好 他开会去了 我无聊随便转转 你们忙 尹欢慢悠悠地 在办公桌之间走了一圈 他走出秘书室 小林 去给我买一份芒果布丁 是 过了一会儿 小林拿着芒果布丁 走进办公室 轻手轻脚地放在茶几上 夫人 坐吧 坐 小林忐忑不安地坐下 大小姐这会儿 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 难道是因为最近的离婚传言 尹小姐 你放心 总裁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觉得他可爱你了 就桌上的照片 都放了好久好久了 一看就是情根深重 蓄谋已久 你们结婚 他可开心了 让人事部给公司所有员工 都发了新婚红包和喜糖 尹欢默默地听着 严重怀疑 这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有监控 博寻听了这话 应该会开心地给他涨工资吧 我找你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尹欢拿出那只口红 放在茶几上 有人的口红掉在这里了 你看看是谁的 小林拿起那只口红 有点像丽娜姐的 她喜欢用这个牌子 小林在手背上试了一下 色号也很像 丽娜 小林反应过来之后 瞬间起身 夫人 是我没有打扫干净 对不起 尹欢舒适地靠着 没你的事 你去帮我把丽娜叫进来 小林低着头出去 完蛋了 也不知道是谁会完蛋 但她觉得就是会完蛋 丽娜穿着高跟鞋 哒哒哒地走进办公室 尹欢吃着芒果布丁 懒洋洋地抬了一下眼皮 坐 丽娜坐到右侧的沙发上 视线却盯着桌上的口红 尹欢只是吃着布丁 不说话 但这种沉默 变成了强烈的压迫感 夫人 我工作很忙的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回去工作了 丽娜按捺不住地开口 她刚起身 尹欢看向她 不急 做画 工作比较急 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完成 总裁会生气的 丽娜缓缓站直 我是保总的秘书 应该以公事为主 我说了不急 丽娜声音轻轻地 听不懂吗 丽娜站的笔直 夫人 你没有工作过 你不知道 我们打工人的艰辛 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上面怪罪下来 我承担不了 我的工作 是所有秘书里面最多最重要的 还请夫人高抬贵手 丽娜慢条思理地擦着嘴角 我又没压着你 高抬什么贵手 那夫人就是故意找我的茶了 我还没那种鲜心 那夫人 你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明显吗 等博巡开完会 博巡和周富走进来时 就看见俩人一坐一站地僵持着 发生了什么 老公啊 尹欢很少这样叫他 一般都是联名待姓的薄巡 这婉转上扬的语调 博巡却觉得头皮发麻 他又双弱做错了什么 他只是去开了个会 老婆 你说 博巡大步走过去 坐在了尹欢的身侧 他眼里只有 分别了两个小时的新婚妻子 眼巴巴地凑过去 想亲老婆 桌上的口红 你洗手间镜子后面发现的 尹欢盯着对面的丽娜 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的 丽娜当然不会承认 他们都说是你的 只有你用这个牌子的口红 你刚刚办公桌上 也放着同款口红 尹欢推开凑过来的博巡 虽然你是她的秘书 但这位总裁大人 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们女生爱美 经常使用洗手间 镜子 我能理解 但她的洗手间 还是不要随便进 更不要把你的私人物品 遗留在这里面 我说完了 拿着你的口红 出去工作吧 丽娜茫然 就这样 没有别的 她拿起桌上的口红 向往外走 尹欢淡淡地笑了 我这钓鱼执法还行吧 现在是人赃俱获了 刚刚她去的时候 丫根就没有看见 丽娜桌子上 有没有同款口红 秘书桌子上的东西 都太多了 估计丽娜自己也不清楚 此刻她拿着口红离开 就坐实了 放在博巡洗手间 镜子后面的那只口红 是她的 丽娜听见尹欢的话 手里的口红 宛如烫手山芋 扔也不是 拿着也不是 走也不是 都说尹家大小姐 骄纵贪玩 还吃上醋了 以她的设想 应该是用这个当借口 然后顺利地离婚 交接了你手里的工作 去人事不办 离职手续 博巡根本不和她多言 这种歪心思的人 不用留在她的身边 宝总 我跟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 我不过是 用了一下你的洗手间 不小心把口红放在里面了 因为这个就要开除我 丽娜不服 你确定是不 小 姓 妈 尹欢靠着博巡 手指插进她的指缝里 食指相扣着 博巡接受到了老婆的信号 握着她的手 身为秘书 擅自进入总裁办公室 使用总裁办公室的洗手间 还把自己的私人物品 遗留在里面 怎么看都不像是不小心的 开除你都是轻的 周富站在门口 丽娜 走吧 丽娜深深地看了眼博巡 驯然欲气地走出去 周富关上了门 你怎么回事 你疯了 周富沉着脸 我也帮不了你 你说 总裁是真的喜欢尹小姐吗 废话 他们俩青梅竹马 总裁以前那是嘴硬 嘴上嫌弃 心里稀罕着 好不容易结婚 你 你真是 没救了 周富摇摇头 去人事部办手续吧 丽娜伤心地掉泪 我以为他们是假的 外面都在传言老爷子去世了 他们商业连营破裂 周富冷冷地看着她 如果总裁早知道 丽娜对自己存在男女之情 可能早就把她给开除了 外界的传言 能有几个是真的 他们好得很 周富不清楚 尹欢对博巡的感情 但博巡对尹欢 是真心爱慕许久 办公室内 尹欢忽然被博巡抱在了腿上 轻易地贴了上来 大小姐好聪明啊 尹欢傲娇 博巡 你以前有什么红颜知己 执行爱人什么的 我不管 但我们结婚了 你就必须得干干净净的 我就得管着你 我婚前也干干净净的 博巡下河抵在她的肩上 破了墨的黑眸 直直地盯着她 我第一晚的表现 应该能够说明点问题吧 什么问题 我觉得 你第一晚表现得还不错 尹欢耳阔微红 原来大小姐很满意啊 博巡激动地凑过去巴基一口 从现在开始 我们第一晚就是过得非常好 体验感超满足 那也不是 尹欢摸着小腹 打住 不聊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聊 为什么要聊啊 就不怕心思也动歪了吗 他们俩现在 依旧只能盖着宝贝唇聊天啊 下个月再聊吧 尹欢揉揉她的发 忍住 博巡舒服地闭上眼睛 怀里是老婆香软的身体 头上被老婆揉着 可怜她年轻气盛 空有一腔热血和精力 却只能当和尚 怎么就怀孕了呢 她怎么就那么强呢 我忍 必须忍 为了我们的宝宝 博巡摸向她平坦的小腹 宝宝 今天乖不乖啊 宝宝 你在妈妈肚子里 要乖乖地治两个 尹欢提醒她 博巡立刻改口 你们在妈妈的肚子里 要乖乖的哟 尹欢最近看了不少双胞胎的资料 双胞胎抢营养 双胞胎一大一小 双胞胎在肚子里面打架 尹欢想想都觉得痛苦 我现在遭的罪 都是你那碗舒服的报应 大小姐 怎么能说 我们的宝宝是报应呢 这叫爱情的结晶 博巡坏坏地笑了一下 你那碗也很舒服的 不止我 舒服吗 我只记得特别累 博巡垮着脸 你刚刚还说我表现得好 这女人 不但口是心非 而且说过的话 转头就忘 尹欢 你 你就仗着你现在怀孕 我不能把你就地正法 你就嘴上逞强 你给我等着 我可是能让你一胎双宝的男人 我有多想 你最清楚了 博巡凶巴巴地咬牙 哎呀 老婆怎么能忘 他们第一夜那么美好 嗯 我等着呢 尹欢轻笑 真等着呀 是啊 那不然呢 你怂了 结杂把你给弄坏了 尹欢摸着她的领带 没有 尹欢 你瞎想什么 我好得很 博巡恨不得现在就给她展示 但是不行 他们俩都不行 尹欢淡笑 嘖嘖 难说 尹欢你 博巡深呼吸 不气不气 老婆这是激将法 尹欢拽着她的领带 将她拉向自己 呼吸骤然拉近 交织 博巡心跳加速 老婆这动作也太帅太聊了 尹欢都这么主动了 她也不能落后 对着尹欢的唇就吻了下去 尹欢 尹欢灵活地偏头 躲开 博巡唇半擦过她的脸颊 难以置信地挑了下眉 大小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从昨晚到现在都不让她亲嘴吧 你昨晚在车里猛亲我的脚 尹欢现在心里还隔应 现在不许亲 尹欢哪里是嫌弃自己呢 她就是在生气 昨晚她口不择言说她脚臭 老婆的脚不臭 但现在薄巡情欲上来 不和老婆亲亲 浑身都难受 亲亲脸可以吗 尹欢本想拒绝 可博巡露出那副欲求不满 眼底暗流涌动 情愫泛滥 如果不可以亲亲 就会痛苦难受地死掉了 尹欢还没想好 脑袋却已经凑了过去 轻盈在她脸颊上落了一个吻 亲过之后 她自己都猛了 他刚刚做了什么 居然主动亲了博巡 奖励你的 尹欢强装镇定 不过那个小秘书 警告一下就行了 真开除啊 尹欢话题转移得太快 博巡还在回味 刚刚老婆的主动 虽然只是蜻蜓点水的一个吻 可这是难得的主动啊 博巡抓起尹欢的手 啵啵啵地在她手背上 亲了好几口 才慢条思理地回答尹欢的问题 大小间 这种爱而不得 容易因爱生恨 留在身边很危险的 开除就开除了 这是你的公司 你的秘书 你决定 别耽误了你的公事就行 尹欢可不会求情 就算耽误公事 他也不在乎 博巡还是想亲尹欢 尹欢松开了博巡的领带 轻轻地拍了拍 好了 这是到此结束 继续工作吧 博巡还住他的腰 稍微一用力 尹欢娇软的身体骤然贴近 他下意识地 奔着博巡的手臂 泥污 温热地唇腹上来 大概是憋了一天一夜的吻 格外的热情激烈 尹欢感觉口腔里 甜滋滋的芒果布丁残留的味道 都被他给席卷走了 缠绵地吻过后 尹欢趴在他的肩上 真是贪得无厌 亲了一下你的脸还不够 还要来强吻我是强吻吗 博巡低笑 贴着的脸青蹭 大小姐明明也很享受 那是你的错觉 我才没享受 是是是 只有我在享受大小姐香软的唇 大小姐一点也不享受和我接吻 博巡嘴角上扬地附和他 有没有享受 他又不是感觉不到 口是心非的小欢欢 太软了 这就粘着他不放了 真好 博巡直接抱着尹欢起身 啊你做什么 博巡抱着他 坐到办公桌前 尹欢想动 博巡扣着他的腰 别动 给我抱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黏人了 晚上睡觉要抱着 现在工作还要抱着 你之前说我带我去会议室 不是认真的吧 尹欢震惊地同时觉得 博巡脑子有病 形象还要不要了 你不愿意 我不强迫你 尹欢挽着他的领带 那我现在要下去 博巡紧扣着他的后背 不 陪我会 他好烦 尹欢回头看着面前的两台电脑 桌上的相框 还是之前的照片 他这样怎么看博巡工作的样子 看不到 他要远距离看 尹欢找到了借口 有电脑辐射呀 博巡内心叹气 面上却镇定自若 是时候给老婆准备防辐射服了 那东西不是智商税吗 得好好选选正规厂家 普通的肯定不行 老公给你定制 博巡舍不得和尹欢分开 可桌上两台电脑 算了 老婆和宝宝比较重要 他这点粘人静 可以稍微往后放放 尹欢从博巡腿上下去 他站在落地窗前往下看 博士的建筑很高 其他的建筑没有超过的 往下看有种下坠的感觉 尹欢恐高 他连连往后退了几步 回到沙发上 视线与博巡的目光交织 这家伙 他在这里 就不能好好工作是吧 非要盯着他看 那他走 博巡装模作样地开始工作 心思却在老婆身上 中午的约推掉了 他和老婆去吃什么呢 老婆想吃什么呢 防辐射服用什么材料的比较好 现在就查查 尹欢懒洋洋地靠着 博巡那副样子 是在认真工作吗 真要不是博巡那张脸那么帅 他还不一定会同意联姻 至少肚子里的宝宝不会丑 尹欢摸着小腹 巴巴在赚钱钱 以后我们不来了 让巴巴专心工作 博巡脑子里还在想着 以后尹欢可以多来陪陪他 防辐涉服的厂家都联系好了 给老婆多准备点 哪知道尹欢以后 根本不想来陪他了 警号午饭过后 尹欢困意来袭 博巡就把他送回家了 贴着老婆睡了一个午觉 又去了公司 他要专心工作 多赚钱 给老婆和宝宝们花 几天后 工作完的博巡回到家 大厅里多了得不速之客 石旭和尹欢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地看着电视 吃着甜点 身体还紧贴着 博巡沉着脸 几点了 你不回家吗 欢欢 你老公也不太礼貌了吧 哪有赶客人走的 石旭抱着尹欢纤细的手臂 得意地挑衅博巡 不好意思啊 包总 你呢 只是这里的男主人 我们要听女主人的 你老婆已经答应 我可以在这里住几天了 住 几 天 就石旭 现在这个和尹欢的腻歪劲 他要在这里住几天 不但要抢老婆的注意力 还要抢老婆的宠爱 我就提前让你适应一下 争宠的感觉 石旭拿起一颗车梨子 喂到尹欢的嘴边 博巡气炸了 老婆不陪他去公司就算了 毕竟是孕妇 待在家里养胎比较好 他可以理解的 现在多个人出来争宠 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没家吗 博巡大步走过去 嗯 有啊 博总工作那么忙 欢欢在家里养胎多无聊啊 我特意过来陪他姐姐们 你别不识好歹啊 石旭还没说完 博巡就过来抢尹欢了 尹欢身体被迫靠在了博巡怀里 整个人都被他给抱在了腿上 圈到怀里 石旭别别嘴 抓起一颗车梨子 喂进自己嘴里 泽泽 博总你这占有欲还挺强啊 才多久不见啊 这腻歪的劲 空气里都是恋爱的酸臭味 我老婆 你说呢 博巡都快气死了 这时去什么情况 博巡压低嗓音 在尹欢耳旁说悄悄话 他说 住几天是认真的 博巡打心眼里觉得 石旭刚刚是逗他的 但还是想确认一下 尹欢微微汗手 博巡这一瞬间 感觉天都塌了 他又巧声问 喂 尹欢也悄悄地回答 不方便告诉你 家里这么多房间 就让他住呗 不就是上周司徒爷爷生日的时候 某人不小心聊到一只黏人小狼狗 甩不掉了 走哪都被小狼狗堵着 跑他家里躲人来着 石旭这个海后 这回是翻车了 而且还是超级无敌黏人的小狼狗 有他瘦的 博巡看石旭哪哪都不顺眼 就非要住我们的新房吗 我还有其他的房产 让他住别地去 石旭侧头 博总 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我就那么爱你的眼睛 你怕我和你强老婆吗 你放一万颗心 我呢 喜欢男人 年轻帅气阳光 肌肉嘎嘎猛的男人 那你去找男人啊 博巡摸着尹欢的小妇 腻了 休息几天 石旭懒洋洋地靠着 博巡 我住定了 你越说 我住得越久 看看我们俩到底谁结 疯女 博巡决定不理他了 晚饭的时候 石旭坐在尹欢身边 宝贝多吃点 宝贝 喝汤 宝贝 我今晚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睡啊 过分了 博巡之前一直盯着 别的都能暂且忍一忍 让他老婆陪他睡是什么鬼 怎么敢的 宝贝你激动什么 说不定欢欢会同意呢 嗯 我同意 尹欢小口小口地喝着汤 故意不去看旁边博巡气呼呼地俊脸 饭后 书房里 尹欢被清得腰脂发酸 嘴唇酥酥麻麻的 够了 嗯 宝贝 尹欢吹他胸口 我是孕妇 不能这样清的 我去养了很危险的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 看那些孕妻的书 博巡捏捏他的小脸蛋 看了看了 我不信 那怎么办 还要给你背出来啊 行 你背 背不出来了吧 博巡盯着他娇艳欲滴的红唇 你今晚真的要抛弃我和时续睡 不可以吗 不可以 他平时玩那么花 你和他睡 那不是等于你 间接和好多人 尹欢醋眉 你什么逻辑 博巡脸色微变 开始装可怜 别的不说 你舍得和我分开吗 尹欢现在不吃这套 落落大方 挺舍得的 好久没有和叙叙过 闺蜜之夜了 哼 我算是明白了 今晚一起睡 又得凑在一起 说我坏话是吧 你们白天说不行吗 就非得晚上说 博巡贴着他的肩膀 委屈的大羞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和叙叙那么多话题可以聊 就非要聊你吗 你有什么好聊的 自作多情 尹欢推他的脑袋 重死了 博巡收清了力道 但还是压着他的肩膀 聊别的更可以白天聊 你管得宽 我就管 你是我老婆 我不管你 我管谁 博巡抬起头 眼神凶狠 尹欢 我不想让你和他睡 谁管你想不想呢 尹欢丝毫不拒 反而轻轻地笑了 你以后还会出差的 我呢 是不可能陪你去出差的 你要习惯一个人睡啊 他有老婆 凭什么要习惯一个人睡 石旭那个女人 到底为什么跑来打扰他们 哼 他走着瞧 有本事 以后别结婚 尹欢从博巡腿上下去 哦 我们今晚睡主卧 你自己找地方睡 博巡 这还是他家吗 这还是他老婆吗 好气哦 又没别的办法 他就说 老婆被石旭给带坏了 尹欢回去时 石旭已经洗完澡了 穿着尹欢的睡衣 睡着尹欢的床 宝贝 哄好你家大总裁了 哄不好 尹欢挑眉 不哄 真没哄吗 嘴巴都青红了呀 石旭坏笑 嘖嘖 博巡可真够狠的 尹欢摸着唇绊 臭薄巡 狗一样 石旭 粘人大修狗 尹欢坐到床边 到底是谁被小狼狗 堵得无路可逃 都来我家避难了 还有心情调侃我 好好想想你自己吧 石旭无所谓的耸奸 男人嘛 晾一晾 自然就觉得无趣 会跑了 所以我躲几天就没事了 那祝你好运呀 第二天 博巡下了楼 餐厅里空空如也 庸人提醒他 少夫人和石小姐都没醒 昨晚果然熬夜聊天了 女孩子凑在一起 就有那么多话要说吗 他也不是不可以听 大小姐讲无聊的废话 尹欢又不和他讲 博巡吃完了早餐 他们都还没下楼 尹欢肚子不饿吗 博巡按耐不住 冲到房间门口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老婆 却不能直接开门进去 博巡敲了敲门 焦急地在门口等着 屋内传来脚步声 门一开 他就把睡眼迷糊的尹欢 给拉了出去 慢点慢点 我是孕妇啊 博巡重重地关上门 向他打横抱起 你还知道你是孕妇啊 昨晚几点睡的 他都不舍得让尹欢熬夜 更不舍得让他饿肚子 凭什么因为一个石序过来 就破坏尹欢的生物中 不知道 没看时间 博巡仔细地观察 还好没有黑眼圈和红血丝 不然他今天直接让周富 给石序打包扔出去 你还不去上班 我迟到 博巡沉着脸 向他抱到餐厅 你吃完我再去 其实尹欢就是因为 饿了才行的 尹欢喝着牛奶 你安心去吧 我会吃的 我不是那种 会委屈自己的人样 大小姐从不受委屈 博巡则圈住他的小蛮腰 摸了摸平坦的小腹 不 我就要看着你吃完再去 然后抓紧这个机会 和老婆贴贴 他这段时间 习惯了和尹欢一起睡 骤然一个人睡 太不习惯了 差点没睡着 甚至博巡在想着 今天要不要把老婆 给拐到公司去 时去想在家 就在家待着 爱谁谁 老婆是他的 这个主意不错 直接把老婆给抱走 博巡满眼眷恋 时不时地 轻轻尹欢的后颈 贴贴他的肩膀 捏捏他的腰 尹欢低头 看着博巡躁动的手 你多动症啊 这里摸摸 那里捏捏的 博巡贴到他耳旁 跟我去公司吧 尹欢偏头 有你这样当主人家的吗 客人来家里玩 把他一个人丢下 懂不懂人情事故 家里这么多庸人 你也知道啊 庸人是庸人 主人是主人 能一样吗 把老婆拐去公司的计划破灭 博巡埋在他的肩上 那他今天早退吧 早点回来陪老婆 博巡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 下午他早退回到家 发现时序穿着尹欢的衣服 盘腿坐在沙发上玩游戏 尹欢不在 宝贝说 你上班迟到早退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 原来是真的呀 时序扫了他一眼 他在楼上睡觉 真怪 博巡立刻上楼 钻进卧室 明明只是一天 没有进自己的房间 感觉都陌生了 卧室里空调开着 尹欢穿着白色的睡裙 薄被只盖住了小腹 白嫩细长的小腿 露在外面 他心思微动 手就摸上了尹欢的小腿肚 爱不释手地捏了捏 老婆软乎乎的小腿肉啊 好可爱 博巡低头亲了一口 在尹欢睡着的时候 偷亲这事 他平时没少干 今天却格外的激动 温热的吻 被熟睡中的尹欢给弄醒了 呜 尹欢按住博巡的脑袋 大腿传来养溢 博巡 你怎么一回家就耍流氓 把昨晚的青青给补回来 博巡重重地在他腿上亲了一口 才抬起头 尹欢睡得迷迷糊糊的 好可呀 博巡端起床头的水杯递给他 目不转睛地盯着尹欢喝水 从可爱的腮帮子 到看洞的喉咙 嘴角两滴清澈的水液 他伸出手 只副轻轻地抹掉 时序要在这里待多久 随他去吧 这不是才第二天吗 尹欢将水杯递给他 扫了眼床头的时钟 你又早退 才四点就回家了 说明三点多博巡就下班了 那又怎样 博巡坐在床边 让时序留下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是不是你老婆 尹欢扯着博巡的领带 将他拉过来 我能不能做主 我让朋友在家里住几天 还要谈条件 那我回去了 我又不是没地方住 能做主 不许走 这是你家 博巡慌了 他只是想说 时序住多久都可以 但是他想和老婆一起睡 时序滚去睡客房 这个条件都不能提吗 你看起来好像不服啊 怎么会不服呢 我要是不服 你分分钟离家出走 不划算 博巡揽住他的腰 老婆 你这么喜欢玩我领带啊 要不要解锁一点心玩法 尹欢被博巡这张脸 勾得迷惑了一瞬 心跳加速 仿佛有只小鹿在不停地撞 忍忍吧 博巡一听 眼皮都大了了 也可以玩玩的 大少爷 大白天 就是为了想那些瑟瑟的事情吗 嗯 不 不是 博巡连忙否认 你怀孕了 我身为丈夫 要多陪陪你 有助于孕妇的身心健康 呵 一个恩字 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尹欢慢悠悠地解开他的领带 今晚不会让他跟我睡的 主卧的床单被套都已经换过了 你大可不必这么着急地 回来补昨晚的亲亲 黑色暗纹的领带 从白衬衣上抽出来 尹欢一下 蒙到他的眼睛上 打了个结 你自己玩吧 我起了 尹欢想起身 却被博巡给摁在了床上 他眼睛上的领带都没有取 隔着领带眼前一片漆黑 没有办法准确地亲吻到他的唇 就在他的脸颊上游离 尹欢抬手勾着他的脖子 博巡 你是轻轻怪吗 博巡埋在他的景象 深吸 沙哑的低难 不 我是轻轻大魔王 要吃掉你 尹欢柔声细语 嗯 已经被你吃掉了 还中了两个仔 博巡大手摸着他的腰 大小剑 我们就这生一次 一次完成别人两次的目标 然后再也不生了 他就可以和老婆 愉快地享受幸福生活了 至于小宝宝 有的人是抢着带娃 欢欢爸妈带一个 他爸妈带一个 他就带着欢欢到处玩 完美 博巡和尹欢 在房间里轻轻抱抱许久才下楼 时序喝着饮料 回头看了眼两人 又为舍得下来了 我还以为 你们要晚上才下楼 有你什么事 博巡牵着尹欢的手 游戏声音小点 你吵到他了 你以为我们家大小姐 是瓷娃娃吗 他现在就是 他是孕妇 博巡捏着拳头 不打女人 他要当一个绅士 抱歉 忘了 时序立刻把声音给调小了 晚上 时序和尹欢坐在一起 看综艺节目 博巡坐在旁边 虽然尹欢说 以后时序住客房 但他还是不待见时序 他悄悄地给司徒发消息 博巡 组个局 把时序叫出去玩 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司徒 你干啥 你疯了 你们真要离婚啊 那也不能惦记前妻的闺蜜啊 博巡你当的人 博巡满脸飞线 这都什么损友 脑子里面装的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博巡 我不去 我要在家陪老婆 时序在我家 打扰我们新婚夫妻 非常过分 司徒 原来是这样 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们真要离婚了 司徒 不会离吧 博巡 你死了 我们都不可能离婚 司徒 你押救揍我吧 组个局 你们俩不出来玩 带上你家大小姐 出来溜溜啊 博巡 他又不是马 溜什么溜 赶紧的 把时序 这个烦人精给弄走 不到一分钟 时序就接到了电话 然后博巡就眼睁睁地看着 时序拒绝了 然后还把手机关机了 司徒 他不来啊 博巡黑着脸 我踏马就坐在旁边 能不知道吗 时序那么爱玩的性格 忽然转性了 不出去玩了 莫非是摊上事了 博巡将尹欢拉到身侧 大小姐 他摊上什么事了 我能帮忙吗 赶紧解决 然后把时序给弄走 尹欢轻声 你帮不了 还有他帮不了的事情 博巡揽着尹欢的腰 还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哼 不信 说来听听 感情战 你帮的了吗 自己都没搞清楚 少掺和别人的事情 尹欢压低声音 悄悄地回答 博巡不赞同 非常不赞同尹欢的话 别人的感情搞不清楚 他自己的感情 可是非常清楚的 他就一个尹欢 这辈子就在他身上了 宝宝 你是孕妇 应该休息了 薄巡薄唇贴到他耳旁 我帮你上楼 不急 才九点 你看着时间才九点 但是你喜欢早 再护个负就十点了 博巡唇半 温柔地在他耳阔青蹭 老婆哪里都香香的 二尹欢耳阔发痒 博巡只要在他身边 就跟换了多动症似的 不是手乱动 就是嘴巴乱动 总之就是不会消停 时序听见他轻轻地交迎 意味深长的目光 看向他们俩 看你的电视 尹欢对上时序的眼神 就知道 这女人想歪了 他和博巡很清白的 时序端起桌上的饮料 一边咬着吸管喝着 一边盯着他们 面前的综艺节目 都没有意思了 他眼底浅笑着 不想让我看 那你们回卧室去NIL 尹欢刚说了一个字 身体一清 博巡已经将他抱了起来 他早就等不及了 时序这助攻真棒 声音小点 我们要休息了 博巡沉着脸说了一句 就美滋滋地 抱着老婆上楼睡觉了 时序摇摇头 拿起遥控器 将声音给关小了 关小了之后 他懒洋洋地靠着 楼上根本就听不见吧 这别墅的隔音 应该非常好的 华华可是孕妇啊 博巡你当个人吧 别当狗啊 楼上 尹欢洗完澡 整个人懒呆软眠地趴在床上 博巡跪坐在旁边给他按摩 尹欢迷糊糊地想 还是要运动运动的 本来肚子里就怀了两个 如果再懒得动 以后怎么生啊 每次想到这个问题 他都很想揍博巡一顿 啊 清点 博巡双手太重了 别按了 以后不让博巡给他按摩了 还是正小的手法比较好 博巡双手放在他的小腿上 动作变得轻轻柔柔的 不像是按摩 倒像是在抚摸 修长的手指 在白皙的小腿上游离 动作逐渐变得色气起来 乌恩 尹欢缩了一下腿 让你别按了 你就改成摸了 是吧 也不让摸 博巡收回手 低头往他小腿上 重重地拨击一口 轻呢 也不让吗 你不让我也亲了 摸了 你是我老婆 肢体接触 有利于提升夫妻感情 你还是孕妇 我们要感情好 有利于胎叫 博巡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堆 隐欢拉拉拉薄背 左手捂着耳朵 睡觉 博巡委屈地坐在床边 感情他白说了那么久 博巡关了灯 慢慢地挪到隐欢身侧 将他抱住 知道他还没有睡 薄唇贴到他后背裸露的肌肤上 温柔辗转地亲吻着 宝贝老婆的蝴蝶骨 脊椎再往下就是睡群了 博巡将他肩上细细的吊带取下来 下一秒就被拍了一巴掌 他猛猛地听见了隐欢的声音 能不能老实点睡觉 不能就滚出去 能的 博巡又把吊带给挂回到隐欢的肩膀上 隐欢叹了口气 他不知道博巡搞这些有什么意义 他们俩现在都不行啊 非要勾引他 烦死了 搞得浴火焚身的 内心毛躁躁的 他也体会到那种欲求不满的感觉 都怪博巡 真想把他踹下床 哎 他没有乱动了 反而是隐欢睡不着了 好像被挑起了邪火 浑身都不自在 他翻了个身 与博巡面对面 黑暗中看不清彼此的脸 隐欢掐了他一下 老婆博巡委屈巴巴地喊他 我没乱动啊 他都没动 他们就分开睡了一晚 老婆就不习惯他在身边了吗 可恶的失序 你说 你看过那些孕期的书了 看了 还没看完 博巡老实交代 主要是周富买的太多了 各个方面都有 他要工作 还要早退回来陪老婆 草草地翻了两本 孕妇呢 怀孕之后 体内的磁激素和孕激素水平 会出现波动 持续性的升高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隐欢手指在他脸颊上游离 嗯 代表什么 博巡不懂 他看的那两本 好像不是讲这个的 完蛋 被老婆拷问了 还答不出来 但老婆的手好舒服啊 继续摸他 不要停 摸哪里都可以 对 再往下 老婆的手摁在他喉结上了 好喜欢 老婆也很喜欢他的身体吧 至少他这精壮皆是有腹肌的身体 还是很值得仔细欣赏 细细把玩的 博巡舒服的呼吸粗重 都开始哼紧了 隐欢却骤然抽回了手 博巡不上不下的 抓起隐欢的手放在他身上 继续摸啊 宝宝不要 为什么 因为刚刚的问题 你没有回答出来 隐欢抽出手 睡觉 晚安 晚什么 继续玩啊 明天周末 不用担心迟到的 隐欢又翻身背对着博巡了 博巡想不到答案 拿起手机躲在后面搜索 欢欢我知道了 老婆很想要是不是 还不到三个月 我们一起忍忍孕妇身体变化 欲望会变强 隐欢不想搭理他 知道了答案就不要来勾引他了 还轻轻抱抱的 让不让他睡觉了 隐欢摸着小福开始假哭 呜宝宝 你们的爸爸欺负妈妈 大半夜的不让妈妈睡觉 他好过分 你们以后出来 可惊造他好不好 博巡 怕了怕了 大小姐你睡 睡 我不乱动 博巡温热的手掌 覆盖着他胶软的小手 孩子们 爸爸没有欺负妈妈 哼 没欺负才怪 隐欢实在困得不行了 博巡好不容易不乱动了 也不顾落在小福上的手 沉沉睡去 第二天 隐欢没睡好 吃了早餐 就继续在床上补觉了 时序在走廊上遇见了博巡 你他妈真狗 他怀孕有三个月吗 你能不能当个男人 绅士一点 他是你老婆 博巡紧了紧拳头 你满脑子不正经 他怀孕是睡很正常 我他妈什么都没做 啊 没有啊 时序盯着博巡 你不像那种人啊 哪种人啊 他怎么就不生事了 他承认自己 在隐欢面前 是挺骚浪剑的 那不是变相吸引隐欢的注意力吗 隐欢怀孕了 他的身体状况 他比任何人都要上心 玩你的去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 博巡从他身边 你别去打扰他 安了 时序歪头 懒洋洋的下楼去了 转眼 隐欢就怀孕三个月了 他要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博巡陪他一起去的 今天要建立档案 要做的检查项目非常多 血检 尿检 胎心 血压 空腹血糖 肝功能 肾功能等等 因为是双胞胎 刚怀孕三个月 隐欢已经有了小腹微兔的迹象 这对于一个超级爱美 对身材要求极高的隐欢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信号 隐欢做检查的时候 都非常沉默 乖巧地做完所有检查 听到宝宝健康 才松了一口气 老婆 我也要去做个检查 隐欢喝着草莓牛奶 你检查什么 固执杠杠的 抱着你上下楼梯 跑几个来回 都没有问题 博勋说完 付到他的耳旁 悄悄地说 就是去检查上次 做那个小手 数成功了没 他之前悄悄来检查过一次 已经没了 懂了 不用戏说 我去车里等你 博勋垮着脸 想让老婆陪 但考虑到隐欢是孕妇 还是放弃了 他一个大男人 自己去检查怎么了 博勋将隐欢送到了停车场 才自己去检查 如果坐在驾驶位上 回头 大小姐 孕妇真是干嘛去啊 不知道啊 可能拉肚子吧 隐欢吃着三明治 淡淡地说 博勋结杂这个事情 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比较好 哦 早上你们不是都没吃东西吗 雨果疑惑 隐欢慢悠悠地咀嚼着 目光看他却没说话 雨果做了个拉链的动作 懂了 闭嘴 不该问的别问 宝总是要面子的 拉肚子这种事 怎么能说 太影响形象了 博勋过了半个小时 就回来了 雨果远远地看见博勋 大小姐 这堵子拉的时间 是不是有点长 姑爷是不是肠胃有问题 隐欢闭目养神 你闭嘴吧 小心他暗杀你 雨果马上不说话了 双手握着方向盘 等博勋一上车 就将车开了出去 博勋自然地 贴到隐欢的身侧 慢悠悠地与他食指相扣 左手牵着右手 无名纸上都带着婚戒 怎么看怎么般配 隐欢闭目休息 博勋也没打扰他 回去再和他慢慢讲 夫妻俩回了家 博勋看着沙发上的时序 你怎么还没走 都住了十天了 宝宝 你看他 赶我走 时序喝着酸奶 一副可怜巴巴的小绿茶样 博勋 这时序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 搞得他就像坏人一样 隐欢松开了博勋的手 没赶你 你助你的 宝宝今天产检怎么样 时序放下酸奶 激动又兴奋地摸向隐欢的小腹 挺好的 很健康 宝宝真棒 博勋 他喵的 这时序把他的话都说了 他说什么 博勋的拳头紧了又紧 难道他也要像时序那样 对着隐欢撒娇吗 那黏腻腻 软糯糯 上扬完转的语调 他可学不来 你们这样子 搞得我好像只是怀孕的工具人 不会你们俩才是真爱吧 博勋气死了 气得都口不择言了 对啊 我们俩当然是真爱 时序抱着隐欢 得意地挑眉 你没有听过吗 异性是为了繁衍后代 同性才是真爱 时序 你这挑拨离间的本事 挺厉害 博勋气得咬牙 偏偏隐欢 事不关己的模样 任由时序挑衅他 哎呀 炸了 彼此彼此 他什么时候挑拨离间了 他都是明明目张胆地赶他走 奈何时序脸皮后 狗皮高耀似的 敢都赶不走 主要是他有隐欢护着 这跟拿了免死金牌 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是时序主动走 他把时序弄走了 老婆还要生气气呢 不划算 老婆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隐欢吃着车梨子 秀气得带眉一条 什么 博勋俯身 在他耳旁说悄悄话 虽然时序贴的隐欢很近 但还是没听清 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吗 博勋腻了他一眼 你不能听得多了去了 时序轻哼 切博勋直接把隐欢打横抱起 隐欢手里还拿着咬了一半的车梨子 剩下的毫不客气地塞进博勋的嘴里 博勋半点嫌弃都没有 只是嘴里这个盒该怎么办 他一路含着 进了卧室才吐进垃圾桶 明亮的光照进室内 博勋抱着他 坐在沙发上 俩人面对面 你和他计较什么呢 就当他是空气 你该上班上班 该休息休息 他挑拨离间 你什么样的人 我还不清楚吗 需要他挑拨 隐欢笑了 说吧 你刚刚的检查结果 结果就是 手术很顺利 以后我们的夫妻生活 不用小雨伞 也不用担心怀孕的问题 博勋说完 埋到隐欢的胸口 呜 老婆 我不能生育了 你不能抛弃我啊 我就你肚子里的两个崽了 隐欢抱着他的脑袋 博勋 你真是心机狗 这种损招 你都能想出来 你难道没有想过 万一我出现意外怎么办 博勋正沉浸在温香软郁中 听见这话 他抬起头 眼神坚毅 你别乱想 你和宝宝都会健康平安的 隐欢是今天做了检查之后 才确定宝宝们健康的 哪像他 小崽子们不在他的肚子里 他毫不畏惧 受累吃苦的都是他 当爸爸真轻松 羡慕 博勋见他心情不佳 低声问 怎么了 忽然就不开心了 难道隐欢真的还想二胎 别了吧 两个宝宝就够了 他们都是独生子女 其实生一个野形 刚好中了俩 宝巡问 今晚有个拍卖会 要不要去买点东西玩玩 隐欢摇头 那我做什么你才会开心点 博勋想让他开心 你跪键盘吧 博勋 他认真的吗 看他跪键盘会开心 宝宝们 你们都听见了吧 现在不是爸爸欺负妈妈 是妈妈欺负爸爸 博勋摸着他的小腹 爸爸都没有欺负他 隐欢随口一说 这家伙居然就开始告状了 他肚子里生出来的 难道还能向着他 博勋眼里 却真挚地与他对视 我真跪了 你能开心吗 说得好像我逼你似的 之前是谁说回家跪键盘 最后没有跪的 隐欢手指戳戳他的胸口 嗯 我脚臭吗 女人啊 就是喜欢翻旧账 不是我不跪 是你睡着了 博勋解释 老婆脚香香的 第二天你也没有啊 隐欢扭扭腰 我走了 不许走 看我跪键盘 我在你这里 必须把信誉问题提高 让你以后 能无条件地信任我 博勋抱起他 我们去书房 不会吧 博勋来真的 隐欢抱着他的脖子 你变了 你怎么不和我对两句 你是我老婆啊 宠着你点怎么了 何况你现在还是孕妇 你的心情最重要 我随意 我无所谓 我怎么样都行 博勋看他 我们要过一辈子的 乃能和大小剑 你对一辈子啊 隐欢无意识地对他 谁要和你过一辈子啊 欧不和我过一辈子 你还真想去腹刘子啊 你做梦 你怎么知道 我梦过了 隐欢笑了 博勋阴挺的俊脸 瞬间垮了下来 沉沉地吸了一口气 内心疯狂告诉自己 要冷静 那只是梦 只是欢欢的梦 靠 梦也不行 博勋严肃地说 以后不许做那样的梦 你应该梦见我们恩爱爱 白头偕老 我这么年轻漂亮 我才不要梦见 什么姥姥的画面呢 隐欢手指绕着发丝 要梦你自己梦去 我也没有梦见姥姥的画面 我就梦见啊 你生了宝宝 我们过上了神仙眷里的生活 美爆了 博勋说着 将她放在了沙发上 然后一个潇洒的转身 拿起书桌上的黑色键盘 回到隐欢面前 她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搞得就像要去上战场似的 不想跪就不跪啊 但博勋那眼神 特别认真严肃 隐欢慵懒的姿态 靠在沙发上 见状 秀眉跳了跳 后整以侠地盯着她 犹豫的脸庞 你就想这样跪啊 我看网上不是说跪着 然后键盘上 不许出现字样吗 博勋拿着键盘俯身 宠溺地在她鼻尖上滑了一下 大小剑 你上网学坏了呀 隐欢摸了一下鼻子 那就坏吧 能有你坏吗 大坏蛋 隐欢脚下的拖鞋摇摇欲坠 啪哒一声 拖鞋落了地 隐欢白嫩光滑的小脚 踩在她的膝盖上 她用了点力 在她膝盖上踩了几下 博勋没有阻止她 甚至已经开始 兴奋了 隐欢右脚往上移 然后朝着某处踩了一下 博勋闷哼了一声 扔掉手里的键盘 挑起她的下颌 低头吻下去 静谧的书房里 本是倾近工作或学习的氛围 此刻却只有暧昧接吻的声音 哦嗯 老婆 老婆博勋抱着她大喘气 一声说可以的 我小心点好不好 不好 隐欢抱着她的腰 眼里迷蒙 中午了 会被叫下楼吃饭的 虽然隐欢那方面的经验少得可怜 但不喜欢被打扰 尤其是博勋这家伙 精力旺盛 段时间肯定结束不了 博勋埋在她的肩上 喉结滑动 那我需要冷静冷静 你冷吧 我出去 键盘就不用跪了 这惩罚 比让博勋跪键盘 还让她痛苦 她懂这种欲求不满的感觉 不行 你不许走 博勋抱住隐欢 俩人换了个姿势 变成博勋坐着 隐欢坐在她腿上 她就捏坏捏坏的 开始调戏博勋 躁动啊 激动啊 欲喝难甜啊 你应该忍忍 成年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说完 对上博勋欲念爆棚的双眼 被这双眼睛盯的隐欢身体发乱 她鬼使神拆地凑过去 轻轻地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博勋克制地搂着她的腰 没动 老婆让她忍着 隐欢手指描摸着她的唇 我有没有说过 你的唇形长得非常性感 没 是好看的 那你再轻轻 博勋克制自己不主动 但老婆可以主动 老婆主动就不算她没忍住 她忍住了 是老婆没忍住 婚后 他们轻轻抱抱的时候不守 开婚之后 博勋更是每天都要轻轻 一天不轻她浑身难受 有时候隐欢早上醒来 都能闻到手臂上的口水味 都是她趁她睡着的时候 偷轻她留下的 坏死了 每天早上醒来 都要洗澡的罪魁祸首 现在用那双期盼又饥渴的目光 直勾勾地吊她 不轻了吧 不然一会儿你怎么出去 大小姐 你就在我腿上坐着 我本来就冷静不了 还不如丢点天头尝尝 博勋凑过去 抵着她的额头 你不主动 那我就不忍了 什么意思 她不主动 她就要主动了 比起被博勋吻她 还是她主动比较好吧 请了她几口 博勋明显不满意 蜻蜓点水都吻算什么 不够 还要 尹欢捂着她的唇 你忍住 今晚再说 一定要今晚吗 午休的时候不行吗 博勋和尹欢 姗姗下楼 石旭早就饿得不行了 虽然水果零食吃了不少 但她还是更爱主食 石旭坐在餐桌旁 悠悠地盯着他们牵着得手 几个月前 哪能想到 你们还能这么和谐地牵着手啊 尹欢垂眸看了眼牵着的手 立刻松开 现在也不和谐 博勋心中失落 老婆要面子 她的面子无所谓 不牵就不牵 博勋你也别垮这个脸了 本来就没感情 你还摆着一张臭脸 欢欢能多看你两眼吗 博勋捏着筷子 闭嘴巴你 她在尹欢面前 可没有摆臭脸 她的臭脸摆给谁看的 她心里没数吗 行了行了 我知道 我走 我过会儿就走 时序端起酒杯 来 干一杯 庆祝一下 尹欢不能喝酒 端着牛奶 你真要走 你别听她的 你随便住多久都行 那也不好总达 你们新婚夫妇嘛 毕竟我以后 是要当干妈的 干妈腾出空间 宝宝的爸妈培养感情 时序已经订好了机票 等会儿从这别墅出去 直奔机场 她去国外时装周转转 不错 等会儿让司机送你 博勋终于对着时序 露出了笑意 你 好好对我们欢欢 她现在可是三颗心脏在跳动 你要是欺负她 惹她不愉快了 我直接带二十个肌肉男过来 把你胖揍一段 时序对着薄勋放狠话 主意不错 如果我被欺负了 我就给你打电话呀 尹欢微笑地和时序碰杯 薄勋 他捧在心肩肩上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欺负尹欢 那种欺负可不算哟 饭后 薄勋也不管时序有没有离开 抱着尹欢就回房午休了 尹欢躺在柔软的床上 薄勋脑袋靠过来 埋在她怀里 刚吃完饭 薄勋 我只是怀孕满三个月了 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你别这么激动 薄勋在她锁骨处猛轻了几口 我知道 我有分寸 你休息 她抱着尹欢 我不急 你最好是 尹欢扯过薄背 裹着身体 把薄勋隔在外面 薄勋 有必要这样吗 薄勋看着她昏昏欲睡的可爱模样 老婆睡吧 睡醒有礼物可以收拥 怎么忽然送礼物 老婆 今天去缠检好乖 奖励你的 薄勋哄小孩似的拍着她的后背 尹欢从小到大收到过不少的礼物 这种借口送的礼物 还是第一次 薄勋很会嘛 缠检好乖 还有礼物 薄勋见她睫毛轻颤 凑过去 低声 我的小公主要轻轻才睡吗 太热了 薄勋将她裹在身上的薄背掀开 盖在俩人的身上 舍不得松开老婆 还是要抱着老婆午休 才有意义 怀孕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懒洋洋的 今天去医院做检查 起得也很早 尹欢扛不住困意 很快就睡着了 薄勋一瞬不眨地盯着她 摸摸她的小脸 轻轻她的肩膀 时间就这样悄然流逝 尹欢醒来时 薄勋还在看她 她正冷了一瞬 不知道薄勋是醒来不久 还是这样守着她 并没有睡 她铁打的吗 怎么睡眠那么少 薄勋默默起身 将水杯递给她 尹欢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薄勋下了床出去了 尹欢只看了薄勋的背影 就握着水杯 靠在床头发起了呆 薄勋很快就回来了 抱着一个黑色的盒子 你的礼物来了 俩人手里的东西交换 尹欢拆礼物盒 薄勋随手放下水杯 拆开盒子 里面还是黑色的包装 这种包装 珠宝首饰吧 一条一百克拉的祖母绿项链 出现在面前 我从一个收藏家手里买的 我觉得就很适合大小姐 薄勋坐在床边 开心吗 比看你跪键盘开心 我都没有跪 不行 这键盘还必须得跪 不然我这信誉 怎么才能提高 薄勋说完起身 但瞬间她又坐下了 今晚再跪吧 尹大小姐从小到大 就收到过不少的珠宝 要找一条能配得上尹欢的 尹欢没有的 很难 她不差钱 尹欢也不差钱 找一条项链 也费了不少心思 看尹欢的样子 应该是喜欢的 我下次产检表现得还乖 尹欢开心地扭腰 没有女孩子 收到漂亮珠宝会不开心 她现在心情就非常好 我懂了 下次产检还有小礼物 薄勋揉揉她的发 要标是戴下 要啊 但是 她现在身上这个衣服不行 这个睡衣 配不上这个珠宝 几分钟后 薄勋站在了卧室门口 怎么回事啊 怎么莫名其妙 就被赶出来了 薄勋靠在墙壁上 双手插进裤兜里 忽然就想抽支烟 自从那晚在朋友们面前 把尹欢抱走之后 她就没抽了 她也没什么瘾 应酬难免会抽几支 现在心里毛毛躁躁的 压不下内心的那骨子悸动 想抽支烟 冷静冷静 尹欢怀孕了 她还抽烟 今晚就别想上老婆的床了 薄勋想着尹欢 拼命地忍耐住 过了一会儿 郑小从里面出来 姑爷你可以进 去了 咦 人呐 郑小官上卧室门 薄勋听见动静 就从衣帽间那边进去了 她迫不及待想见老婆 尹欢站在明亮的水晶灯下 身上穿了一条 仪字兼黑色晚礼服 白皙的脖梗上 戴着那套祖母绿的项链 头发简单地扎起 精致漂亮的小脸上 只涂了口红 但已经足够 尹欢天生 就是温柔可人 亭亭玉立 优雅大方的千金大小间 名谋好齿 自带光环 只是站在那里 就是人群中最闪耀的星星 光芒夺目 尹欢微微偏头 双手摊开 姐是不是没包了 嗯 老婆没包了 薄勋拿出手机拍照 老婆这么漂亮 当然要纪念 我刚刚已经让郑小拍过了 一会儿传给你吧 薄勋不听不听 就要拿着手机疯狂拍 别人拍是别人拍 她要自己拍 还要围着尹欢转 尹欢站着没动 主要是我不太相信 你的拍照技术 薄勋你拍照技术 非常不好 之前去读蜜月的时候 让薄勋拍个照 那简直惨不忍睹 一百张里面 有一张能看的 就算她发挥超长 薄勋的拍照 就是连拍大法 咔嚓咔嚓一顿狂拍 还以为她能拍出什么大片 结果M 她仙女一般的颜值 都扛不住薄勋的拍照技术 我看看你拍的 薄勋还特傲娇地 拿给尹欢看 这次拍的好像 比之前好了不少 至少有几张 还能看清她的脸 薄勋也有不擅长的事情 没关系的 你已经有进步了 尹欢觉得自己 这会儿特温柔 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圣母的光辉 多好看啊 薄勋一句话 让她想要爆发 尹欢摸着小腹 看在珠宝的份上 她忍 我教你吧 至少你拍照的时候 不要乱动 手不要抖 聚焦一下 不要拿起来就拍啊 角度光线都很重要 你一边拍 还一边移动手机 能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啊 尹欢还是忍不住对她 薄勋浑身见骨头 越对她越兴奋 这不 脸都凑过来贴一起了 尹欢用薄勋的手机自拍 屏幕上出现她们的脸 看镜头 别看我 薄勋看向屏幕上的尹欢 老婆好美 尹欢拍了之后 帅气地递给薄勋 你自己对比一下 我拍的是不是 比你拍的好看一万倍不止 嗯 薄勋操作着手机 刚拍的照片 成了自己的手机壁纸 还顺势发了个朋友圈 薄勋 我老婆拍照技术有点厉害 很快就有不少人点赞评论 尹欢看见那条朋友圈的时候 已经换下了身上的裙子和项链 穿着睡衣 在楼下餐厅里吃晚餐了 他们有不少的共同朋友 所以尹欢能看见 薄勋这条朋友圈的很多条评论 尹欢跳着读出来 薄总好帅啊 薄总老婆好漂亮啊 薄总豪气啊 薄总什么时候出来喝酒啊 薄总带老婆出来玩玩 他亲上 你出去玩啊 出去喝酒 有什么好玩的 他这辈子喝酒的机会多的是 陪老婆代产这事 过了这个村 大概率也没有这个店了 我陪你 薄勋给他盛汤 胎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算你懂事 薄勋要真敢抛下 他出去吃喝玩乐 晚上不用给他留门了 应酬可以 专门出去玩不行 尹欢看着看着 眯起眼 怎么还有人评论 我们怎么还没有离婚呢 怎么还有离婚传言啊 薄勋拿起手机 翻到那条评论 直接就删掉了 然后给那人发了个消息 我们好得很 不会离婚 发完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 直接删除好友 在京城 只有别人来求他薄勋的份 没有他求别人 删就删 他无所畏惧 你专心吃饭 薄勋把他手机抽走 揣进了自己裤兜里 尹欢小口小口地喝着鸡汤 他本来看手机的时间就很少 如果不是薄勋发朋友圈 他都不会看手机的 虽然怀孕这么快在他的意料之外 但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宝宝 尹欢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饭后休息半个小时 要去散步消食 薄勋接过正小的活 拿着小风扇跟着他 尹欢慢悠悠的皱褶 你今晚这么殷勤 有所图啊 我图什么 大小姐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尹欢嫣然浅笑 薄勋凑到他耳旁说悄悄话 尹欢听了 就往他身上打 流氓 大小姐 请你记住 你现在打我的样子 我今晚会打回来的 薄勋见细细的坏笑 打到你小屁股上 尹欢转身往回走 不想散步了 不散就不散 今晚保证老婆 你运动量足够 尹欢回头白了他一眼 下流 薄勋照单全收 他无耻又下流 缠老婆身子 他简直就是一个大色魔 俩人一千一后地进了大厅 薄勋手里的东西放下 直接单手把尹欢抱起 尹欢吓了一跳 惊魂未定地对上 他躁动了双眸 一 老婆 梁霄苦短 及时行乐 薄勋上楼的步伐 又稳又快 如果新婚夜当晚没有睡过头 大概就是现在这种 激动汹涌澎湃的情况 尹欢知道他急 等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他们俩人的身体 都可以做夫妻生活了 他是激动 又带了点害怕 温柔点 注意姿势 只准一次 薄勋连忙答应 你放心 我提前做过攻略了 尹欢对薄勋这话吃怀疑态度 大小剑 你能不能对我多点信任 怎么多 尹欢问 薄勋将他放在了床上 拿起了之前在书房就拆掉的键盘 放在地上 尹欢想阻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薄勋跪在键盘上 握着他的脚踝 低头在他两只脚的脚背上 分别亲了一口 老婆的脚很香 比我的脚香一万倍 薄勋 你不爱干净 我还没洗呢 尹欢气得想打他 可他跪在键盘上 握着他的脚 都这样了 内心深处 居然升起一抹不舍来 真是奇了怪了 薄勋又低头亲了几口 没洗也是香香的 不许这样 就要 薄勋坚持 顺着脚背 往他腿上亲 尹欢被亲得浑身 酥酥麻麻的 双手紧紧地拽着床单 娇滴滴地哼吟 从嘴角一出 不知不觉 薄勋俯身与他对视 你敢 薄勋眼神描摹着 他红烟烟的唇半 很想轻 但被老婆拒绝了 薄勋将他抱起 我已经跪了 老婆是不是对我的信任 多了一点点 嗯 那我给你洗澡好不好 嗯 老婆你今晚好乖 薄勋兴奋的眉飞色舞 你废话好多 隐欢害羞地轻声 浴室磨砂的玻璃门关上 里面灯光明亮 嘻嘻沥沥的水声响起 仔细听 还能听见男女交织的喘息声 从浴室到大床 隐欢累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 他成功地起晚了 他醒来时 薄勋兴奋地和他抱抱贴贴 大羞狗似地埋到他胸前 老婆 你有没有不舒服 还好隐欢说完就后悔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说有啊 不然这个家伙 可能今晚还拉着他做运动 那可不行 隐欢后之后觉得补充 腰有点酸 薄勋舍不得离开老婆 这片焦好的春光 但他更担心隐欢的身体 薄勋便兢兢业业地 开始给他按摩 这段时间 他有认真学过 保证比上次按摩得好 隐欢躺着舒服地享受起来 按摩了十几分钟 隐欢懒洋洋地坐起来 舒服吗 薄勋凑过去 还行吧 勉勉强强 隐欢摸着小腹 怎么感觉我就睡了一晚上 这肚子又大了不少 隐欢左摸摸 右摸摸 捏捏腰间的肉肉 嗅气得没瞬间皱了起来 这就是两个宝宝的威力吗 比别人只怀一个宝宝大 薄勋昨晚还在他的小肚子 轻过抱过摸过 隐欢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他觉得 没有长多少肉 就只是胖了点点 就一点点 都怪你 隐欢双手爪揉薄勋的头发 薄勋脑袋一跌 埋在他胸前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我让大小姐 怀了两个小崽崽 我们的乖宝贝 乖不乖就很难说 看看是遗传我的性格 还是你的性格 要是都像你这么骚浪剑 男孩子就要大气 你对大气有什么误解 隐欢抱住他的脖子 别说了 快把我去洗漱 OK 薄勋今天又想在家里陪隐欢 不过被老婆赶去上班了 薄勋连着上了几天班 周五推了应酬 早早回家 什么情况 谁能告诉他 你怎么又来了 薄勋看见时序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小绿茶 你激动什么 我去国外玩了几天 给欢欢买了两个包 送给他当礼物 刚好呢 可以配薄大总裁 你送的祖母绿钻石项链 时序秀了一下 给隐欢买的包 别的不说 你对欢欢还是挺大方的 认可你了 隐欢缓缓扭头 姐妹 一个项链就能被认可呀 虽然那个项链 的确非常非常的昂贵且稀有 需要你的认可吗 我需要的是 夫妻二人事件 明天中秋节 你不回家和你家人团聚 你跑来我家 薄勋强势地 坐在隐欢身侧 你喜欢包 我给你买 你买老公送的 他买是闺蜜送的 意义不一样 隐欢摸了一下他的脸 你吃什么醋呢 好难得从隐欢的嘴里 听到老公这两个字 他是不是只有在 向别人介绍他的时候 说老公才会那么自然 伯总 男人要大度 你不能这样小气巴拉的 你们结婚了 不代表隐欢就得 天天和你黏在一起 没有他自己的社交和自由了 持续振振有词的教育保询 如果不是 他现在怀孕了 前几天 欢欢就跟我一起出国了 隐欢微微汗手 表示赞同 他的确会去的 没有不大度 没有要把他锁在我身边 他现在怀孕 我不放心 等明年生了宝宝 老婆想去哪玩 就去哪玩 伯循搂着隐欢 贴到他耳旁 我带娃 你出去玩 真的 隐欢不信 你还有这种觉悟 你对我误会太深了 我相信你 伯总 明年我就和欢欢出去玩 你呢 负责带娃 持续笑盈盈的拿起包 那我回家了 不打扰你们小夫妻俩了 不然伯循又得用眼神秃秃秃死他 持续走后 隐欢开始教训自家老公 你不要对叙叙那么大意见 我没有意见 呵 伯循凑到他耳旁吹气 呼 呼 呼你幼不幼稚 隐欢一巴掌拍到伯循的手臂上 明天去我家过节 嗯 伯循开始装深沉 说他幼稚 成熟高冷 给隐欢看看 伯循高冷的姿态 维持到了晚上睡觉 年老婆的时候 那高冷的静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上一次的夫妻生活 还是前几天 伯循是很想 但是顾及到隐欢的身体 主要以隐欢的想法为准 吃过早餐就回了隐家 以前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也是每年都回家聚聚 今年老爷子已经身脉黄土 伯循的父母 今年也是为了和自家儿子团聚 一起都选择了在隐家聚会 隐家的庸人 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今天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霍家的人 隐欢看见霍寒和林月月就烦 偏偏对面俩人冲上来打招呼 欢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看起来好瘦啊 完全看不出来怀孕哪 不像我 当初怀小端的时候 胖得可快了 隐欢今天穿的裙子是高腰的款式 腰间还有皱褶 能够很好地遮住小肚子 何况她才怀孕三个多月 并没有特别显怀 她整个人看起来 还是非常的纤细高挑 亭亭玉立 只是没有化妆 没眼看着郁家温柔 欢欢 嫂子陪你聊聊吧 关于代产 玉儿 我可有经验了 林月月微笑地看着她 你看小端现在 身体素质多胖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我都记得 不用 我们家请了营养师 我相信 她比你更加专业 尹欢礼貌地拒绝 霍端那个熊孩子 以后她的孩子敢像霍端那样 屁股都给她打开花 好吧 林月月尴尬地笑了笑 尹欢和博褻去见长辈 他们四个人居然在家里打羽毛球 甚至还都穿着情侣运动衫 一黑一白 宝宝 你们来了 尹母放下了球拍 怎么感觉怎么样 嗯 妈妈 我胖了 尹欢抱着妈妈 委屈巴巴的 博褻站在旁边 她应该说什么 做什么 哦 高冷 妈 博褻看着自家亲妈走过来 宝母没什么表情地恩了一声 但是到了尹欢的面前 就变得热情了 我的宝贝媳妇 越来越漂亮了 博褻有没有好好照顾你 有的 博褻紧绷的神色 稍有放松 那有没有欺负你 尹欢故作犹豫 瞥了眼博褻 嗯 也有的 博褻被亲妈一个羽毛球 拍打在了身上 博褻 妈 她都多大了 怎么能当着她老婆的面打她 她不要面子的 你怎么能欺负欢欢 她是你老婆 怀的你的孩子 你一个大男人 就不能好好地宠老婆吗 还要我教你吗 博褻气得还想打 但还是想到了博褻的面子 克制住了 我 博褻对上尹欢的笑页 老婆 我这几天欺负你了吗 嗯 哪种欺负呢 有没有 她自己不清楚吗 尹欢轻哼一声 就有 你就坏 博褻垮着脸 行 尹欢 你说的 我今晚 博褻还没有说完 妈妈的羽毛球拍子 又打在了身上 尹欢在旁边偷着乐 博褻直直地盯着她 略略略娇滴滴的大小姐怀孕了 还是那么念坏念坏的 逗她是吧 今晚非欺负她不可 不许欺负欢欢 婚前打得闹闹就行了 现在可不行 博褻教训起博褻来 毫不可欺 之前也是这个臭小子 在他们面前说 这辈子非尹欢不娶 哪怕不是父母之命 也只想娶她 现在娶到手了 就不珍惜了吗 妈 您仔细地看看 你的儿媳妇被养的 面色红润有光泽 那么漂亮 那么美 一看就不像是 被欺负了样子 被欺负的人是你儿子 薄褻不好意思说 自己都跪键盘了 但跪完键盘之后的运动 格外舒心 满意 好了好了 你别给我解释 重要的是 欢欢怎么想 她故意逗你们的 薄褻宠溺又无奈 她能怎么样 只会晚上回家 把老婆轻哭 她可真惨 现在被老婆欺负 以后 老婆孩子一起欺负她 她脑子里想着自己 可真惨 眼底却带着笑意 尹欢被薄褻给 牵着离开了 漂亮的月季花团前 薄褻停下来 缓缓向着尹欢凑近 尹欢脑袋后仰 做什么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想要了 想要什么 尹欢往后退了一步 下一秒 又被她给搂了回去 身体紧贴着 尹欢左右瞥了眼 发现没人才往她肩上捶了一下 薄褻薄褻抵着她的额头 小欢欢 是不是想要 让我欺负你啊 变着花样欺负你 流氓 尹欢立刻否认 并没有 大白天的 就想那么多 今晚不回家 尹欢本意 是想杜绝薄褻那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 结果薄褻一听 更兴奋了 今晚可以睡 老婆以前睡过的房间合床 好激动 嗯 我家房子挺多的 你也可以睡个房哟 我没有意见的 尹欢轻轻地推她 奈何薄褻这人 就跟雕塑似的 推不动 我有 肚子里的宝宝也有 爸爸妈妈怎么能分床睡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 睡前要听爸爸的声音 薄褻每晚对着尹欢的小肚子讲话 什么分房分床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孩子们才不会有意见呢 没有你这个爸爸在耳旁念叨 他们不知道睡得有多想 尹欢摸着小腹 眼里是散不开的温柔笑意 他的宝宝呀 薄褻看得内心汹涌澎湃 凑过去轻轻他的脸颊 咔嚓 俩人齐齐侧头 薄褻拿着手机 坦坦荡荡地承认 我这 手机忘静音了 被偷拍了 尹欢相信 漂亮婆婆的拍照技术 比薄褻好了不止百倍 发群礼了 群礼 尹欢手肘撞了一下手臂 示意他手机拿出来看看 他们结婚之后 尹家和伯家就见了群 婆婆刚把照片发出去 尹欢就看见了亲妈的彩虹屁 疯狂夸夸女儿好漂亮 女婿好帅 太般配了 薄褻盯着照片发呆 为什么妈妈随便拍的照片 都这么好看 她那么认真拍的照片 却不好看 经常把尹欢的脸 都拍得模模糊糊糊的 有时候整个人 都是模模糊糊的 真难 她薄褻 居然不会拍照 这么漂亮的老婆 居然拍得不好看 是她的失职 薄褻还在看着照片发呆 尹欢已经和婆婆离开了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俩人都已经进了别墅了 尹欢坐下休息没多久 薄褻凑到她耳旁 老婆 拍照吗 莫名其妙拍什么照 需要老婆 来陪我练练拍照技术 以后我多给你拍照 用她练习拍照技术 为了以后给她拍照 丑剧 尹欢轻声 你这么美 我不许你说自己丑 我说 你拍照拍得太丑 婉拒了 尹欢可不想在 薄褻的手机里当女鬼 丑死了 什么烂技术 配不上她的颜值 你拒绝我 薄褻搂着她的腰 低头靠在她肩上 怎么能拒绝她 不给面子啊 拒绝你很奇怪吗 她不是经常拒绝她吗 就她那个拍照技术 怎么好意思提要求的 这么多人 你怎么好意思对着我撒娇的 尹欢推着她的手臂 做好 换成以前 她肯定不好意思 没有那个立场 但现在他们是夫妻 她做什么都很正常 但在父母面前 应该换重姿态 于是 薄褻做得比比直直的 将尹欢搂到她的怀里 让她靠着她 尹欢 就非要这样做吗 他们不能自己做着吗 爸爸们打完球回来 看见小夫妻关系那么好 都欣慰地笑了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应该获得奥斯卡奖 热软闹闹的午餐过后 尹欢回到房间休息 尹欢从小住到大的房间 到处都充满了尹欢的气息 薄褻看着尹欢睡着之后 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东看看西看看 试图寻找一点自己的痕迹 没有吗 居然没有吗 从小到大 送过她那么多礼物 她就有很多很多 关于尹欢的东西 尹欢却没有 薄褻不信 她就非要在尹欢的房间里 找到和她有关的东西 高中毕业照 同一所学校 算什么和她有关的东西 薄褻继续翻 还真被她找到了 他们俩小时候的合照 夏天在泳池里 她在里面游泳 而尹欢则套了一个 火烈鸟的游泳圈 大大的眼睛雾蒙蒙的 委屈巴巴地撅着嘴 似乎要哭了 那个时候 小欢欢好像还不会游泳 她呢 渐兮兮地在她周围游来游去 炫耀自己的厉害 原来她从小就喜欢 在尹欢面前饭剑 怪不得她不喜欢她 薄褻回到床上 尹欢睡得小脸微红 乖乖软软的 可爱死了 薄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 对着尹欢拍了几张 然后欣赏自己的技术 这不是拍得挺好吗 这么清晰 薄褻很满意 手机放得远远的 钻进尹欢奶奶 暖轰轰的被窝里 抱着老婆幸福入睡 尹欢睡醒之后 房间里只剩她一个人 她睡得脑袋昏沉沉的 貌似睡了很久 尹欢摸着小腹 宝宝 你们睡得好吗 你们爸爸也不知道去哪了 尹欢下床洗了个脸 才慢悠悠地出门 一出去 地上一辆遥控玩具车修地开过去 紧接着一道飞快的身影跑过来 撞到尹欢身上 哎哟 霍端倒在地上 手里的遥控器衰落 哎呀 他哇哇哇地哭起来 尹欢脸色煞白 身体靠着墙壁 冷汗直流 他肚子痛 楼下的人听见动静 冲了上来 薄褻三步并坐两步 冲上楼 就看见地上嗷嗷大哭的熊孩子 靠在墙壁上 脸色发白的尹欢 薄褻越过灵越越 飞快地冲到尹欢面前 抱起他就往下走 开车开车 去医院 楼下顿时乱作一团 尹欢靠在薄褻怀里 肚子传来的痛感 让他感到害怕 他紧紧地 拽着薄褻的衬衣 呜呜 薄褻抱着他上了车 尹父亲自开车 尹母坐上了副驾驶 没事的 我们马上去医院 宝宝 尹欢脸颊埋在他胸口 之前那阵疼痛此刻 已经缓过来了不少 可他还是感觉到害怕和恐慌 必须要去医院检查检查才放心 前面的尹家父母也不敢说话 尹母回头看着宝贝女儿 心疼极了 他们刚到医院 提前准备好的急救人员 已经在等候了 薄荀将他放在病床上 他紧紧地握着护栏 一切以你的身体为重 你别担心 孩子没有也无所谓 尹欢才是最重要的 尹欢没力气和他互对 他当然很重要 但不代表他们的孩子就不重要 谁让他那么冲动地跑去劫诈 尹欢送去急诊 就开始各种做检查 还好没有流血 也没有胎盘下坠 这次意外的结果还算好 听到结果的四人松了一口气 但还是让尹欢待在病房里 多观察观察 以免出现意外 哎 尹欢换了病符躺在床上 中秋节啊 他居然在病房里躺着 薄荀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 目光微沉 神色凝重 尹欢仔细地看 才发现薄荀竟然眼睛都红了 尹欢开口安慰 医生说了 孩子们没事 他受了惊 怎么他还委屈上了 薄荀是在自责 他应该一直陪在尹欢身侧的 不该自己早醒了 就离开了房间 就算离开房间 也应该排除安全隐患 居然没看好熊孩子 让他被熊孩子给撞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男人了 我关心的是你 薄荀亲吻着他娇嫩的小手 尹欢反问他 你什么男人啊 肚子里的孩子 你不关心啊 你就是这样当爸爸的吗 老婆 我不是那个意思 薄荀在他手背上搏击几口 我没保护好你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都是那个小屁孩的错 尹欢摸着小腹 百分好熊孩子 你说 他是不是故意的 小屁孩不懂 俩长辈懂啊 林月月和霍寒 会不会针对 他肚子里的宝宝 薄荀脸色当时就变了 我回去问问 尹欢慢悠悠地抽回手 你问他们会对你说实话吗 你回去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啊 薄荀又去抓他的小手 不走 不把你丢医院 陪你 这还差不多 是狐狸就会露出马脚的 竟然这样 不如演一出戏 尹欢立刻给妈妈打电话 他们此刻回去 给他收拾住院需要的东西了 妈妈 你回去就说 我情况不好 很危险 尹母此刻也面色凝重 之前一直慌慌忙忙的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 虽然说是熊孩子壮的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其他可能 他懂尹欢的意思 他们回到家 薄荀的父母已经离开了 他们早就从薄荀那里 知道了尹欢的情况 姑姑 我妹妹没事吧 霍寒冲上来 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着急地问东问西 他们已经去了医院三个小时了 这天都黑了 尹母眼计上身 伤心的垂眸 眼眶微红 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往身边老公的身上靠 尹父安抚着他 你就别问了 好好管好你儿子 还还他 老婆 你先休息 尹父抱着尹母上了楼 林月月多看了几眼 走到霍寒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留了还是没留 霍寒捂着他的嘴 知道这是在哪吗 居然敢这么直接说 妹妹吉人天象 不会有事的 霍寒沉着脸 给他使眼色 林月月明白地点点头 回去再说 两人刚要离开 尹父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霍寒 霍寒脚下一顿 姑父 真的对不起 小端他年纪小 不懂事 茫茫壮壮地 冲撞了妹妹 妹妹他还好吗 我们正想去医院 看看妹妹 他这两天 不想见到你们 霍寒 管好你儿子 尹黎冷着脸 从今天开始 你和你的家人 也不必来我家 尹家不欢迎你们 霍寒急了 姑父 姑父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的事情纯属意外 欢欢他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尹黎捏着拳头 克制着揍人的冲动 怒喝 滚 霍寒不敢上前 眼含怒意 看来尹欢肚子里断孩子 真的凶多吉少 霍寒拉着妻子上车离开 儿子还在车上呼呼大睡 不会真没了吧 林月月将儿子的脑袋 放在腿上 轻轻地拍着她的身体 就算还在 估计也很危险 霍寒开着车 流产很伤身体 说不定以后都不能怀了 那尹家 以后不就是我们的 林月月低头看着儿子 那不一定 还是要去医院 悄悄地打听打听医院里 薄寻为尹欢吃饭 喝点汤 吃点肉肉 就吃了一点点 尹欢咸轻腻了 不要了 薄寻无奈地放下筷子 胃口这么不好 要不要吃点酸呢 尹欢懒懒地靠在床头 吃点水果可以 薄寻又拿起水果 包了葡萄皮 味道她嘴边 老婆你要多吃点 怎么 你想把我喂成胖子 薄寻插了一块苹果 不是 合理饮食 吃点水果有营养 她哪敢啊 老婆那么暧昧 怀了两个小崽崽 每天都有营养师 每天都关注自己的体重 和宝宝的发育状况 尹欢吃饱喝足 薄寻才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今晚是要住医院了 老婆这个床 还是可以睡两个人的 薄寻飞快地洗了澡 换上庸人送来的衣物 上床抱着老婆 嘶 怎么了 薄寻将着身体不敢动 你那手臂多重心里没数吗 别搭在我腰上 尹欢声音轻轻地 同时去推她沉甸甸的手臂 老婆今天受了惊吓 受了撞击 肚子疼得要命 她这手怎么就那么减 薄寻抬起手一开 但转瞬间又落在了尹欢的身上 不过这次落下的位置不一样 是她的臀 尹欢 下化线就不放在她身上 手就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呗 老婆 要不要晚安稳 没心情尹欢 就差把婉拒两个字刻身上了 好吧 薄寻失落地贴着尹欢的后颈 悄悄地蹭了蹭 轻轻地贴了贴 晚安老婆 第二天 薄寻早早就醒了 洗漱之后 就去乖巧地坐在床边 等家里佣人送来了早餐 才把尹欢叫醒 嗯 尹欢迷糊糊的 整个人睡得软绵绵的 没什么力气 小欢欢有起床气吗 来 朝着她撒 她可以承受的 但尹欢没有朝她撒气 只是双手抱着她的脖子 小脸埋到她的肩上 抱我去洗漱薄薄寻轻松地将她抱起 但动作却十分小心翼翼 进了洗手间 薄寻依旧抱着她 宝贝没穿鞋 不想将她放下 尹欢盯着镜子 这是什么姿势 抱小孩吗 她慢吞吞地洗了脸 刷了牙 想上洗手间呢 尹欢看向薄寻 长睫毛颤了颤 她甚至都没有开口 薄寻就将她放在了马桶上 但是她不老实 放下她之后还不离开 转过去 哦 薄寻不舍地转过去 老婆浑身上下 哪里都看了 还不意思呢 出去 我都转过来了 薄寻慢吞吞地往外走 两分钟后 薄寻打开门 好了吗 尹欢看着她 都听见了冲水的声音 那肯定是好了呀 你别动 我抱你 她没有那么虚弱 可她没穿鞋 算了 就让薄寻献个殷勤 薄寻单手抱她 想给她洗手 我还没废 可以自己洗 薄寻帮不了忙 可委屈了 回到床边 摆好小桌板 拿出早餐 尹欢喝着牛奶 薄寻眼巴巴地望着她 看什么 她脸没洗干净吗 不会啊 她分明没抱了 尹欢轻声 你吃啊 你看着我能饱吗 想让你先吃 薄寻你别给我搞这套 尹欢放下牛奶 吃起了小笼包 哪套啊 薄寻不懂 小夫妻俩慢悠悠地吃早餐 早餐还没吃完 就迎来了不速之客 欢欢门口 霍寻和林月月 提着花果篮走进来 尹欢一看见他们的脸 就犯恶心 她已经很久 没有孕土了 忽然又想吐了 尤其是那副产妹 丑恶的嘴脸 昨晚和爸妈通过视频 听见他们的描述 就气血上涌 更何况现在亲眼所见 薄寻沉着脸 应该在门口安排两个保镖了 VIP病房是什么人 都能随便进来的吗 对不起啊 小端太调皮了 我们来代替 他向你们道歉 谁做错了 谁道歉啊 尹欢靠在床头 这点诚意都没有吗 他一个小孩子 也不懂 五六岁了 连道歉都不懂 表哥 你养的儿子是弱智吗 尹欢冷笑 对啊 他是弱智吗 连道歉都不懂 还是你们当长辈的 故意让他去二楼玩 故意让他冲撞我老婆的 薄寻眼底冷力地站起来 他站在床尾 阻止他们继续上前 薄寻单手插兜 两位 我老婆需要敬养 要道歉 也等着出院之后 所以请回吧 霍寒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听得脑子嗡嗡嗡的 刚被骂了 儿子是弱智 现在又赶他们走 薄寻 我们好好说话 几岁的孩子调皮了点很正常 你们还是他的亲切 不能这样说他吧 霍寒心里不是滋味 他是小孩子 你们是小孩子吗 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那就是 你们当父母的失职 表嫂既然在家里承担 照顾孩子的重任 明知道欢欢在楼上休息 还带着他去楼上玩 莫非 薄寻眸光冷悠悠的 表嫂你是故意的 薄寻不愧是常年 高高在上的大少爷 手握才权 只是一个轻飘飘的眼神 就让他害怕 惊恐 林月月慌张地拉着老公的手 不 不是的 小孩子非要上去 我没有拦住 真不是故意的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孩子的以后 不能锁 可他的表情 实在算不上淡定 薄寻冷吃 这比让我记你们头上了 我的孩子如果有什么意外 那你们的孩子 也别想好好活着 懂了吗 林月月和霍寒皆是一惊 丢下花果栏 慌里慌张地离开 边走边说懂了 懂了懂了 薄寻关上门 就给周福发了个消息 让他派人来 守着尹欢的病房 哇 不愧是薄少爷 真霸气 尹欢慢悠悠地 吃着饭后水果 薄寻现在心里还是自责的 虽然尹欢和孩子们 目前没事 但这个意外 本来就不该发生 你还有心情调侃我 那不然呢 我哭给你看呀 我可是孕妇 不能情绪激动 尹欢摸着小腹 宝宝 你们喜不喜欢 这样霸气外露的爸爸 喜欢 薄寻回答 他们肯定喜欢 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种威风凛凛的爸爸 不一定啊 有的人喜欢温柔的爸爸 温柔的 温柔的 温柔 他是不是在暗指谁 薄寻回到床边 不 我的孩子就必须喜欢我 包括孩子妈妈 也必须喜欢我 他发什么疯 忽然凑这么近说那种话 尹欢轻笑 谁说我喜欢你了 自作多情 是吗 我自作多情吗 小欢欢没有喜欢我吗 薄寻一边收拾餐桌 一边看他 你确定没有吗 没有我抱着你都睡不着 薄寻你造谣 我什么时候没有你 抱着睡不着了 尹欢摸着小腹 提醒自己要冷静 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生气不值得 你总有那个时候 我没有 我睡眠好的很 以后睡眠不好 那也是因为怀孕 肚子大了 因为你的孩子折腾我 不是因为你 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薄寻听着他放狠话 我就那么不重要吗 对 你别离flag 会倒的 薄寻就等着他睡不着 要他赔 但是这个双胞胎 以后尹欢的肚子 的确会变得很大 生了孩子 肚皮会变得很松 然后爱美的尹大小姐 就会生气 那骨气 还要撒到他的头上 怎么才能让他 少受点罪呢 尹欢不信 他才不会没了薄寻 就睡不着呢 他没有他睡不着 还差不多 尹欢现在的身体 不能散步 只能在床上躺着 他吃过就睡 睡醒之后 看见薄寻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带着蓝牙耳机 好像在工作 之前没有看见他工作的样子 现在倒是看见了 虽然是在病房里 但是那副表情还挺认真的 嗯 有点帅 果然工作中的男人 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薄寻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取下耳机 朝他走来 怎么一对上眼 就开始笑啊 别笑 一笑就没有那副 金贵金玉的高冷霸总气质了 好吧 他本来就不是高冷人士了 老婆 你睡醒了 薄寻扶着他起身 午餐马上送来 尹欢懒懒地抬起眼看他 吃完就睡 睡醒又吃 吃完又睡 我成猪了 那老婆 你也是最漂亮 最可爱 最粉嫩的小猪猪 薄寻捏着他的鼻子 捏捏猪鼻子 尹欢冷了眼 薄寻信心然地抽出手 我们是一家人 你是我老婆 你是猪 那我是什么 看来老婆早有预料 新婚夜就给他画了一个大猪头 尹欢推开他躁动的手 你是狗 猪狗都是一家 薄寻你 尹欢叹气 第一次觉得 薄寻这种贱兮兮的性格 对他都不痛不痒的 拳头打在棉花上 薄寻刚刚一直在询问 有没有神妖办法 可以尹欢怀孕轻松一点 可是怀孕这种事 本来就是因人而异 根据体制来的 目前来说他情况还可以 有点孕吐 也不是很难受 只是越到后面 他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行动不便 他还咨询过 听说不少双胞胎早产的 早产可以 只要生出来 住什么保温箱他都可以 有钱 住得起 但早产一般是孕妇身体 有情况 还是不要了 尹欢见他皱眉苦脸的 想什么呢 没 没 薄寻回过神来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给你捏捏 那就捏捏腿 薄寻掀开白色的被子 双手抚在尹欢的小腿上 捏着捏着 就从小腿捏到了大腿 尹欢 他在干什么 哪有这样捏的 尹欢一巴掌拍在他的肩上 捏奶奶 薄寻双手 又从尹欢的大腿捏回到了小腿 这次慢悠悠地捏着小腿 捏了左腿捏右腿 在想捏大腿的时候 门口传来声音 是家里的佣人 送午餐来了 捏不到大腿了 他拉回被子 没关系 今晚可以继续捏 先伺候老婆吃饭 尹欢最近尤其不喜欢太油腻的东西 家里送来的食物 都是营养式搭配的 而且还非常的清淡 尹欢吃什么 薄寻跟着他吃什么 总感觉很寡淡 薄寻跟着尹欢 就这样吃了几天 他感觉自己瘦了 出院的那天 尹欢靠在薄寻身上 我们出去吃火锅吧 薄寻眼睛一下就亮了 可以吗 你会不会被说 能吃吗 能啊 怎么不能 可以的 我想吃 尹欢最后三个字才是重点 尹欢怕薄寻不同意 一下挽着他的手臂 嗯 我肚子里的宝宝们想吃 他们想吃点辣的 咸的吃 我们在外面吃完再回去 俩人在外面吃完火锅 回家身上都是一股火锅味 家里的营养师 早就收到消息说 他们今晚不回来吃饭 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 谁让这两人是自己的主顾 他也不敢多言 注意点 宝宝很好的 我们今晚吃的微辣 尹欢拉着薄寻快速上楼 薄寻垮看他 微辣吗 小欢欢真的很会说谎 回到卧室 尹欢躺在床上 还是家里的床睡着舒服 医院的床嘛 一般般薄寻俯身 握着他的两只手 亲了一口 辣辣的 火锅味 尹欢睁开眼睛 没让你亲 我还嫌弃你呢 薄寻解释 我不嫌弃你 我没说嫌弃 辣挺好的 老婆辣死了 尹欢没有怀孕之前的身材 前凸后翘 玲珑有致 谁见了 不说一声辣 别轻 尹欢偏头 还没漱口 辣味的闻体验感 一点都不好 薄寻抱着他去浴室 自从之前帮老婆洗过一次澡之后 就有第二次了 但是尹欢刚出院 薄寻就算有点那方面的心思 也只能忍着 从浴室回到床上 尹欢缩在被窝里 小脸飞红 啊 薄寻居然在他面前 羞死了 他怎么能那样 薄寻从后面抱住他 薄唇亲在他的肩上 老婆 我有句话一直没说 什么 我过两天要去出差 不出国 就两个小时飞机 薄寻舍不得和尹欢分开 说这话 其实就是想问问尹欢 要不要和他一起去 你去啊 我又不会拦着你工作 尹欢摸着小腹 今天又比昨天更大一点了 不愧是双胞胎 这长肉的威力 都是双倍的 你拦一下 我拦你就不去吗 尹欢反问 可以考虑 去 我可不想当耽误男人工作的女人 没有你在身边念念叨叨的 我和宝宝过得不知道有多舒服 尹欢巴不得薄寻去出差呢 不然天天就在他身边要亲亲 要拨拨 要抱抱 要喂他 睡觉也要搂在一起 别提有多烦人了 薄寻伤心了 你都不会想我吗 不会 尹欢回答得斩钉截铁 说完就睡着了 留下薄寻一个人暗自神伤 老婆居然不想他 他这个老公当得还真是失败 都结婚几个月了 他都怀孕三个月了 尹欢对他就没有半点感情 但凡有点感情也不会不想他吧 薄寻气得暗暗咬牙 他宁愿相信尹欢是嘴硬 也不愿意相信尹欢不会想他 他这么好 老婆肯定会想他的 现在不想是因为他就在身边 薄寻要去出差的当天 司机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薄寻贴着尹欢 摸着他微微凸起的运堵 爸爸要去出差几天 你们在妈妈的肚子里 要乖乖的别闹他 爸爸很快就回来 尹欢甚至听出了哭腔 不至于吧 薄寻 你一个大男人 哭什么 老婆你也要乖乖的 你话好多呀 尹欢推开他的脸 去吧 司机都等你一个小时了 赶不上飞机了 这都是小事 赶不上飞机 有专机 老婆孩子是大事 他就要走了 尹欢还在看电视 居然不看他 过分 薄寻捏着他的下颌 搬过他的脸 只一眼就深深地为他着迷 沉醉在他漂亮的眼眸里 低头吻上他的唇 至少 他应该拥有一个吻别 一个漫长的 暧昧的 饱含思念与不舍的吻别 小欢欢 去想我 一定要想我 好不好 薄寻依依不舍地松开他的唇绊 意犹未尽地 又重重地亲了一口 真想把你抱走 我才不会陪你出差呢 你想得没 尹欢心中微软 眼含水雾地盯着他 快走 我会走的 你别挡我啊 我不敢你 你磨磨蹭蹭地到天黑了 连大门都没走出去 尹欢笑了 宝总 是不是要请几个彪形大汉 来把你给扛上车 不劳你费心 我有腿 会走的 薄寻说完 又在他脸上波击了几口 尹欢抬起手想打他 薄寻一个快速起身 成功躲开 迈着大大的步伐 向外走去 看似背影潇洒至极 实则是强忍着 不回头去看尹欢 也不想让他看见 自己脆弱的一面 大男人 去出差 和老婆分开几天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结婚之前 他们有时候 一个月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 果然 人都是贪心的 现在过上了和他日日夜夜 恩恩爱爱的生活 只分开几天 就想要抽掉他身上的肋骨一样 疼得要命 薄寻上车之前 还让家里的庸人 好好照顾尹欢 薄寻走后 尹欢坐在沙发上发呆 面前电视放着 也没有兴趣 雨果和郑晓 陪着他散步 见自家小姐摸着小肚子 盯着花出神 郑晓 小姐 你是不是想孤夜了 没有 尹欢立刻否认 我想他做什么 他才离开了一个小时 说不定这会儿 才刚上飞机 薄寻一点都不懂人情事故 上飞机之前 薄寻不需要向家人报告一声吗 雨果也打去他 好好 小姐你没有想孤夜 是肚子里的宝宝想爸爸了 他们也不想 尹欢转身回去 不逛了 回去听听音乐胎叫 中午吃饭的时候 之前薄寻一直在旁边念念叨叨的 一个人还挺不习惯的 尹欢没什么胃口 吃完就回房午休了 他拿起手机 才发现薄寻给他发了不少消息 薄狗子 老婆 想你 薄狗子 老婆 我到机场了 薄狗子 老婆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在做什么 我上飞机了 尹欢 你接电话 薄狗子 靠 要不是周福拉着我 我就下飞机回去找你了 薄狗子 我下飞机了 你在干嘛 薄狗子 吃饭了吗 还不回消息 求你了 玩一会儿手机吧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有个去出差的老公了 薄狗子 他怀孕之后 就不怎么把手机随身携带 经常放过室里 尹欢看见手机上一连串的消息 慢悠悠的打字回复 刚吃完饭 准备休息 一切安好 误念 专心工作 几乎是瞬间薄狗的电话就打来了 他接起电话 喂尹欢 你还知道回复我的消息啊 我一走 你就放飞自我 勒布斯数了是吧 忘了 你还有个出差的老公是吧 我给你发了多少消息 打了多少电话 你现在才 薄狗听着手机里嘟嘟嘟的声音 怎么回事 信号不好吗 手机那边 尹欢听着薄狗的碎碎念 直接给他挂了 给他脸了 居然还敢凶他 手机再次响起 尹欢就那么盯着屏幕 挂断了两次之后 他才慢悠悠的手指划过屏幕 开了扩音 放在床上 刚刚怎么断了 薄狗疑惑的声音 从手机传来 他居然没想过 是他故意挂断的 他那么天真吗 不小心碰到了 尹欢面不改色地撒谎 你没事吧 薄狗的语气 瞬间变成了担忧与关心 宝宝 欢欢 没事 我好得很 准备睡觉了 尹欢躺在床上 挂了薄狗捏着手机 舍不得老婆 温温软软的声音 更不想打扰尹欢休息 嘱咐了几句 尹欢听得不耐烦了 挂了电话 薄寻 家里的信号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好了 奇怪 尹欢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散会部 看会书 又到了晚餐时间 今天的晚餐 竟然有香肠 这个香肠 好像是上次薄寻去德国出差 问他要什么礼物 他说香肠 结果那个家伙 就真的买了好多香肠回来 薄寻这会儿 应该再应酬吧 尹欢意识到 自己在想薄寻的时候 耳垂就开始泛红 想他做什么啊 他一个人多自在啊 不想不想 晚上洗了澡 郑小给他吹头发 他脑子里却出现 薄寻给他吹头发 吹完给他抹护发精油 抹多了 第二天他头发油得不行的画面 尹欢啊尹欢 薄寻那么狗 就分开了十几个小时而已 想他做什么呀 难道想让他回来 黏黏黏的抱着亲着 饭贱的在旁边 叙叙叨叨吗 今晚还是早点睡吧 别想 睡不着 尹欢放了住眠音乐 躺了半个小时 还是睡不着 难道他真的习惯了 躺在薄寻怀里的感觉 不至于吧 他睡眠质量一向很好的 一定是因为白天睡多了 所以晚上才睡不着 尹欢开了灯 靠在床头玩起了手机 什么小游戏啊 刷刷朋友圈啊 听听音乐 追追剧 还是睡不着 甚至最后打开国内外的购物网站 一顿疯狂消费 手机屏幕上 忽然跳出薄寻消息 薄狗子 老婆 睡了吗 尹欢回来的 没 紧接着 薄寻就打了视频通话过来 尹欢接了 视频上 薄寻一张脸 出现在他面前 才十几个小时不见 就很想捏一下手机对面那张脸 喝酒了 一点点 不多 薄寻脸颊微红 眼神却十分迷离 恨不得把脑袋钻进手机屏幕里 那样可以把他从手机屏幕里抓出来 今晚不能抱着老婆睡了 不开心 老婆我好想你 想抱着你睡 薄寻趴在床上 你呢 我没有想你 我准备睡觉了 尹欢嘴角上扬 你也去睡吧 我还没洗澡 老婆要不要看我洗澡 尹欢 他在说什么 手机一动了 一开始对着薄寻的脸 然后手机进了浴室 薄寻找了个位置放下 薄寻 你要不要脸啊 你什么癖好啊 谁要看你洗澡啊 尹欢哭笑不得 我不看 薄寻就当着他的面积扣子 老婆下流 无耻 什么东西 我没有那个兴趣 你别脱 脱就脱吧 又不是没见过 裤子 尹 尹欢捂着眼睛 叹气 薄寻这贱兮兮的性格 到底是随了谁啊 看看老公健硕精壮的身材助眠 看了只怕会浑身燥热 更加睡不着吧 尹欢还是不好意思睁开眼睛 喝多了就早点睡 晚安 尹欢挂了视频 薄寻给他发了个晚安的表情包 倒是没有再打视频过来 再打他也不会接的 尹欢关了灯 躺在床上 安静漆黑的卧室里 手机屏幕的光却亮着 尹欢看了眼机票 然后付款 放下手机沉沉睡去 一日 尹欢醒来看见手机 才发现自己昨晚做了什么 他怎么机心下单的机票啊呀 居然还告诉了雨果 啊呀 小姐 小姐 你醒了吗 进来吧 尹欢声无可恋地坐在床边 雨果走进房间 小姐 郑小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你吃个早餐 我们就去机场吧 尹欢摸着小腹 我 可以不去吗 你后悔了 可是我今天早上已经给周傅说了 要到了房间号 还让他把保总的房卡 给留在了前台 说好了要给保总惊喜的 我们就去吧 雨果走到他面前 走吧走吧 保总肯定会开心死 尹欢秀眉微醋 果然不能在大半夜做任何决定 脑子发热 冲动啊呀 谁管他开不开心啊 我是想出去散散心 顺便看他而已 尹欢撑着雨果的手臂起身 你不许胡说 尹欢笑着点头 不乱说 小姐就是怀孕了 想出去散散心罢了 和姑爷没有半点关系的 对 就是这样 飞机落地的时候 刚好中午 周傅联系了司机来接他们 上了车 尹欢看在窗外陌生的街景 感觉到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样呢 莫名其妙的 就从家里到这里来了 说好的不想他 却买了机票过来 甚至还是早上的机票 博寻中午肯定在应酬 他们到了酒店 尹欢拿到了周傅留下来的房卡 又给雨果开了一间房 就进了酒店休息 尹欢进了博寻的房间 昨晚这个家伙就是在这里 拿着手机 进了浴室 竟然还想让他看他洗澡 流氓 放下行李箱 坐了几分钟 门铃响了 尹欢去开门 雨果提着午餐进来 小姐 先吃饭 吃完好好地休息 周傅说 博总和对面公司的老总 去打高尔夫球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我又没等他 我们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出去逛逛 雨果点点头 都听小姐的 不会是要刚刚好 逛到高尔夫球场去吧 小姐啊小姐 你可真是嘴硬 结果下午 尹欢真的是去逛街的 刷卡买买买 送回酒店 雨果也跟着沾光 莫名其妙的 就被送了好多 尹欢站在一家男装店门口 鬼使神拆地走了进去 雨果眼睛顺亮 小姐 你完了 你堕入爱河了 平时看博寻就是衬衣 西装 领带 还没有见过博寻带领节呢 送礼物嘛 就要送不一样的 尹欢给博寻买了一套西装 这一套没有让店家送回酒店 而是让雨果提着 就一起回酒店了 出了电梯 转了个弯 尹欢看着前面并肩星座的男女 那点思念消失得无影无踪 呵 好啊 博寻 你玩得挺花呀 表面上恨不得让他看他洗澡 被地里和其他美女打得火热 怎么 不凑上去 让别人打两巴掌 雨果跟在尹欢的身侧 什么情况 博总怎么和一个女人一起走 不会要进房间吧 OMG 博总 你完了 你死定了 尹欢真的很想转身就走 但她的傲娇与自尊 不允许她低头 就算被出轨 被戴绿帽子 也要当面说清楚 然后高傲地离开 甩给博寻一张离婚协议书 爱谁谁 前面的俩人停在了房间门口 女人朝着博寻进了一步 博寻往后退 余光瞥见了走廊上过来的尹欢 刚刚还幽沉沉的黑眸顺亮 大步走过去 老婆 哎呀 博寻内心激动得跟狗似的 兴奋愉悦 一把将尹欢抱起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想我了 她老婆怎么那么好 忽然出现 给她这么大一个惊喜 尹欢却冷着脸 把我放下 你是孕妇 是该小心些 博寻小心地将她放下 牵着她的手 走到房间门口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妻子 尹欢 余总的千金 余逸 尹小姐 晚上好 余逸对着尹欢伸出手 尹欢看着伸出来的手 轻轻地握了一点指尖 就快速地收了回来 她淡淡地说 你们下午一起去打球了 我老公球技不错吧 有没有一杆惊动 老婆不在 我发挥的一点都不好 博寻现在心情没死了 不想浪费时间在这里寒暄 只想回房间抱老婆 是吗 尹欢轻声 莫不是因为有人勾了你的魂 才导致你发挥失误的 一直都在想老婆 博寻迫不及待地打开门 余小姐 晚宴再见 博寻牵着尹欢进去 余果跟着 将手里西装放好 就关上门 她盯着对面 开门的余逸背影 做了个小拳头的动作 就凭你 还想勾引我们家姑爷 想得美 余逸忽然转头 余果拳头来不及收回 默默地展开 又抬起左手 重复刚刚的动作 假装跳舞 哼着哥离开 啦啦啦啦啦 余逸茫然了一瞬 旋即进了房间 而对面的房间里 尹欢甩开博寻的手 冷着脸坐下 都来给她惊喜了 怎么还对着她冷眼啊 博寻凑近尹欢 伸手还住她的腰 嘴上说不想我 结果悄悄跑来 周富居然半个字 都没有透露 这也太太太惊喜了 博寻搬过尹欢的脸 先亲一个 尹欢无情地捂着她的唇 不给亲 我看我不来也挺好的 你和其他的美女们 玩得很开心吗 我 我什么时候开心了 尹欢啊尹欢 你不讲道理 我开心是因为你来了 你来了我才开心 我之前有开心吗 尹欢冷眼 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 但是我觉得 从你的背影来看 你就是开心的 兴奋的 博寻要气死了 合作方的女儿 她不笑脸相迎 难道苦着脸啊 那这合作 还能谈成吗 博寻握着她的白嫩的手腕 贴在她的脖子上 我没有 你看错了 你就有 虽然要宠着孕妇 孕妇心情好才是最重要的 可博寻不傻 这种时候 绝不能瞎说 对对对 我就有 那不是分分钟 会被离婚协议书甩脸上吗 我没有 博寻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应酬 就算笑了 那也是假笑 我现在才是真心的笑 因为老婆来找我了 兴奋死 开心死了 这说明什么 尹花啊 就是嘴硬心软 心里爱她 爱得不可自拔 结果嘴上还嫌弃她 她这个爱而不自知的样子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敞开心扉 对她说一句 我爱你 她等着 我才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玩的 尹花抽出手 你少自作多情 博寻顺着她的视线看 才发现 客厅里多少很多的购物袋 买 老婆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老婆 博寻继续往她身边凑 既然都来找她了 不接个吻 拥抱一下 说不过去吧 但尹花还在气头上 博寻垮 白嫩的手撑在她的胸口 宝宝不是要去晚宴吗 去洗澡换衣服 先亲一口 不给亲 你不配 尹花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找她的 甚至还给她买了衣服 这狗男人 让她一来就看见她和其他女人 并肩相谈圣欢 还想穿她买的衣服 想得美 给狗穿都不给她穿 还想亲她 做梦 博寻抓起尹花的手背 扑扑扑地亲了几口 然后得意地挑眉 亲不到嘴巴 还亲不到手吗 你 我手脏了 尹花扯了纸巾擦手背 不脏 博寻乐颠了颠地去洗澡了 她看见床边放着尹花的行李箱 工作什么的 瞬间有了无限的动力 心里被添得满满的 她喜欢尹花 她愿意无条件地宠着她 陪着她 惯着她 可她也希望尹花能够对她这份爱意 给予回应 今天尹花来找她 就是给她的回应 博寻快速地洗完澡出去 尹花站在一大堆购物袋中间发呆 老博 你找什么 裙子 尹花拿起来一条 不是 要拿另一条 还不是 什么样的 我帮你找 博寻俯身 鼓起手臂肌肉线条 去翻购物袋 博寻此刻身上只为了一条白色的浴巾 上半身就那么赤裸裸地露在她的面前 昨晚一直睡不着 和她开了视频 就见了这副线条优美 健瘦的身姿 差一点 她就堕落到 真看着博寻洗澡视频入睡了 你去换衣服 博寻看了一圈 都是女士的 都是你的 没有我的 没有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 找那个什么 云逸给你买 尹花推开她 让开 挡路 她就随口问一句 内心隐隐有期待 但是没有无所谓 毕竟老婆都已经来找她了 她还要什么 我怕你弯腰不舒服 我现在肚子还不大 尹花摸着小腹 就那件 拿出来 她要穿高腰的 才能遮肚子 博寻拿出那条白色蕾丝边的长裙 扶着尹花纤细的手臂 我陪你换 我现在还不到不能生活自理的时候 尹花嘴上嫌弃的不行 实际上手臂用力 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她的身上 俩人刚走出铺满地的购物袋 博寻就将她给抱了起来 进了卧室 放在床上 裙子落在旁边 大小姐 你怎么那么坏啊 倒就倒 怎么还扯我的郁金啊 又不是不给你看 怎么还悄悄使话啊 尹花无语至极 她的郁金是她扯掉的吗 不是啊 她没扯 把她往床上放的时候 郁金就掉了 幸好 薄寻郁金里面还穿了裤子 不然她就长真眼了 尹花小脸飞红 谁要扯你郁金啊 我现在是孕妇 你身材再好 我也没兴趣 那可真是太失望了 你正经一点 我们该换衣服下去了吧 薄寻这样磨磨蹭蹭的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重点是她觉得饿了 不是为了什么晚宴 而是为了填饱肚子 是不是饿了 薄寻摸着她微兔的孕妒 好像才分开了一天 又变大了 宝宝 爸爸不在的时候 你们乖不乖啊 妈妈乖不乖啊 你们悄悄告诉我 妈妈是不是想爸爸 薄寻对着她的孕妒说话 说完嘴角微勾地看向尹花 想不想我 薄寻太能说了 一下说了那么多 尹花都不知道回答哪一个 但想她这种问题 是绝对不会回答 说了想她 这家伙绝对飘飘然 就是有点 尹花摸着她的头发 所以你能让开吗 他们换了衣服 就可以出去了 薄寻隔着衣服 清了一下她的小韵度 需要老公帮你换衣服吗 不用 薄寻失落了一瞬 转身去换衣服了 她就站在床边 将自己的后背 暴露在尹花面前 结果尹花脱衣服换衣服 压根就没看她 换好了衣服 尹花补了的口红 还是觉得不够 她又打开行李箱 戴了耳环和项链 还有无名纸上 闪闪发亮的结婚钻戒 这戒指太大太闪了 平常她都不戴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尹花挽着她的胳膊 走吧 薄寻从她脸上一步开 她的小青霉 她的小韵妻 她的心尖尖 真漂亮 走到门口 薄寻看着放着的购物袋 这里怎么还有 而且看起来不像是女装 这个牌子 走啊 你看什么 尹花不想让她发现 那是给她买的 薄寻俯身 欢欢 这个好像是西装 你给我买的 不是 路边垃圾桶剪的 尹花冷着脸 这雨果 垃圾桶剪的 就应该扔进垃圾桶里 怎么放在这里了 薄寻拿起购物袋 里面是一整套 衬衫西装西裤 还有领结 好啊 尹花 她那个嘴巴清起来那么软 怎么说出来的话 就那么硬 说一句给她买的 哄哄她 会死吗 老婆 你等着我 薄寻往她唇上亲了一口 我要换老婆 你给我买的衣服去 尹花 男人真是麻烦 尹花懒洋洋地靠着 薄寻飞快地脱了身上的衣服 然后穿上她刚买的衣服 她三两步走到她面前 已经穿上了西装外套 白衬衣的扣子都没扣 尹花自然地抬起手 帮她扣了一颗扣子之后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搞什么 她居然这么自然 薄寻都没有说 要她帮忙 就已经帮上忙了 薄寻眼里 都是尹花漂亮温软的小脸 老婆今天乖死了 虽然一个小时前还在生气 尹花现在就恨不得抽自己的手 贱啊 为什么要给她系扣子 薄寻没手吗 好了 薄寻将衬衣扎进裤子里 又把手里的领结交给尹花 我没有带过这个 你怎么会没有带过呢 我就记得你带过这个 薄寻低下头 老婆给我带 忍住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不易生气 尹花给她带上领结 以前小学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你就带过领结 穿过燕尾服 表演过钢琴 是吗 那么久远的事情 大小姐还记得 果然从小就对我印象深刻 薄寻摸了一下领结 所以 你是不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爱上我了 才故意送她这一套衣服的 你做梦 尹花转身开门出去 虽然没好好欣赏 但是带领结的薄寻 依旧非常帅气 薄寻握住她的手 谁让我们两亲没竹马呢 谁让你小时候 穿着蓬蓬裙 就说要嫁给我当老婆呢 我想一下 不很正常吗 倒是她 小时候就说 寻哥哥 我以后要嫁给你 结果青春期 却给别人送情书 还让她帮忙 她怎么可能会帮忙 我那个是童言无忌 尹花也不知道 自己那个时候怎么想的 大概是因为薄寻这个人 虽然性格恶劣 但颜值的确高 从小就展现了英俊帅气 身为女孩子 当然就喜欢漂亮的 美丽的 帅气的 那个时候 她连结婚什么意思都不懂吧 只知道 结婚就是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 她的童言无忌 是她的人生理想 她很幸运 握住了她的手 而且会握一辈子 俩人进了晚宴 博寻就将她安排到沙发上坐下 然后去弄吃的给尹花 晚宴仿佛和博寻毫无关系 她专心地照顾着尹花 填饱尹花的肚子 你们在这里啊 鱼翼端着香槟过来 还以为你们没来呢 我老婆饿了 先吃点东西 薄太太好生漂亮 鱼翼端了一杯红酒 放在尹花面前 身为东道主 我敬你一杯 抱歉 我不喝酒 尹花婉拒 没看见她旁边放的果汁吗 还让她喝酒 太太怎么不给面子啊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 鱼翼微微俯身 我可以解释的 下午我和宝总 只是一起打了高尔夫球而已 不管你们是打高尔夫球 打保龄球 还是护欧 我都没什么意见 男人吗 工作应酬 我能理解的 饮欢温婉的浅笑 博寻 护欧是什么鬼 于小姐 我妻子她现在怀有身孕了 所以今晚 你们随意 别管我们 博寻将那杯酒推过去 酒我们就不喝了 怀孕了 难怪看起来 有种不一样的温柔 恭喜二位啊 刚结婚不久 这么快就有小宝贝了 真幸福 于一说完 端起香槟喝了起来 离开时 于一意味深长地 看了博寻两眼 你去应酬吧 尹欢手肘撞了一下博寻 我吃饱了 你吃饱了 我还没 对啊 所以 你留下 我今天逛街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尹欢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公 加油 多赚钱 你还有花钱如流水的老婆 和肚子里的两个娃要养 博寻并没有觉得 尹欢花钱如流水 即使她花钱如流水 她也养得起 博寻握着她的手 我陪你回去 你陪什么陪啊 今晚合作方的人 你是一个都没见 我看好些人都想打招呼的 但碍于我在这里 一直没有过来 尹欢对着贴过来的博寻十分无奈 我只是回房间 又不是回京城 博寻实在不舍 让雨果下来接你 我才能放你走 OK 尹欢也没有带手机 博寻给雨果发了消息 发完消息 博寻将她搂住 我应酬一下 很快回来 雨果来宴会上 把尹欢接走 博寻才端起酒杯 朝着合作方雨总走去 博寻心中牵挂着怀孕的小娇妻 哪怕才分开了几分钟 她的心也已经飞回了酒店房间 不知道欢欢在做什么 所以 在尹欢离开了二十分钟后 博寻就礼貌地告别了 她要回去陪老婆 老婆怀孕那么辛苦 她该陪着 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博寻没在意 那道身影和她一起进了电梯 于一侧头 目光毫不掩饰地打量博寻 她见过很多英俊帅气的男人 也睡到过很多 博寻这一款的男人也见过 但是像她这样金贵帅气的 还是第一个 博寻这男人 无论是身形外貌 还是气度姿态 一看就是那种很欲 很会丢的男人 夫人怀孕了 最近很不方便吧 于一依朝着博寻的肩膀伸手 博寻侧身躲开 眼里目光瞬间变得冷悠悠的 于小姐 请你自重 别这么激动嘛 我不需要你负责的 玩玩意 于一只想和博寻共度一夜春宵 于小姐 我看起来很像那种 不负责的浪荡子嘛 我老婆怀着身孕 你让我陪你 神经病吗 我这辈子只喜欢尹欢 只想和他待在一起 我现在和你同乘一步电梯 都觉得恶心 博寻气愤至极 没想到这个于一 居然存着那样的心思 这么激动干嘛 我都说了 不需要你负责的 只是享受一下而已 难道博总你这辈子 也只睡了他一个女人 不亏吗 于一没有被吓到 反而郁家被吸引了 博寻这样子 好性感 好慢 很有挑战性 他们结婚不久 尹欢就怀孕了 果然 很强吧 我的房间就在你对面 如果你想通了 欢迎你随时来敲门 于一笑的五妹 率先走出电梯 博寻捏了捏拳头 有病 操 博寻回到房间 尹欢在浴室里洗澡 哎呀 想换个酒店 对面住了一个晦气的女人 对她意图不轨的女人 缠她身体的女人 博寻站在浴室门口 抓心挠干的 老婆老婆 你要为我做主 宣示你的所有权 我是你的 不能被其他女人惦记上 浴室的水声停了 尹欢穿了一条裸粉色的睡裙打开门 博寻目光忧沉沉地站在她对面 还带了点怨念 这是怎么了 尹欢抬手摸着博寻的脸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应酬完了 老婆博寻委屈巴巴地抱着尹欢 老婆说话 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他不能说 不能让老婆担心 太想你了 就回来了 博寻低头埋在她井窝里 刚洗完澡的老婆 香香的 老婆身上的味道还和家里一样 老婆出来找她 家里的沐浴露都带上了 不愧是娇滴滴的大小姐 外面酒店的东西用不惯 老婆 我们要不要换个酒店 这不是最好的酒店吗 还换什么 薄寻 出什么事了 尹欢不相信 博寻会无缘无故提出换酒店的想法 老婆 你只会说这两个字了 尹欢被她抱得紧 灼热的呼吸还落在她的肩颈 身上带着些微的酒气 但语气和状态都感觉很不对劲 她就离开了半个小时 薄寻 你被欺负了 谁啊 敢欺负她 尹欢拍拍薄寻的后背 不舒服就洗澡睡觉 尹欢的声音温柔的不行 薄寻沉溺在老婆的温柔箱里 老婆等等我 我们一起睡 她呀 只想和老婆睡觉 尹欢轻轻地回答 嗯 薄寻放开尹欢 去了浴室 浴室里还有些水雾 和沐浴露的味道 是老婆的味道 她快速地洗了个澡 围着浴巾就出去了 房间里 尹欢靠在床头 小巧可爱的白色蓝牙音箱 传来悠扬悦耳的钢琴曲 这是尹欢的睡前胎觉 尹欢说她这个当爸爸的 脾气暴躁 一点都不优雅 担心以后孩子性格像她 所以从娘胎里 就开始培养艺术气质 她会弹钢琴的 明明也很有艺术气质 薄寻一上床 尹欢闻着她身上的味道 你用了我的沐浴露 嗯 薄寻将她搂到怀里 老婆的沐浴露 好香 不太适合你 哪里不适合 哪里都不适合啊 他们俩肤质又不一样 而且薄寻一个大男人 用那么香的沐浴露 她不觉得奇怪吗 算了 比起沐浴露 薄寻刚当的反常 才更让她挂心 尹欢贴着她 太奇怪了 浴巾要扯掉吧 谁睡觉是裹着浴巾的 尹欢伸手去扯 薄寻面上一言不发 身体却十分配合地抬起臀 尹欢扯了浴巾扔出去 我还以为你里面没穿呢 薄寻薄唇贴着她的额头 宝宝 你如果喜欢我不穿 你可以帮我脱了 我没有 房间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他们聊这是什么话题啊 薄寻贴着她的脸颊青蹭 握着她的手 往她身上放 尹欢手掌落下的位置 让她根本不敢乱动 想要质问的话 也耿在了喉间 这叫什么事啊 她千里迢迢过来 还要被薄寻欺负 她温柔地亲吻着尹欢的侧脸 老婆 我们很久都没有 同房了 嗯 今晚可以吗 我保证轻轻的 她上次就做到了 尹欢会同意的吧 尹欢被亲的腰肢发软 你那么着急地从宴会上回来 就是为了来欺负我吗 不是啊 是为了来陪老婆 薄寻将她放平 老婆来找我 我怎么能把老婆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尹欢抱着她的脖子 只是昨晚没有她陪着一起睡 没有这具火热滚烫的身体 搂着 男性的荷尔猛围绕着 就有点失眠 面前的目光 欲加炙热深邃 心跳如骨 咚咚咚的 昨晚头脑发昏的订机票 醒来也可以不来找她的 但她没有 尹欢此刻再不想承认是想她了 才过来的 好像都不行了 完蛋了 她居然对薄寻 产生了感情 薄寻往她香软的唇上 有一下没一下的轻作 虽然尹欢不说 但薄寻会自我脑补 就是想她了 念她了 没有她陪着都睡不好了 才会来找她 她沙哑的低男 大小见 要吗 窗外下着雨 室内一片温暖 这样的清晨 和心爱的女人躺在一起 一向早起的薄寻 也不愿意起床 昨晚尹欢乖爆了 又娇又媚 软乎乎的 可爱死了 这会儿尹欢还没醒来 颜红的唇微抿着 薄寻脑海中 出现了一些昨晚暧昧的画面 忍不住凑过去 在她唇上亲了几口 嗯 尹欢睫毛轻颤 小手抓了一下 抱住了她的腰 整个身体懒洋洋的 往她怀里拱 怎么这么可爱 薄寻温柔的 搂着她鲜薄的后背 外面下雨 多睡会儿 嗯 尹欢也听见了雨声 好像还挺大的 那今天是哪里 都不能去了 只能在酒店里待着 尹欢软软的说 可是我饿了 那一会儿 让酒店的服务员 把早餐送进来 薄寻压低声音 好像声音大一点 都会吓到她似的 本来尹欢还计划 今天回家的 一到下雨天 就懒散的毛病 这辈子都改不掉啊 尹欢迷迷糊糊的 忽然听见了薄寻的笑声 她本来意识不清 但薄寻的声音 让她清醒了不少 你笑什么 忽然想起你小学的时候 下大雨不想去学校上课 又哭又闹的 薄寻摸着她柔顺的发思 有吗 怎么可能 我那么热爱学习 尹欢否认 薄寻 你不要污蔑我好不好 以后 我们要教育小朋友的 那些不好的行为和习惯 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不然怎么树立我们 当爸妈的威严 所以 记住 吗 尹欢肌肤白皙娇嫩 睡裙吊带滑落到肩膀 脖子 锁骨 到胸前的肌肤上 多有深深浅浅的吻痕 这副娇滴滴 柔弱无骨的模样 说着胸利的话 其实半点威慑里都没有 薄寻眼里无边的宠溺 大小剑 我记住了 你从小就很好学 尹欢摸着微托的小腹 温声细语的胎叫 宝宝们 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学习的 对 妈妈说的对 我们家妈妈最大 不是都说怀孕了 看什么都不顺眼吗 怎么他怀孕过后 以前看不顺眼的薄寻 越看越顺眼了 他光着上半身 那肩上 锁骨上的吻痕 是他昨晚留下的 有点刺激 有点色 有点欲 眼神勾勾缠缠的 能拉丝了 看得更顺眼了 但尹欢不好意思继续看了 他拉上滑落的肩带 起身下了床 薄寻眼巴巴地盯着他 进了洗手间 打了酒店服务 尹欢洗漱之后 就拉开了窗帘 站在高高的酒店楼层 往下看 大雨稀稀利利的 外面雾蒙蒙的 看不清 玻璃都被打湿了 这天气 真适合我在沙发上 吃着水果零食 还有个人陪着 说说话 伺候伺候他就更完美了 尹欢看着走出来的薄寻 你怎么还穿昨晚的衣服 薄寻身上套了一件白衬衣 你买的 多穿一天 我又不是没给你送过礼物 有吗 薄寻倾笑一声 是哦 大小姐可会送礼物了 年初我生日的时候 大小姐给我送了十条红内裤 本命年 不就是要穿红色吗 难道我送错了吗 尹欢嘴角微扬 目光直视他 你没穿 至少他和薄寻结婚 这几个月以来 尹欢没有见薄寻 穿过红内裤 薄寻大步走到他面前 和我气质配吗 不穿 没事 我一点都不伤心 也不难过 以后你就别想从我这里 收到生日礼物 你不配 尹欢越过他 不想搭理他了 薄寻后不要脸的贴过去 宝宝 你明明就是生气了 伤心了 难过了 你什么时候能心口一致呢 尹欢坐在沙发上 扬起抱枕 就朝他砸了过去 有什么好伤心的 你给我送的礼物 我也不是所有都用了 有的就放在家里的杂物间积灰 彼此彼此 尹欢摸着小腹 心里却不太开心 宝宝 你们的爸爸好过分 以后都不给他过生日了 好不好 他不配 薄寻蹲到尹欢面前 我穿 老婆 我回去就穿 我们要过一辈子的 你不给我送生日礼物 那我每年生日还有多失落呀 你失落和我有什么关系 尹欢垂眸 眼底露出不屑的表情 当然有 你是我老婆 所以呢 老婆送的生日礼物 就可以扔掉吗 没扔 薄寻双手搭在他的腿上 宝宝 我没有扔 你送给我的礼物都没扔 包括你小时候 歪歪牛牛血的生日贺卡都没扔 你今年送的礼物 怎么可能扔掉 他可舍不得 就算不穿 也好好地保存着 他实在 M 没穿过红内裤啊 我根本不在意 你扔掉也好 尹欢推他的手 别挨着我 昨晚还和他挨不够 睡觉要抱着 睡前要轻轻 还说好喜欢和他贴贴 现在隔着裙子 搭一下大腿 都嫌弃了 他就该骗一骗大小姐啊 大小姐送的礼物 怎么能不穿呢 就挨着老婆 薄寻握着他白皙柔嫩的手腕 不许推开我 为什么不许 你凭什么不许 尹欢眼眶失红 伤心的毛啊 他怎么会因为薄寻这个王八蛋 伤心难过 胸腔里酸酸涩的 特别难受 很快眼眶就被水雾给朦胧了 看不清薄寻的脸 薄寻慌了 一向在他面前乖张骄纵的尹欢 居然默默流泪 开始哭了 他支起身体抱住他 别哭 尹欢你别哭 我错了 回家就穿 我每天都穿老婆送的 好不好 别哭了 宝宝宝宝尹欢 讨厌薄寻 也讨厌现在的自己 他说不出话 就默默流泪 薄寻给他擦了又擦 眼泪擦不完 我的小祖宗 你别哭了 薄寻拿着手帕 温柔地哄 你说 我做什么你 才会开心便 尹欢微微摇头 他就是心里不舒服 想哭 是不是怀孕不舒服 薄寻另一只手 摸着他微凸的小韵度 这里不舒服吗 你让我不舒服 尹欢带着哭腔骂他 混蛋 好好 我混蛋 我坏蛋 我居然没有穿老婆 送的生日礼物 薄寻揉着他的小肚子 小肚都饿了 把我们家大小姐都饿哭了 这酒店不行 送饭太慢了 薄寻刚说完 门铃响了 薄寻起身去开门 服务员推着餐车进来 目不斜视地放下早餐 就快速离开了 尹欢端起牛奶 小口小口地喝着 肩膀一耸一耸地 还没有从悲痛的情绪中缓过来 薄寻坐在他身侧 看着他脸颊泛红 委屈又可怜 哎 早知道 就骗一骗大小姐了 他又不是没骗过他 别挨着我 尹欢烦他 薄寻默默地坐到右侧的沙发上 昨晚他们感情那么好 你浓我浓 缠绵翡策 结果现在闹成这样 俩人默默地吃早餐 尹欢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也不能让自己饿肚子 薄寻食不下咽 尹欢吃完早餐 擦了擦嘴就回卧室了 砰的一声关了门 薄寻去开门 发现尹欢居然反锁了 被老婆锁在门外了 薄寻恨啊 现在怎么不是在家 而是在外面的酒店呢 在家他马上就可以 传老婆送的礼物 拿出诚意 老婆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尹欢 你把门打开 我进去陪你啊 大小姐薄寻站在门口 敲了敲门 尹欢躺在床上 不想搭理薄寻 薄寻无奈在网上搜索 被老婆关在门外了怎么办 第一个回答 是这种老婆不要也罢 好不容易娶得老婆 她要一辈子的 第二个回答 是给老婆发红包道歉 这个可以有 她钱多 薄寻给尹欢发红包 尹欢没看手机 手机甚至还是静音的 红包不收 打电话也不接 她撞了几下门 听见里面的脚步声 薄寻就乖巧的不动了 门打开 尹欢垮着脸 不许进来 脸皮厚才能追到老婆 薄寻根本不听 直接进去 尹欢坐在床尾 薄寻就蹲在她面前 握着她白嫩的小手 漂亮老婆 我回去就穿 我天天穿老婆送的红内裤 好不好 谁在乎啊 你想穿就穿 不想穿就扔掉 尹欢扭了扭手腕 回去就扔垃圾桶 把你也扔垃圾桶 扔到不可回收里面 不对 你是有害垃圾 我怎么就成有害垃圾了 薄寻眼底含笑 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你让我怀了宝宝 怀孕会让我变胖 肚皮变松弛 长任声纹 脸上长斑 大大的有害垃圾 尹欢内心崩溃 我不要变丑丑的 薄寻直气身体抱住她 我家宝宝不会变丑丑的 生了宝宝之后 我每天陪你运动 陪你吃简直餐 你吃什么 我吃什么 老公陪着你 好不好 大小姐一直都是最美的 薄寻轻轻她的小脸 不生气了好不好 生气了更要长皱纹 尹欢一巴掌拍过去 小脸气呼呼的 你会不会说话 我就是不会说话 才让你生气了 我要是会说话 你就不会生气了 薄寻挨着她的脸颊青蹭 累不累 我陪你休息一会儿 吃饱就睡 那她会胖成什么样 不睡 尹欢推开薄寻的脸 有害垃圾 离我远点 薄寻凝视着她 大小姐 我离你远点 你真的会开心吗 她让离远点绝不能离远点 不能听她的 尹欢陷入了厮口 如果薄寻真的不理她 她也不会开心 说不定还会更生气 女孩子的心思 真的挺复杂的 不 尹欢脸颊被亲了一口 没让你亲啊 你也没让我不亲啊 薄寻见兮兮的坏笑 好了好了 真的别生气 对你身体不好 你可以对我发现 薄寻往床上一抖 我已经躺好了 老婆 来打我 受虐狂吧 谁要打她 尹欢站在她身边 小脚往她背上踩了几下 薄寻闭上眼睛 老婆再给她按摩 用点力 尹欢插开腿 坐在她的身上 双手就往她的背上垂 继续 垂得不错 左边 肩膀也垂几下 尹欢俯身 揪着她的耳朵 你还来尽了是吧 把她当什么 她这背宽厚结实的 打得她手背还疼 薄寻扶着她的腰 侧身 将她抱在了怀里 宝宝宝宝 你叫我还是叫肚子里的小孩 尹欢轻声问 你 你是我的宝宝 他们是小宝宝 薄寻轻轻地安抚着她的后背 再睡会儿吧 外面的雨声并没有减小 稀稀利利地下个不停 非常适合睡觉 刚刚和她闹了这么一会儿 是有些累 尹欢闭上眼睛 周围都是薄寻的气息 现在在她怀里 居然这么自然 尹欢啊尹欢 你完了 完蛋了 动感情了 尹欢白皙的手臂 搭在她的腰间 柔声 不许动 好 不动 薄寻特愿意给她当人形靠枕 她怎么舒服怎么睡 她睡意 现在她的肚子还小 等以后肚子大了 行动不变 更要靠着 尹欢迷糊糊地睡到十一点 醒来就顶着一双迷迷糊糊的眼睛 喊饿 在房间吃 尹欢坐在床上摇头 不行 一整天都在房间里 没有运动量 去楼下餐厅吃 走一走 饭前饭后散散步 就当今天的运动了 薄寻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他们俩人 加上周富和雨果 一起去了楼下餐厅 小姐 你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 昨晚是不是睡得特别好 雨果惺惺眼地盯着尹欢 果然 有孤夜 陪着就是不一样 睡眠质量蹭蹭往上涨 我睡得好 和她才没有关系 因为下雨 所以才睡得好 尹欢翻着菜单 看都不看薄寻 薄寻忽然举起她面前的菜单 挡住对面俩人的视线 往她脸上快速地亲了一口 大小姐 不是因为我吗 不是 尹欢耳阔为红 薄寻太坏了 这样故意挡着 别人会想歪的 好吧 薄寻语气失落 尹欢点了菜 拿起手机和妈妈聊天 薄寻就坐在旁边盯着她 Hello 不介意多我一个吧 尹欢抬眸 看见于逸站在薄寻身侧 虽然外面是秋季 而且还下着大雨 但酒店里空调开着 温度适宜 可于逸穿着黑色的身V吊带裙 性感又暴露 她的眼神 尹欢不太喜欢 介意 薄寻冷着脸 于小姐 这里还有别的位置 你就别打扰我们了 于逸挺失望的 昨晚居然没有等到薄寻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尹欢 反倒是这位薄太太 看起来气色很好 于逸不惧薄寻的冷脸 反而笑着问道 薄总 昨晚我的提议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尹欢意识到不对劲 她离开之后 这个于逸和薄寻说了什么 薄寻昨晚 回到房间的表现 就很不对劲 看来那个提议 还挺有杀伤力的 尹欢眼尾含笑 既然薄寻没有回复你 说明还没有想好 不如于小姐 把你的提议说出来听听 让我给她出出主意 于逸早就听说 薄寻和尹欢在京城 那是死对头 忽然结婚 是因为父母之命的联姻 就算有了孩子 也不代表他们之间有感情 他们的婚姻 难道是开放式的 比她还会玩吗 于小姐 我昨晚已经很明确地表示拒绝 你若在这般 我就要慎重考虑 和于逝的合作 薄寻眼底森冷 有你这样的人 于逝起业 能靠谱吗 薄总不愿意 就算了 大可不必用合作的大事 来威胁我 于逸沉着脸地离开 她走之后 尹欢却冷了脸 她勾勾手指 薄寻贴过去 老婆说吧 没什么 你就当不知道 薄寻不想让她 为这些麻烦的事情烦心 她能处理好的 她都快起到我头上了 你让我当不知道 尹欢冷笑 薄寻 你和她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私情 冤枉啊 老婆 绝对没有 我发誓 薄寻从后面搂着她的腰 你相信我 不信 对面周父和于国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眼里闪烁着八卦的光 都给我捂着耳朵 俩人无奈地捂着耳朵 薄总真是太小气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好奇了 薄寻压低声音 凑到尹欢的耳旁 说悄悄话 尹欢听了 漂亮的小脸困惑之后 开始犯恶心 啊 气死了 什么意思 她也是女人 她就是这样勾引别人的老公 她就没有想过 以后等她怀孕的时候 别人这样勾引她的老公 会有多恶心吗 怪不得昨晚薄寻回到房间之后 黏黏腻腻的 一副自己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尹欢气急 你怎么不去找她 尹欢 你这话说的有没有良心 我昨晚在谁身上呢 薄寻贴着她的耳廓 嗯 我只要你 你当我什么男人了 尹欢盯着薄寻的脸 这张脸太招风影蝶了 我现在才怀孕多久 就有人勾引你了 那我以后怀孕肚子更大了 岂不是都要送上门了 现在的人 到底也太伦丧了 尹欢摸着孕肚 宝宝都不能让她平静下来 她没受过这种委屈 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薄寻安抚着她的小运动 你相信我 你不会做 耐不住别人蓄意勾引 尹欢指着她的脸 都是你这张脸惹的货 就该划掉 老婆你这么狠啊 我要是变丑了 别人不勾引我 你也不要我了 还是别划掉 薄寻心里苦 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也是无辜的呀 尹欢气得都没好好吃饭 对面的雨果 注意到尹欢的眼神 有人惹小姐生气了 该给小姐出出气 吃完饭 尹欢朝着余逸走去 薄寻虽然不知道 尹欢要做什么 但跟着 余逸是本地人 不回家住 刻意住酒店 还住在薄寻的对面 说明她一早就对薄寻意图不轨 男人沉迷女色 女人沉迷男色 她都没有半点意见 但不能对她老公下手 薄寻是她的 从上到下 掉的头发丝 都是她的 尹欢目光淡淡地落在余逸脸上 余小姐 我老公呢 脸好 身材好 但她不是男公官 她呢 只属于我一个人 供你挑选 但是对别人老公下手 就很不道德了吧 余逸这桌 还有几个女生 应该是她的朋友 余逸脸色垮掉 刚想反驳 又听见尹欢说 你们也应该警惕一下哟 说不定这位余小姐 被地理悄悄联系 你们的男朋友 准备送你们一顶绿色的帽子呢 余逸站起来 尹大小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啊 那我们去调监控吗 昨晚的监控酒店 应该没有那么快的删掉吧 尹欢冷冰冰地与她对视 目光丝毫不惧 眼底的闲雾却分外明显 余逸看了眼博逸 却发现她的目光 一直在尹欢的脸上 这次好像踢到铁板了 招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没办法 薄逸那么优秀的男人 很难不心动 包总 你老婆可是孕妇 那种事情你也和她说 你不怕她气坏了身体 流产了对身体不好 啪 余逸还没说完 尹欢就一巴掌扇了过去 尹欢在京城 虽然被别人称作骄纵大小姐 但她也对博逸一个人动过手 这次 真的忍不住了 博逸立刻握着尹欢的小手 疼不疼 小姐 打人这种粗活 你让我来 余果早已按捺不住 又给余逸扇了一巴掌 余逸脸颊犯疼 大喘气 博逸 怎么 你还想让我动手打你 博逸只副温柔地握着尹欢的手 我不打女人 我老婆可以 但是你如果敢打她 我就没有原则了 餐厅里人来人往 同桌 还有认识的人 她不沾上风 这口气 余逸只能咽下去 余逸揉着脸 就当是我错了 博逸牵着尹欢的手离开 余小姐 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父亲 合作的事情 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毕竟于是 有你这样的继承人 我很难放心 余逸 回到酒店房间 尹欢坐在博逸腿上 白嫩纤细的手指 指着她的脸 往左推一下 看她这边 再往右推一下 看她右边 最后捏着她的下额 看她正脸 招风影蝶 博逸抱着她的腰 笑了 大小剑 这也能怪我 余逸对我意图不轨 都是她的错 我是无辜的 大小姐今天威武霸气 不仅宣示了主权 而且还教训了她 有我老婆在身边 我安全感爆棚 我老婆太棒了 博逸一顿彩虹屁说完 就往她的脸旁凑 尹欢微微偏头 躲开她的吻 你没有半点错 错在长得太帅了 身材太好了 博逸俊眉一条 我的脸和身材 是用来吸引欢欢的 吸引别人不是我的所愿 博逸还真自恋 真会夸自己 好吧 她承认 脸的确很帅 身材 也的确很棒 体力 也的确很好 尹欢捏了捏博逸的手臂 虽然藏在白衬衣里 但里面的肌肉线条 还是能捏出来的 嘎嘎有劲 博逸很满意尹欢的反应 她这身体 没有白白锻炼 能够吸引老婆的注意力 还能一只手抱起老婆 骚猫 博逸 片刻后 博逸轻笑 大小姐骂得对 老婆这么漂亮 不动情才不正常 你 尹欢小手捶她胸口 砸我心上了 得对我负责 都嫁给你了 还要怎么负责 尹欢又捶了一下 孩子都怀了 还要怎么负责 对哦 大小姐已经是我的了 博逸将她身体 压到怀中抱着 她怎么就那么贪心呢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 他们现在已经 非常非常幸福了 她希望往后余生 他们都能一起度过 尹欢靠在她怀里 小声孽如 你也是我的 什么 博逸没听清 她的声音太小了 大小姐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尹欢不想重复 没听见就没听见吧 她笼子 大小姐 我想知道 你说什么了 欢欢 老婆你说啊 你声音大点 你刚刚声音太小了 嘘 尹欢手指摁在她的唇上 别闹 静静 博逸张嘴含住她的手指 吓得尹欢收回了手 怎么这样啊 手指不脏吗 有细菌的 博逸眼巴巴地望着她 声音压低 你刚刚说了什么 尹欢窃笑 不告诉你 你自己没听清的 薄逸 心里苦 大小姐真是太坏了 博逸感觉自己 错过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你不说 我就自己脑补了 博逸洋装沉思 大小姐刚刚是不是说 你爱我 你这辈子非我不可 尹欢 你是会脑补的 我猜得对吗 博逸没眼兴奋又得意 尹欢微微摇头 不对哟 那是什么 博逸还想继续脑补 尹欢扭扭腰 胎叫 不提了 你也别瞎脑补 后来 博逸缠了尹欢许久 想问他说的是什么 尹欢都不告诉他 他不说 博逸就按照自己 脑补的那么响了 欢欢肯定是不好意思 对他二次告白 所以才害羞不说的 没关系 他是男人 要大度 不和他计较 第二天 他们从酒店出去的时候 看见了门口 等着的余总和余逸 余逸一见到他们 就上前道歉 对不起 宝太太 昨天是我不对 博总 合作的事情 还请你慎重考虑 不要因为我 耽误了工程进度 我在余逝 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位置 尹欢冷冷地看他 说到底 不过是因为动了公司的利益 所以才愿意低下头来道歉 余逸道完歉 余总又开始道歉说 管教不严 余逸平时完也就算了 打到宝巡的身上 余总昨晚也气疯了 还打了余逸 年少掌权 翻手云妇手语的霸道总裁 站在酒店大门口 牵着心爱的小韵妻 森冷的黑眸泛着幽光 余总 合作的事情 我会再考虑的 我们还要去机场赶飞机 就不多聊了 宝巡半个字 都不想再聊 嘴上说考虑 也不过是缓兵之计 等他一回京城 就让助理来负责后续 想和博士集团合作的人 都快踏破门槛了 一个于世而已 给他们面子亲自过来 结果 让他和欢欢都不愉快 人品不行 后续的合作也不会顺心 周福过来 挡在了余总面前 他们上车离开之后 还能从后视镜 看见余总当着别人的面 教育自己的女儿 活该 玩可以 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玩的 尹欢淡淡地扫了眼博巡 玩他老公就更不行 宝巡看他时 尹欢已经收回了视线 无所谓 他会一直盯着他的大小姐 回家后 尹欢又开始了健康的 合理的养胎生活 宝巡经常迟到早退 回家陪尹欢 晚上聚会基本都不去 没什么比陪老婆更重要 已婚宠妻的男人 在这个圈子更受欢迎 更值得信赖 冬季到来 尹欢怀着双胞胎的肚子 大了不少 他躺在床上 宝巡坐在床边 温温柔柔地给他擦精油 宝宝的小肚子圆滚滚的 白白嫩嫩的 还没有长任身闻 但尹欢害怕 别人怀一个部长 还是有可能的 他怀两个 不长的可能性不大 宝巡掌心弱在他的肚子上 里面的宝宝动了 他们要在我的肚子里打架了 尹欢紧张地摸着运渡 你们乖一点 不要打你们 不要动得太狠了 妈妈会疼的 宝巡凑近运渡 心疼心疼妈妈 不然你们出来之后 爸爸揍你们 这样的威胁有用吗 揍他们 肚子里的两个小屁孩 安静了不少 有用的呀 真神奇 这么多天 没有白白胎叫 他们能分辨爸爸妈妈的声音 你认真点给我擦 你不好好擦 我就让别人给我擦了 尹欢肚子大了 自己也看不见 肚子下面 有没有长任身闻 宝宝 我每天晚上都很认真的 宝巡可不会放过 这个可以和老婆 亲密接触的机会 老婆的肚子 除了他能摸 他还想让谁来摸 只许我摸 尹欢懒洋洋地靠着 现在你摸 明年就有人和你抢了 他们不但要摸我的肚子 宝巡响了一下 两个小宝贝围着尹欢 他站在旁边 插都插不进去的模样 他为什么要那么强 为什么这么快 就让尹欢一胎二宝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博巡贴着尹欢的运度 宝宝 妈妈是爸爸的 你们其实可以喝奶粉的 对吧 奶粉管够 尹欢一巴掌 打在他的脑袋上 博巡委屈 老婆 我说错了吗 你们心自问 你说的对吗 尹欢反问他 站在他的角度 肯定是对的 站在当爸爸的角度 好像是不对 博巡小心翼翼地 将他的睡裙拉下来 两个孩子 我怕你母乳不够 母乳这个问题 的确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来的 也不一定 胸大就会有很多奶水 尹欢害羞了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 还比较早 以后再说 薄巡上床 侧身搂着他 希望他们乖一点 你乖一点 我就省心了 刚出生的小婴儿 能懂什么 在他看来 只有博巡会不懂事 以后别整天缠着他就行 我 老婆 我哪里不乖了 薄巡青层他的后颈 我最乖了 目前来说 薄巡的表现还算不错 运气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都应对自如 也没有不耐烦 还算合格 甚至还会弹琴胎教 疏忽了很久的技术 弹上几次 就熟练了 肚子里的宝宝 也很喜欢听爸爸弹琴 我每天都陪着老婆 我都和你吃一样的 我还压抑着自己的欲望 薄巡说着 开始委屈起来 他不敢乱来 尹欢现在一个人 三个心跳 他只敢对尹欢轻轻抱抱 更亲密和过激的举动 就不敢了 你不满意 可以不和我吃一样的 我没有要求你 非要和我吃一样的 薄巡 我没有那么独裁专制 尹欢无奈地拍拍他的手背 明天开始 让厨房给你做点别的 薄巡薄唇贴着他的肩膀 低声 就要吃一样的 才能感同身受 等你生了宝宝 我陪你一起去吃美食 那个时候 就不管孩子们吃什么了 他们喝奶粉 吃难吃得要死的腐蚀 他和老婆去吃天南地北的美食 尹欢无奈 你又没怀孕 什么感同身受 他感动了他自己 他真的不介意 他吃香的喝辣的 他也可以吃的 只是不能太重油重炎 薄巡隔着睡裙摸着他的运毒 那我如果吃个啤酒肚 停起来 你不得嫌弃死 你敢 薄巡你不许 那样丑死了 我就知道你严控 薄巡轻轻地咬了一口他的肩膀 你放心 我到老身材 也会保持得非常好 那就难说了 尹欢轻声 打赌吗 又来 又想骗他 他是怀孕了 不是变傻了 睡觉 薄巡揉了揉他的运毒 晚安他们结婚了 那张结婚证 就是尹欢和他打了一辈子的赌 他不会让他读书的 第二天 尹欢心血来潮 想去逛逛母婴店 虽然还不知道 肚子里面是男孩还是女孩 就总想买东西 尹欢怀孕之后 娱乐项目少了很多 买买买事为数不多 还留下来的兴趣爱好 薄巡当仁不让地 陪着尹欢去逛街 本来他是想直接让别人送上门 来给他挑选的 尹欢不愿意 母婴店内 尹欢看着那些小小可爱的衣服 都好喜欢 怎么那么小呢 这裙子才十几厘米啊 宝宝也小小的 衣服也小小的 薄巡站在他的身侧 喜欢 都买 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尹欢下意识地摸着运毒 你喜欢什么 都行 龙凤胎比较好 一次性 而女双拳 就再也不生了 尹欢抱着小衣服 你本来也不能生了 薄巡贴到他耳旁 压低声音 大小剑 让你怀一次就够了 你还想怀第二次吗 他怀这一次就那么痛苦 娇滴滴的 这也不舒服 那也不舒服 看什么都不顺眼 要担心肠胖 长任身闻 担心以后肌肤松弛 担心以后喂奶哺乳 不想 尹欢是真的不愿意 所以 他希望肚子里的宝宝 是龙凤胎 他们又去看别的婴儿用品 奶瓶也好可爱 小朋友的玩具 也都是可可爱爱的 婴儿车 他们是双胞胎 居然还有连在一起的婴儿车 一个人同时六两个小孩吗 他们家不需要这样的婴儿车 还有孕妇用品 孕妇用品 目前家里特别多 薄巡给他买了很多 包括床上的靠枕 大大的床放了靠枕 他再靠上去 薄巡还想贴着他 真是烦 收腹库 这东西他以后看起来会需要 不知道他紧致的肚皮 以后会松成什么样 尹欢忽然就没了逛街的心情 扶着薄巡的手臂 回家 上车后 尹欢也不靠着薄巡了 侧头看向窗外 薄巡握着他白嫩的手腕 宝宝 要不要在外面吃了饭再回家 不了 尹欢要尽量避免自己怀孕 挺着大肚子的照片被别人拍到 他要悄悄生娃 然后惊艳所有人 明年漂漂亮亮的当辣妈 这些 薄巡这个臭男人是不会懂得 宝宝 我们要不要拍孕肚照 不拍 尹欢不是不爱肚子里的宝宝 但是他更爱自己 孕肚照 拍出来做什么 以后给孩子看你们 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 把妈妈肚子称大的样子 那样展示自己的母爱伟大 就算没有 也要从小教育 妈妈怀孕辛苦 宝宝 那你想做什么 你好烦 你闭嘴 尹欢捂着他的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让你安静点 薄巡怕他抑郁 所以多陪陪他 和他多说说话 结果尹欢根本就不想听 他太难了 回家之后 家里的佣人 把买回来的东西 拿到楼上准备好的婴儿房里 尹欢站在布置的 可爱温馨的婴儿房 几个月之前 他还和时序潇洒至极 想去哪里玩 就去哪里玩 结果现在居然怀着两个小崽崽 当了待产妈妈 命运啊 薄巡从后面轻轻地还住他 宝宝今晚想吃什么 吃你啊 真的吗 薄巡笑了 黏腻地贴到他脸侧 你确定 假的 薄巡眼神黯淡 我没听见后面那句 只听见前面那句 怀孕之后 孕妇的身体 是比较敏感 薄巡每晚 和他搂搂抱抱 轻轻握握 他并不是不想 只是挺着大肚子 不太方便 我怀孕了 你还耍流氓 尹欢转身 轻轻地穿过他的腰 懒洋洋地抱住他 你坏死了 没 我多矜持啊 尹欢表示很怀疑 他 和矜持有关系吗 当晚 尹欢先洗完澡 然后薄巡 穿着红内裤出来的时候 他实在忍不住笑了 薄巡你够了 你穿黑色的好不好 黑色的好看 从外地回来 真的十条红内裤换着穿 他不烦 他都烦了 审美疲劳了 他觉得丑暴了 你买的 你现在说不好看 薄巡走到床边 到底好不好看 不好看 那我脱掉 尹欢真无耻啊 薄巡 你一开始想的 就是这样吧 别 暂时先穿着吧 尹欢着急地摁住他的手 先给我剪指甲 指甲长了 原本尹欢 是让郑小给他剪指甲 修指甲的 但嫁给薄巡之后 薄巡发现了这点 就不愿意 用他的话说 他的老婆 这点活他能做 不需要别人 一开始尹欢 还是吃怀疑态度的 不过后来薄巡捡过一次 没有弄伤他 捡得还不错 就由着他了 薄巡拿了指甲刀 坐在床边 将他白嫩的小脚 放在自己腿上 尹欢现 在看薄巡身上的红内裤 特别不顺眼 故意用脚去踩 薄巡眼神幽怨中 带了一点 逐渐放大的情欲 大小剑 悠着点 尹欢又踩了一下 明天我就把你的红内裤 都扔掉 你自己送的礼物 一开始我不穿你生气 现在我穿了你 还是要生气 薄巡摸了一下 他挺起的运动 孩子们 妈妈喜怒无常 所以你们以后 可千万别招惹他 尹欢 这叫什么胎脚 薄巡在找死 薄巡低头看着他的小脚 大小姐 怎么这么会长 小脚脚也这么可爱 你别加 薄巡你别用那种语气说话 尹欢听得心里 耳阔酥酥麻麻的 特别奇怪 小脚脚是什么鬼啊 夹是什么 薄巡小心地 给他剪着脚指甲 指甲刀夹你的指甲 薄巡真的不懂吗 他装的吧 每次胎脚的时候 就故意压着声音 和宝宝们说话温温柔柔的 扬装一个温柔的父亲 剪了脚指甲 薄巡又给他的双腿按摩 软乎乎的小腿肉 握在掌心里 好舒服 薄巡捏着捏着 脸颊贴近 下颌搭在他的膝盖上 自下而上地望着尹欢 老婆好痒 哪里痒 膝盖啊 不然呢 尹欢动了动脚 看见你的红内裤 我就没了欲望 薄巡 他不早说 得拖 扔 明天就扔垃圾桶 扔了垃圾桶 他不能生气 薄巡脱了裤子 上床 将他抱在怀里 热烈地亲吻 宝宝第二天 薄巡也没有扔垃圾桶 只是收藏了起来 毕竟是老婆送的礼物 尹欢躺在床上 懒洋洋地不想动 终于没有在薄巡的身上 看见那一抹刺眼的红 很好 顺眼多了 等他三十六岁的时候 送个红袜子吧 尹欢想了一下 薄巡穿红袜子 陪黑色皮鞋的模样 Pass 这个礼物也不行 红领带 白衬衫 黑西服 红领带 好丑的搭配 但是黑色衬衫和红领带 好像还可以吧 远了远了 说不定 薄巡三十六岁的时候 他们 尹欢摸着凸起的韵度 最好是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 薄巡端着早餐 回到卧室 尹欢看了眼时间 你又迟到吗 不 我放假了 你放什么假 尹欢喝着牛奶 陪产假 尹欢 原来小说里 写的霸道总裁 自己给自己批产假 是真实存在的 薄巡不去公司 真的可以吗 有重要的项目 我会去公司处理的 你放心 薄巡陪着他用餐 但是现在 我们家欢欢宝贝最重要了 又开始用那种 红小孩的语气 和他说话了 他还说不知道 什么叫家子音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尹欢忍不住笑 果然还是得独生子女 不用担心继承的问题 但凡你有个弟弟 或者哥哥 你敢这样 为什么不敢 我们家肯定是和和睦睦的 如果你生两个儿子 他们俩敢因为家产的问题 尔虞我诈 相互争夺 我收拾他们 尹欢摸着运渡 博巡 你乱说什么 被听见了吧 不要在他的肚子里打架呀 嗯 薄巡慌了 摸着他的肚子 你们安静点 别闹妈妈 妈妈再吃早餐 不吃早餐 你们就没营养了 现在胎动越来越厉害了 尹欢眼眶阴晕地看他 都怪你 怀一个就好了 你让我怀两个 之前还说什么七个八个 薄巡贴着他的运渡 我结砸了 尹欢被他的话给逗乐了 住里面呢 他不要太幽默 太动停了 尹欢笑得不行 薄巡凑近他的小脸 尹欢嘴角慢慢脸住 和他四目相对 怎么 不允许笑 允许 薄巡高挺的鼻梁 与他相处 轻轻地蹭了蹭 老婆笑起来太漂亮了 尹欢从小美到大 从小就被别人夸赞 但之前那些感受 和此刻薄巡近在咫尺的 夸奖感觉不一样 居然因为他这么一句夸奖 心跳加速 尹欢推开他的肩膀 吃早餐 薄巡做好 见尹欢撩了撩长发 挡住了耳朵 为什么挡耳朵 老婆耳朵刚刚好像红了 尹欢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害羞了 一靠近就脸红 昨晚也是 整个人粉粉嫩嫩的 娇艳欲滴 那双漂亮的眼睛 含情含翘 水雾萌萌 勾人的要命 爱死了 他老婆真是人间有物 窗外落下了冬日的雪 尹欢和薄巡 在餐厅里用餐 吃着吃着 忽然感觉小腹疼 不是太动的疼 他撑着桌炎 脸色苍白 薄巡 我肚子疼 旁边的薄巡放下筷子 将他抱起来 开车开车 去医院 嗯 好痛 啊 怎么会这样 尹欢摸着肚子 身体摇摇晃晃的 被薄巡抱着上了车 在路上 尹欢疼得晕了过去 薄巡心慌 紧张 害怕地盯着他 老婆 老婆 到底怎么了 他怎么会忽然这样 开快点 薄巡立合 司机恨不得这条路 是自己家的 薄巡抱着尹欢到医院 急诊医生检查过后 直接将尹欢 送去了手术室 薄巡站在手术室门口 整个人彻底颓然 他每天都陪在尹欢身边 他们绝对是健康的养胎 怎么会出现意外 尹欢千万不能有事 不能有事 孩子可以不要 老婆不行 薄巡紧张地 在手术室外面踱步 里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小姐怎么样了 郑小吉匆匆地跟上来 看着面前的手术中 呜呜 听着烦躁 眉头皱了一下 闭嘴 郑小耸着肩膀 弱弱地闭上了嘴 姑爷肯定比他还担心 病房里 可是他的孩子和老婆 郑小太伤心了 一时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姑爷 家里的营养师 看起来很不对劲 所以雨果抓住他了 他刚准备上车离开 现在在家里拷问 家里的营养师 薄巡高价请来的 只需要负责 饮欢的一日三餐 别的都不需要他做 居然还害饮欢和宝宝 薄巡浑身散发着冷力的寒气 报警 对对对 报警报警 郑小拿出手机报警 桌上的食物有没有动 薄巡冷着脸问 没有没有 什么都没动 薄巡也给周富打电话 让他安排人过去 他不能离开营欢 他要留在这里 确保营欢没事 郑小觉得 这里好像也不是很需要他 留在这里 看薄巡黑沉沉的脸色 更是煎熬 姑爷 要不要告诉老爷和夫人 他小心翼翼地问 暂时别 会让他们担心的 先看看影欢的情况 好的 郑小悄悄地离开 薄巡在手术室门口 等了三个小时 门口红色的灯材 变成了绿色 他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翘首以盼地看着推开的门 先出来的是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 幸好送来得及时 妈妈和他儿都没事 但需要留院观察 医生往旁边走 病床被推出来 薄巡推着病床 眼神温柔地看着昏迷不形的影欢 宝宝他绝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欺负他的人 他的老婆 只有他能欺负 怀孕的时候 他都舍不得欺负 影欢感觉自己 睡了长长的一觉 长到肚子里的孩子 都生出来了 他意识清醒时 双手无力 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肚子 他之前一直嫌弃 肚子长得太大了 把他的肚皮都要撑破了 现在摸着肚子上 一个隆起的弧度 却分外安心 肚子还挺着 宝宝没事 他也没事 影欢徐徐睁开眼睛 坐在床边的薄巡 立刻放下了手机 凑到他面前 感觉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肯定哪里都不舒服 薄巡温柔地摸着他的脸颊 老婆影欢长睫毛扑闪 眨了几下 眼底温温柔柔的 很柔软又脆弱 像个精致水晶娃娃 漂亮一碎 不许哭 影欢柔声细语 薄巡收起眼眶晶莹的泪 低头蹭蹭他的脸颊 你终于醒了 薄巡轻轻他的脸颊 扶着他起来喝水 影欢咬着吸管 右手摸着运毒 他们还好吗 我们的宝宝 福大命大 都没事 薄巡嘴上说着没事 眼里却红得不行 声音都带着哭腔 他经历了那样的痛 居然刚醒来 就要安慰薄巡 既然没事 你怎么一副 死了老婆的样子 影欢不想喝水了 推开了水杯 薄巡随手放下被子 又凑到他的脸侧 虽然你没事 但我现在还是感觉 一阵后怕 万一 万一 是我失察 没注意到 薄巡在他面前低下头 影欢揉揉他的发 说吧 什么情况 是那个营养师被收买了 薄巡握着他白嫩的手腕 有一下没一下地 亲吻着他的手背 警察把他带去调查了 结果还没有出 虽然还没有出结果 影欢却已经猜到了 大概是谁 除了霍寒那个王八蛋 还能有谁 之前让他的宝贝儿子 故意撞他 那个时候没有流产 这次居然对他下狠手 他倒是真的很心 他凭什么觉得 他没有后代 生不出孩子 以后影家的财产 就要给他的儿子 霍端那个小王八蛋配吗 影欢摸着胸口 气得闭目养神 先别想那么多 先吃饭 薄巡拉过小桌板 影欢却没什么胃口 薄巡给他喂了点粥 暂时垫了一下肚子 影欢侧卧在床上 薄巡就坐在床边 摸着他的脸 一会儿牵牵他的手 影欢太虚弱了 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薄巡到外面 去接的电话 那个营养师交代了 警察去了霍家抓人 霍寒被抓 林月月慌了 然后他想求家属谅解 结果影欢的父母 也知道了这件事 很快 两家父母都来了病房 看影欢 影欢昏昏沉沉地靠在床头 我没事的 爸妈 公公婆婆 你们别担心 影母看他苍白的脸色都快哭了 心疼地摸着他 女儿 你放心 我们绝不原谅 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对 给你请最好的律师 谋杀未遂 多判几年 影府在旁边附和 宝贝女儿怀孕本来就痛苦 还遇见这种事 实在可恶 霍寒他监狱注定了 两家父母离开之后 薄巡又坐在床边 喂他吃东西 影欢没有胃口也要吃 肚子里两个饱饱 嗷嗷待补地等着吸收饮料 影欢小口小口地喝着粥 人渣 等明年 我去监狱探监 薄巡深深觉得 那种人渣都不配让影欢去探监 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亏他们还是亲切 亏影家平时也带他们不薄 没想到是白眼狼一个 贪心不足 龌龊至极 伤害了他的妻子和肚子里的宝宝 影欢这次需要小心地调养 他在病房住了一个月才回家 回家之后 肚子明显大了一圈 京城是寒冷的冬季 澳洲是阳光明媚的夏季 时序躺在沙滩上 和他开视频 宝贝 让我看看你的小运渡呢 影欢摸着肚子 不是小运渡 是大 No 影欢要维持自己的美貌 不想让怀孕挺着大肚子的模样 被宣扬出去 好闺蜜也不行 影欢温温柔柔地摸着运渡 看了你会不想生小孩的 这种苦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受 大家一起吃苦 小欢欢 你很有心机啊 我本来也不想生小孩的 手机屏幕忽然晃动 时序侧头 你委屈什么 我又没说要给你生小孩 别闹 臭小子 宝贝你好好养胎 我收拾人去了 时序挂了视频 影欢羡慕死了 如果换成往年 他这个时候 也会在澳洲小住一段时间 京城的冬天太冷了 而且雾霾很重 不过家里的环境和空气 还是非常清新自然的 霍寒也被抓监狱了 听说舅舅想来看他 被妈妈和博寻一致拒绝 宝寻不想让他见到那一家人 妈妈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 平时没少帮娘家 霍家败在这一带就算了 竟然还对他做出这种事 最不可恕 他可是尹家的掌上明珠 千金大小剑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现在 他还是博家的少奶奶 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只是尹家的后代 还是博家的孙子 何况宝寻结扎了 那手术能不能复通 还是未知数 万一不行 博寻就绝后了 该死 真该死 好像是感觉到了妈妈的变化 肚子里的两个小宝贝 也胎动起来 尹欢懒懒地靠着 哎 动吧 动吧 这段时间是和他们最亲近的时候 等生出来之后 他只负责喂奶 别的 他是不会管的 他要忙着恢复身材 孕晚期时 除了产检 尹欢待在家里 哪里都不想去 肚子太大了 睡觉也特别烦躁 只能侧躺着 博寻给他按摩着小腿 看着他的肚子 快点出来啊 至少在这一点上 他们达成了一致 都想让肚子里的宝宝 快点出来 尹欢现在都不想照镜子 肚子太大了 虽然他的肚皮白白嫩嫩的 可太大了 里面有两个宝宝 爸爸想见你们了 想得不行 尹欢摸着孕肚 快出来和爸爸玩 爸爸是陪玩的 博寻揉着他的小腿肚 妈妈负责貌美如花 尹欢就连孕期的照片 都不怎么拍 悄悄生娃 然后再美美地 出现在亲朋好友的眼里 惊艳他们所有人 尹欢柔生 我生娃 你带娃 很公平 是很公平 但是他不想带娃 他只想陪老婆 可以花钱请人带娃的事情 为什么要亲自做呢 尹欢预产期 前几天就去了医院 肚子里的两个宝贝 好像也不舍得折腾妈妈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 就开始发作 尹欢进了产房 博寻和两家的长辈 都在外面等着 得益于博寻每日的照顾 陪着他运动 尹欢体力好 生产的过程十分顺利 进产房之后两个小时 就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 博寻喜极而泣 他的青梅 给他生了小宝宝 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 两个护士抱着小孩出来 恭喜 一位小少爷 和一位小千金 小少爷是哥哥哟 博寻根本没有机会上手 他妈妈抱一个 尹欢妈妈抱一个 博寻左看看 右看看 两个小孩浑身通红 哇哇地哭 看起来不太好看 没有他和尹欢好看 他们抱着小孩去做检查 博寻站在门口等着尹欢 过了半个小时尹欢 才出来 他因为用力过度 小脸泛红 之前汗津津津的身体被擦干净 发丝有些凌乱 博寻握着他的手 低头亲他的脸颊 老婆 你辛苦了 尹欢累得没力气说话 淡淡地恩了一声 他的确很辛苦 二胎谁愿意生谁生 他愿意生这一次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伟大了 回到病房 尹欢看着不知过的房间 抬头揉揉博寻的脑袋 抱过我们的孩子吗 没有 没有 尹欢一扯他的头发 松开时 尹欢手里掉落几根发丝 博寻无奈又宠溺地贴向他 解释道 妈妈们抱走了 你是当爸爸的 你不抱一下吗 我以后 有的是机会抱 博寻想先抱抱他 尹欢整个人 软软绵绵地躺在床上 并不想支起身体 生产过后 也需要好好地调养 他这身体 忽然感觉虚弱了很多 又累又饿 躺了一会儿恢复体力 博寻扶着他起身 他不想坐着 坐着疼 他站在床边 博寻给他喂吃的 胸口沉甸甸的 尹欢隔着衣服颠了一下 是不是该哺乳了 宝宝 你先吃 尹欢微微摇头 吃饱了 不许 你就吃了那么一点点 你就吃饱了 尹欢吃饱就去了洗手间 博寻在外面 快速地解决了自己的温饱 就站在洗手间门口 听着尹欢在里面 不舒服地哼吟 心疼地揪起来 听说生产之后 小姐会很疼 那么疼吗 疼得哭了 过了好一会儿 尹欢才出来 他仰起头 小手抱住他的腰 眼睛阴阴晕晕的 长长的睫毛上 挂着晶莹的泪滴 看起来娇弱又可怜 丝丝入扣的藤直 冲他的心脏 博寻温柔地安抚着他的后背 他不能感同身受 生孩子的 毕竟是他 伤害的是他的身体 宝宝们平安出生 那种疼 这辈子不会让尹欢受第二次 老婆辛苦了 谢谢你 博寻低头亲吻着他的额头 谢谢你 还有 他微顿 抬起他的下颌 深邃的黑眸与他对视 尹欢 我爱你 不太清醒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时候 今天却特别清醒 他目光如炬 只副捏着他的下颌 好像非要一个答案 期待他的回应 他今天刚生完宝帮的尹欢 贴着他的胸膛 嗯 肚子上一圈肉肉 他说爱他 他说一圈肉肉 博寻手指下移 隔着衣服捏了一下 连你的肉肉也喜欢 你才不会喜欢 他自己都不喜欢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 烦躁 坐月子第一天就想减肥 博寻将他抱起放在了床上 他下意识地想去拉被子 被博寻的手摁住 他另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指 掀起他的上衣 看着他的小腹 虽然两个小宝宝 已经从肚子里出来了 但被他们撑开的 肚子还是松弛的 他缓缓地吻了上去 他喜欢的 尹欢的一切 他都喜欢 骄纵的小脾气 爱美的性格 因为郁郁他们的小宝贝 长出来的小肉肉 软乎乎的 但是他不喜欢 这些小肉肉会剪掉的 剪掉之前轻一轻 尹欢无奈至极 博寻证明 自己喜欢的方式就是轻轻 就像之前嘴瓢说他脚臭 为了证明喜欢又疯狂轻 他忍不住将手落在他的头发上 后颈 最后是他宽阔的脊背上 丑得很 你别轻了 好痒啊 可爱的小肚子 大小姐身上 是不允许这些小肉肉 长久停留的 离开你的身体之前 我轻轻 博寻又重重地波及了几口 外面传来脚步声 和说话的声音 博寻拉好他的衣服 扯过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两位妈妈抱着小孩进来 让尹欢哺乳 尹欢正害羞呢 小脸微红 他缓缓坐起来 靠在床头 之前生产的时候 见过两个小孩 丑兮兮的 现在看着也是 让他抱 博寻都还没有抱过 我抱着你怎么问 博寻从妈妈怀里接过小孩 怎么操作 只是让你先抱一抱 尹欢则从自己妈妈手里 接过了另一个小孩 两位妈妈都非常尊重地尹欢隐私 悄悄地退了出去 尹欢掀开衣服 小孩还不会 真是太尴尬了 对面还有一双目光灼灼的眼睛 私疼 小宝贝用力地吸 尹欢皱起了眉 疼吗 很疼吗 不胃也行 我给他们充奶粉 博寻说着 就要将怀里的小孩放下 不用了 别去 通了 小家伙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博寻抱起怀里的小奶娃 馋了馋了 宝宝我呀也馋了 妈妈什么时候喂我呀 博寻说着 说着 掀开小奶娃的衣服看了眼 老婆 你喂的是女儿 宝贝 多吃点 尹欢微笑 妹妹给哥哥留点 哥哥还没有尝过妈妈的奶 哥哥常哭了 小宝贝嘴巴憋着 好像真的要哭了 几分钟后 俩人交换了小孩 之前用左边喂 现在用右边喂 博寻抱着浑身奶香奶香的宝贝女儿 小可爱 你要跟爸爸姓 还是跟妈妈姓啊 跟我姓 尹欢盯着小奶包 这个 跟你姓 女孩子 还是姓您比较好听 尹欢声音柔柔暖暖的 我女儿叫 尹月 愉悦的月 小公主也要一辈子开心呀 行 女儿跟你姓 儿子跟我姓 我想想 他叫什么 博寻轻轻地拍着女儿 博恒 永恒的恒 他对尹欢的爱 此生此世 至死不渝 直到永恒 小恒 尹欢捏了捏小奶包的脸 一捏就吐奶 吐到了尹欢的身上 尹欢手足无措地看向博寻 博寻放下女儿 又去抱儿子 尹欢换衣服去了 博寻抱着儿子哄 你怎么回事啊 一天和妈妈见面 就往他身上吐 小心他 以后不为你 小奶包什么都不懂 闭着眼睛 小嘴微张地吐奶 还想往爸爸身上吐 你这个小屁孩 以后早点给你断奶 尹欢换了衣服 听着博寻威胁自己儿子的话 忍不住嘴角上扬 他躺在床上休息了 博寻还在哄小孩 他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 发现博寻再给宝宝换尿不湿 之前嘴上说让月嫂做 实际上悄悄地学习 悄悄在手机上看视频 现在派上用场了 这画面还挺温馨的 去年他绝对没想过 但小孩还是哭 饿了吗 妈妈在睡觉 喝奶粉吧 嘘 小点声 我醒了 尹欢轻声 抱过来吧 女儿是穿的粉色的 儿子穿白色的 博寻抱起了女儿 女儿先吃 儿子再等等 当哥哥的 从小就要培养他的责任感 宝宝现在刚出生 一次只喝几分钟 喂两个小孩 十几分钟就喂好了 两个小家伙睡在婴儿床里 小手手挨着小手手 粉粉嫩嫩的 可爱极了 他生的眼 让他肚子挺那么大的 罪魁祸首们 长得这么可爱 原谅他们了 尹欢站在婴儿床旁边 伸出手去摸两个小家伙 肉嘟嘟的 怀他们的时候遭了罪 差点流产 现在他们平平安安的 他心里说不出的激动 尹欢侧身抱住了博寻 博寻受宠落惊 今天老婆第二次主动抱他了 他怀孕肚子大 都是他抱他 现在这样面对面的拥抱 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宝宝博寻低声叫他 嗯 奶爸 你叫我什么 心尽奶爸 尹欢抬起头 好好照顾你的一双儿女 说得好像你要离开我似的 什么叫他好好照顾 博寻 你什么意思啊 说好的 我负责上 你负责后续的 尹欢掐他腰 好羡慕啊 博寻这腰 还是那么精壮结实 一点坠肉都没有 怀孕的时候 他的身材和博寻的身材 对比起来就是两个极端 他就很喜欢 贴着博寻的腹肌 抱着他的手臂 我负责 不只负责他们的后续 还负责你的余生 博寻低头吻上他的红唇 而孙字有儿孙福 他和尹欢余生 好好享福 轻些 怎么接个吻 都那么重啊 好像要把他给吸进去似的 很重吗 比孩子们吸奶还重 尹欢怀疑自己的耳朵 他听见了什么 果然是真夫妻啊 这些话也能说 尹欢羞得不想搭理他 博寻茫然 怎么忽然生气了 是真的轻得太重啊 博寻看着他的唇 红艳艳的 很漂亮 没肿 老婆 我下次轻点 博寻不让他走 又温柔地轻了下去 下次就是现在 爸爸妈妈 站在婴儿床旁边接吻 两个小宝贝 手牵着手在里面睡觉 画面十分温馨 尹欢在医院住了三天 他和宝宝都没有问题 就出院回家了 回家后 要坐月子 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光是不能洗头洗澡 就让他特别难受 大夏天的 还要戴帽子 甚至不能出门 尹欢痛苦地要死 我要洗头 我想洗澡 我好脏啊 尹欢躺在床上 哼哼唧唧地表示不满 博寻抱着哭着的女儿 看着床上的老婆 婴儿床里面 还有个酣睡的儿子 他恨不得变成哪吒 长三头六臂出来 一周之后再洗 博寻之前就问过了 尹欢恢复得好 一周之后可以洗头 注意保暖 别让他感冒了就行 小月月你才几天 无忧无虑 吃了睡 睡了吃 边睡边拉 你哭什么呀 尹欢盯着 奶生奶气的宝贝女儿 别哭了 宝贝 你爸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都超级有钱 给你好多东西 你一辈子吃穿 都不用愁 以后你就算要吃苦 大概也只能 吃爱情的苦 就这 还有什么让我们家 小公主不满意的吗 博寻抱着宝贝女儿坐下 小公主可能是饿了 需要妈妈 为奶奶尹欢坐起来 两个小时前才吃过吧 嗯 吃得少 吃得少也不能怪我呀 我有余粮 是她自己不吃的 尹欢接过女儿 掀起衣服 小公主闻着妈妈的味道 张开嘴 就巴唧巴唧了起来 真幸福 博寻凑近了看 尹欢要不是双手抱着女儿 早就把她给推开了 她是不是凑得太近了 有什么好看的呀 别看了 尹欢轻声提醒 看她吃得多香啊 尹欢欲赶博寻 要说一些让她面红耳赤的话 你不许再说了 薄寻薄唇清沟 眼底火辣辣的欲望 羡慕她 你别闹 这俩不笑的 吃那么多 都不知道给老父亲留点 尹欢 她就知道 她就知道 博寻这人脑子里不正经 女儿吃饱了 儿子又醒了 尹欢又开始喂儿子 她生无可恋的偏头 这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救命 幸好薄寻结砸了 她不会再生二胎了 不用再次经历这样的生活 喂完了兄妹俩 薄寻又凑到她面前 老婆奶香奶香的 尹欢下意识地挡着胸口 用力推她的脑袋 不行 没了 他们俩果然不孝顺我 薄寻握着她白嫩的手腕 亲了几口 那个 不好喝 还没有奶粉好喝 尹欢真不知道 薄寻那是什么爱好 怎么还和自己的亲生儿女抢呢 居然还说他们不孝顺 她这个爸爸 才是最坏的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非常好喝 坏死了 尹欢依旧挡着胸口 如果只剩一个 你可能还有机会 我要奶两个娃 收起你那些小心思吧 薄寻神色傲娇 都怪我太猛 一次中俩 是 你太猛了 所以呢 尹欢捏着她的下 呃 现在带两个娃 就是你应该承受的 没办法 两个小孩都已经生了 只能带了 这两个小孩子 还教得不行 还不喜欢两个月嫂 还喜欢她 以后上班怎么办 把一双儿女带上吗 我不仅带两个娃 我还照顾你 你不想照顾我 可以不照顾 我带了佣人出嫁的 有人照顾我 尹欢试图挣脱她的怀抱 薄寻抱着她的腰不放 我愿意 比起两个小奶娃 她更愿意 也更喜欢照顾她 薄寻与她对视 大小见 我愿意的 照顾你 纵着你 陪你玩 给你洗头 吹头发 哄你开心 让你柔圆捏扁 为所欲为 你是我丈夫 这些都是 你应该做的 没结婚之前 我没有宠着你吗 薄寻幻笑 我记得 之前我也挺宠你的 有吗 尹欢反问 婚前你宠我了 我没有宠你吗 除了你 谁敢在我的头上动土 谁敢在我脑袋上拔毛 只有你啊 尹大小姐 那是因为别人不敢 她敢 她为什么敢 因为薄寻大度 不会和她计较 薄寻对她 和对其他女人的态度 截然不同 不管是婚前 还是以前青春期的时候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一起长大的人不少 关系好的朋友也不少 但她和薄寻之间的相处 是朋友们中的特例 薄寻真坏啊 在金圈里 故意败坏她的名声 让她从一个温柔大小姐 变成娇纵大小姐 就是为了独占她 她怎么那么幼稚 尹欢还上薄寻的腰 我就敢 我胆子大 你敢收拾我吗 不敢收拾你 只敢让你快乐 只是她现在的身体不行 她还要继续忍 婚后不久就怀孕 她已经禁欲大半年了 还要继续禁欲 说得好像你不快乐似的 尹欢轻声 快乐 快乐极了 尹欢坐月子时 除了前几天 后来的时间都很自律 适当地做运动 她不允许自己的腰上 出现那一圈多余的坠肉 三十天后 尹欢捏了捏腰间的软肉 减肥尚未成功 她还需要努力 不行 满月酒什么的 不不能庆祝 她没办法漂漂亮亮地出场 再等等 给她们过百天吧 等百天的时候 她这个漂亮的辣妈 就能华丽出场了 尹欢站在婴儿室里 不愧是我生的 你们啊 越长越可爱了 刚出生的时候 是真的丑 现在是真的可爱 萌话了 怪不得博寻天天拍照 发朋友圈炫耀 虽然她那个拍照技术 依旧一言难尽 两个小宝宝 都咯咯咯地对着她笑 奶乎乎的 小脸蛋白白嫩嫩的 嘴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 你们这么可爱 妈妈之前受的苦也值了 但是想让她再受 第二次那样的苦 是不可能的 你们满月了 以后也请多多指教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 不要惹妈妈生气 但是可以惹爸爸生气 爸爸男人 不怕长皱纹 博寻听着尹欢的话 被气笑了 那是什么话 什么叫我不怕长皱纹 嘘 你声音小点 尹欢轻声提醒 他不在的时候 尹欢就是这样 交小朋友的 怪不得这对龙凤胎 总闹腾他 原来是妈妈教的 变相地说明 他们是个乖孩子 很听妈妈的话 博寻从后面抱住尹欢 有个好消息 什么 霍寒判了十年 林月月两年 那个营养师三年 这个案子 从他怀孕到现在 生了月月和横横 终于尘埃落定了 活该的 尹欢看着一双儿女 我们是不是不该 在他们面前说这个 但是两个小宝贝 都把眼睛睁开 只能哄睡了之后 他们才离开 去年尹欢还想着去探监 现在已经毫无那种念头了 不想看见那人 丑恶的嘴脸 进监狱的这段时间 听说还写信求原谅 应该是律师的主意 只是博寻 没有让他见到那些信 他也不想看 博寻牵着尹欢的手 都过去了 他以后出来 若是还敢作妖 我绝不放过他 嗯 下次他再两岛事 就买杀手 博寻忽然将他抱在怀里 大小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他虽然是高高在上的 千金大小剑 但涉及人命的事 还是不行的 小说看多了 我说着玩的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呀 尹欢抱住他的腰 淡定 淡定不了 莫非你知道 博寻贴着他白皙的额头 你有想暗杀的人 没有 那就不用知道 博寻可不希望尹欢 沾染什么血腥的东西 拆开惺惺的就好 尹欢心跳突突突的 博寻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博寻知道 天哪 以后还是对博寻好点 万一把他惹毛了 找人暗杀他怎么办 他这一世 可是富贵千金大小剑 还没有享受够生活 不能英年早逝 博寻 他们搂着腰 抵着额头 呼吸交织 尹欢轻轻柔柔的声音传来 博寻恩了一声 他想说什么 忽然这样叫他 不像之前那么严厉的呵斥声 搞得博寻心里悸动不已 甚至隐隐有些亢奋 告白吗 好啊好啊 他的患之大尾巴 已经准备摇晃起来了 然而 他却听见尹欢说 你是不是可以去上班了 博寻 果然是他想多了 你这个架放得有点久啊 尹欢戳戳他的鼓囊囊的胸膛 大总裁 要赚奶粉钱了 笑话 我还能少了奶粉钱 我的钱够他们吃一辈子奶粉 不 十辈子 百辈子吧 那也要上班啊 我再减减肥 等他们断奶之后 我也要回去继续工作了 尹欢还没有和爸爸说 但这是他的目标 他可不想 二十三岁 就在家里带娃 上 行 老婆你想做什么 做做什么 博寻想的是 他们俩都上班 如果都很忙 以后是不是见面的时候就少了 如果再加上带娃 二人世界就更少了 果然 那两个小家伙 是阻碍他和老婆幸福的绊脚石 给把他们送走 老婆 既然你断奶之后要上班 断奶之后 就给他们送走吧 年轻的小夫妻俩 站在楼上拥抱着商量 送走他们的一双儿女 尹欢震惊不已 但这很像博寻能干出来的事情 送去哪 爸妈家 我爸妈都退休了 刚好很无聊 博寻其实早就和爸妈说过了 他们很乐意 我爸妈也很想带孙子的 宝宝 我们两个孩子 一家一个 博寻想到那个画面 就开始兴奋了 然后我们过二人世界 太爽了 只要再熬几个月 熬到宝宝们断奶 那以后会不会和我们感情不轻啊 尹欢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怎么会呢 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们 比起和孩子们的感情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重要 尹欢都还没有说爱她 她才不管别的 我考虑考虑吧 你好好考虑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考虑清楚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棒 既给长辈们找了事情做 也给了我们空间 我们年轻人 要搞事业 没那么多时间待娃 博寻说得阵阵有词 尹欢差点就被她给说动了 博寻满脑子二人世界 婴儿室里面刚睡着的宝宝醒来 哭声震耳欲聋 夫妻俩齐齐进婴儿室 一人抱一个哄 一个哭 另一个也哭 小孩子不知道要哭多久 以后断奶了 肯定更要哭 尹欢觉得 博寻说得有道理 爸妈们刚好想要带孙子 他们刚好不太想带 当晚 尹欢就同意了博寻的提议 至于怎么分配吗 尹欢爸妈 自然是带跟他们姓的孙女 小月月 博寻爸妈带博恒 一家有育儿经验 一家有育女经验 刚刚好 尹欢在家里运动了三个月后 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 对自己现在的身材非常满意 他腰间的坠肉消失殆尽 因为哺乳的原因 身材比怀孕之前更好 玲珑有致 博寻洗完澡 懒洋洋地看着不远处的尹欢 下腹窜起一团火 尹欢感觉到灼热的视线 侧头淡淡地看了眼 博寻大步走到他身后 抱住了尹欢的腰肢 老婆恩 今晚是不是可以宠幸 宠幸我薄寻薄唇 贴着他白嫩的肩膀低语 我近于六七个月了 好可怜又尹欢肩膀传来养溢 孩子们呢 都睡了 我让月嫂看着 今晚 不许来打扰我们 博寻看向镜子 老婆 看见我欲求不满的眼神了吗 你每晚都是这个眼神 今晚有不一样吗 尹欢轻笑 今晚更甚 博寻在他肩上亲吻着 老婆身上有沐浴露的香气 和奶香奶香的味道交织着 每晚都抱着这样香软可人的小娇气入睡 还要顾及着他的身体 不能轻举妄动 博寻觉得自己 真是好男人 为了老婆的身体 特别能忍 其实尹欢也是想的 博寻身材那么好 每晚如果不是要哺乳 白天要运动素性减肥 加上他之前刚生产不久 还没有恢复 他早就被博寻的男色给诱惑了 坐在他的人鱼线上 摸着他的腹肌 亲吻着他的微笑唇 听他沙哑难耐的喘息 准了 尹欢声音轻轻的 博寻手一松 尹欢便转过去 与他接吻 宽阔明亮的衣帽间里 对着镜子 甜蜜拥吻之后 尹欢被抱进了卧室 跌入柔软的大床 一日 尹欢神情疲累地坐在床上喂奶 好嘞 昨晚伺候大的 一醒来就要伺候小的 这个喝了 还有一个在等着 而且等得很焦急了 在博寻怀里哭唧唧的 为了女儿 他又抱着儿子继续喂 儿子巴结了三四分钟 就开始哭 怎么了宝贝 宝贝 你哭什么呀 疼 别吸了 尹欢放下衣服 怨念地瞪了眼旁边 哄女儿睡觉的博寻 你 昨晚太过火了 没事 让她喝奶粉 宝寻抱着女儿出去 让月嫂给小恒恒准备奶粉 小恒恒才吃了一点点 没吃饱 这会儿委屈得不行 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乌黑成澈的大眼睛 泛着泪光 宝贝 你这副样子 让妈妈好心疼啊 都是你爸爸的错 一会儿拉她身上 教训教训她 尹欢给宝贝出馊主意 奶瓶来了 两个小孩之前 一直都是尹欢母乳未养 第一次喝奶瓶 小家伙不情不愿的 但是抵抗不住恶意 还是张开了嘴 巴唧巴唧地喝了起来 对不起啊 儿子 宝寻坐在床边 但是 这种事你要习惯 以后你和妹妹 肯定是喝奶粉的时候比较多 妈妈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晚上起来为你们燕奶 很累很辛苦的 为了让妈妈轻松一点 以后晚上就喝奶粉好不好 至于长奶易辱的事情 就交给她解决了 简直完美 小恒恒一边喝着奶瓶 一边掉眼泪花 伯寻一只手 直抹过儿子眼角的泪 男子汉 不许哭 三个月的男子汉 伯寻 你不要太离谱 小恒恒吃了奶 打着奶阁 就到了伯寻的怀里 刚到他怀里不到五分钟 就拉巴巴了 隐欢摇着女儿的摇篮偷笑 三个月居然还能听懂她的话 果然在爸爸身上拉巴巴了 伯寻抱着儿子出去 交给了月嫂 他哭任他哭 有人哄就行了 男孩子 不能惯着 几天后 就是月月和恒恒小朋友的出生 百天的纪念日 伯家要大肆庆祝 一早 给他们喂了奶之后 两个小宝贝 就被抱走了 隐欢换了一条 剑辫子的亮钻长裙 亲肤贴身的设计 将他的腰臀玲珑的曲线 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凸后翘 身材恢复得非常完美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他已经快接近一年没露面了 京城第一名园 哪怕生了一双儿女 身材也依然要 维持到最佳状态 伯寻西装革履地 抱着一束玫瑰花 和黑色的礼物盒子 走进来 没等隐欢反应 就贴过去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真美 伯寻 你就是看中我的美色吧 隐欢拽着他的领带 不让他逃 漂亮的眸与他对视 没错 我就是看中了 隐大小姐的美色 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薄寻做事又要亲他 隐欢及时松开了手 什么礼物 拆开看看 隐欢拆开黑色的绸缎 今天是宝宝们的节日 你给我送什么礼物啊 是你把他们生下来的 当然要给你送礼物 那两个小屁孩 有的人是送礼物 薄寻只在乎隐欢的感受 他那么爱美 那么怕胖 那么怕疼得千斤大小姐 为了给他生育两个小孩 身材走样 发肤发胖 肚皮松弛 在家里待了几个月 早起晚睡的辛苦母乳 太累了 他恨不得马上让孩子们断奶 他心疼死了 隐欢打开黑色的盒子 里面放着一套 华丽漂亮的紫色钻像链和耳环 饶式隐欢从小到大 都有很多的礼物 也不可否认 这一套珠宝的精致漂亮 切割技术太好了 至少上一把 薄寻你出手 不要太阔绰 看来我们还挺心有灵犀的 刚好配我今天的礼服 隐欢笑了 我带了 带 送给你的 就是让你带的 耳环隐欢自己带 项链薄寻帮他带 薄寻小心地撩开隐欢的发丝到前面 仔细地钻研项链的扣 万分谨慎地戴上 再把隐欢的头发撩回来 他从后面抱住隐欢的腰 捏了捏 之前那些可爱的小肉肉 都被剪掉了 现在隐欢的腰和生育之前一样 又软又细 甚至还有马甲线 女孩子爱美的心思 他之前是低估了 隐欢这三个月 为了恢复身材 是真的很拼 老婆 你辛苦了 镜子里映出俩人此刻 亲密无间的拥抱 隐欢欣赏着脖梗上的项链 温柔地扶上薄寻的手背 再坚持几个月 断奶之后 我就轻松了 我们就轻松了 薄寻坏笑 到时候马不停蹄地把他们送走 我们是不是不太称职啊 隐欢有点担心 怎么会呢 我们是事业型的父母 我们赚钱给他们留下庞大的家产 他们会更开心的 也不是不给他们父爱母爱 爸妈虽然不在身边 但是有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陪着 等他们上学之后 可以接回来的 薄寻提议 放假再把他们送回爷爷奶奶家 放假了 难道不应该是亲子时间吗 放假了 那是我们的夫妻二人事件 隐欢 他满脑子二人事件 怎么不把家里的庸人都给遣散了 就他们俩过呢 我们可以去外面住酒店 隐欢柔声细语 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 每天都在家里多无聊啊老婆 你好会啊 你想去哪就去哪 我都陪你 甚至我们周末可以出国也行 薄寻隐隐开始兴奋 只要熬过母乳期的几个月 他未来将充满了期待 幸福爆棚 你别着急兴奋啊 还没到时候呢 隐欢转身 挽着他的手臂 走吧 我们该华丽出场了 晚宴厅内 播放着一对龙凤胎可爱的照片 薄家父母抱着薄横 隐家父母抱着影乐 眼里止不住的炫耀和傲娇 两个小朋友 穿着红色的衣服 带着金锁 金手链 金脚链 主打的就是宝贝大金孙 隐欢看着两家父母那样 以后再分开 把小孩给他们带 感觉两位的家长会卷起来 他和薄寻就轻松了 真不错 生两个还是有好处的 哇 小欢欢 你这身材恢复得也太好了吧 那两个可爱的小宝宝 真的是你生的吗 孕度照都没有 隐欢端着果汁 美眸含着浅浅淡淡的笑意 那种照片怎么能流传出去 那我在家里的八九个月 不是白呆了 时序捏了一把隐欢的腰 瘦死你了 恢复得这么好 薄寻不得爱疯了 他没瘦之前 薄寻也爱疯了 不管是他怀孕的时候 还是生完肚子一圈肉的时候 亦或者现在 薄寻都恨不得轻便他的全身 那个家伙超变态的 他减肥 他晚上搂着他睡觉 对着他腰间的一圈 软肉肉告别 说明天你们就剪掉了 最后轻轻告别一下 隐欢都怀疑 薄寻是不是在家里待久了 精神有问题 太变态了 哇 我得隐大小剑 你这腰臀比 认真的吗 真翘 殷淼淼也好奇地凑了过去 老实交代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生的 没办法不怀疑 隐欢显怀之后就待在家里 他和时序说 去见他都不许 一张运度照都不发 简直保密到丧心病狂 当然是本小姐亲自怀的 隐欢努力健身三个月 为的就是今晚得到 他们这样的反应 隐大小剑 从小美到大 生了娃之后 也是京城最亮眼的宝妈一个 隐欢解释 不是怀孕的时候不让你们见 我差点出意外 他们就特别谨慎了 关于霍寒的事情 他们也是知道的 这大钻石 你家博总送的 嗯 我怀孕生完那么辛苦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隐欢也有钱 买得起 但是 老公送的意义不同 美爆了你 石旭摸摸隐欢的手臂 又去摸摸他的腰 对着隐欢上下其手 不远处的博寻应酬着 看见这画面 大步走过去 石旭 你手是不是剑啊 他的老婆 他怎么动手动脚的 这要不是公众场合 他是不是还得摸一摸 隐欢的大长腿呀 泽泽 博寻你就错吧你 怎么那么消气 石旭抓着隐欢的手 来来来 宝贝摸回来 隐欢被带着摸石旭的腰 闺蜜俩玩得不亦乐乎 忽然 传来一个愉怒的嗓音 石旭 石旭身体一颤 缓缓侧头 隐欢就看见一个 身穿黑色衬衣 留着寸头 身强体壮一米九的男人 黑沉着脸走过来 逃不掉 根本就逃不掉 小狼狗 你凶什么 石旭淡然地松开隐欢 我没凶你 顾书低头 是他太过分了 他不光招惹男人 还招惹女人 而且还当着别人老公的面 你有 你刚刚 石旭看他露出 可怜巴巴的样子 真想踹他两脚 平时这臭小子 可不这样 凶得要死 占有欲爆棚 特别爱吃醋 也不知道他小小年纪 哪来那么强的占有欲 叙叙 不介绍一下吗 隐欢挽着博寻的手臂 以防身边这个男人更粗 博寻手臂加紧 不想让他的手离开 顾书 石旭端了一杯酒给顾书 博寻 隐欢 英苗苗 你们好 顾书豪气地举杯 以后麻烦帮我盯着点他 石旭缓缓扭头 这个臭小子在说什么呢 盯着他 顾书 我们可能需要聊聊 好啊 顾书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石旭傲娇地踩着高跟鞋外 厅外走去 顾书大不留心地追上 就开始去抓石旭的手 却被推开 顾书又往石旭身边凑 隐欢正看得起劲 博寻那张英俊非凡的脸 挡住了他的视线 狭长的瑞凤眼眯起来 看什么 看戏 哼 难道只有那个信顾的臭小子吃醋 我不吃醋 博寻现在心里也醋得要死 英渺渺见状 转身就走 还好他没谈恋爱 真可怕 你 别吃醋了 我现在陪着你啊 尹欢往他面前凑 你今晚挺帅的 帅到你了 嗯 尹欢绕过他的手臂 来喝个浇杯酒 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还要喝浇杯酒 尹欢你不要太坏 太刁人 博寻喝着酒 眼底深沉 但是尹欢什么时候能说爱他呢 我觉得 叙叙今晚可能回不来了 你看见那个弟弟吗 衬衣都绷紧了 肌肉嘎嘎的 估计一拳 能把叙叙打到墙上扣不下来 外表看起来 是个凶猛的小狼狗 实际上是个促精 还挺反差的 博寻刚被他哄吼 又听见他说顾书的身材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没有肌肉吗 我的肌肉你不是很喜欢吗 看了别人的 就不喜欢我的肌肉了 尹欢你喜心厌旧啊 就算你喜欢他的肌肉 那也不属于你的 朋友福不可切 你别忘了 你是有家世的女人 博寻阴阳怪气地冷逆他 气死了 尹欢怎么能夸 其他臭男人的肌肉 这段时间说喜欢他的肌肉 他的腹肌 都变成过去式了吗 说完了吗 尹欢冷静地问他 他怎么可以那么冷静 博寻气得胸膛起伏着 没 那你慢慢说 我走了 尹欢刚转身 博寻从后面抱住他 他心里纠疼 难耐地喘息着 滴滴地开口 大小见 你要是喜欢他那样的身材 我可以练 我才不喜欢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肌肉 不多不少刚刚好 博寻搬过他的身体 两人四目相对 当真 其实他更想让尹欢说 爱他 可他更想让尹欢主动说 你这身材多好啊 什么都有 又不夸张 身高腿长 腹肌人与线都很漂亮 尹欢轻轻地拍着他的胸膛 乖 不许练成那样夸张的肌肉 博寻盯着他亮晶晶的眼睛 落在胸膛的手 温温软软的 仿佛带着神奇的魔力 温暖的力量 如丝如履的入侵心脏 内心的躁动被轻易安抚 他就喜欢他这样的肌肉 等于就喜欢他 俩人浓情蜜意的对视 被抱着到处炫耀的兄妹俩 却开始哭了 尹欢如灵大敌 他今晚穿的这套晚礼服 可不适合喂奶啊 穿衣服之前 他特意挤过奶的 暂时也没有那么多母乳 休息室内 尹欢和博寻 看着两个喝奶瓶的小可爱 真乖啊 都会喝奶瓶了 博寻甚至想要提前把他们送走 就是不知道 老婆愿不愿意 尤其是他现在哺乳期 估计不太愿意 月月也可爱 横横也可爱 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刚刚哭过 眼睛微微红 不止可爱 还可怜兮兮的 勾人心疼 走 尹欢还想抱一下小宝贝 忽然被博寻给拉走了 急什么 今晚是我们主持的晚宴 不能我们都离开了 大厅得有人 博寻解释 合情合理 尹欢却被博寻牵着 走出了晚宴厅 去了外面的露台 夜晚 天空升起绚丽漂亮的烟花 烟花在天空炸开 显示了一百的数字 橙色的月字 以及蓝色的横字 孩子们的名字过后 出现了循环二字 不同于孩子们分开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 是连在一起的 亲密无间 名字周围 又出现了红色的爱心 将他们的名字包裹 今晚的烟花 是博寻定制的 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制作完成的 尹欢喜欢看烟花 就给他放烟花 他喜欢珠宝 就送他珠宝 喜欢漂亮衣服 就送他衣服 喜欢名牌包包 就送他包包 喜欢他 他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他怀孕挺着运渡的时候 他抱着去洗手间 以后他也可以做到 只要尹欢需要他 他随时可以抛下一切奔向他 博寻深黑的锐凤眼 注视着尹欢精致娇媚的侧脸 他们之间的感情 只有他在奔赴吗 尹欢 你有没有爱上我 你愿不愿意 朝我奔赴而来 余生他不想和尹欢相爱相杀 只想相爱倒白头 尹欢早就察觉到了 博寻万分炙热的目光 滚烫的视线 让他害羞地不好意思侧头 直到烟花放完 尹欢才转身 博寻呼吸粗重 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尹欢走了两步 看见他没跟上 又回到他面前 走了 尹欢主动牵着他的手 我们也去吃点东西 博寻眼含笑意 老婆回来的那一瞬间 他感觉尹欢周围泛起光韵 就像天使长了一双漂亮的翅膀 真是败给他了 从小到大 就败给他一个人 他却食髓之味 甘之如頤 尹欢吃了点东西 拉着博寻去了中央跳舞 身为金圈的千金大小姐和金贵大少爷 交易舞从小就要学习的 距离上次他们一起跳舞 已经是两三年之前了 尹欢和博寻到中央 水晶灯下 两人面对面拥抱着 尹欢搂着他的腰 跟着音乐五步游走 博寻目光如炬 老婆这腰搂起来跳舞真好看 身姿优雅完美 漂亮得跟公主似的 这是独独属于他的尹欢 看看咱们博总 那眼珠子 都快掉在尹大小姐身上了 魂前恨不得对方死 魂后君如此粘腻 司徒站在旁边 端着威士忌 半开着玩笑 心里却隐隐有些羡慕 这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无情人冷眼旁观 谁说不是呢 魂前那次 他们见面不得吵个架 薅个头发 结果魂后才一两个月就怀孕了 不愧是咱博总 真行啊 那可不 一次重量 这可不是一般的能行 音渺渺默默地听着 这和博寻很强有关系吗 明明是刚好欢欢那个月 自然有两颗卵 才能自然受运龙凤胎 一舞弊 尹欢眼尾上扬 漂亮的眸映衬着光 眼眸里倒映出 博寻英婷的脸庞 博寻博寻 不顾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覆尔到他嘴旁 准备倾听 那娇然好听的嗓音 在他耳边低语 他说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 说完 尹欢丢下他走了 博寻激动兴奋到呆滞 站在原地久久没回神 尹欢说 喜欢他 不是他脑补的 也不是他幻听的 更不是做梦 是真的 发什么蛋 你老婆都走了 靠 难道尹欢刚刚说 要和你聊离婚 司徒看好戏的凑过来 博寻从试音声手里 端了一杯酒 一干二净 他说喜欢我 博寻故意忽视了 有点那两个字 本来看戏的司徒 莫名吃到了狗粮 他就多余问这一嘴 博寻反应过来之后 兴奋地去找尹欢了 他找到尹欢的时候 尹欢正抱着哭唧唧的 薄横温柔的哄 上一秒才在他耳边 你刚刚是不是害羞了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尹欢的确是害羞了 他甚至都没想到 博寻竟然听到之后 直接愣在原地成傻子了 他悠然自得地来哄孩子了 横横不哭了 眼睛乌溜溜地看着尹欢 伸出小手手一晃一晃的 想抓尹欢的脸 博寻眼疾手快地 挡住了儿子到小魔爪 一根手指就打发给儿子完了 爸爸陪你玩好不好呀 爷爷奶奶陪你玩好不好啊 喜不喜欢爷爷奶奶 以后在爷爷奶奶身边 长大好不好啊 尹欢你是会当爸爸的 佩服佩服 小横横试图把博寻的手指 含进嘴里 尹欢倾咳一声 博寻立刻抽出手指 不能吃的 手指有细菌 现在最怕小孩子生病了 之前就发烧过 尹欢亲自照顾 心疼得两三天都没睡好 小朋友呜呜呜员地表示不满 哭什么 你妹妹都没哭 男孩子要大度 博寻教育他 刚说完就听见了 小月月的哭声 博寻俯身抱起女儿 夫妻俩都抱着孩子哄 尹欢亲生都怪你 英年早婚就算了 居然还早早地当了爸妈 这个时候 我们俩如果没孩子 玩得多开心 老婆 已经生了 塞不回去了 博寻拍着女儿 勉强接受他们吧 再忍忍 如果你不想忍了 我觉得 让他们喝奶粉也行 他没有意见 甚至十分欣喜 尹欢白了他一眼 他和博寻 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没那种当父母的责任感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洗完澡 尹欢去了婴儿室喂奶 他虽然嘴上说 不喜欢这么早生宝宝 可还是对两个小可爱 喜欢的不行 他们太太太可爱了 尹欢为了儿子 又为女儿 两个孩子还是有好处的 一人吃一鞭 很平衡 所有人都很满意 除了博寻 博寻洗完澡 姗姗来迟 老婆 他们都睡觉了 你怎么还不来卧室陪我睡觉 博寻压低嗓音 生怕把孩子们吵醒 今天尹欢刚刚才对他告白 一直带孩子 都没有机会 好好地回应他的告白 所以他现在格外地激动 嘘 博寻坐到尹欢身侧 搂着他的腰 他们睡觉有什么好看的 可爱啊 尹欢嘴角上扬 你不觉得吗 是挺可爱的 博寻下颌 搭在他的肩上 你更可爱 肩膀上压着博寻的脑袋 尹欢面前 是一双睡着的可爱的儿女 爱他的爷爷去世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 多了更多爱他的人 和他爱的人 比如以前不爱的博寻 现在喜欢的人 还有他们的一双儿女 抱我 尹欢轻声 我不想走了 博寻将他抱起 悄悄地离开婴儿室 让育儿扫进去守着 主卧就在隔壁 博寻却抱着他走得极慢 他们身上不同味道的 沐浴露气息混合 如丝如缕 入侵到心尖尖 博寻现在好像 还能听见尹欢那句 轻轻盈盈 软软甜甜的告白 大小姐 晚上说的话 再说一次给我听好不好 什么话 我晚上说了那么多 哪句 尹欢故意装不知道 博寻提示的非常明显 就那句 我们跳舞结束 你在我耳边说的那句 说完你就走了的那句 尹欢笑盈盈地 看他飞红的耳阔 我说的什么 忘记了 尹欢 你真坏 女人不坏 男人不爱 你还要谁爱 有我爱你 还不够吗 博寻将他放到床上 他温热的掌心 贴着他的脸颊 你不要那么贪心 爱人一个就够了 你的爱人是我 博寻忍不住眼眶阴晕 有种手的云开剑月鸣的感觉 他掌心愈加滚烫 尹欢扶上他的手背 博寻 我说我有点喜欢上你了 是 骗你的 博寻正正的凝视着他 从漂亮的眸 到小巧的鼻 微红的唇 白皙的脖子 性感的肩颈线 炙热的目光 再回到他的唇上 尹欢 他怎么可以那样 博寻直直地吻上他的唇 不许对他说 那么残忍的话 他那么爱他 他也爱他 不要相互伤害 尹欢被亲得酥酥麻麻的 小手 锤打他的后背 刚刚那句是逗你的 晚宴上说的是真的 博寻亲得太狠了 他嘴巴都麻麻的 尹欢泪盈盈的 混蛋 谁让你那么亲的 博寻脑子里一团乱 快速地 整理消化尹欢的话 尹欢 我真是要被你给整风 博寻低头埋到他的胸前 你不知道 我晚上听见你说 喜欢我的时候 有多开心 我心里的烟花 开得比晚上放得还多 他刚刚有 捏坏捏坏的 说是骗他的 那种得到之后 又从手里溜走的感觉 落差太大 他承受不住 你让我心里 气气落落的 博寻觉得 现在委屈得像个孩子 需要尹欢 好好地呵护 是不是很刺激 尹欢温柔地 我太刺激了 刺激过头了 刺激得我不行了 哪里不行了 心脏不行了 博寻抬头 绝不是那方面不行了 我那方面 行不行你最清楚了 尹欢倾笑 我今晚还想再清楚一下呢 博寻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许久之后 尹欢浑身缩软地 靠着博寻怀中昏昏欲睡 他想着 要不要再去看看孩子们 但是从监视器里面 看两个小可爱睡得正香 不需要他去看 欢欢博寻啵啵啵地 轻塌白嫩的肩膀 还不困吗 我其实还挺优秀的 博寻唇半落在他的肩上辗转 你会发现的 已经发现了 才会喜欢啊 博寻你傻不傻呀 睡觉吧 晚安 尹欢顿了一下 又轻声开口 老公 博寻一听这个称呼又兴奋了 激动地去骚扰尹欢 尹欢 星号Omega反邪杠星号 还来 今晚到底睡不睡了 早知道就不告白 也不喊老公了 第二天 博寻神采异议 精神飞扬 心情好得不得了 尹欢睡到中午才下楼 期间只是给孩子们喂了个奶 博寻总算去公司了 他去不了 哺乳期不太方便 小孩子们隔两三个小时 就要吃一次 尹欢本想继续运动 可昨晚已经运动过度 运动量达标 饭后 他和孩子们一起午睡 两个小可爱 躺在他的身边 睡在薄寻的地方 博寻打来视频的时候 看见两个小可爱 在他的位置上 可不可爱 他们睡着了 你声音小点 尹欢柔柔软软地说 老婆 我想见你 博寻看够了一双儿女 不想看了 想看他 尹欢将镜头对着自己 才发现 这个角度 睡衣松松垮垮地 露出暧昧的痕迹 他拉了拉睡衣 又拉住薄被盖住 博寻恨不得伸进屏幕里 将他身上的被子掀开 你身上的痕迹 都是我留下的 居然还不让我看 尹欢淡笑 人家害羞了 害羞 昨晚是谁那么主动的 尹欢想到某些主动的画面 嘘 别说 又嘘他 但是好可爱 博寻将手机架好 你睡吧 视频别挂 我看着你们工作 工作就工作 看着他们能专心吗 回家慢慢看吧 好好工作 尹欢温温软软地说 薄寻不情不愿地挂了视频 工作几个小时 就可以回家抱老婆了 今晚属于他的位置 他要全部霸占 月月和恒恒 长到八个月的时候 决定要给他们断奶了 最近他们胃口越来越大 母乳不够两个小孩吃了 既然这样 薄寻一声令下 决定断奶 而且断奶也很方便 早晚要让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带孩子的 所以决定断奶的当天 尹欢和薄寻 先把儿子送到了 就近的爷爷奶奶家 伯母抱着孙子 伯父拿着薄寻 准备好的两个大大的行李箱 里面是横横 会需要用到的奶粉 尿不湿 换洗的衣服 玩具等等 这些我们都准备好了 伯母抱着乖孙 和爸爸妈妈说再见 叭叭叭叭 阿叭阿叭 薄寻牵着尹欢的手 即使听着儿子 叫他也不为所动 在家里也整天巴巴的 还吃着小手手 断奶 至少三天 拜托你们了 薄寻拉着 依依不舍的尹欢就走 上车之后 还要去岳父岳母家 还有一个女儿要送出去 尹欢抱着可爱的女儿 忽然要分开了 还是挺舍不得的 在家里白天 每隔两个小时 就要见一次 可爱的小萌宝 还不知道 自己要和妈妈分开了 乌溜溜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咯咯咯对着他笑 尹欢就逗他玩 薄寻却搂着尹欢的腰 终于有借口 把这两个电灯泡给送走了 真好 二人事件 他甚至特意提前完成了工作 三天 陪老婆 为了出现断奶失败的情况 他已经准备好 这三天带尹欢出国完了 一大早 尹父尹母就翘首以盼了 尹欢抱着女儿下车 尹母就开心地 接过了宝贝孙女 快走吧走吧 去玩吧 去过二人世界吧 不留你们了 尹母抱着孙女 转身就走 尹欢 请问她是尸宠吗 妈 我还是你最爱的女儿吗 尹欢问 尹母抱着孙女转身 你当然是妈妈最爱的女儿 我抱的是我女儿的女儿 难道你们不想过二人世界吗 他多懂啊 女婿那眼神 他明白的 尹欢还休了一瞬 那就交给你们了 有什么问题 随时给我打电话 去吧去吧 尹欢被博寻拉上了车 上车后 就被摁在怀里 激吻了起来 除了博寻出差 他们每天都接吻的 他怎么那么猴急 甚至不顾前面开车的司机 专心点 尹欢娇趁的瞪他 玄机身体软绵绵地 趴在他的身上 下河搭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放心不下 宝宝这个时候小 可能还不理解 他这个当妈妈的 才不习惯和宝宝们分离 会不会患上分离焦虑症啊 不会 他们还小 你更不会 你有我陪着 我不会给你太多想他们的机会 博寻温热的掌心 贴着他的后背 我订了机票 我们去北海到晚几天 啊 我什么都没拿啊 宝宝 你的东西 我都准备好了 宝寻坏笑 现在直接去机场 宝寻都安排好了 他也没有什么意见 带娃耗费了他太多的青春 他真的该好好地休息 放松放松了 可他们到了北海到之后 光是在酒店就待了两天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变着花样地做运动 第三天的时候 尹欢怎么样都不愿意待在酒店里了 要出去滑雪 去滑雪场的路上 尹欢忙不停地 给两家的长辈打电话 看看月月和横横 两个小家伙 前两天还是很不习惯 各种哭 哭累了就睡 现在倒是习惯了 但是尹欢却没有办法 明天就回去 一旦回去和他们相处 还是会忍不住给宝宝们喂奶的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薄寻 本来不哺乳了 就会自然回流的 想到这里 尹欢漂亮的眸 又逆了一眼薄寻 薄寻不知道 尹欢为什么忽然用那样的眼神看他 将他抱到腿上 面对面的姿势 怪我怪我 今天这不是带你出来了 我们多玩几天 你公司呢 公司有视线上也能解决 没什么比陪老婆重要 的确是陪了 他们已经48个小时 出了去洗手间 没有分开过了 经过了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 习惯了薄寻的陪伴 现在他不在的时候 反而不习惯 今晚 不止今晚 从现在开始的三天内 不许碰我凶 薄寻 他自己的老婆 凭什么不让碰 你碰我哪里都可以 你的身体 为什么不让我碰 薄寻委屈巴巴 你忘了 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 还要不要给宝宝们断奶了 尹欢愈怒 小手捶他的肩膀 他们断他们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断 尹欢听得娇羞又气愤 这人怎么那么无耻啊 他要不要脸啊 他多大了 盯着薄寻越来越委屈的俊脸 尹欢哭笑不得 真是败给他了 但是他并不想以后 和他继续那样 八个月了 薄寻你也该玩够了 虽然他还没有玩够 老婆说玩够了就玩够了吧 惨兮兮 早知道就晚点让孩子们断奶了 听说可以母乳到两岁的 车里安静了几分钟 薄寻凑到尹欢耳旁低声 如果实在断不了 也可以不断地 母乳到两岁 尹欢一巴掌拍过去 你想得美 别以为他不知道 薄寻心里打的什么坏主意 好吧 以后吃不到了 他结砸了 以后也不会怀而胎了 唉 想想还有点失望 但他已经拥有过了 不失望太多 北海道风景优美 滑雪度假胜地 俩人玩了一天 原本晴朗的天开始下雪 他们留在了山上的庄园里 尹欢坐在房间的壁炉前 壁炉上温着酒 细细算起来 他已经有很久很久 没有喝过酒了 虽然房间里不冷 但尹欢还是想喝点热热的酒 暖暖身体 薄寻从外面回来 放下晚餐 就往他身边凑 一个大火炉 就这么贴着他 尹欢觉得自己想多了 只要有薄寻在 他不可能会冷的 薄寻埋在他的肩窝里 老婆 晚饭好了 你是想先吃晚饭 还是先吃我 当然是 尹欢故意停顿 薄寻紧张地等他回答 吃饭啊 下午一直滑雪 谁还有精力被他吃啊 他的精力是无限的吗 酒温好了 尹欢起身 被薄寻抢了先 他要做 尹欢自然不会拦着 没有带庸人出来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好在钱多 有超能力 做什么都很方便 尹欢喝了点热辣辣的酒 没多久就脸颊微醺泛红 他本来酒量还行 可一年多没有喝酒 酒量居然变差了 薄寻忍不住捏他的小脸蛋 老婆喝醉的样子 简直太可爱了 想欺负他 蹂躏他 让他哭 让他沉醉着迷 疯狂叫老公 好乖 尹欢歪头 乃甜乃乖地握着酒杯伸出去 还要 这么差 薄寻缓缓给他倒酒 宝宝 以后不许喝多了 除非在我面前 尹欢喝醉的样子 太可爱了 薄寻不想让别人看见 尹欢小口小口地喝着酒 你也是 以后敢醉醺醺地回家 你就睡浴缸 薄寻开心死了 老婆管他了 行 后来某天 薄寻喝醉了回家 尹欢让庸人 将他放到浴缸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 薄寻浑身都疼 还特别委屈地往尹欢身边凑 尹欢给他一个白眼 说到做到啊 喝多了就要睡浴缸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 薄寻想去 抱尹欢被嫌弃 忙不停地去洗澡 再也不敢喝多了回家 尹欢来真的呀 他可不是随便说说 时间回到现在 尹欢喝多了 靠在薄寻的怀里 房间里投影幕布放了一部电影 我们就乖乖地待在房间里 哪都别去 尹欢抱着他的腰 暴风雪山庄杀人案 密室杀人 血液杀人 薄寻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发 别担心 不会的 他怎么知道不会呢 万一呢 尹欢觉得今晚是喝多了 面前的电影也看不下去了 就开始对着薄寻动手动脚 捏捏他的肩 摸摸他的腹肌 隔着睡裤摸他大腿 活像一个女色魔 薄寻慵懒地躺着 一副任他柔令的模样 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 眼底满是宠蜜 外面鹅毛大雪 室内一片温暖 在电影声中奔爱缠绵 薄寻和尹欢回国 已经是一周之后了 月月和恒恒 被送回了家 才一周不见 两个小家伙一开始 还用那双茫然的大眼睛 看着他们 尹欢将女儿抱起来 是妈妈呀 不认识妈妈了吗 小月月问到了妈妈身上的味道 委屈地撅嘴哭 哇哇哇的 好像在说妈妈去了哪里 还以为妈妈不要她了 旁边的小恒恒 听见妹妹哭 也跟着哭 一时间大厅里充斥着 两个小孩爆裂的哭声 尹欢就知道会这样 夫妻俩哄了好久 才把一双儿女别哄得不哭了 然后夫妻俩换着抱 儿子刚到尹欢的怀里 小手手就往她的胸口抓 着急地掀她衣服 脸都红了 这臭小子 不愧是博巡的儿子 这遗传基因到位啊 没了没了 宝宝 你断奶了呀 喝奶粉了呀 吃腐蚀了呀 怎么还要携妈妈的衣服呢 尹欢无奈极了 不可以 没有奶味给她了 在国外度假的后面几天 尹欢没让博巡碰她的胸 现在还在处于 微量易辱的阶段 不能受到刺激 否则还会继续留 这段时间不能草率 她都不让博巡碰了 肯定也不会让儿子碰的 这个臭小子 博巡也被儿子 这个动作给弄笑了 博巡迫不及待地 再次抱走了儿子 甚至还捧一彩衣地说 还是女儿乖巧可爱 小横横似乎听懂了博巡的话 咿咿呀呀地表示不满 小手手往博巡的胸口上垂 可她那点力道 落在博巡的身上 就是脑痒痒 你是男孩子 不可以那样对女孩子 你知道吗 男女有别 你只能对你以后的老婆那样做 博巡开始教育儿子 现在就开始教会不会太早了 尹欢抱着可爱的女儿 小宝贝在她怀里睡着了 果然还是女儿更可爱一些 儿子感觉比较像博巡 以后肯定是个调皮捣蛋的主 尹欢一想到这里 就觉得头大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有博巡在 他当好人 博巡当坏人 严父慈母嘛 管教做小孩的活都是博巡的 很快就到了过年 两家一起过年 节日里热热闹闹的 两个小朋友会爬了 穿着红色的衣服 往爸爸妈妈面前爬 去爷爷奶奶那里 博巡拿着玩具 往老爸那边晃 横横 去找爷爷 别整日都想黏着他老婆 小横横滴溜溜的大眼睛 看向爷爷奶奶 又扭头看妈妈 最后坐在了原地 而小月月目标 一直很坚定地爬向尹欢 看见妹妹已经被妈妈抱了起来 小横横才又急躁躁地爬向妈妈 博巡叹气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果然还是更年妈妈 尹欢带得多 自然也是更喜欢和他待在一起的 属于他们的亲情 年后 尹欢准备去自家公司上班 不同于上次去明夏的商场 这次是直接去总公司当经理 因为 他爸现在想在家里带孙女 但尹欢上班第一天 还是尹夫带他去的 他请了一个代理总裁 从美国高薪聘请回来的 能力非常的出众 今天正式介绍给尹欢 毕竟公司以后是尹欢的 尹欢跟着父亲走进会议室 明亮宽阔的办公室内 怎么形容这种阔别七年 再次见到那个 让他曾春心萌动男人的画面呢 七年前 那个青春阳光 白皙干净 温暖如春风的男孩子 长成了成熟的商务精英模样 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 正亮的黑色皮鞋 露出额头的大背头发型 陆森潭在见到尹欢之前 就想过了这个可能性 当年那个贵族学校 能进去的学生 非富即贵 至少及少数尖子生 是靠着成绩进去的 他就是其中之一 而尹欢是当之无愧的校花 每天上学都有豪车 接送的千金大小姐 当时只听说 他家里非常有钱 从小拿珍珠当玻璃弹珠玩 随随便便一条裙子 就是他全家一年的收入 他是天之娇女 而他不过是一个 成绩优异的普通学生 这世的宝贝女儿尹欢 尹妇开口介绍 这是陆森潭 小陆以后当代理总裁 你向他多多学习 有什么不懂的 拿不定主意的可以问他 当然也可以来问爸爸 尹欢默默地听着爸爸的教诲 怎么越听越觉得 觉得好像他才是总裁 而陆森潭是经理呢 公司决策 怎么也是总裁说了算 不是经理说了算吧 他们见了面之后 管理层也来了 在会议室里介绍了俩人 尹妇忙完 就着急回家带孙子 尹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脑子还有点发猛 怎么会那么巧 陆森潭居然是爸爸请的代理总裁 现在的问题是 陆森潭知道当年的事情吗 博寻干坏事的时候 有被发现吗 尹欢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了 他要怎么面对陆森潭 以前的事情要说清楚吗 他会不会是来报复的 要不他回家带娃 爸爸还是回来上班吧 尹欢在办公室里面发呆了许久 直到陆森潭敲门 请进 礼貌又客气 陆森潭走进他的办公室 浅浅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他也是第一天上班 办公室还没有多少个人物品 简单清新又雅致的办公室 空气里还有淡淡的香气 中午一起吃饭吗 陆森潭提出邀请 好啊 尹欢爽快地应约 我们家食堂做的饭菜特别好吃 但是不知道你在国外待久了 口味有没有变 其实他也不知道 陆森潭以前什么口味 对他的了解不算多 当初那点青春萌动 随着时间流逝 烟消云散 但是 博徐那个小气鬼 肯定还记得陆森潭 我不挑 两人一起出去 电梯里 陆森潭注意到他无名纸上的钻戒 他结婚了 这么早 陆森潭按捺不住地问 尹小姐 冒昧问一下 你结婚了 嗯 结婚快两年了 我家小孩都十个月了 尹欢落落大方地回答 你呢 这么多年 有没有谈恋爱 红颜知己 没有 他在异国他乡打拼奋斗 对他重义的人不守 但是他不感兴趣 当年错过了他 现在回来也晚了 依旧错过了 食堂的包厢里 两人刚刚坐下 尹欢手机就响了 是薄徐的 老婆 不 尹欢看着屏幕上 撅嘴做亲吻动作的薄徐 对面有人 你悠着点 谁 薄徐也想和老婆一起吃饭 但是他中午有约 晚上回去和你说 尹欢并不想在 陆森坛面前提起 好吧 薄徐眼底失落 老婆第一天上班 他要乖乖听话 不让老婆烦躁 挂了薄徐的视频 又来了家里的视频 小月月坐在尹姆腿上 两只可爱的小手手 拍着巴巴掌 妈妈妈妈 宝宝 妈妈在哪 尹欢温温柔柔的 宝宝吃奶奶没有 刚给他吃了 尹姆回答 小月小手手 又开始摸手机屏幕 好像以为尹欢 在手机里 只要伸手 就可以摸到妈妈 结果摸不到 急得哭了 小孩子开始闹腾 画面也变了 尹欢挂了视频 陆森坛就那么 安安静静地坐着 老公和小孩 他现在的生活 也一如既往的美好幸福 尹欢一看菜也上齐了 先吃饭吧 吃完再聊 不聊也行 陆森坛应该不知道 他当年给他 写过情书的事情吧 所以并不需要尴尬 把他当成一个 普通的校友就行了 薄徐回到家时 尹欢在楼上 陪双胞胎玩 两个小家伙 现在时时刻刻 准备走路了 爬来爬去的 有时候扶着围栏 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走动 尹欢看得心惊 连忙过去让他们爬 现在还不建议他们走路 晚点再走比较好 巴巴巴巴 两个小家伙 看见薄徐进来 阿巴阿巴地叫他 想不想爸爸呀 薄徐热情地俯身抱他们 左手抱一个 右手抱一个 糟了 没手抱老婆了 薄徐转过去后背 对着尹欢 来 爬上来 我背你 不要 他哄小孩就哄小孩 他没那么无聊 上来上来 我一个人把你们三抱在身上 薄徐想展示 一下自己的力量 尹欢无奈至极 爬上薄徐的后背 他一下就站了起来 尹欢抱着他的脖子 视野升高 他笑盈盈地看着女儿 爸爸力气好大 是不是 妈妈 我有三个宝宝 薄徐幸福死 尹欢是大宝宝 还有两个小宝宝 尹欢跳下来 你陪他们玩吧 你呢 我休息 今天上班很累吗 第一天上班 不至于给他安排工作吧 薄徐抱着一双儿女 跟着他走了两步 想了想 还是算了 孩子们吵吵闹闹的 肯定烦 薄徐哄了一个小时 才出去 好嘞 他需要老婆的按摩 但是薄徐很快发现 尹欢今晚有心思 吃饭的时候 心不在焉的 而且还悄悄瞟他好几眼 你别这样 你不如直接给我判个死刑 有什么就说 他仔细地回想 今天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应该没有呀 他今天特别乖的 尹欢轻声 我今天见到了陆森潭 什么 薄徐起身 他直接挪到尹欢身边 尹欢见他这么激动的反应 就知道 这个家伙还记得 就是那个 你让我帮忙给秦叔那个男人 薄徐已经有两三年 没关注陆森潭的消息了 刚把他送出国的时候 一直在关注 但是后来发现 他在那边生活得挺适应的 学习和成绩都不错 在那边也找到了工作 所以就放弃了监视 没想到竟然回来了 而且还和他老婆见面了 薄徐抱住尹欢 在哪里见面的 你和他说了什么 公司 我爸说他以后要带孙女 所以给公司找了一个代理总裁 尹欢与他对视 以后我和他要一起工作了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尹欢淡笑 薄徐 你还好意思提起秦叔的事情吗 当初你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转身就扔进了垃圾桶 你以为当年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吗 薄徐心虚起来 忐忑地吞了一下口水 不安地问 哪些事情 你做的事情 我应该知道的七七八八 薄徐也谋成了几分 包括把陆森谈送出国 不打自招 尹欢对上他狭长的瑞凤衍 只见轻扁他的脸颊 薄徐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 陆森谈对我来说 已经是过去式 但是陆森谈知不知道呢 这才是重点 他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 现在已经和他结婚了 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小孩 自然对其他的男人 没有什么想法 他就担心薄徐这个促进 以前能因为一封情书 就把陆森谈直接搞出国 现在他要和陆森谈一起工作 薄徐还不知道 会搞出什么幼儿子来 提前和他说清楚 不想和他搞什么误会 也不想让薄徐搞事 既然爸爸选择了陆森谈 肯定是已经接触过很久了 而且对他的工作能力 十分肯定 事关家族企业 不能儿戏 薄徐想的 却是感情纠葛的问题 老婆 你真的真的不喜欢他了吧 对我告白过的 你喜欢我 尹欢不能同时喜欢两个男人 只能喜欢他 对 我只喜欢你 我不喜欢他 我和他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尹欢平静地回答 所以你可以放心 放心什么放心 放心不了 万一呢 就情妇然 薄徐忽然好想喝点酒 一醉放休 但是不行 问题出现了要解决 而不是拖拖拉拉的 放任不理 我相信你 但是他 薄徐以前就知道 陆森谈对尹欢也有意思 他当年非常非常地庆幸 自己转身扔了那封情书 没有送给陆森谈 否则 他们俩两情相悦 然后早恋了 还有他什么事啊 他坏事坏了点 但是他有什么错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爸找他去公司 当代理总裁 你是今天才知道的 尹欢歪头 你什么意思 我要不是今天才知道 我会今天和你提起吗 那我早就和你提了 你以为我和你说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别搞东搞西的 如果我和他真的有点什么 你拦得住吗 他怎么就拦不住 他凭什么拦不住 他拦得住 他付瓶子贵 老婆 既然当年的事情你都知道 你有没有拦着我 说明当年你对他的感情 也不算深厚 是不是 薄徐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反问给他抛问题 俩人在餐桌旁面对面 薄徐搂着他的腰 目光如炬 深邃的眉眼 不想错过隐欢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 如果不深 为什么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 隐欢就不太想搭理他了 所以还是深吗 隐欢当年对陆森谈 到底有多喜欢 餐厅里灯光明亮 薄徐眼神中的黯然藏不住 他真的在担心 他青春年少时 那点无疾而终的暗恋 好可爱 隐欢整理着他的衣领 薄徐 你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喜欢上我了 所以才让他情书掐他桃花 到现在的娶他回家 嗯 薄徐闷闷地承认 他那个时候 就是喜欢他了 那你怎么不告白呢 隐欢浅笑 我那个时候告白 你会和我谈恋爱吗 薄徐抓起他的手腕 有一下没一下地 亲吻着他的手背 以前不重要 现在隐欢是他的老婆 什么白月光 朱砂智 都是过去式 他是现在进行时 以及未来式 不会 薄徐激动了 那你还和陆森堂告白 我那个时候又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和你谈恋爱 隐欢身体微微前倾 吐气如蓝地 靠近他英俊的脸庞 你心里没数吗 从小就捏坏捏坏的 在我身边犯件 谁会喜欢那样的男孩子 他当然知道 所以才没有告白 而且也不想让他早恋 你现在喜欢了 薄徐心里莫大的满足 现在喜欢就好 薄徐稳着他的手背 大小剑 你不能变心了 那可不一定 看你表现 隐欢抽出手 他要怎么表现 明天让他下不了床 算不算表现得好 隐欢一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他想歪了 隐欢提前打玉防针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背后搞小动作 既然我爸爸选择了他 肯定已经调查好了 爸肯定不知道 你以前给陆森谈 写过乖情书 所以呢 你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我爸吗 我许你不要太幼稚 你已经26岁了 隐欢哭笑不得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告诉他 薄徐委屈屈 难道他的心情就不重要吗 俩人还在聊着 月月和横横醒了 夫妻俩陪着孩子们吃腐食 第二天 隐欢起床困难 狗薄徐 他昨晚是吃了兴奋剂吗 隐欢上班第二天就迟到了 但是高管那一层都知道 隐欢的身份是集团千金 哪怕他不来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薄徐不但昨晚疯狂 甚至还在他的脖子上 明显的部位留下了草莓印 幸好才三月可以搭配高领衣服 隐欢刚来公司 以前也没上过班 他虽然看过不少的书 还经常去薄徐办公室 所以还是能看懂的 隐欢在办公室里 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到了中午 隐欢撑着下河发呆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谁啊 不敲门就进来 隐欢侧头 他看见了什么 西装革履薄徐手里 捧着玫瑰花走进来 左手拿花 无名纸上的戒指 异常明显 他在干什么 忽然来公司 都没提前说 我没有作妖 我是来陪你吃午饭的 薄徐故意没关他的办公室门 将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老婆 走吧 隐欢懒洋洋地看着他 你今天打扮得有点帅啊 还弄得发型 怎么 要和他一较高下 颜值这方面 我从来没输过 薄徐就是想让陆森谈见见 隐欢的老公 是他薄徐 隐欢已经有主了 不要觊觎 你可真自信 隐欢起身 出去吃 出去吃吗 可是我听说 你昨天和陆森谈 就是在公司的食堂吃的 薄徐不打没准备的仗 我还没有在这里的食堂吃过 我去尝尝味道 薄徐俯身 宝宝 是不是腰还酸着 如果你不想动 我不介意抱你下去 虽然是自己家的公司 但是隐欢不能不顾忌形象 薄徐想要抱他 无非是想宣示主权 展示他们之间的恩爱 上次和薄徐告白还是去年 昨晚随口提了一句 那个时候薄徐显然没有放在心上 满脑子都是他和陆森谈之前的过往 老实说 他们之间没什么过往 交际很少 只是当时周围的人都青春懵懂 他被鼓动着告白 最后也没有告白成功 不知道薄徐哪来那么大的气息 他还把陆森谈给弄走了 隐欢和薄徐俩人走出办公室 在电梯口遇见了陆森谈和他的助理 薄徐立刻牵住隐欢的手 介绍一下 我丈夫薄徐 新来的总裁陆森谈陆总 隐欢落落大方的介绍 陆总去吃饭吗 对 那就一起吧 隐欢牵着薄徐走进电梯 四个人站在电梯里 薄徐和隐欢站在陆森谈和助理后面 隐欢就是故意的 薄徐特意来的 怎么能让他白跑一趟呢 为了以后能够好好工作 就让他们同桌吃饭 以前有什么恩恩怨怨的说清楚 如果陆森谈觉得介意 可以不留在公司工作 助理十分识趣 没有跟着他们进入食堂的包厢里 员工餐在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 厨师正等着有没有高管来点菜 薄徐挨着隐欢坐下 还觉得距离不够 挪了一下凳子 薄徐拿着菜单 老婆 哪道菜好吃 厨师手艺不错 都挺好吃的 你想吃什么 就点什么 隐欢喝着果汁 陆总也是 我们三个人应该吃不了多少 陆总放下菜单 你们点就行 薄徐随便点了几个菜 心下不爽 隐欢以前就是喜欢陆森谈这种温柔体贴的 替他人考虑的男人 没想到过了七八年 陆森谈还是这个性子 他也很体贴老婆的 他多体贴老婆呀 体贴爆了 陆总你还记得我老公吗 你们以前一层楼的 隐欢慢悠悠地开始叙旧 眼尾带着浅浅的笑意 陆森谈说 记得 博总以前可是风云人物 没人不知道 薄家大少爷帅气金贵 所到之处 必然引起大片迷妹尖叫连连 你也是啊 隐欢火上浇油 我不算 陆森谈以前只是长相出挑 成绩好 在那个贵族学校里 成绩好的人一抓一大把 长相出挑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甚至那些人不需要那么努力学习 以后就有家里准备好的一切 他不一样 他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表面温柔体贴的学长 其实内心敏感 和我比你是算不上 博寻慵懒地倚着 将隐欢的手放在自己腿上把玩着 是 博总从小到大都是众星捧月的 和隐小姐一样 你们 很配 陆森谈昨天知道隐欢结婚之后 回家就去网上查过了 他和博寻结婚的消息 他们喜得一对龙凤胎的消息 两家联姻 天作之和 他从前只能远远望着 现在亦然 我们当然很般配 我们青梅竹马 两家又是世交 父母都是 看着对方长大的 长辈满意 我们之间也是情意绵绵 无比恩爱 博寻恨不得 把我们超级无敌相爱 印在脸上 隐欢说过 有点喜欢他的 他擅自把有点变成很多很多点 隐欢没有反驳 任由博寻说 上了菜之后 博寻又各种照顾他 就像当初他怀孕的时候那样 隐欢也没有阻止博寻献殷勤 既然他想 就让他坐 甚至陆森潭都看得无语了 挑了刺的鲜嫩鱼肉 送到隐欢唇边 浓情蜜意地盯着隐欢 见他吃完 就凑过去清一口 陆森潭狗粮都吃饱了 饭后 隐欢去洗手间 他故意把空间里留给他们 想必他们之间 是有点问题需要解决的 博寻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 幽深的黑眸 看向对面的陆森潭 好久不见 是挺久的 陆森潭与他对视 右手摸着桌上的玻璃杯 里面是白开水 他不喜欢喝酒 也不喜欢喝饮料 国内那么多公司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里 博寻不想和他拐弯抹角 直接问道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那里待遇好 发展前景好 就去哪里工作 保总你觉得有问题吗 陆森潭反问 博寻眼底冷立了几分 嗓音也变得低沉 你都已经是代理总裁 还要什么发展前景 莫不是想当引力集团的女婿 以后成为正式的总裁 当整个集团的主人公 他见到引欢之前 根本不知道这是他家 虽然引这个性比较少 但现实中也不是没有 他是曾经喜欢引欢 或许现在也是喜欢的 但他回来迟了 他已经结婚了 保总 你不需要担心那些问题 我只负责做好我的工作 其他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会觊觎 包括人 陆森潭起身 他依旧眉眼温润 其实 我该对你说一声谢谢 如果不是你的资助 我可能没有出国的机会 也没有现在的成就 陆森潭这反应 反倒是让博寻掖住了 原来当年的事情 陆森潭居然也知道 引欢也知道 引欢告诉他的 博寻心里酸涩 你说的对 你们青梅竹马 两家世交 家世背景地位 你们都是最配的 陆森潭走到他面前 伸出手 我祝福你们 以后好好相处 就当是为了他 博寻是个不会吃亏的主 除了在引欢身上 只是陆森潭不清楚 博寻为什么针对他 他暗恋过引欢的事情 博寻是怎么知道的 以前喜欢引欢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博寻偏偏把他送走 难道在博寻眼里 他是一个威胁吗 他何德何能 能入了尹大小姐的眼 让博寻那么介意 甚至过了七八年 还对他怀有敌意 博寻眯着眼 面前的手白白净净的 他的确是个好人 虽然把陆森潭送出了国 但是从来没有亏待他 生活费学费都给了一大笔钱 博寻起身 气势凌人地与他握手 欢欢以前没上过班 他一直都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工作不要对他太严苛 加个好友 他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尹欢站在走廊上 包厢门打开 博寻和陆森潭一前一后的出来 看起来很和谐 没有打架 很好 博寻牵着尹欢的手 先走一步 这会儿正值中午 阳光明媚 但是饭后开始犯困 尹欢刚回到办公室 坐在博寻的腿上 开始看月月和横横 月月和横横 今天都在爷爷奶奶家 兄妹俩在软店上爬来爬去的 里面还有毛茸茸的玩偶 爬累了可以靠着 还不会说话的小朋友 咿呀呀 阿巴巴的 特别可爱 月月的大脸 占据了屏幕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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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工作呢 宝宝是不是该睡觉觉了 尹欢记得 他们小时候就是睡睡睡 现在会爬了 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 以后会跑了 更是活力四舍 幸好他不用天天带娃 可能要困了 你们也密会儿 保姆抱起了月月 然后挂了电话 尹欢手机被博寻放在茶几上 他捏着尹欢的下额 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看什么呢 他脸上写了什么吗 你和陆森谈聊得如何 尹欢推开他的手 他不愿意跳槽 也不愿意离开公司 博寻下额落在他肩上 当年的事情他不计较 甚至还感谢我 不然他没机会出国 说到底 他怎么知道是我搞的 大小剑 你告诉他的 没 尹欢否认 也许是别人说漏嘴了 既然陆森谈不计较 就算了 我现在也不爱他了 对 大小姐现在只爱我 博寻青蹭脸颊 往他耳旁凑 大小剑 多爱我一点 好不好 一开始尹欢不爱他 甚至讨厌他 一点点喜欢就够了 去年已经有了 那一点点的喜欢 他又开始贪心更多了 他想要尹欢很爱很爱他 有多爱你的呀 尹欢声音轻轻地 抹扎着他的手腕骨 博寻长得是真好 手腕骨都这么性感 尹欢动作温温柔柔的 博寻就盯着他漂亮的小手 摸着他的手腕 又在他手背上游离 抚摸着他的指尖 博寻 你手指好长啊 尹欢将自己的手覆盖上去 俩人皮肤都很白 但是肤色是不一样的 博寻是冷白 尹欢是白里透着嫩粉 就像龙沙宝石 漂亮极了 他的心尖尖 真是哪哪的都好看 没死了 这样的老婆 他不会让给任何一个人 陆森坛也不行 博寻在他肩上 呼吸越来越重 尹欢困意来袭 我要午休 我陪你 尹欢没有拒绝 让他不要陪 也是不可能的 还不如就让他陪着 尹欢的办公室 甚至比陆森坛的办公室都要大 除了办公区以外的休息室 又大又宽敞 包含洗手间浴室 甚至还有一个衣帽间 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化妆台 尹妇宠女儿是出了名的 尹欢来公司上班 工作环境也是最好的 舒服的席梦斯大床上 博寻搂着尹欢 却没有半点睡意 等尹欢醒来之后 还是要和他说一声 情书的事情 就别告诉陆森坛了 免得他多想 这个秘密 他要带进棺材脸 让陆森坛一辈子都不知道 他们曾两情相悦过 这么可爱的大小姐 就算娶回家了 也有人觊觎 得看景点 尹欢醒来时 迷迷糊糊地看着 博寻在旁边发呆 不 好像是发愁 愁什么 陆森坛不是都聊好了吗 难道是骗他的 尹欢扯他的袖口 你还不去公司吗 博寻将他拉起来 尹欢眉骨头似的 倒在他怀里 双手抱住他精壮的腰 情书的事情 陆森坛知不知道 除了你让我送 我直接扔进垃圾桶的 那一封情书之外 你有没有给他写别的情书 这些问题 对于博寻来说很重要 没睡醒 老婆 你可以答应我 一个请求吗 尹欢迷迷瞪瞪的 不要告诉他 博寻揉着他的发丝 情书的事情别说 你现在是我老婆 你们都是过去事了 没必要说的 藏在心里 烂在心里 依旧是一个浅浅的亨剑 博寻怀疑 他到底有没有听清 抬起他的脸 欢欢记住了 我知道 除非我喝多了 不然不会乱说的 我不想给自己添赌的 也不想和他说 我和他又没成 没必要 尹欢眨了眨漂亮的长睫毛 眼神清明了许多 放心 不许喝多了 你答应过我 除非在我面前 不许喝醉 嗯嗯嗯 博寻听出了敷衍的意味 可尹欢太乖了 根本就不忍心 说什么重话 博寻离开之后 尹欢坐在了办公桌前 桌上放着他送来的玫瑰花 老公没有安全感怎么办 情书情书 要不给博寻写个情书 好肉麻啊 他也不会写了呀 太尴尬了吧 尹欢还是打开了抽屉 拿出一支漂亮的钢笔 写了博寻两个字之后 就落笔无言 现在哪有人 还写情书告白的 嘴上说都不信 写情书就能信吗 尹欢扔掉了那张 只有博寻名字的纸 婚都结了 娃都生了 如果不喜欢他 昨晚会由着他那么放肆吗 博寻大混蛋 这个都想不明白 他既然能把 有点喜欢他说出口 就说明 已经有很多很多点喜欢了呀 不然 那点喜欢 根本就不足以 让他开口告白 就像时序说的 他以前并不是不喜欢博寻 而是爱而不自知罢了 他早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博寻 就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又不能像电视剧里面的 女主人公一样 给他做饭 他不会啊 从小到大 食指不沾阳春水 让他做饭 等于炸厨房 是时候再出去过二人世界了 如果这周末 博寻没有约的话 他们可以去过二人世界 喜欢和爱说出来 让他以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别东想西想的 一个分开了七八年 当年也没有告白成功的人 不足让他挂趾 嗯 就么定了 他来安排 博寻 你就等着本小姐 我宠你吧 尹欢的浪漫告白计划 还没准备好 就到了周末 推迟推迟 准备好再说 博寻明显对于陆森潭的忽然出现 又在同一个公司非常的介意 虽然表面上装作风轻云淡 实际上不能释怀 他最担心尹欢和陆森潭 一起出去应酬 喝多了酒 然后说胡话 把当年情书的事情 告诉了陆森潭 周末是难得的亲子时光 小夫妻俩都在家里陪双儿女 小家伙们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醒了就开始爬来爬去 博寻坐在沙发上 抱着他的大腿上 试图站立 巴巴巴巴 博寻捏着月月的小脸蛋 你爸爸我呀 现在遇见感情危机了 宝宝 你妈妈喜欢温柔的男人 你爸爸我 难道不温柔吗 不对 应该让他改变想法 喜欢我这种类型 我哪里不好了 我对他那么好 我还是他老公 他必须喜欢我 博寻将月月抱在腿上 小可爱 你会说话就好了 天天在妈妈面前 说爸爸的好话 其他男人都是 过客地上的小横横流着口水 朝着他们爬去 博寻低头看儿子 你也是 不会说话 都帮不了爸爸 小横横抬起头 乌黑的大眼睛望着他 好像在说 老婆你自己追呀 没出息的爸爸 我们去看妈妈吧 博寻抱起小横横 一只手抱一个 多陪陪尹欢 让他的世界里 逃不掉他们父子三人 尹欢正在家里做美甲 时间很漫长 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好 尹欢看见他们进来 没哭 怎么抱着来找他了 博寻你 两个小家伙看见尹欢 就咿呀呀的 要妈妈抱抱了 尹欢这个时候 不能抱他们 所以两个小家伙 又开始哭哭啼啼的 博寻有种哄不好小孩 还要挨骂的感觉 抱着他们就走了出去 尹欢这个美甲 慢弓出戏活 他也不能出去抱孩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 尹欢才出去 两个小家伙抱着奶瓶 眼角还挂着泪痕 博寻坐在旁边 超大一只 却颓然地低着头 委屈巴巴的 像是被抛弃了 哪里有之前那种 金贵嚣张的气质 嗨 风云人物 干嘛呢 尹欢站在他面前 揉着他的发 笑草 博寻以前很享受 尹欢的摸摸头 现在他却用以前的话 调侃他 不禁让他怀疑 是不是他在想路森坛 宝宝别这副 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就是让你带了 三个小时娃吗 尹欢刚要走 博寻抱住他的腰 将他的楼井 脑袋贴在他的小腹上 怎么了 我们家大少爷 怎么忽然阴晴不定 抑郁了 请个心理医生 来看看吧 博寻是很抑郁 那么多人 怎么偏偏是 陆森坛去饮价工作 岳父大人应该不知道 不然不可能请陆森坛的 他是不是要去 和岳父大人聊聊 毁约的钱 他可以付 博寻轻易地贴着尹欢 放肆地吸着他 自带的香气 要想将他融入骨血中 永不分离 旁边两个小奶娃喝了奶 喷咚一声 奶瓶落了地 俩人一惊 博寻松开尹欢 去捡奶瓶 哄小孩 尹欢默默地看着 虽然博寻日常想过二人世界 想要把一双儿女 送回爷爷奶奶家 外公外婆家 其实他超爱月月和横横的 博寻忙完 发现尹欢已经不在了 他失落了一瞬 走出婴儿室 啊 博寻拉过尹欢 大小剑 你几岁了 幼不幼稚 尹欢小脸贴着他的胸膛 你没有被我吓到 他在想事情 尹欢居然在门口 这么幼稚的游戏 早知道就应该配合他玩玩 他也可以 变成一个很温柔的男人 宝宝宝宝 薄寻喃喃地叫他 博寻 新做的美甲好看吗 尹欢抬起手给他看 尹粉色的美甲 上面贴着银色 小巧精致的蝴蝶翅膀 好看 是吧 我也觉得很漂亮 我要拍照 尹欢眼尾勾起浅浅的笑意 怎么拍才好看呢 要 尹欢左手 摁在他的衬衣上 要摸着我老公的腹肌 拍才好看 薄寻内心升起烟花 要那样拍吗 尹欢 你很会勾引我呀 一路勾勾缠缠地回到卧室 薄寻解开衬衣 半胯在肩膀处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冷白的肌肤 依稀还能看见浅淡的吻痕 尹欢坐在他的腿上 拿着手机 温软的指腹 在他景象游离 我老公这身材 当拍照背景板绝了 老婆喜欢 他脱光都行 虽然他拍照技术很差 但是当老婆照片的背景板 他可以 他这么帅气的背景板 直接把老婆的照片 拉高到一个层次 薄寻老婆 也叫他一声老公听听啊 总是这样叫名字 就会让他觉得不够爱他 尹欢扔了手机 书得凑近他 三月的春光明媚 从大大的落地窗照进来 薄寻冷白的肌肤上 镀了一层淡淡的柔光 他就那么靠着 任他欺负柔令的模样 他一个男人 睫毛浓密纤长 这双眼睛也是分外勾人 该委屈的时候水盈盈的 嚣张的时候冷力 寒森森的 薄寻其实是一个 特别爱憎分明的男人 许是被他看得害羞了 竟然耳阔都红了 他顺势搂着尹欢的腰 宝宝 我和陆森谈什么都没有 你要是再因为他生气吃醋 我就真的去找他叙旧了 尹欢看着他变化的表情 不许去 薄寻急了 不行 尹欢笑闭你的 好 老公说不行就不行 那我说你 不许还想着他了 你行不行 也不行 你别得寸进尺 尹欢摸上他的脸 都不乖了 不乖了 我就不喜欢你了 我喜欢乖的 我哪里不乖了 薄寻语气冲冲的 你要什么样的我不行 我是你老公 我百变 我什么样都可以 你不需要变 就这样 别瞎吃醋就行 还有 不许给我甩脸色 犯了天了你 薄寻语气稍微重了点而已 一听老婆这样说 他又委屈了起来 没 他声音弱了几分 可刚刚判若两人 不敢 我看你敢得很 没 真不敢 薄寻将他纤绍的身体搂在怀里 我相信你 就算陆森谈是白月光 那也是过期了 他们是名媒正娶 国家法定的夫妻 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还有不算深厚 但正在努力 变得深厚的感情 尹欢靠在他的胸口 只要你别做 我们就过一辈子 你是做 宝许你懂我的 懂 大小姐分分钟抛弃他 他可真惨 一周后 周五的下午 薄寻收到尹欢的消息 说他今晚要应酬 让他去接恒恒和月月 刚好今天 恒恒和月月是分开的 周五的下班时刻 街上道路拥堵 接了儿子恒恒 又去接月月 两个小宝贝一上车 坐在一起 就咿咿呀呀的说着英语 非常开心 薄寻沉着脸 他们倒是开心了 他老婆 应酬 今晚莫不是和陆森谈 一起去应酬的 是时候打个电话问问了 薄寻给尹欢的助理 如果打电话的时候 尹欢就在旁边 他们此刻正在家里 忙忙碌碌的布置 你们在哪里应酬 他有没有喝酒 尹欢穿着漂亮的裙子 站在镜子前 听着薄寻的声音 手指放在唇上 没 没喝 鱼果微笑 姑爷你放心 小姐有分寸的 你接到小小姐和小少爷了吗 接了 小姐说 既然你接到了人 就回家去吧 鱼果开始紧张起来 他听见了汽车及时的声音 说明薄寻已经在路上了 小姐小姐 我们该下去了 鱼果挂了电话 一侧头就被尹欢给美到 这么漂亮的老婆 薄寻没有安全感 也很正常 谁让他们家小姐 从小到大都是万人迷呢 如果没有薄寻那个碎嘴子 到处败坏尹欢的名声 说他娇纵 脾气大 娶回家就是当祖宗 追小姐的人 从这里排到爱琴海 尹欢悠悠哑哑 提着裙摆下楼 给薄寻搞浪漫 这辈子第一次 希望他别不是好歹 车子开进别墅 院子里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寻欢两个字 那么大的铁意地 摆在青草地中央 车子刚停下 鱼果和郑小急匆匆地过来 一人抱着一个小孩 小姐在等你哦 薄寻的脑子当机 但是尹欢不是在应酬吗 他刚刚不仅看见了雨果 尹欢在等他 他一个男人 何德何能还能看见 尹欢给他布置的惊喜 还能看见家里的院子里 挂着他们的照片 他们青梅竹马 从小就认识 又是世交 一起拍的照片不少 他两岁坐在沙发上 大人们逗他 让他抱妹妹 小小的欢欢在他怀里 他动都不敢动 四岁的他 牵着两岁的尹欢 尹欢背上 背着白色的蝴蝶翅膀 手里拿着荧光棒 俩人小跑的背影 好可爱 主要是他老婆很可爱 还有他们上小学 带着红领巾的照片 小小的尹欢就是根屁虫 走哪都要跟着哥哥 一口一个寻哥哥 上了初中之后就变了 尹欢不喜欢和他玩了 他那个时候 也不喜欢和女孩子玩 就喜欢天天和男孩子 打篮球 踢足球 打网球 骑马 游泳等等 后来又一起上了高中 尹欢一进学校 就成了校花 那时候他高三 尹欢高一 教学楼不再一动 高三学习紧张 他们见面的机会也很少 薄寻居然看见了一张 他站在教训楼的走廊上 落日余晖的光运 照在他的身上 微风吹起他的发丝 画面静谜唯美 一看就是女孩子拍的 这不会是欢欢偷拍的吧 他那个时候 到底暗恋几个人啊 还不止一张 他高中的照片 还挺多的 甚至有几张 尹欢还在上面 画了爱心图案 院子里的灯光亮起 好多好多的爱心 除了寻欢两个字 还有月字和和横字 他们是一家人 薄寻还没有看见尹欢 已经红了眼睛 宝宝这是做什么啊 他都没有给宝宝搞浪漫 音乐升起 尹欢一袭红裙 从爱心玫瑰花后面走出来 本来是一个超级浪漫的画面 薄寻站在那里 迎接他 可他却哭了 尹欢穿着高跟鞋 一步步地走向他 我亲爱的老公薄寻眼泪 憋不住回去 可太丢脸了 尹欢站到他面前时 一滴泪从薄寻脸颊落下来 尹欢伸手抹了那滴泪 这就感动哭了 欢欢薄寻不知道 尹欢忽然搞这一出 比他生日都还隆重 他之前生日 也就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切了蛋糕 许了个愿 他送了一个领带 虽然你这段时间 没有提鲁森探的名字 但是你只要晚上不应酬 就来接我 我能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 尹欢抱住他的腰 亮晶晶的漂亮眸子 与他对视 俩人在月光下对视 薄寻心跳加速 咚咚咚的 如果周围在安静点 没有月月和横横的哭声 薄寻 我爱你 薄寻呆滞 傻了 本小姐告白呢 你没反应 那我找别人去了 尹欢松开他的腰 转身欲走 薄寻左手扣住他的腰 右手捏着他的下额 低头与他接吻 浪漫的烟花此刻升起 在天空炸开成爱心的形状 甜蜜的一吻过后 薄寻贴着他的小脸 我也爱你 宝宝 我好爱你 好早好早之前就爱你了 我知道 尹欢轻声 或许 我之前也是喜欢你的 不然 我怎么不欺负别人 就欺负你呢 相爱相杀 说的 没有表白心意之前的他们 老婆 我还想再听一次 今晚从视若到感动 到现在的震惊喜悦之情 填满了他整个胸腔 我爱你 尹欢轻轻柔柔地对着他说 薄寻 我说我爱你 你爱我 只许爱我 薄寻胸腔里的心脏狂跳 他不但等到了尹欢的告白 而且还是浪漫和惊喜 月月和横横在旁边哭 俩人 不能继续抱下去了 哪怕尹欢今晚穿得漂亮 也依然要去抱小孩 薄寻牵着他准备跟着 尹欢嫣然一笑 孩子们我去哄 你别急 我给你写了情书哟 你找一下吧 薄寻看着面前偌大的布置场景 还有整个乐园 好消息 尹欢给他写情书了 坏消息 情书要自己找 告白了 还要这样搞他 不愧是你啊尹欢 薄寻站在原地 看着尹欢抱住了哭得比较凶的月月 轻轻地拍着 小脸凑近横横 温温柔柔地说着话 是他的青梅 一样幸福的 以后的浪漫和惊喜 由他来给他们准备 不说了 找情书去了 晚 爷爷继日的时候 尹欢和宝寻带着月月横横去祭拜 墓地上爷爷的照片 经过风雨洗礼 已经有些泛白 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 站在墓地前 爸妈一早就来过了 墓碑前已经放了白色的菊下花仙花 宝宝 这是外祖父 尹欢蹲下 扶着月月的小手 给祖父送花花 走路还歪歪扭扭的两个小屁 还颤巍巍的江花放下 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面前的照片 压压压的 尹欢眼眶微红 温柔地介绍 爷爷 这是我和宝寻的龙凤胎 叫尹月和伯衡 哥哥和妹妹 他们今年还不太会说话 只会爸爸妈妈 妈妈 月月和横横看出来他心情不好 就往他身边凑 小小的身体去亲他的脸颊 爷爷在天有灵 看见他现在这么幸福 也会欣慰吧 爷爷 我好想您啊 尹欢眼泪控制不住 每次想到爷爷就会哭 尹欢一哭 月月和横横 不知道什么情况 也跟着哭 哇哇哇的 嗷嗷哭 博寻很纠结自己 要不要哭 要不要从众一下 但是他没有 博寻蹲下来 给两个小孩擦眼泪 你们啊 不要往妈妈身上靠 把妈妈的衣服哭湿了 爸爸身边来 挨着爸爸 爸爸给你们擦眼泪 博寻拿着纸巾 温温柔柔地 给两个小家伙擦眼泪 真能哭啊 博寻抱着横横 他们这么能哭 是不是像你 尹欢泪眼朦胧 湿漉漉的大眼睛盯着他 博寻 你说谁能哭 我 我能哭 博寻可不敢说他 小时候 尹欢是会哭 但大小节落泪 也是小仙女爷爷 钟元杰再来看你 尹欢依依不舍地起身 博寻左手抱一个 右手抱一个 两个小家伙 眼泪花往他的肩膀上擦 把他的白衬衣给如湿 好了好了 宝贝 不哭了 乖 别哭 和妈妈一起笑一个 尹欢站在旁边逗他们 夫妻俩配合默契 两个小可爱看着尹欢 咯咯咯地挤出微笑 果然是妈妈的小棉袄 直到逗妈妈开心 尹欢微笑 走吧 回家了 来见过爷爷来 告诉了爷爷 他们幸福回去的车上 哭得累积的小朋友 乖乖巧巧地坐在儿童座椅上 博寻开车 尹欢坐在副驾驶 老婆 博寻对着尹欢挑眉 虽然没说话 但是尹欢已经看出了他的意思 又想把他们送去爷爷奶奶家 或者外公外婆家 然后他们去过二人世界 今天适合去爷爷奶奶家 因为他爸妈正在伤心中 尹欢微微汗手 可以 把他们送过去 然后他和薄寻出去吃香的喝辣的 宝宝们现在吃那些腐食 哎 他真是不喜欢 薄寻将宝宝们送到薄家 爷爷奶奶热情地抱住两孙子孙女 尹欢和薄寻下车 还装了一下依依不舍 等小朋友们吃着零食的时候 薄寻拉着尹欢就走 等月月和横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上车离开了 新时代夫妻 代娃就是这么的任性 和尹欢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薄寻就开始准备了 先是在国外出差的时候 去拍卖行 拍了一个价值两亿的大赞戒当礼物 然后就是各种别的准备 吃什么 玩什么 住哪里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月月和横横打扰他们 两个小可爱现在会走路了 还会说一些简单的词 爸爸 妈妈 不要 轻轻 只要尹欢和他回家 两个小可爱就喜欢追着他们 所以为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可以愉快地度过 不能让两个小可爱回家 他提前就给爸妈说了 薄妇保姆非常能理解 让他们小年轻去过纪念日 薄寻甚至想过两天结婚纪念日 7月7号结婚证上的纪念日 7月8号是婚礼纪念日 两天 7月7日清晨 尹欢被薄寻醒的 薄寻轻轻地贴着他的脸颊 老婆 结婚纪念日快乐 二周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他们居然已经结婚两年了 结婚就怀孕 小孩都一岁零几个月了 同乐就两字 薄寻搂着他的腰支 你也太敷衍了 怎么能这样敷衍他的亲亲老公 好歹也对他说一声 结婚纪念日快乐啊 尹欢卷翘的长睫毛轻颤 徐徐睁开眼睛 两个字还不够吗 要求不要太高 那我要求可高了 今天把孩子们送去我爸妈家 我们过两天结婚纪念日的假期 我没请假 尹欢轻声说 他还没睡醒 好困啊 都怪薄寻 昨晚飞拉着他做运动 什么 你没请假 薄寻记得昨天 前天 上前天都在提醒他 尹欢居然没放在心上 他好伤心 你是集团千金 你是尹家大小姐 未来整个集团都是你的宝贝 咱不需要请假 直接巧班 我相信岳父大人很乐意 你休假过结婚纪念日的 薄寻就差现在拿手机 给岳父打电话了 可是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会议啊 尹欢坐起来 他揉了揉长发 职业女性不好当呀 他才工作了三个月 就感觉好累啊 薄寻沉着脸 那等你开完会 我们再去过结婚纪念 宝宝 我会陪着你的 我今天一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我们过两天 两天 尹欢低着头 不会都在床上过吧 他的腰会离家出走的 不行 薄寻看不透尹欢的神色 宝宝 你不会拒绝 我去公司陪你的吧 不会因为陆森谭在 就不让他去公司吧 你不陪月月和恒恒吗 如果可以 他还是希望薄寻别去公司 这男人太招摇了 每次去公司抱着玫瑰花 然后从他办公室出来 要搂着他的腰 甚至要在走廊上倾他 每次都是抱着宣誓主权来的 他甚至还悄悄打听 陆森谭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要给他介绍对象 更意外的是 陆森谭竟然真的去相亲了 也不知道 俩人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 薄寻为了陆森谭的终身大事 操碎了心 跟着老父亲似的 尹欢对这件事哭笑不得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是我们的节日 不陪他们 薄寻又贴到尹欢身侧 小孩子早晚要长大的 青春期就不想搭理我们了 我们才是要共度余生的人 自从给某人写了情书之后 薄寻这情话 是张口就来 他去进修了吧 好 楼下一家四口一起用早餐 月月和横横坐在儿童餐椅上 乖乖巧巧地自己拿着小勺子 边吃边露 肉嘟嘟的小脸又乖又萌 尹欢吃饱了 他走到儿女身侧 妈妈去工作了 宝宝慢慢吃哟 薄寻眼巴巴地看着尹欢的背影 老婆说 让他把一双儿女送了之后 再去公司找他 都怪这俩小屁孩 不好好吃饭 明明可以喂 老婆说 要让他们自己吃 锻炼他们的独立性 一岁多的小孩子 独立什么呀 一个小时候 薄寻将月月和横横 送到宝家老宅 今天和明天 是对爸爸妈妈 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呢 你们要乖乖地 在爷爷奶奶身边 好不好 小朋友们奶蒙奶蒙地盯着他 似懂非懂的 爸妈 交给你们了 薄寻趁着两个小宝贝 还没有哭 飞快上车离开 等薄寻走了 他们才反应过来 薄父薄母 一人抱一个哄着进屋了 薄寻到公司的时候 尹欢还没有出来 他走进尹欢的办公室 很好 办公室墙上 挂着他们俩的婚纱照 他特意挑的 不暴露 且非常唯美的画面 办公桌上的相框 放着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 时时刻刻地提醒尹欢和 走进他办公室的其他人 尹欢是一个有家室 且还有小孩的女人 不要打他的主意 敢打他的主意 就打断腿 尹欢结束会议 看了眼时间 这个点薄寻 应该已经来公司了吧 估计出去就能看见他 走出会议室 没看见他挺拔的身姿 尹欢还有些意外 换成以前 他一定会站在外面等着 他一出来就牵着他的手 高调的不行 伯循居然成长了 不显摆了 尹欢怎么觉得有点失落呢 好像还是挺喜欢 他显摆的模样 尹欢推开办公室门 门一开 伯循抱着花站在面前 老婆 二周年快乐 尹欢大点失落 瞬间烟消云散 哇 小英总结婚纪念日快乐 小英总今天结婚纪念日 还上班啊 快去播纪念日啊 今年你可以放假了 明天也放 尹欢推着伯循进去 关上门 伯循还抱着花 尹欢微微点脚 抱着他送上一个香吻 伯循被这个主动送上来的吻 弄得意乱情迷 都分开了 还在回味那甜腻的触感 去哪里玩啊 尹欢抱住了花 上面还有一张小卡片 伯循写的 你是初遇 也是余生 不过八个字 却挺戳心 我喜欢 尹欢拿着卡片 写得不错 至少比你给我的情书字多 他给的情书 只有六个字 他写的是 宝循 我心动了 但那天 博循开心了好久好久了 睡觉看一眼 睁开眼睛要看一眼 连着看了好几天 都要疯魔了 现在还放在了办公室里 随时都能看 玫瑰花放在办公室 夫妻俩手牵手 一起离开公司 中午是浪漫的法餐 包下整个餐厅 专人表演钢琴 吃完饭 直奔海边 海边停了一艘游艇 游艇上写着 欢乐号 饮欢和饮乐 没有博循和博衡什么事了吗 宝宝 二周年纪念日里的礼物 喜不喜欢 博循神采飞扬 一艘游艇 不只要 游艇里面还有很多宝物 你上次让我找情书 我这次让你找宝物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 藏在很多地方 宝宝 我们两天一夜 有的完 博循牵着他的手上去 才结婚二周年纪念日 就送那么多 宝循你卷你自己吗 今年这样了 明年你准备怎么过呀 上了游艇之后 隐欢到房间里 换了一双舒服的鞋子 砸起头发 干净十足 一起啊 我找了宝物 你要帮我拿啊 老婆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你还要使唤我 我就是一个妥妥的工具人啊 博循说话时 已经站了起来 不愿意去就算了 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博循贴近他 我怕我忍不住巨头 那你就憋住了 隐欢指着他的嘴巴 拿个胶带 给你嘴巴捂着 那可不行 我的嘴巴是要用来和你玩轻轻的 博循提前就准备好了一个小推车 对于自己给隐欢准备的周年纪念日礼物 和这个娱乐小惊喜 非常的满足 邮轮已经起航 外面蓝天白云 海水湛蓝湛蓝的 厨师在准备晚宴 钢琴家在弹琴 甚至还安排了摄影师抓拍 没有哪个女孩子 可以拒绝寻宝游戏 尤其那些寻宝游戏处的东西 都是她的爱 隐欢最先在钢琴架上 找到了一个黑色的盒子 她打开 里面一个八音盒 而上面的人偶 是她和博循 里面录制的声音 是她之前谈的琴声 她找到的第二个礼物 是一套钻石项链 这条项链 她曾经在杂志上看到过 私人买家收藏的 不出售 博循是怎么说服别人卖的 博循看她的样子 就知道她喜欢 能哄老不开心 也不枉她费了大半年的口舌 才让那位收藏家忍痛割爱 当然也给了一大笔钱 隐欢寻宝了三个小时 从珠宝首饰 到衣服包包鞋子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博循 给她留的小卡片 那些卡片上分别写着 锦号欢欢 我爱你更甚昨日 锦号锦号我们相爱 就是最浪漫的事 锦号锦号我的人生 因你而绚丽多姿 锦号锦号 谢谢老婆给我生儿育女 辛苦老婆了 奖励你的首饰 锦号锦号你说爱我的那天 我盯着你的容颜 激动的一夜未眠 锦号锦号我的爱人啊 每天早上醒来 都想看见你的笑脸 锦号锦号牵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倒白头 锦号锦号结婚 今年日快乐 老婆大人 锦号锦号老婆 每天可以主动 给我一个吻吗 锦号锦号老婆 我好爱你 好爱好爱你 锦号 好多好多 尹欢不争气地哭了 相比起来 博循给她的这么多礼物 她只给博循订了一辆车 而且 那个商家还没有做好 今天还送不了 几个月之后 收到宝宝的礼物 也是惊喜 宝宝今天开心 我就开心 博循俯身与她对视 所以 大小姐 你现在 是喜极而泣了吗 算是吧 博循 你不好好上班 心思都用在这些上面了吗 她那么大的公司 那么多人才 策划方案是下面的人出的 她负责执行 那些小卡片 都是她想的 亲自写的 礼物也都是她挑的 绝对没有敷衍尹欢 我的心思用在我老婆身上 不对吗 博循给她擦着眼泪 温温柔柔的 大小姐笑起来明媚娇艳 哭起来楚楚可怜的 让人好想欺负 忍不住 想要破坏她 尹欢攀着她的脖子 屋 今晚让你欺负 一晚上 你经历那么好 老婆 你可别小看你的男人 怕了怕了 我的寻宝游戏还没有结束 不可以 尹欢并不像明天起不了床啊 适可而止 他们余生漫漫 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每一天 他们都要开心 博循 你准备的惊喜很有趣 也很有心 我很喜欢 尹欢眼里水梦梦 亮晶晶的 最喜欢的是你 这一刻 博循觉得 做什么都值了 她的大小姐 请爱我一辈子 如果有转世 下辈子也请爱我 昏暗的房间 时序睁开眼睛 身侧暖哄哄的 男人搂着她的腰 夹着她的腿 将她牢牢地禁锢着 稍微动一下 男人立刻睁开了眼睛 如夜的黑药石 目光幽暗深邃 如狼似虎地盯着她 姐姐要去哪儿 昨晚是司徒爷爷的寿宴 他不过就是现场 勾带了一个身材好的弟弟 共度一夜而已 没想到这个小狼崽子 是第一次 可把她给折腾死了 时序记得这个家伙 让她对她负责 迷迷糊糊的 或许是幻听了吧 都是成年人了 负什么责呀 她昨晚也爽过了 洗手间 你能动吗 顾书薄唇落在她肩上 我抱你去 年轻 体力好的狼崽子 甚至还粘人 时序现在只想跑 进了洗手间之后 顾书就出去了 她站在门口 想着昨晚 时序那风情万种的模样 热血沸腾 她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动心 还是比她大了三岁的女人 肌肤上都是她留下的吻痕 抓痕 时序开门出来 她立刻上去抱起她 时序落入柔软的大床 她要做什么 疯狂了一整晚还不够 还想欺负她 时序按着她的肩膀 我饿了 昨晚体力消耗太多了 你想吃什么 顾书躺在她的身侧 精壮结实的手臂拉着她 姐姐好小一只 好乖啊 她好喜欢 她想吃什么都给她买 她精力旺盛 不怕远 就怕饿着她 时序懒洋洋的点餐 我想吃安妇楼的蟹黄汤包 海鲜馄饨 红枣豆浆 安妇楼距离酒店不算远 但是安妇楼特别有名 早上买早餐 需要排队 好 我去买 顾书在她脸上拨了一口 姐姐等我 顾书下了床 快速穿衣服 精壮的后背上 抓痕被黑色的体恤挡住 换好了衣服 顾书又凑到她面前亲了一口 有黑的眼睛亮亮地盯着她 那里要排队 姐姐睡一会儿 嗯 顾书跑着出去的 时序听见关门的声音 撑着腰起身 嘶 那个小混蛋 兔崽子 把她往死里折腾 她的腰不是腰吗 一身都是她的痕迹 她是狗吗 时序穿上衣服 轻飘飘地走了 顾书排队买早餐 买完路过刚开的花店 进去买了一束花 兴奋地跑回酒店 顾书兴奋地打开门 看见门口散落的鞋子 已经不见了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放下早餐和花冲进卧室 白色的大床凌乱不堪 却没看见时序的身影 时序 顾书沉了脸 她怎么这样 他们昨晚恩爱缠绵的画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就只是一个工具人吗 用来排解寂寞的 她跑的了吗 时序回到家后 就躺床上睡觉 睡到下午茶才行 静音的手机上 好多条和未接来电 这个陌生的号码 不会是顾书吧 她从哪里来的电话号码 时序迷迷糊糊的手机 再次响起 她由于半响 点了绿色的接通 时序 是我 果然是顾书 时序手机强制关机 吓人 太吓人了 那个臭小子干嘛 顾书站在石家别墅大门口 紧紧地握着手机 行啊 时序 你居然还挂电话 她刚从石家长辈那里 拿到了时序的住址 你给我等着 时序点了外卖 听见门铃声音的时候 想都没想就开了门 门口却站着顾书高大的身形 她要关门 顾书揽着她的腰 推着她进去 砰的关上门 你怎么来了 顾书你放开我 石序没想到 顾书还找上门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哪里的 我去了你家 阿姨告诉我的 顾书紧紧地抱着她 早上为什么走 你在躲着我吗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来 石序腰间饭疼 轻便 昨晚你怎么折腾我的腰忘了吗 还那么用力 想把她的腰给折断吗 顾书轻轻地松开 眼神愤怒又委屈 我不来你就把我忘了 石序转身就走 忘了就忘了 昨晚快乐过不久好了吗 她坐在沙发上 拿起茶几上的酒 还没送到嘴边 就被顾书给拿走了 石序美眸震惊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登堂入室就算了 还抢她的酒 石序不愿 你想喝冰箱里面有 那是我喝过的 你喝过的酒算什么 昨晚你身上 我亲过的地方多了 顾书将剩下的酒 一干二净 她高大的身形 蹲在石序面前 找了她几个小时 一开始的确愤愤不已 可是 看见她这副刚睡醒的样子 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顾书委屈地想哭 姐姐太坏了 昨晚说好对我负责 今天趁我离开 马上就走 都是成年人了 昨晚那不是哄你的吗 时序有种自己翻车了的感觉 顾书看起来 不像那种放不下的男人 虽然年纪比她小了三岁 但是她一米九 一百七十斤 她才九十多 体格子剑术 精力旺盛 一身剑子肉 她昨晚是第一次碰这个类型的 姐姐 你以前也这样吗 提上裤子 就不认人了 顾书双手落在她的腿侧 姐姐还真是又美又坏 对 我呢 不是什么好人 昨晚呢 就算给你吃了惊艳了 你也爽过了 我也爽过了 就这样吧 时序发挥扎女气质 顾书 你走吧 别缠着我了 顾书不动如山 是不是我昨晚表现得不够好 所以 时序才不要她了 时序温柔地摸着顾书的头发 她看起来长得高高壮壮的 小麦色肌肤 还是练拳肌的 但发质却是柔软的 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你还年轻 表现得算不错了 但是 我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及时行乐的类型 不想谈恋爱 我没办法对你负责 时序渣得明明白白 她昨晚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后面说 淡话都是哄她的 不然 这家伙真把她往死里弄 你还不了解我 不想和我谈恋爱 也很正常 可是你根本就不给我那个机会 姐姐你好残忍 顾书上半身往她面前凑 叙叙 别躲着我好不好 叙叙 谁允许她那样叫的 顾书 我们才认识不到24个小时 你别告诉我 我们昨晚睡了一觉 你就爱上我了 时序心跳的嘟嘟嘟的 完了 她踢到铁板了 顾书见到她的时候 就被她给吸引了 昨晚她的主动勾引 她根本就抵抗不住 她沉迷她的美色 她也心动 昨晚之后更加心动 就是想和她在一起 你就是贪图我的美色 贪图我的深情 换成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 时序摸着她的下颌 乖 多去体验体验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是那种花花公子 我是你的 我以后只想和你在一起 顾书认定了她 你都不了解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就说这种大话 时序听过太多情话 免疫了 她早就百毒不清了 你也不了解我 你凭什么就果断拒绝我 你凭什么觉得 我们就不合适 顾书不想放弃 她第一次心动 第一次因为一个女人 魂不守舍 姐姐时序 此刻只想缩回壳里 早知道顾书 是这样一个黏人的 她昨晚就不该招惹她 顾书 你不是小孩子了 我是成年人了 所以我可以对姐姐负责 是啊 她希望她别负责呀 这个顾书长得这么精壮结实 一副操汉的样子 可是 居然是个纯情的男人 如果他今晚不松开 顾书是不会离开的 刚好外卖来了 先吃饭 我们边吃边聊 顾书开心地去开门拿外卖了 他还说 吃外卖不好 他厨艺不错 可以给他做饭 时序扫了眼他结实的手臂 嗯 是个颠勺的好苗子 那肌肉线条杠杠的 时序呀时序 你可不能再色 欲熏心了 被粘上可不是什么好事 时序收回视线 顾书好像知道了 自己吸引时序的资本是什么 他身材好 体力好 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 清风济月的大帅哥 没有冷白皮 但也是个健硕操汉的型男 姐姐 我今晚留下来照顾你 别 时序拒绝得太快了 顾书的神色 肉眼可见地暗淡下来 我的意思是 我今晚需要好好休息 你昨晚 什么样你心里没输吗 时序捏捏他蓬勃的肌肉 真有劲 夸他 用力夸 不打扰你 顾书顺势用脸去蹭他的手臂 真不打扰 我睡客房 顾书 没有你这样追女孩子的 要有空间感 要自由 就算我们谈恋爱了 也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 尤其你还是男人 时序抽回手 收拾一下 回去吧 顾书收拾餐桌 我明天来找你 明天给你带安佛罗的早餐 姐姐早点睡 明天还来 这小子 不会真黏上他了吧 其实这种人 时序之前也不是没见过 晾几天就好了 顾书前脚走 时序就慌了 他跑去住酒店了 顾书是个死脑筋 非要找他 顾家在京城也是个豪门 有点实力 于是 时序被顾书给堵在了酒店走廊 时序吞了一下口水 面前高大的身形逼近 气势凌然 顾书 姐姐 你那张嘴也太会骗人了 我相信你 你把我号码拉黑 又换地方住 真的很过分 顾书将他抵在墙壁上 一把握住他的双手 举到头顶 时序紧张的后背抵着墙壁 我们不合适 顾不合适 时序崩溃 顾书 我们这体型差太大了 肤色差也很大 这些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要跑 你不想对我负责 哪有男人追着女人要负责的 他又不吃亏 时序无奈至极 刚想骂 身体被顾书给扛起来 姐姐 我带你回味一下 我们到底合不合适 小混蛋 不是那样的 你不懂我的意思 顾书你别 顾书此刻火气上头 根本就不听他的 拿了他的房卡开了门 一进去就把他抵在墙壁上 疯狂起来 几个小时后 时序躺在床上 身无可恋 一副被掏空的模样 顾书偏偏不放过他 贴着他的额头 一遍又一遍地问 姐姐 我们合不合适 滚 合适你大爷 疯了 他没有这样的疯男人 姐姐 真的不合适吗 时序连锤人的力气都没有 你不工作吗 你不去打拳吗 你是不是男人 你天天围着一个女人转 我是男人 是姐姐的男人 顾书搂着他的小腰 很满意地欣赏 时序身上都是自己留下的痕迹 你以后不许去找别的男人 有我就够了 他还挺自信 虽然他是有那个资本 可他凭什么管他 就不听 不听不听 时序累得闭上眼睛 声音柔柔软软的 你给我滚 滚了时序 就去找别人了 那不行 他不滚 就挨着姐姐 抱着姐姐 守着姐姐 顾书不仅长得壮 身材好 躺在旁边暖轰轰的一大坨 手臂更是沉甸甸地压在他腰间 你根本就不会照顾女孩子 运动那么久 是不是会渴 会呃 你就陪我在床上躺着 就你这样的 还想和我谈恋爱 时序冷嘲 顾书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被调教过 但是他行动力强 听话 举意反三 时序一说 就穿好衣服下床 先是给他倒了水 让他喝 然后又让酒店送来了午餐 甚至还非常体贴地抱着他出去 想喂他 被时序给拒绝了 顾书超大一只坐在时序的旁边 你刚刚说我没有照顾你 我现在想照顾 你又不让 我又不是瘫痪了 还不需要你喂 时序觉得 顾书这家伙一点分寸都没有 照顾是一回事 那不是什么都要照顾 是不是去洗手间 还要抱着摆啊 时序眼皮一抬 女孩子就是这么善变 我早点让你体会到女人心 还抵真 你的性格不适合我 真的 我们俩性格不合 顾书看向他 面颊红润 穿着黑色的吊带睡裙 露出来的肌肤白嫩光滑 而那些肌肤上 大片大片的吻痕 错落交织 是他刚刚留下来的 他们刚刚才 入骨入水地交流过 他现在居然说 那么扎心的话 他的心就不痛吗 你别看我这样 我性格很好的 顾书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一个温柔的男人 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 外表虽然看起来凶巴巴的 实际上他很乖的 我性格不好 所以不合适 顾书盯着他 姐姐还真是油颜不尽啊 只有在床上最乖 你性格不好 我性格好 我们互补 顾书进宫太过猛烈 实际真不知道 顾书到底喜欢他什么 虽然他长得漂亮 身材还好 漂亮女孩太多了 不足为奇 所以顾书就是 雏鸟情节在作祟 因为自己是 他的第一个女人 实际慢悠悠地用餐 你性格哪里好了 没看出来 不见他就到处 找人打听他的消息 甚至去他家 今天还把他 堵在酒店走廊 嗯在床上操作了一番 分明是个坏极了的臭弟弟 我性格好不好 你多接触一下就知道了 顾书就是觉得 实际不想给他那个机会 姐姐对他 和对其他那些露水情缘的男人一样 他不想 他要成为实际唯一的男人 实际眼眸流转 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刚运动过度后的嗓音 软绵绵地 带着慵懒的尾吊 顾书 你很有野心啊 顾书一阵头皮发麻 实际不想要他 却时时刻刻散发他的魅力 让他沉溺 无法自拔 顾书小麦色的俊脸 猛地凑近他 黑沉沉的眸 凝视着他的侧脸 对 我很有野心 只想 猛地被顾书抱到他腿上 这狗男人怎么体力那么好 刚刚运动量那么大 现在一只手就让他换了位置 男性力量和气息占据上风 顾书肌肉线条绷起的手臂 禁锢着他柔软的腰肢 叙叙 我觉得你玩够了 该定下来了 凭什么你觉得啊 实际白嫩的手指 戳了戳他发达的肌肉 凭你的肌肉吗 凭你的拳头 能把我一拳打墙上吗 我不打女人 更不会打你 顾书睫毛轻颤 实际 你对我有误解 能有什么误解 实际胯下吊带 你看你给我弄的 到处都是印子 这和动手有什么区别 顾书将他吊带拉上去 下次清点 下次 谁允许还有下次的 续续先吃东西 做你腿上怎么吃 你把我当凳子 别管我 顾书轻轻地贴着他的肩 实际真的没管他了 填饱肚子 就想去床上补教 可他看着那张凌乱的床 被弄得没办法睡觉了 实际转头去别的房间 将顾书关在门外 顾书吃完饭 然后让酒店的工作人员进来 换了床单被套 他才去开门 石旭侧身躺着 发丝散开 白嫩的手搭在胸前 一双脚路在外面 喜欢就是莫名其妙的 他觉得 石旭哪哪都好 就是不想对他负责 喜欢玩 石旭一开始睡得很踏实 后来梦境变化 有巨大的怪兽入侵他的国家 他身为公主 带着军队去打怪兽 却被怪兽给抓走 让他当新娘 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女孩 而对面的大怪兽 体型庞大 四米多高 长相怪异 呲牙咧嘴 白事汹汹 石旭被吓醒 醒来就看见顾书那张脸 手臂落在他腰间 将他娇小的身体圈在怀中 周围都是他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怪不得做那样的噩梦 原来是被顾书给搂得太紧了 顾书 顾书眼睛都没睁开 嘴巴就往他的脸颊上凑 叙叙你给我起开 石旭推他 手中死了 不许压我身上 顾书瞬间抬起手臂 石旭笑了 就顾书这种硬汉型男的外形 配上那惊慌失措的模样 怎么看怎么滑稽 你怎么还不走 和你一起走 顾书起身 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你别住酒店了 我是因为谁才住酒店的 我 他顾书何德何能啊 竟然让他躲他 连家都不待 顾书低着脑袋 往他面前凑 续续年下不较解 心思有点野 顾书都心可真够野 嗯 回 石旭下了床 背对着他穿上衣服 顾书非要送他回家 石旭压根没机会拒绝 回到家顾书没进去 虽然很想 但石旭说了 要私人空间 俩个小时后 石旭坐在酒吧的卡座里 颖欢结婚了 怀孕了 现在是不可能出来完了 英苗苗呢 纯情小姐妹一个 有人搭讪 都红着脸拒绝 叙叙 你不在家好好休息 还出来喝酒 英苗苗喝着果汁 精神真好 你少调侃我 我这是乐在其中 虽然累但快乐 石旭慵懒地倚着 小口小口地品着酒 今晚来搭讪的人不守 但是石旭没有那个心情 他只是想出来喝杯酒 放松放松而已 叙叙 我要回家了 我妈打电话来了 英苗苗指着屏幕 你呢 英苗苗在父母眼里 是个超级乖乖女 妈宝女 妈妈打电话 就得乖乖回家 爸爱石旭举了一下酒杯 我喝完就回去 早点回去啊 少喝点 英苗苗拿着包就走 他离开之后 一直待在暗处 观察石旭的男人上前 石小姐 石旭今晚没喝多 面前男人一抚身凑近 石旭就皱起了眉 他先先御手 推开男人的胸膛 江鱼 说话就说话 别凑这么近 以前我们的距离 可是比这个更近 江鱼和他碰杯 今晚有空吗 石旭翻了的大白眼 没空 你约了人 江鱼已经看他 今晚拒绝了很多来搭讪的人 到底约了谁 居然迟到这么久 让美女久等 他都迟到了 就别等了 江鱼喝着酒 暗示的意味明显 石旭瞬间没了喝酒的兴致 他放下酒杯 起身 灯光昏暗的酒吧里 周围热热闹闹的 两人四目相对 眼里的寒意却大不相同 石旭冷笑 江鱼你吧 表现得一般他可不想浪费时间 再说了他今天已经吃饱了 石旭悠然地拿起包离开 江鱼追上去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眼里暗沉沉地 石旭 你说什么 他不行 放开我 石旭凝眉 不悦地扭动手腕 江鱼做个绅士 江鱼反问 如果我不呢 他不 有病 石旭一脚踹过去 煞笔 给他脸了 江鱼拦在他面前 石旭 你真是一点都不温柔 对你不需要温柔 石旭现在就无比后悔 自己当初看走眼 居然和这个臭男人 有过露水情缘 又菜又爱玩 他可不想陪江鱼玩 石旭越过他就走 江鱼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气 只有石旭 让他三番两次地碰壁 忍不了 顾叔和几个朋友 刚从拳击场出来 正讨论着一会儿去什么地方吃宵夜 就看见对面路边的酒吧门口 一男一女拉拉扯扯 纠缠不休 男人还被女人甩了一巴掌 紧接着女人被摁在了车门上 顾叔穿过车流的人群 冲过去 将那个作恶的男人 三两下给撂倒在地上 江鱼两只手腕纷纷脱臼 倒在地上 哀嚎 酒吧门口光线迷离 他迷迷邓邓地看着面前高大的男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顾叔将石旭护在身后 我不管你是谁 但我是他男人 你碰他 卸掉你两条胳膊都是轻的 顾叔穿着黑色的短裤和背心 两条肌肉发达的手臂线条鼓起 人高马大 刚刚那一出手 江鱼就没有反抗的力道 可见这男人是个狠角色 你的女人 石旭 你玩够了呀 找了个避风港啊 关你屁事 石旭眼底冷冷地转身就走 顾叔眼巴巴地跟着他 很想问一句 那个男人也是他的过客吗 可他又不想从他的嘴里听到答案 明明把他送回家了 他喊着累 结果晚上就跑出来喝酒 是他早上表现得不够好 姐姐想要抛弃他了吗 顾叔垂丧着脑袋 手机不停地响 估计是那几个朋友 问他现在的情况 他没心思搭理 现在的情况 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一腔热血 对他的喜欢都要溢出来了 可他不喜欢他 微风吹拂着 石旭没喝多 所以走路也没有歪歪捏捏 优雅淡然 顾叔一路将他护送到小区门口 石旭转身 刚刚谢谢你了 我应该做的 顾叔不知道 他们在酒吧门口之前 还做了什么 看起来情况不太妙 石旭应该被很多人觊觎着 顾叔不喜欢那些人 顾叔垂着头发 一副受伤的模样 一步一驱地跟着他 有些事情没处理好 石旭已经和江鱼说得很明白了 可江鱼那个混蛋 今晚真丢脸 他本来在顾叔面前 是一个洒脱的 且游刃有余的形象 我可以帮你处理 你是帮我处理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把他给弄伤了 石旭服了 不管他是谁 他做得不对 顾叔低头 姐姐是在担心我吗 谁担心你 我担心我自己还来不及 石旭往后退 这男人一靠近 那气息传来 让他太迷茫了 总会想起今天早上 和他在酒店疯狂的画面 回去睡吧 石旭仓皇离开 姐姐晚安 顾叔站在原地 石旭的背影消失不见了 顾叔也没有离开 他只是给朋友们 打了个电话 说不去聚餐了 石旭不老实 现在回去了 说不定还要再出来 顾叔在门口 待了一个多小时 确定石旭 石旭应该不会再出来了 才离开 一日 石旭一出门 就看见了顾叔 姐姐 早餐 石旭盯着他手里 安佛楼的袋子 姐姐 我还没吃 一起吃 顾叔往里走 顺势将门关上 石旭无奈只能回去 顾叔摆好早餐 姐姐 我搬过来好不好 你有病啊 石旭刚拿起来的筷子放下 你没家吗 我不养小狗 小狗 好像不错 顾叔凑过去 舔了一下他的手背 黑沉沉地眸盯着他 分明是一副硬汉型男的模样 刚毅帅气的脸 偏偏却露出乖巧的神色 你做什么 当姐姐的舔狗 提前适应一下 石旭无语 舔狗的舔是那个意思吗 姐姐 我说的是搬到你隔壁 如果姐姐想让我和你同居 也不是不行 小狼狗的目光直白又炙热 身体也随之靠近 房间里明明开了空调 却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热气 石旭受不了这样 匆匆吃过早餐之后 就和顾叔分开了 他以为顾叔不过是说着玩的 结果晚上回去 真的看见了他 他住的这个小区 一梯两户 电梯双开门的 一户在这边 一户在对面 但两户之间 还可以穿过两道门 从走廊过来 顾叔拿着搬家礼物 来邀请他共进晚餐 什么鬼啊 他今晚要是去了对面 他就成顾叔的搬家礼物了 小狼崽子 野心招招就算了 居然还付诸行动 我减肥 今晚不想吃 姐姐 我可以给你做减脂餐 顾叔低着眉眼 姐姐一点都不胖 甚至还有些瘦 他实在想不到 时序还有哪里需要减肥的 女孩子拒绝的话 他听不懂吗 是他说的不够明白吗 顾叔这个年人 竟比之前的任何一个男人 都要厉害 他瘦不了 时序开门进去 搬家快了 我想休息了 顾叔被关在了门外 第二天 时序故意等到中午才出门 很好 没有遇见顾叔 但他不敢回家了 时序去了影欢家借住 躲几天躲几天 到时候 顾叔自然就明白了 时序天天住在影欢家 吃狗粮 薄巡每天下班回家 都给他甩脸色 他才不怕薄巡呢 只是每天和影欢 这样腻歪下去 也不是办法 顾叔那个狗东西 说不定会找来的 所以 他买了机票出国去了 顾叔是个好男人 他不想伤害他 他现在真的 没有定下来的打算 他这个渣女 配不上顾叔 那种专情的男人 只是在国外 金发闭眼的男人 与他搭讪 时序忽然就没了兴趣 男人准备吻过来的时候 时序脑子里 闪过顾叔那张脸 还有受伤的表情 甚至愤愤然地 质问他 为什么要去找别人 吓得时序一个机灵 在国外拒绝了 所有的搭讪 他回国后 先把礼物给影欢送去 才回家 却没想到 在家门口 看见一个蹲着的人 顾叔 算起来 俩人上次见面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他以为顾叔早就 搬了回家 把他给忘了 怎么这个臭弟弟那么丑 居然还蹲在他家门口 顾叔缓缓抬起头 眼眶红红的 眼白布满红血丝 原本暗淡的神色 在看见他的时候亮了起来 他又出现幻觉了吗 顾叔伸手 一把抓住了时序的脚踝 软软的 温热的 有实体的 不是幻觉 放开 顾叔顺地站起来 姐姐 时序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怎么才半个月不见 这家伙声音都变了 顾叔看起来不太正常 脸好红 时序点起脚摸他的额头 你发烧了 姐姐 你去出差了吗 顾叔拉着他白嫩的手腕 丝毫不在意 自己生病了 他只知道 姐姐半个月没有回家了 姐姐 还把他给拉黑了 他没有喜欢过女孩子 不会追女孩子 他只想多陪陪他 早上给他送早餐 如果住在隔壁 同一个小区 还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可他不知道 逼得太紧 会让女孩子逃走 尤其是时序这样的女人 顾叔这半个月 过得比他前半生都苦 就连平时喜欢的拳击 都因为心不在焉 被别人给揍了 顾叔低下头 往时序身边凑 时隔半个月 他终于又闻到了 时序身上的气息 清清淡淡的蜜桃味 姐姐 时序还没想好怎么说 顾叔就给他找好了借口 时序便没有解释 开了门 顾叔眼巴巴地跟着他进去 他高大的身子坐在沙发上 拘束的就像个初次进来的小孩 宽厚的双手搭在自己腿上 这模样和他的外形 一点都不搭 时序倒了一杯水 给他拿了退烧药 吃了 顾叔乖巧地吃了药 姐姐把他领回家了 手放在了旁边 他双手环胸 冷冷默默地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他该拿顾叔怎么办 一回来就生病给他看 都不好意思放狠话 顾叔泛红的眼睛迎上时序的目光 身体朝着他的方向挪了挪 姐姐去出差不想被打扰 也情有可原 顾叔不停地在心里给时序找借口 就是不愿意相信时序不理他了 刚刚还体贴地摸了他的额头 给他退烧药 可他却感觉 那个药好像没有效果 他觉得身体更热了 姐姐时序一拍他的脑门 想什么呢 病了就赶紧回家睡觉 睡不着 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没有 顾叔最近真的一直在失眠 他想到某种可能 姐姐平时吃安眠药 那个东西不好 姐姐你少吃点 如果睡不着 时序笑了 顾叔的话戛然而止 时序忽然凑近他 手指轻轻地撩拨了一下他的脸颊 睡不着就去找你吗 和你做运动吗 累了就睡着了 我 顾叔很想说他不是那个意思 可对上时序 他说不出口 如果是姐姐想要的 他可以 距离近了 时序才看见他领口有些红痕 兴致瞬间就冷了下来 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纯情的一批 实际上 你可以走了 时序起身 我刚回来 累了 需要休息 好 顾叔失望地低头 看来今晚不能留宿了 他其实睡沙发都可以 想在有姐姐味道的地方睡觉 时序不想和顾叔待在同一个空间 转身就走 顾叔盯着他靠过的抱枕 鬼使神拆地拿起来 借用一碗 明天给姐姐送早餐的时候还回来 顾叔抱着抱枕 离开了房间 回到对面的家 顾叔脱下外套 黑色背心挡不住身上被揍过的痕迹 但他脸上是笑着的 美滋滋地 抱着有时序气息的抱枕 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的床上 怎么看怎么喜欢 今晚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 顾叔睡得很沉 但依然在早上六点醒来 他跑去安福楼买了早餐 然后乖巧地等到了八点 才按了门铃 时序没好气地 在里面吼 烦 顾叔 你最好有事 早餐 不吃 时序甚至都没有开门 顾叔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他将早餐挂在门上 姐姐 早餐在门上 我先走了 如果姐姐不愿意见他 他可以躲一躲 顾叔离开之后 也不知道 时序有没有起床吃早餐 晚上 深受命运眷顾的顾叔 在时序家门口没等多久 就等到了他 但是时序喝醉了 时序走出电梯 迷迷糊糊间看见顾叔 怎么还在这里 等姐姐 姐姐不回来 你可以去找别的姐姐 或者妹妹 时序眼底犯着醉意 顾叔 都是成年人了 拿得起放得下 我放不下 顾叔伸手去扶他 时序手一缩 往后退了两步 你装什么呢 装的你 时序嘖嘖两声 顾叔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好聚好散 我做错了什么 顾叔不明白 他真的不懂 时序这个女人 真是太让人捉摸不透了 虽然他醉意朦胧 可眼底却是冷的 你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我不想和你谈恋爱 更不会对你负责 顾县将他抱住 时序正脱不开 放开我 顾叔就不放 下河抵在他的肩上 姐姐连我的身体 也不喜欢了吗 时序之前很喜欢的 姐姐 你想不想 我可以满足姐姐的 顾叔隔着单薄的裙子 肯咬他的肩膀 姐姐 你别不要我 我哪里做错了 你对我怎么残忍 难道在他眼里 自己和江鱼 没有半点区别吗 顾叔 都是出来玩的 喜欢就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你呢 新欢不够 还要旧爱 时序试图掰开他的手 可是顾叔这男人 无论是体型还是体力 都占据上风 他根本就这么脱不开 转瞬间 时序被身后的男人 翻了个身 俩人面对面 顾叔眼睛泛红 捏着他的下颌 质问 我哪里来的新欢 你有什么时候 变成我的旧爱了 顾叔甚至不等时序回答 我只有你 骗我就没意义了 我不会在意的 顾叔重重地喘着粗气 气得不行 他贴到时序的额头上 胸膛里气鼓鼓的 声音却压得很低 喉肩酸色 带着几分委屈 我没骗人 只有你 只喜欢你 哼 顾叔 你说谎的时候 能不能先别让自己身上 那么多痕迹 时序推他 这男人撞得就跟一堵墙似的 推不动 我身上 哪有什么痕迹 顾叔当即就要脱衣服 给时序看 他没有 除了和他在一起 这半个月 除了找他 其他时候都待在拳击场 时序就那么站着 见顾叔把外套脱了 露出剑术的身材和手臂线条 怎么那么多伤 轻轻自自的 时序心里一紧 别拖了 还有监控 你想在门口脱光吗 不脱光怎么让姐姐检查 时序开了门 顾叔拿起外套进去 时序有点尴尬 他当当的反应算什么 吃醋吗 真的 顾叔和谁在一起 他不在意 他没有定下来 和他谈恋爱的想法 只是不喜欢被骗 现在看见那个臭小子 浑身都是伤 又想起他昨晚还在发烧 就算那副身体高高壮壮的 铁打的也不行 你怎么回事 时序一转身 顾叔几乎贴到他面前 他往后退了一步 没事 姐姐 我练拳击 被打的 还好 还好 时序还以为是江鱼那个混蛋 想一想也是 江鱼那个体力 怎么可能打得过顾叔 除非江鱼请帮手 时序从小到大 没有受过那么重的伤 也没有看见别人 受过那么重的伤 他看着就觉得疼 对面顾叔不知道 是不是看出了他的想法 当着他的面 脱掉了唯一的背心 姐姐 顾叔抓起他的手 落在他的腹肌上 因为姐姐最近都不理我 没有消息 我心不在焉 所以才输了 以后我肯定赢 不受伤 不让姐姐担心 谁说我担心你了 时序抽不出手 索性掌心贴上去 享受起来 他已经好久没有 和男人亲密接触了 曾经抵死缠绵过的男人 就在面前 摸着他壁垒分明的腹肌 缠得吞了吞口水 我想让姐姐担心我 顾叔带着他的手 在腹肌上游离 姐姐 今晚可以在你的浴室洗澡吗 只洗澡 姐姐要一起吗 我背上还有伤 姐姐帮帮我 这个臭小子 半个月不见 越来越会撩了 你都受伤了 能行吗 时序刚说完 顾叔将他抱起来 完蛋 他明天一定会后悔 问出这句话的 顾叔眼底窜火 姐姐一会就知道了 救命 清晨阳光透过窗帘 将房间照得微亮 时序比顾叔先醒来 第一次顾叔没有把手臂 放在他腰间 上次的话居然听进去了 顾叔睡得沉沉的 离看睫毛好长 浓眉大眼高鼻梁 挺帅 如果不帅 他也不会主动招惹他 顾叔本来就 轻轻子子的身上 昨晚多了一些吻痕 时序看得心惊 都怪他用力过猛 叙叙顾叔将他抱到怀里 往他脸上倾 不许走 你那么霸道啊 昨晚不让他乱动 不让他逃 不让他走就算了 都早上了 还不让他走 时序笑了 对哦 应该走的人是你 这是我家 我的床 我的 顾叔你是不是又发烧了 你看清楚 顾叔却忽然睁开眼睛 他郑重地亲了一下 他的手腕处 你是我的 时序受不了 顾叔这家伙 臭弟弟 弟弟不臭 顾叔抱着他 不停地蹭他的脸颊 时序 什么鬼啊 猛男撒娇 可他竟然会臣服于 顾叔这反差萌的撒娇 顾叔脑袋埋在他的肩窝里 沙哑的低男 姐姐 养狗吗 不养 再问一次 姐姐 养狗吗 会暖床的那种 顾叔唇半贴着他白嫩的肩膀 姐姐 你再考虑考虑 行 那我考虑考虑 时序温温柔柔的 我可以考虑的时间长一点吗 可以 姐姐想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嗯 顾叔立刻就去拿时序的手机 亲眼看着时序 把他拉出黑名单 然后给他改了个备注 顾小狗 顾叔眼巴巴地与他对视 所以 姐姐是养我了吧 表现好点就养你 表现不好就不养了 时序摸摸他的发 顾叔 你以后别把自己搞得一身伤 姐姐说的话 我都听 但他的话 姐姐也要听才行 顾叔从对面搬到了时序家 时序第一次和别人同居 一开始很不习惯 不只是家里忽然多了个人 更是每晚纵欲过度 但顾叔的确是个居家好男人 洗衣做饭扫地 上得厅堂下的厨房 就是太太太容易吃醋了 小狗需要红 尹欢和博循的孩子百天了 他不过是和尹欢亲近了一点 这臭弟弟就吃醋了 把他从宴会上拉走 聊无人烟的房间里 时序坐在顾叔腿上 他们在一起很久了 时序还是第一次看顾叔穿西装 他这个身材的西装必然是定制的 很合身 有种别样的帅气 如果忽略他脸上的怒气 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时序 怎么了 时序扯他的领带 你吃醋了 把我带进来 不就是想让姐姐哄哄你吗 你想怎么哄 居然还反问起他了 时序摸着他宽阔的肩膀 我家小叔最帅了 我最最最爱小叔了 顾叔还是沉着脸 顾叔 如果我没有想好 要和你一直在一起 不会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的 时序严肃起来 你别不知好歹 那你 你 你和薄太太 顾叔红了脸 他内心其实激动的嗷嗷嗷叫 时序认同他了 好姐妹贴贴怎么了 女孩子的醋你都吃 我看那个薄大少爷也吃醋了 顾叔想说明 不是他一个男人会吃醋 其他男人也会吃醋 搞不懂你们男人 时序歪头 不用搞懂别的男人 搞懂我就好 顾叔往他面前凑 我很好懂的 是啊 顾小狗很好懂 生气了 说说好话 亲一亲 抱一抱 哄一哄 就会开心好酒 时序笑着和顾叔对视 嗓音温软 顾叔 你明年和我结婚好不好 顾叔发猛 这是被求婚了吗 好 他激动的眼眶都红了 我愿意 时序和他拥抱 他怀里好暖 虽然顾小狗爱吃醋 可他还是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 喜欢就一直在一起好了 不需要想那么多 爱情嘛 享受当下就好了 月月和恒恒已经五岁了 上一年级了 尹欢接了两个小朋友 一起回家吃饭 宝宝 你和薄巡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生二胎了 尹欢刚坐下 手里端着一杯水还没喝 微正 直直地扭头 看向亲爱的妈妈 妈妈 你还没有带个孙子孙女可以继续带 我才不生呢 就算他想生也没有办法呀 薄巡已经结扎了 不过薄巡结扎的这件事情 还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 别人都不知道 薄巡还是要面子的 我不想要 我现在的工作刚刚步入正轨 我和薄巡早就达成了约定 不生二胎的 妈妈 尹欢微笑 你不会重男轻女 真的还想要一个和我们姓的孙子吧 那 给薄衡改姓吧 反正他不生 没有没有 妈妈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呢 你不想生就不生 妈妈就是问问 也是担心 薄家那边会不会要求你再生二胎 尹母坐在他身侧 有吗 为什么要求我生二胎呢 他们就只有薄巡一个儿子 还要求薄巡生两个儿子 已经多了一个女儿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尹欢不知道有没有被催 就算有 那也是薄巡应该处理的问题 他解决他的父母 薄巡解决他的父母 合作愉快 好 你们商量好就行 妈 一会儿薄巡来了 你可别和他提 尹欢真怕某些人听见之后 更加奋力 他这小蛮腰受不了 薄巡应酬 晚来接他们回家 爸爸 小月月跑到他面前 薄巡一把将他抱起来 亲了一口 爸爸的小公主 晚上好啊 晚上好 爸爸 小月月乃乖乃乖的 拨了他一口 薄衡小朋友就沉稳多了 爸爸也不会酿抱他 说他是男孩子 几人上了车 洋洋的靠着 薄巡把玩着他 白皙漂亮的小手 大小姐 今晚怎么不开心啊 回去和你说 车上不能说的话是什么 薄巡抓起他的手 啵啵啵的亲了几口 回到家 薄巡和尹欢回了卧室 尹欢被他捐在怀里 今晚不开心 没有啊 尹欢 你骗得了我吗 薄巡捏了一下他的腰肢 嗯 说 遇见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不能告诉他的 是他不能解决的 我只是在想 你爸妈有没有催我们生二态 尹欢觉得 既然妈妈说了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催过的 不声 两个就已经够了 别理他们 薄巡暗揉着他的后背 你知道我的 他结扎了呀 所以真的催过你了 你之前都没有和我说过 尹欢推他的脑袋 薄巡你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薄巡心虚 他对自己的爸妈 怎么说都行 拒绝他们 找什么样的借口都行 只要他们别来反小欢欢 骂他都行 只是结扎的事情 还真的没提过 小夫妻俩都被催生 两个小屁孩还不够吗 都怪你 当初大放厥词 说什么要生气八个 尹欢轻斥 我又不是生育机器 没有人把你当生育机器 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 口不择言 宝宝别放在心上 薄巡将他打横抱起 以后他们再催 就说我们再努力了 在吗 没有吗 我每天晚上都很努力 薄巡坏笑 如果老婆觉得不够 今晚可以再努力一点 对 很好 告诉长辈 他们很努力了 然后又没有怀上 到底是他的问题 还是薄巡的问题呢 只要你不怕 劫杂的事情被他们知道 你尽管这样回答 尹欢淡笑 我是无所谓的 薄巡犹豫了 他纠结片刻 贴着尹欢的小脸 还是告诉他们 我们不想生吧 尹欢笑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陆森坛要结婚了 薄巡嘴角瞬间上扬 我一定给他一个大红包 还有更好的消息 什么 薄巡淡定不下了 今晚必须努力 嗯 他的工作合约到期了 他结婚之后 下个月离开公司了 尹欢勾着薄巡的脖子 虽然他和陆森坛之间 是很单纯的同事关系 可薄巡一直很介意 他现在满意了 薄巡埋到他井窝里 疯狂蹭蹭贴贴 这么多喜事 老婆我们一起 洗个澡庆祝一下 这叫什么庆祝 薄巡你不要太离谱 晚安